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话时的气息就像春风一样浮过了心肩 唐沁是游泳高手 如果他掉入海中而没有马上游出来 那说明他一定被下药了 当时根本就没找到人 事后就算是找到了 也只是一具尸体 更何况这件事情已经过了三年了 现在突然有人冒出来 说他是唐沁 你觉得我会信吗 我看聂管家的样子 他似乎是信了 荣汐传笑笑 因为他做了鉴定 鉴定结果表明 这个阎洛的DNA跟唐沁一模一样 就算是聂零那么严谱的人 也不得不相信 这两个人就是同一个人 那你呢 你为什么不相信啊 感觉吧 荣汐川抱紧了怀里的人 如果真的是唐沁 他站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就会有一种很微妙的感觉 你也知道的 我是脸盲吗 哪怕他现在长得跟唐沁一模一样 但是那张脸 却让我觉得十分的陌生 就像唐紫熙第一次出现在她的视线中 不知不觉就吸引了她的注意 荣汐川是脸盲症 但她一眼就记住了唐紫熙的长相 她靠的不是简单的五官 而是发自灵魂的那种 能与之共鸣的感觉 那我呢 你为什么记住我了 唐沁蹭了蹭她高挺的鼻子 荣汐川笑说 还是感觉 我明白了 原来荣先生就像狗一样 狗用鼻子 熊先生用感觉 唐沁取笑的 荣汐川不和她计较 而是认真地说道 唐沁是孤儿 当初她在孤儿院被唐家收养 在这之前 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她到底是谁 她生活过的那个小村庄 因为时间久远 早就已经存在于记忆之中了 所以我现在有一种猜测 这个言诺 必然跟唐沁的过去身世有关 她可能是唐沁童卵生的双胞胎的姐姐 或者是妹妹 只有这种可能可以解释 为什么DNA会相同的这件事了 毕竟脸是可以整形的 但是人的DNA是改变不了的 想要让荣汐川这样的人相信她是唐沁 只靠林一家那样的模仿 是不可能做到的 她需要百分之一百的相似 哪怕这个言诺已经做得十分完美 但是很遗憾 荣汐川对于唐沁的爱 早已深入骨髓和灵魂 跟外貌和血型无关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这个幕后的人是养兵千世 用心良苦 不达目的不罢休了 荣汐川说 既然他们想让我们相信唐沁还活着 那我们干脆就如他们所愿 只不过要委屈你了 不用荣汐川多说 唐沁已经明白他想要做什么了 有的东西兴有灵犀 不必明言 他说他就懂 那个言诺想让我相信他就是唐沁 同样的 我也需要让他们相信 我是真的相信了他就是唐沁的实事 荣汐川抬起手 指腹轻轻地蹭着他的脸 这就需要我们配合来演几场戏了 又到了荣先生发挥演技的时候了 唐沁笑起来 不过你可不要假期斟做啊 不然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唐小姐 你要怎么不放过我呢 在床上吗 荣汐川顺势翻了个身 轻松地将他禁锢在了身下 唐沁花容失色 荣汐川 你不会吧 你还要来 只怪唐小姐 秀色可参呢 我怎么也要不够 我也是没办法 说得好像全是他的错事的 他有多委屈似的 这件事 要瞒着所有人吗 唐沁有些担心 目前来看只能如此了 越少的人知道 我们的破绽就会越少 毕竟能处刑几率这么久 这幕后之人 也必定是小心谨慎的 而且成福其身 虽然这会让大家跟着担心着急 但荣汐川说得对 现在的隐忍是为了早日查出真相 以后再跟大家一一解释道歉 他们也会原谅他们的苦衷的 所以那天夜里 两人就此定下了这个密谋计划 而洛宇在球场偶遇荣汐川 只是荣汐川查了他的行程 故意带着阎洛去了那里 在这之后呢 荣汐川和唐沁分手 至于闹掰 甚至是动手 所有人都看得一清二楚 唐沁忍不住 轻抚着荣汐川的脸颊 被他不小心挠过的地方 早就好了 只留下了一条细细的 并不明显的痕迹 可是唐沁还是很心疼 当时只是想做戏 并不想真的伤到他 但这个男人却固执地没有躲开 用他的话说 这样才更加的真实 当时痛不痛啊 虽然只是一条小小的伤口 但唐沁还是觉得肉痛 哪怕他经常在拍戏的时候受伤 却受不了这样的伤 落在荣汐川的身上 唐小姐未免把我想得太不堪一击了吧 荣汐川笑说 只是一道划痕 就跟小猫抓了一下似的 傻瓜 唐沁撑了他一眼 对了 这个给你 荣汐川把一个瓷片一样的东西 交给了唐沁 唐沁兴奋地接了过来 拿过床头柜上的电脑开机 熟练地就把瓷片插了进去 这是荣汐川随身携带的信号接收器 只要他在阎落的500米范围内 阎落所有发出去的信息 以及打出去的电话 都会被这个小小的接收器所收录 然后再用电脑程序解开 就能知道 给阎落打过电话的人 和发过信息的人都有谁 阎落和那个幕后之人 必然会十分的谨慎 所以不能够在他的身上装窃听器 那么唯一的办法呢 就是用荣汐川做的这个 移动窃听器 电脑屏幕反射的光亮 映在了唐沁的脸上 他的样子格外地认真 荣汐川喜欢他专注的样子 忍不住从后面抱住了他的腰 像只大型犬科动物蹭着唐沁 唐沁被他蹭得有些痒 忍不住嫌弃地感叹 去去去 我忙着呢 我也忙着呢 荣汐川耍着赖皮 唐沁撑了他一眼 不过还是任由他胡闹了 而唐沁继续专注在电脑上 没过多久 词片当中的程序已经被他破解了 他一条条地查看阎落的信息 以及通话记录 但是并没有从中发现什么可疑的号码 而他打的最多的号码就是 唐沁一把掐在了荣汐川腰间的软肉上 掐得某人闷哼了一声 你来看看 唐沁指着屏幕气呼呼地说 这个爷落打的最多的号码 你认识吗 荣汐川定睛一看 顿时有点心虚 转身又抱着唐沁讨好 哟 你们一天通多少次电话呀 光是九号这一天就有十八遍 哟 那么饥渴吗 荣先生 再看看这聊天记录 唐沁点着屏幕大声地念 阿四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想你 阿四 你在做什么 今天的星星真漂亮 想你 晨起 望着空荡荡的房间 还是想你 唐沁的身上 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了 我擦 他们当初才恋爱的时候 他就这么玛丽苏的吗 关键是 荣汐川竟然还回了一句话 我也想你 唐沁的身上抖了三抖 把一身的鸡皮疙瘩都抖落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巴寻 由木叶 法朵 小莲 莲 牧羊 C小调等 领形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四十六期 博取信任 荣汐川在一旁俯额 她自己也不想得好吗 你想想 对这一个自己明明 十分厌烦的人说出 I love you 荣汐川自己也觉得 很恶心的好吗 光是恶心还不够 还要把这些记录 呈现在未来老婆大人的面前 接受她爱的洗礼 审完了荣汐川 见她认错态度良好 唐沐才回归正题 看来这个言诺 十分小心谨慎 平时出了给你打电话 就是给她的经纪人和助理 以及我妈打电话了 可能她现在 还没有完全相信我 荣汐川脸色一凝 我们得想个办法 让她主动露出马脚 唐沐眼睛一眨 我倒是有个好主意 看唐沐一脸脚下的样子 荣汐川忍不住捏了一下她柔软的脸蛋 我大概猜到了 果然是我的荣先生 我一开口便知我心中所想 恐怕要继续委屈你一阵子了 那荣先生想还要怎么补偿我了吗 得了便宜就赶紧卖乖 此时不卖何时卖呢 把我补偿给你 她将唐沐往怀里一摟 我都是你的 你想要什么补偿 还不是手到擒来吗 说得好像很有道理 唐沐转身 与他四目相对着 明天你就要回景都了 你自己一切小心哦 你也是 特别是那个杰克 你要注意提防他 我知道了 你快走吧 被人发现就前功尽弃了 唐沐推了推他 荣西川无奈地叹了口气 怎么进自己女人的房间 搞得现在就跟偷情一样 唐小姐 我什么时候能光明正大呀 唐沐笑说 看你表现咯 两人又缠绵了一会儿 荣西川才悄无声息地离开 第二天 严落客串的戏份全部杀青 剧组还为他举办了杀青会 吃了蛋糕 送了花束 全员大合影 严落离开剧组的这天校午 剧组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 却发酵得很快 宋依饰演的女二号是高人的女仆 在杰克和唐沐在高人处学艺的时候 这个女仆就看中了杰克 两人之间也有很多对手戏 女仆被高人交代 负责传授杰克功夫 但宋依是歌手出身 自然是没什么真功夫 不过就是照着武术指导的吩咐摆摆花架子 这让杰克十分的不满 认为对方是侮辱了他 所以拍到这段戏的时候 他就罢拍了 还扬言说什么要换人 杰克骂骂咧咧的一直在贬低宋依 性格坚强的宋依竟然也被骂哭了 导演让人从中协调 但这杰克就是往椅子上一躺 挺尸装死 说是不换宋依就不拍了 唐沁知道 杰克针对的是全剧组的华国女演员 他从心眼里就瞧不起华国女人 他认为 华国女人对男人卑躬屈膝 没有自己的主见 是弱势群体 唐沁并不想管宋依的事情 虽然宋依没有对他表现出攻击性 也没有算计过他 但女人之间的关系 有种敏锐的嗅觉 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想跟你做朋友 或者他对你有没有厌恶之意 一个眼神就足够了 宋依不喜欢唐紫熙 定是因为言称的事情 但宋依也不会为了一个前男友 而刻意地要去害他 宋依这人很聪明 他不像郑小萱 他会审视独视 知道做什么才对自己有利 而另一边呢 副导演还在那儿苦苦地劝说杰克 但是他把锯板盖在脸上 躺在椅子上头 用英语在那儿瞎逼逼 整天逼逼个没完 那个华国女人是歌手出神 既然是唱歌 那就好好去唱歌 抛来烟熙恶心我 长得像个弱姐 东西收来 像个灰迷笑的鸡女 我早就说过了 来华国拍电影 是对我的侮辱 华国女人通通是白痴 窝囊飞 他以为用英语骂人 就不会有人能听懂 但在场很多人都懂英语 口口相传 大家都知道他在说什么 眼瞅着副导演把嘴皮子都给磨破了 这个杰克还在骂骂咧咧的 唐沁上前一把掀开了他脸上的锯板 杰克一下子就坐了起来 说了句鹰骂 看到唐沁 他的神色更冷了 你好大的担子 唐沁冷笑 歌手出身怎么了 据我了解 你在演戏之前 还在黑市里打过黑拳呢 专门供那些有钱人消遣 只要别人肯花钱 想让你赢你就赢 想让你输你就输 你在拳台上就像一个表演的小丑 因为你打拳只为了钱 为了钱 你可以赎给那些比你弱小的人 甘愿跪倒在他们的脚底下 为了钱 你可以被人像沙豹一样打着玩 你骂我们华国女人是白痴 哼 岂不知你比白痴还不熟 我们还有尊严呢 但你呢 你的尊严就像狗屎一样 被你踩在脚底下 你 杰克面色铁青 头上的青筋都爆了出来 有一股怒火从胸口腾上了头顶 染红了双眼 他也不管这是什么场合了 挥起拳头就朝着唐庆攻了过来 杰克的这段黑历史 在他成为职业拳手之前 就花钱让人消除了 哪怕是在他的国家 这件事情都没几个人能知道 他以为自己的历史清白 可他却低估了唐庆 唐庆或许查不到他的这段经历 但对荣熙川来说十分的轻松 在外人眼里 荣熙川已经将他抛弃了 但是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 他们俩其实私底下还好着呢 整天撒狗粮讨厌死了 上次副总调戏他 唐庆虽然自己收拾了副总 但荣熙川这种护妻狂魔 怎么会轻易地放过惹了自己女人的人呢 副总最后的下场 大家也都知道了 眼瞅着杰克一拳朝着唐庆挥过来 来势汹汹 大家都知道 杰克是职业拳手 还得过什么金腰带黑腰带什么的 要是被这拳打中了 骨头都要碎了吧 就在大家替唐庆捏了把汗的时候 唐庆身形一晃 像只灵巧的鸟 轻松就躲过了杰克的权力一击 杰克一拳没打中 气急败坏的又是一拳挥了过来 而这一次唐庆躲得更快 杰克连他的衣襟都没沾到 杰克像个疯子一样的一拳接着一拳 可让他惊讶的是 他用尽全速的攻击 根本进不了唐庆的身 反倒是他自己就像是一只闷头苍蝇般的四处乱撞 根本找不到攻击点 唐庆一边躲避杰克的攻击 一边奚落他 你口口声声瞧不起华国女人 可你的三任女友都是因为吸毒而入狱 你的现任女友虽然未曾吸毒 却跟两个大导演评传绯闻 甚至被爆出了艳照 你头上扣了这么大顶绿帽子 青青大草原都能放羊了 竟然还有脸嘲笑我们华国女人诺朔无能 听到唐庆的话 杰克又是气氛又是震惊 他不知道自己的底细 竟然已经被人摸得这么清楚了 你 你闭嘴 杰克怒吼了一声 而就在这一怒吼之间 唐庆寻到了他的破绽 一脚踹了过去 正中杰克的胸口 杰克一声闷哼 高大的身体就如同沙包一般飞了出去 重重地落在了地面上 这一踢一摔的让他觉得五脏剧烈 但是他哪能以这样的姿态 躺在这里丢人现眼呢 他挣扎着要爬起来 却有一只小脚踩在了他的胸口上 明明看着很弱小的一个化国女人 却是爆发力十足 明明年龄稚嫩 眼中散发的光却咄咄逼人 杰克在触及到唐庆的眼神时 莫名一阵心虚与恐慌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巴巡 由木叶 法朵 小莲 沐阳 C小调等 领行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四十七集 火中救人 唐庆居高临下地凝视着杰克 嘴角擒着一抹冷凝的笑意 哼 你所嘲笑的化国女人 此时正把你踩在脚下 而你没有丝毫地还手之力 杰克 我不管你是什么来头 在国际上得过什么奖 又有什么人坐靠山 但是你记住 既然你来化国拍电影 赚化国人的钱 就把你的态度放尊重点 不然 就夹好你的尾巴从化国滚出去 因为这里没人欢迎你 说完这番话 唐庆拿开了自己的脚 转过头 正看到李白导演 一脸诧异地看着他 嘴边的胡子 大概都要掉下来了 唐庆秒变小乖乖 小跑着就过去道歉 导演 我在和杰克切磋呢 如果打扰到片场工作 真是对不起啊 大家都看得出来 李白导演很偏袒这个杰克 现在唐庆把杰克揍了 估计李白要发火了 不过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李白不但没发火 还冲着唐庆笑了笑 年轻人适当的切磋是好事 但是下次注意不要把人打上来 唐庆愣了下才说 哦 好 他是曾经借过李导几十块钱 可他不觉得这几十块钱 就能让李导对他优待到这种程度 这李导偏爱杰克 可他感觉李导对他更为的偏爱 他明明看到的是唐庆单方面殴打杰克 却还是认同了他的切磋一说 这胳膊肘都快拐断了吧阿威 其实李白自己也弄不清楚 为什么会对唐庆如此的偏爱呢 第一眼见到这个丫头 就打心眼里喜欢她 而且她长得也极其像她的一个家人 这让她忍不住 就想跟这丫头多亲近亲近 唐庆揍了杰克 这让全剧组的人都跟着起了气 唐庆全程用英文在同杰克说话 有能听懂的人便把她的话翻译了出来 口口相传 这个杰克真是活该 在剧组里处处体现她的优越感 瞧不起我们华国人 既然这么不想来华国 那就请她快滚 没想到唐子曦这么厉害 那身形太飘逸了 怪不得网上都在说 她会成为华国第一功夫女星啊 这身手真不是盖的 其实唐庆也没有多少能打赢杰克的把握 毕竟她真的拿过拳王的金腰带 一身的功夫不是徒有虚名的 所以她才故意用语言激怒的 一个满心怒火的人 就算是再厉害 也被蒙蔽了心智 如同若姬 而高手对决 最忌讳的就是心乱 心乱则不不乱 就像是连锁反应 一发不可收拾 面对杰克的破绽百出 唐庆才有机会一击取胜 李白导演去同杰克说话了 看得出来 杰克看着唐庆的目光仍然是愤愤的 但是李白不知道说了什么 杰克又乖乖地开拍了 这次拍得很顺利 大家愉快地收工了 收工之后 唐庆正准备回酒店 就听到身后有人在喊她 紫西 唐庆转过头 看到了宋依 宋依似乎有些尴尬 不过还是很快笑着说 今天谢谢你啊 不用谢我 我只是单纯看她不顺眼而已 唐庆背着包 先走了 望着她离开的背影 宋依对着一边的助理说 我总算知道 严辰为什么会喜欢她了 现在就连我 都有点喜欢她了 助理却是没听见 只是对着唐庆的背影划吃 好帅啊 如果她是男的 我都想嫁了 唉 当我没说 从那以后 杰克似乎老实了许多 但是他看唐庆的眼神 依然有些不服气 好像随时都要找他决斗似的 如果不是片场的一次意外 唐庆想 杰克真的会跟他拼个你死我活的 接下来是一场火场爆破的戏 因为皇上病重 发疯一样地寻找丹龙珠 而男女主所住的小村子 被认为藏有丹龙珠 村长等人先后被杀 但是仍旧没有丹龙珠的下落 于是军队开始袭击这个村庄 大家就将石头裹上一燃物点燃 用工具发射到村庄当中 小小的村庄陷入了一片火海 大家抱头逃命 唐庆和杰克掩护着村民们离开 而杰克发现了一个无人照料的小孩 小孩困在火海当中 吓得哇哇大哭 等我 杰克说了一声之后 就冲进了火海当中 此时又有一枚绑着一燃物的石头 落向了他身边的小屋 但是因为盗具的失误 这枚石头上的一燃物 竟然发生了爆炸 巨大的爆炸声腾起了一个火球 杰克所处的位置 真的就变成了一片火海 该死 杰克没想到周围居然会腾起一片火海 而他也被包裹在了火焰当中 那个小孩也被吓坏了 无助地大声哭泣着 拍戏前 妈妈告诉他 这一切都是假的 可是这些火苗如此的炎热 空气当中传来东西烧焦的味道 烟味呛得人鼻涕眼泪横流 杰克本来不想管那个小孩 自己跑出去的 但是他看到被困在火海当中 小孩子哭个不停 他又转身朝他跑了过去 结果他这一走 刚才的路也被落下的一根横梁给封死了 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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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克气得跳脚 此时 周围的几个工作人员 已经被吓得四散逃开了 谁也没想到 会有道具发生爆炸 还引发了火灾 所有人的脑子和身体的第一反应 就是逃命 唐靖本来在一边熟悉接下来的台词 突然的变故 让他吓了一大跳 他本来想跟工作人员一起离开 但是火场里传来了 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是那个群演小孩 似乎还有杰克在房间里头 这两个人被困在了火场当中 要是没人救他们 他们很快就会被烧成焦炭的 迅速观察了一下四周的环境 唐靖发现了用来制造人工降雨的水枪 这水枪本是一会儿要用到的 但是此刻却被人丢弃在了一边 他赶紧跑上前 打开了水枪的阀门 冲着着火的地方就喷了起来 水枪让火势小了下去 却不见杰克和那个孩子跑出来 他只得将自己全身淋湿 捂着口鼻朝着那个小小的屋子跑了过去 杰克为了救这个小孩 脚被卡住了 此时无论怎么用力都挣脱不开 就在杰克觉得自己会死在这儿的时候 一条熟悉的身影从火光灯中冲了进来 等他看清来人时 他的震惊仿佛凝固在了脸上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变化了 唐靖发现杰克被卡住了 找到木头的一头准备搬开 木头是滚烫的 唐靖用湿的衣袖裹住手 用力的一抬 虽然是隔着东西 但是并没有起什么作用 手心上仍旧传来了钻心的一阵痛 但是唐靖管不了那么多 赶紧去扶杰克 杰克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好像不会思考似的 快走 唐靖又转头抱起了那个小孩 走啊你傻站的干什么 杰克这才反应过来 跟在唐靖的后面 一瘸一拐地跑了出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百四十八集 你为什么要救我 此时已经有其他工作人员赶来 正在全力地扑灭大火 看到唐靖抱着孩子和杰克一起跑出来 匆忙到达的里岛 才重重地松了口气 谁都没有聊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故 但好在没有出现人员伤亡 不然这电影怕是拍不下去了 快检查一下孩子有没有事 此时的唐靖满脸黑灰 模样十分地狼狈 有工作人员接过孩子去检查了 而唐靖随意用袖子在脸上一抹 手放下时他发现杰克目光直勾勾地望着他 唐靖沁皱了一下眉头 你也去检查一下 杰克忽然走上前 双手抓起唐靖的手 果然唐靖的掌心上起了一大片的水泡 他用英语骂了一句 不由分说地拽着他就走 喂 干什么 唐靖用力地甩开他的手 去保家 杰克气急败坏地吼道 你这个女人不要命了 我平时那么对你 你为什么要救我 唐靖眨了下眼睛 因为脸黑 一双眼睛更显得黑白分明 你想多了 我只是想救那个孩子 你只是顺带 杰克目光复杂地望着他 刚才那种情况 大家都只知道四散逃命 为什么这个女人 却像是不怕死一般呢 肯冒着那么大的风险 跑进火场救他 她是脑子不好使吗 李导这时走了过来 焦急地询问唐靖的伤势 发现他被烫伤的手 立刻亲自带着人去包扎 幸亏这附近就是医院 开车过去用不了多久 唐靖到了医院 这才发现 杰克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跟了过来 像是被抛弃的小狗 一步一驱地走在后头 唐靖懒得理他 实在是因为伤口太痛了 都说烧伤是最痛的 现在真是深有体会 深有体会 不知道会不会流疤呀 啊 疼疼疼疼疼疼 好痛 李导亲自找了医生 又亲自陪同 全程比任何人都担心 不知道为什么 看见这个丫头的第一眼 他就觉得一见如故 十分的喜爱 现在看到他受伤 他更是抓心挠杆地觉得心疼 他想 可能是因为自己家里全是清一色的土小子 没有女孩的缘故吧 他才会对这个投缘的丫头如此上心 而杰克全程都站在一边 看到唐靖包扎时疼得呲牙咧嘴 一时间 他的心绪无比复杂 而唐靖鬼叫了一阵之后 他终于忍不住对医生说 医生 麻烦 轻一点 医生没有听清他的鸟语 倒是唐靖回头 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杰克立刻有些瞿促 急忙将头转了过去 脸颊处 竟然染上了一点怪异的红色 丹龙剧组爆破发生了意外 唐靖受伤的消息不禁而走 有医院的医护人员偷偷拍到了唐靖就医的照片 甚至还拍到了唐靖受伤的手 那位医护人员只是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发了一条消息 说是在医院里头看到了唐紫熙 唐紫熙在拍戏时 手被严重的烫伤 正在接受紧急处理 结果很快就有人将这个朋友圈转发到了微博上 立刻就引起了一次小型地震 最先反映的就是唐紫熙的粉丝 纷纷大呼心疼 因为那伤口的确是有点触目惊心 他的手掌本来就小 水泡却连成了一大片 看着就让人心疼 接着就是唐靖的电话被各路好友给打爆了 唐靖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的安慰 最后说得口干舌燥 正觉得口渴时 一瓶矿泉水滴到了他的面前 唐靖顺着那只属于西方人的手往上看 就看到了杰克 杰克有些尴尬 把脸扭向了一边 给你 唐靖不接 看他的眼神透着一丝琢磨 害怕我嗨你不成 杰克当着他的面拧开了瓶盖 我要嗨你 也要和你决斗之好 谢谢 唐靖说了声谢谢 接过那瓶水喝了起来 阳光透过窗户落在了唐靖的脸上 他的侧脸轮廓如此的精致小巧 如同上天鬼斧神功的杰作 杰克一向不喜欢华国女人这样的长相 看着太小家子气了 不性感 不狂野 但是此时 他却觉得这张脸分外的好看 好看如同在心上一件 世界上难得一见的工艺品 杰克不知不觉就看呆了 你还没坏到骨子里 直到唐靖说了话之后 他才猛然回过神 信吧 唐靖拧上瓶盖 起码 你没有放弃那个孩子自己跑出来 如果杰克当时不去管那个孩子 他就不会被押住 但他还是选择了救人 人无完人呢 杰克也是一样的 也许他并非表面上看起来那样让人讨厌 杰克哼了一声 我现在就后悔了 见他不说话 他才又问 女人 你当时不害怕的吗 顾不上害怕吧 唐靖凝视着窗外 有时候 这是一种本能 脑子还没有思考 身体就先做了 更何况 这不是我第一次在祸害逃生了 杰克十分惊讶 不是第一次 以前和一个朋友被困在他爷爷家的石杂店里 外面的门被堵住了 窗户也被钉死了 我们两个差点成了烤乳猪 竟然还有这种事 杰克觉得不可思议 同时看向唐倩的目光又深了几分 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孩子都经历过什么了 他真是越发的好奇了 麻烦你去问一下医生 我可不可以回去了 唐倩盯着自己抱得像木乃姨一样的手 好烦啊 这样怎么拍戏啊 记得 杰克竟然这么好使唤 听了唐倩的话 就乖乖地去找医生去了 因为他受伤的原因 离岛安排先拍别的戏 让唐倩留在酒店休养生息 无戏可拍 手心里的烫伤又疼得要命 唐倩觉得无聊极了 坐在床上拿起望穿的那张面具端详了起来 当初从紫禁之巅离开的时候 他特意将这张面具给带走了 因为这对唐倩盯来说是一段十分难得的回忆 而这张面具承载了那段回忆的全部 唐倩慢慢地将那张面具请到了脸前 透过面具上的两个孔往外看去 本来是觉得好玩 结果就从孔洞当中看到了一张朝思暮想的面孔 他轻轻地眨了眨眼睛 又把面具戴到了脸上 那张脸便格外地清晰了 惊喜过度的某人从床上蹦跋下来 小松鼠一样地跳进了男人的怀里 唐倩因为太过激动 双手搂住他脖子时碰到了伤口 好痛 当即痛得嗷嗷了一声 荣熙川急忙抱住他 面带责备地将他放到了床上 立刻去查看他的伤口 可惜外面有纱布包着 看不出什么来 但是隔着那层厚厚的纱布 他仍旧觉得疼得喘不过气来 我说过 让你不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男人的目光带着严厉的谴责 你知不知道那有多危险 一旦你没有救到人 你还把自己搭进去 你有没有想过后果啊 这次的经历让他想起了 他和雷涵涵之前被困石杂殿的事情 那次若不是荣熙川及时赶到 他们两人或许连命都没了 每每想起 仍然心有余悸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巴寻 由木叶 法朵 小莲 沙 牧羊 C小调等 领行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四十九集 荣先生好禽瘦哦 可是看到他像只受了委屈的小狗一样 眼泪汪汪地看着自己 荣熙川又觉得自己骂狠了 如果不骂他 唐沁总是会做一些不知轻重的事情 可是骂他呢 他比刚才还要心疼 这种矛盾的感情让他十分的无奈 唐沁从做练习生开始就学习跆拳道和散打 黑带都已经考上了九段 可这并不能让他满足 他又背着他去报考了武道学院 接受更加残酷的训练 荣熙川当时知道了 真的是气疯了 可是除了打砸屋子里头的东西泄愤以外 他连唐沁的一根指头都不舍得动他 因为他知道 唐沁自己想变得更强 想要站得更高 只是为了能和荣熙川并肩而立 得到一个世界级的大奖 这是唐沁的目标 但他真正想要的 只是做他的妻子 顶着他的姓氏 所以 他做得再怎么过分又怎么样呢 唐沁把他气得七窍生烟又能怎么样呢 没办法 这就是他的女孩 是他宠在心尖 护在心头的女孩 荣熙川叹了口气 将人往怀里移带 我从墨北那儿拿了一些烫上的药过来 他说是墨家祖传的 药道病除 一般人他不告诉 确定墨北不是在忽悠你啊 还祖传的 要是有这好药 拿出来卖还不赚翻了 荣熙川小心地解开他手上的绷带 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 不许再鲁莽冲动 记住了吗 嗯 知道了 唐沁点头如捣算 乖巧得不像话 说话间 那层纱布已经揭开了 被烫伤的水泡早就破了 密密麻麻地连成了血红的一片 十分的渗人 不看还好 这一看 荣熙川更是觉得心痛难忍 咬牙说道 要是还有下次 你就给我乖乖地回家做荣太太 不准拍戏了 荣熙川这次是真的下了狠心 才会说出这种话来威胁他 唐沁下的一个机灵 死皮赖脸地往他身上贴着 却被人家给推开了 没动 荣熙川小心翼翼地把他的手放在腿上 然后拿过墨尾给他的神药 用消毒棉签沾了一些药水之后 仔细地涂在了唐沁的伤口上 他的动作十分地轻柔 生怕会弄疼他 哪怕他已经非常的谨慎 但是药物接触到伤口 还是传来钻心的疼痛 哪怕唐沁强忍着 眉头还是皱了起来 很快就好了 过程很短暂 但对荣熙川来说 如同在他的心尖上挖肉一般的疼 说起来也是十分奇怪 上药的时候确实很痛 但荣熙川拿来干净的纱布 重新把他的手包好了之后 之前手心里头那种火辣辣的疼痛感 似乎正在逐渐地消失 烧伤有多痛 唐沁是体会过的 哪怕在医院医治过 还是疼得他抓心脑干 但是这药液涂上去了之后 真那么神奇啊 竟然不痛了 墨北这压 果然藏着传家宝啊 唐沁高兴地晃了晃手掌 惊喜地说 阿思你看 真的不疼了 墨北不愧是墨北啊 荣熙川松了一口气 吃过这次教训 你下次还敢 不敢了不敢了 唐沁抱住荣熙川讨好 手掌微微翘着 不碰到伤口 我下次一定三思而后行 荣熙川摇头 我信你个鬼啊 你这个小妖精 对了 你怎么突然跑过来了 不会被发现吗 不对啊 明明我才是郑主 怎么搞得像 我和阿思在偷情似的 他不是接了非度的代言吗 现在要去国外拍广告片了 唐沁翻了个白眼 你有没有觉得 自己像是背着妻子出来 偷野草的渣男啊 妻子一离家 你就迫不及待地 出来寻话问柳了 我的妻子 只有你 唐沁语带野语 他却十分认真 从来没有变过 唐沁没去理解这句 从来没有变过 而是沉浸在那句 我的妻子只有你 这句话上 心里顿时甜得一塌糊涂 唐沁在他的身上蹭了蹭 那你今天回去吗 我留下来 等你的伤好了之后再走 其实只是一点烫伤 并不打紧 但在荣西川眼里 却要闹出惊天动地的动静 洗澡了吗 唐沁摇头 嗯 医生说伤口不能碰水 我没敢洗啊 曾小孩 荣西川一只手扶住了他的肩膀 而另一只手穿过他的腿弯 轻轻松松地就把唐沁抱了起来 转身就往浴室去了 进了浴室 这男人轻车熟路地 把他的衣服往下扒 唐沁愣住了 故作表情夸张 啊 荣先生好禽兽啊 竟然连伤员都不放过 荣西川笑了 我不帮你 谁帮你啊 无论是谁 他都会剁了对方的手 挖了他们的眼睛 荣西川将光溜溜的某人抱进了浴池 把他受伤的手握在手心里头 用另外的一只手替他洗澡 唐沁还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最多是事后他累成死狗 荣西川帮他擦一擦 这次可是贴身服务呢 哦 简直让他受宠若惊呢 但抛去受宠若惊几个字 他又觉得扫得不行 这个浴室的灯也推亮了些吧 赤果果地照着他的原形 唐沁也是要脸的好吧 他也是知道害臊的好吧 唐沁这样想着 红着脸往水里抹了抹 但是并没什么鸟用 水简直太轻了 荣西川瞧着他一脸拘谨的样子 轻笑出声 你这身上的一尺一寸 有我不熟悉的地方吗 唐沁索性闭上眼睛装死 看不到就不会害臊了 但是眼睛看不到 身体还是可以感觉得到呀 荣西川的手心 微微地有些粗糙 在唐沁的身上 轻柔地划过 哎呀我去 要了老命了 好痒啊 哎呀 还好荣西川考虑到他的伤 只是简单地替他洗了洗 然后就着浴巾把人抱了出来 整个过程当中 他的手都没有溅到一滴水 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也只是把他搂在了怀里 还特地地攥住了他受伤的手腕 免得他睡着的时候乱动 碰到了伤口 浓香软郁在怀 荣西川跟他又是数日未见 这样彼此相依 的确是对意志力的考验 但他是荣西川 在关于他的问题上 没什么是他忍耐不了的 想到此 荣西川的手在他的腰间紧了紧 正要闭上眼睛 就听到怀里有个软软的声音说道 你搁着我了 什么 荣西川一脸懵逼 唐沁用手指捅了捅硬邦邦的某屋 收一收 这 这就尴尬了 第二天一早 白星函就来敲门送早餐 考虑到会有剧组的人前来探望 荣西川早晨就去了隔壁的房间 白星函把早餐放到了桌子上 催着唐沁去吃饭 而他走过来替他收拾床铺 唐沁伤到的是右手 左手吃饭有些不方便 白星函特地给他买了瘦肉粥 方便用勺子挖着吃 就在唐沁多一口少一口吃的气闷时 忽见白星函手里情这个东西就冲了出来 一副兴尸问罪的架势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阿寻 由木叶 法朵 小莲莎 牧羊 C小调等领行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五十几 你竟然还想着那个傅心函 唐紫夕 你竟然还想着那个傅心函 他晃着手中的面具 他都已经别练了 你还保留着这玩意儿 白星函说着 就把那面具扔到了垃圾桶里头 唐沁嘴里还含着一口粥 来不及咽下去 就冲过去拦住了白星函 抢过那面具 宝贝式地护在怀里 我靠 唐紫夕 你压得平时装得满无在乎 其实是我的死要面子吧 你对那个傅心还念念不忘 对不对 如若不然 为什么还会留着这张面具呢 他一定还在想着它 对它旧情难断 唐沁咽下了嘴里的粥 这才倒出嘴来说话 大姐 你搞什么呢 这面具可是个神器啊 我留着它是为了好玩 什么神器啊 唐沁把面具戴在脸上 这是个高科技产品 不是普通的面具 听到判若两人的声音 白星函的眼睛疏然亮了 这是变身器啊 还能连接手机 接听电话 这么神奇啊 白星函把面具拿过来 戴到了自己的脸上 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声音 啊 结果白星函就听到了 一个苍老的大妈音 嘶哑而难听 白星函无语了 他妈的 这玩意儿竟然也挑人 好在白星函没有 继续纠结面具的问题 而是把手机递到了唐沁的面前 虽然你受了点皮肉之苦 但也不是坏事 什么 唐沁还在为自己笨拙的左手而焦躁 早知道有一天要用到左手 为什么当初就不练练左右开工呢 你没看卫博吗 不就是我受伤的事吗 有什么打惊小怪的 也不知道哪个挨牵刀的把消息报到了网上 害得自己的手机都要被打爆了 不是这件事 今天早上有人在网上传了一段视频 你不会还没看吧 我还是被你砸门砸醒的 看个屁啊 唐沁接过白星函的手机翻了翻 他的确是上了热搜 不过这一次是好热搜 不知道是谁把当时在火场拍到的视频 传到了网上 视频当中 唐沁只身冲进火海 先是掰开了夹住杰克的木头 紧接着就抱起一个孩子往外跑 这段视频看得人惊心动魄呀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电影里的镜头 据发布视频的人说 当时发生爆破意外的时候 周围的工作人员全给吓跑了 只剩下一台摄像机还在拍摄着 唐紫熙本来也应该离开 事故的现场进行避难 但他发现杰克和一个孩子 还在火场当中 当机立断 拿起水枪对着火场进行喷射 在火势小下去之后 他又冲进去救人 网友截图了唐沁当时搬起木头的镜头 再对比有人发布唐沁 在医院治疗烧伤的图片 可以看得出来 这段视频不是电影当中的镜头 而是真实发生的 一时间 网上热议如潮 大家都在称赞 唐紫熙京国英雄英勇无双 正直善良 谁这么无聊把视频传到网上 唐沁并不喜欢被这样曝光 好像是他故意要在网友面前 树立人设计的 而在一片赞扬声之中 果然就有人开始发叫了 说什么唐紫熙这么做完全就是为了出名 不然他为什么要救人呢 就有医院的照片和现场的视频曝光出来了 不过还没等粉丝们开怼 就有路人纷纷出声 当时的情况你没看清吗 只要稍有不慎 就可能葬身火海 唐紫熙就算再想出名 也不用连命都搭进去吧 你这样的人 我只能诅咒你被困在火海的时候 活活烧死 照片是医院护士发的 视频是剧组里的人发的 这跟唐紫熙有一毛钱关系吗 人家冒着生命危险救人 还被你这样的剑盆侠酸 唐沁习惯了网上的这些言论了 有称赞你的就一定有贬低你的 这就是网络大环境 它改变不了 不久之后 那个孩子的母亲也发了微博 公开感谢杰克和唐紫熙 她说 自己的孩子只是群眼 没想到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故 如果当时不是杰克和唐紫熙出手 自己的孩子很有可能会被烧死 或者烧成重伤 而且出事之后 剧组积极地带着孩子医治 又给予了丰厚的补偿 她助唐紫熙前程四锦 助丹隆大麦 孩子母亲的感激是真实的 但唐沁相信 视频发出一定是经过制片方受益的 这件事情虽然是个事故 但是一旦发出来 无形之中会为丹隆做足免费的宣传 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部电影 虽然她被制片方当作的棋子 但是考虑到这对电影有意无害 所以唐沁没有过多的追究 白心寒离开之后 唐沁重新躺回到床上 拿过剧板来看 不久 她感觉有人进来了 翻了个身 就看到荣熙川穿着一件墨黑色的金纹衬衫 手里拿着水壶正在烧水 唐沁眉眼一暖 拿着枕头开始欣赏起来 荣熙川把水烧开了之后 又将杯子烫了烫消毒 倒了一杯水凉在哪 来 先把药换了 然后再吃药 唐沁乖乖地把爪子伸了出来 而荣熙川就在她的身边的床铺上坐了下来 解开了纱布之后 唐沁的伤恢复得十分乐观 当然 这也要多亏了墨北的神药发挥了作用 回头要谢谢墨医生 不然还不知道要受多少罪呢 荣熙川闻言 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 唐沁知道她又要开始说教了 急忙亲了亲她的额头 哦 我错了 荣先生 知道就好 荣熙川小心地替她换好了药 又拿来了一块新的纱布 将伤口重新保好 这时候 水也凉了一些 她从药瓶里 倒出了几片白色的药片 放在手心里 大步地朝着唐沁走了过来 唐沁有点害怕吃药 她天生嗓子戏 吞食这种大药片 总是会被卡住 还没等她开口 荣熙川已经把水杯塞到了 她的左手里头 细心将药掰成了两半 唐沁惊惊讶地看向她 一瞬间脑子里的一个猜测 就像炸雷一样劈响了 吃药的时候掰成两片 这是我以前才会有的西瓜 正常人谁会闲得没事这么干 但这是前世唐沁的西瓜 不是现在唐紫西的 阿四为什么要 感觉到唐沁一瞬间的愣着 荣熙川也察觉到了她的怀疑 的确 只有以前的唐沁吃药时 才会把药片掰成两半 因为她嗓子细 吞食药片有困难 但现在的她并不是唐沁 她是唐紫西呀 荣熙川做的 似乎也太过于顺理成章了吧 不过面对唐沁的疑惑 荣熙川只是淡定地说 我看说明 这药呢 一次要吃一到两片 我看你现在恢复得也不错 吃一片呢 有点少 吃两片又有点多 吃一片半 怎么样 唐沁茫然了一会儿 才点了点头 哦 原来她是出于这个想法呀 吓死我了 这个掰多了 留着中午吃吧 别别别 就吃那个 唐沁抢过她手中掰好的药片 快速地送到了嘴里 吃过药 荣熙川又把遥控器递给了她 正好有一个台正在重播一声香吸 唐沁已在荣熙川的身上 有滋有味地看了起来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荣熟以貌取人 作者 巴巡 由木叶 法朵 小莲 木羊 C小调等 领行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五十一集 夫妻何必 天下无敌 一声香吸大火 乔曼这次的投资可谓是赚得盆满钵满 不但如此 还同时捧红了宁安之河高飞 以及剧中的两个配卷 而这两个配角都是凤凰娱乐的新人 拍摄一声香吸时 他也跟着下了不少的功夫 光是修改剧本就开了数次的碰头会 在拍摄期间 他也经常去片场指导宁安之 可以说 一声香吸能有今天的成就 跟唐沁的付出是密不可分的 有没有兴趣将来做导演呢 正在工作的荣熙川忽然转过头问他 啊 自立太浅了吧 其实这一直是唐沁的梦想 如果他还是活着的唐沁的话 这个梦想大概已经实现了 但他现在还是半拉新人 若是扬言做导演 一定会被人笑掉大牙的 荣熙川揉了一下他的脖子 如果唐小姐有兴趣 将来找一个好的剧本 你做导演 我来投资 我们夫妻何必 天下无敌 荣先生真不害臊 谁要和你夫妻何必了 唐沁嘴上这样说着 心里却是甜丝丝的 眼前不知不觉就开始规划属于他的未来蓝图了 口是心非的小东西 荣熙川抚在唐沁的唇上碾磨了一会儿 不知道当初是谁说非我不嫁呢 唐沁心想 那个荣熙川 咱别动不动就翻就账好吗 你这个习惯不好 真的 中午想吃什么 唐沁没羞没臊的往他身上蹭着 想吃你 恐怕现在还不行 荣熙川按住了唐沁像个毛毛虫一样蠕动的身子 等你的伤好了 我洗干净了 送上门给你吃 不行 我现在就要吃 他往前一扑就把他压倒在了床上 荣熙川无奈而宠溺地将手中的文件放在了床上 双手搂上了唐沁的腰 与他四目相对着 你是不是诱重了 没有的事 唐沁在荣熙川的身上像只蚕蛹 平时都是他在上自己在下的 这次难得换唐沁来压他 他当然坏心地把全身的重量都给压了上去 现在也让他来体会一下 这喘不上气是什么样的感觉 他在他的眼前晃了晃包扎的右手 小爷是手受伤了 但这并不妨碍小爷宠幸你 你确定 在他言语的挑逗下 荣熙川的目光加深了几分 似乎有疯狂的暗流 正在汹涌澎湃着 唐沁感觉到了危险 但他仍然不怕死地 继续跳逗他的底线 嗯 玩你足够了 荣熙川猛然一个翻身 两人的位置就这样交换了 哦 唐沁啊了一声 天旋地转间 怎么上下就反转了过来呢 他不满地瞪着荣熙川 你欺负一个伤员 你良心不会痛吗 哎呀 我摸摸看 说着 荣熙川的手就叹了过来 像模像样地摸了起来 唐沁吐槽 这位兄台 我问的是你的良心会不会痛 你摸我的做什么 似乎并不痛啊 他说的一本正行 屁 唐沁催他 唐小姐 我好像说过 在这种危险的地方 请尽量不要挑衅我 她的侠目危险地瞇了瞇 唐沁是典型地好了伤疤忘了疼 面对如此美色 她自然是垂涎三尺的 谁说厚色的只能是男人呢 要是有人见了荣熙川这样 霍国殃民的长相 而不想涩他的 唐沁一定叫他爸爸 哦不 妈妈 好啊 唐沁秀起的眉毛轻轻一挑 夜寒秋波荡漾 在找死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就让我见识一下 挑衅荣先生的后果吧 荣熙川一声轻笑 眼底化成了危险的暮色光泽 她压住了唐琴右手的手腕 将她的伤手置于头顶 以免碰到她的伤口 她的女孩 似乎已经做好了 接受惩罚的准备了 已经迫不及待了呢 就在荣熙川俯下身子 亲吻她柔软的嘴唇时 一道急促的敲门声响了起来 男人的脸上浮出被打扰的不悦 脸色比刚才还要危险 她不想理会 仍然细细地品尝着 唐沁唇变的甘甜 但是那敲门声越来越响 似乎没有要停歇的自觉 唐沁忍不住推了推她的胸膛 应该是剧组的人找我 感受到她浓烈的不满 唐沁在荣熙川的唇角亲了亲 以示安抚 你先去洗个脸 我看看有什么事 荣熙川不情不愿地 从她身上起身 然后去了洗漱间 来了 唐沁简单地整理了一下床铺 那敲门的声音依然一声接着一声 唐沁喊了声来了之后就去开门了 门口站着的是李岛的助理 一个肤色很白的外国女人 似乎终于等到了唐沁把门打开 她终于松了一口气 唐小姐 李岛请你去片场一趟 是要拍戏吗 不是 助理说 有别的事情 那我收拾一下 一会儿过去 好的 再见 助理客气地说了声再见 唐沁打开门时 荣熙川正洗完手 在用毛巾擦手 她从后面抱住了荣熙川 左手从她的肋下 探到她的下巴上勾了勾 小美人 荣熙川扫了一眼她作乱的手指 没打理的 点了火却不负责灭的 请接受她深深的鄙视 小美人 欲求不满了 唐沁继续不怕死的 用手指蹭她的嘴唇 男人的眼色一暗 转身将她抱起来 置在了洗漱台上 身体前倾 而唐沁不得不向后微氧 荣熙川的一只手臂 置在镜子上 英俊的脸 几乎跟她贴在了一块 荣熙川说话时 好闻的气息 就像是美酒 醉了 吃了 唐小姐 要为你的行为负责 唐沁睡觉的时候 穿了一件睡裙 而荣熙川 直接就将她的裙子撩了上去 手指贴在唐沁的小可爱上 动作暧昧地摩擦着 一副想拖又不想拖的样子 别别别 唐沁急忙求饶 荣哥 荣爷爷 我错了 我错了 现在知道随便点火的后果了 荣熙川的嘴尖微扬 似乎并不打算放过她 继续着她手里的动作 唐沁拱了拱手 真错了 荣熙川不说话 嘴里似乎是低吃了一声 唐沁急忙搂住了她的脖子 卖力地讨好撒娇 等我回来 一定让荣先生打包扣服 荣先生想要那种姿势 需要什么服务 小女子必须服侍得您服服帖帖的 荣熙川点了一下她巴巴的小嘴 行了 我不跟伤员一般见识 唐沁兮兮一笑 我得去趟剧组 导演这我有事 荣熙川暮色一沉 受了伤还要拍戏 嗯不是拍戏 可能有别的事情 那小朱里也没有说清楚 去了就知道了 哦 荣熙川哦了一声 抬手就开始拖她的睡衣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订阅才能看到更新哦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巴巡 由木叶 法朵 小莲莎 牧羊 C小吊等领行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五十二集 脑袋里竟是哨而不移 《荣少》 《荣少》 荣熙川摇了摇头 色令至婚呢 接着又点了点她的额头 瞧瞧你 你这小脑袋瓜里 竟是情色的画面 自作孽儿不可活的唐沁 连滚带爬地回到剧组 因为路上遇到交通堵塞 后半程她是靠着十一路飞奔而来的 剧组里正忙活着 李岛还在拍戏 累得气喘吁吁的唐沁拿了一个杯子 准备给自己倒杯水 右手不能动 左手提着水壶呢 有一点别扭 就在唐沁刚抬起左手的时候 一只骨节修长的手 按在了她的手背上 她条件反射式地把手一抽 那人顺势握住胡的把手 动作熟练地把她的杯子里蓄满了水 又把水杯塞到了她的手里 以后做事别太鲁莽 熟悉的声音让唐沁的身子一僵 很意外啊 会在这种地方看到阎琛 这男人穿了一件灰蓝色的T恤 搭配一条浅色牛仔裤和白色运动鞋 看起来十分休闲 就像是一名普通的剧场工作人员 大叔 唐沁握着手中的杯子 一时忘了自己口渴难耐这件事了 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来看看你这个冒失鬼 会把自己做成什么样子 明明跟严辰没什么关系 但他说这话时 唐沁突然有点心虚 好像犯了错误的小孩 被兄长责备似的 哦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过两天就能拍戏了 我已经跟老头子打过招呼了 你的伤没有完全康复前 不要安排你的戏份 严辰指了一下他手中的杯子 把水喝了 唐沁乖乖地喝了水 才突然想起了什么 一脸惊讶地问 啊 老头子 严辰颇有些无奈地说 我家那个不太正经的老头子 正琢磨着严辰的话 那个不太正经的老头子 已经笑眯眯地走了过来 子西 伤口恢复得怎么样 我要想着让他拍戏 严辰没好气地说 李导哼了哼 哼 小人之心 我只是关心下子西的沙姆 谁让他拍戏来 现在想起关心了 如果不是你们剧组的管理问题 他会受这样的疲肉之苦吗 李导被他说的竟然没有反驳 垂头丧气得好像被批评的小孩一样 这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的 唐沁彻底看傻眼了 这 这是什么情况啊 难道 严辰是丹隆的投资人 不然一向清高自傲 把谁都不放在眼里的李导 会心甘情愿地被他数落 可是不对啊 丹隆的投资人是一个外国企业 跟华国没半磨钱关系 把杆子也打不到严辰的头上 唐沁搓了搓耳朵 又揉了揉眼睛 眼前顿时一亮 第一次见到李白导演 就觉着老头子长得很眼熟 跟严琛有些相像 现在这两人站在一块 要说他们没有关系 鬼都不信 小的 能不能在仔细面前给我几分薄面啊 李导用拳头抵着嘴巴咳嗽了两声 这李导在众人面前特别地刻板严肃 出了名的古怪 但在严琛的面前 就像是一个老顽童 面子不是别人给的 是自己争取的 严琛哼了一声 哼 我希望你们剧组里不要再出这种事 不然我有一百种办法 让你们拍不下去 李白导演又不说话了 这样子是服软了 唐沁还是一脸懵逼 过了半晌才弱弱地开口 大叔 李导是你的 有没有这个爷爷 我倒是无所谓 严琛的口气并不好 隔着一段距离 唐沁都能感觉到李导的尴尬 于是他急忙岔开话题 李导 你叫我过来是有什么急事吗 还不是这小子 他让我把你叫回来 李导有些忧怨地看了严琛一眼 啊 我的伤好的差不多了 谢谢大叔关心 面对着爷孙俩 唐沁有点头疼 你带我四处看看吧 严琛对着唐沁开口 显然不想跟他家老爷子继续废话了 说完 还看了李导一眼 李导闻言急忙说 你们去你们去 我还有戏要拍 等到李导走了 唐沁才巧声问 这真是你亲爷爷啊 你说呢 严琛无奈地看了他一眼 唐沁哑然 觉得不可思议是吗 严琛挑了挑嘴角 当初严家的家业 是我太爷爷建立起来的 我太爷爷生了五个孩子 我爷爷是老大 家业理所当然传到了我爷爷手里 但我爷爷并不喜欢经商 稀里糊涂地接手严试后 也没花多少心思 反倒天天钻研演戏 我爷爷有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老大是我爸爸 严琛顿了一下 十几年前那场经济危机 严试乱成一团 我爷爷顶不住压力 跑到美国去拍戏了 把一堆烂摊子留给了我爸 我爸却不是经商的那块料 又把这摊子料给了我 我才上小学 就开始一边上学 一边学习管理家族的企业 高中的时候 我就开始管理公司了 爷爷还真是心大 这么大的严试 说扔就扔 万般无奈之下 我只好将严试接了过去 高中的时候 就接手了这么庞大的企业 唐沁觉得 严琛就像是一个神话 开始的几年 困难重重 严试上下没有一个人扶我 每当在公司里 处处碰壁的时候 我就在想 为什么我会有一个 这么不负责任的爷爷 为什么我一定要 接管严家的产业 可是难过之后 我的决心便更加坚定 因为我想让那个 跑去国外的男人看看 他做不成而选择逃避的事情 我可以做得更好 更出色 对于那几年的困境 严琛只用了直言片语 但唐沁从他的眼底深处 却看到了他当年的彷徨与无奈 不知道为什么 想到那个时候的 严琛所经历的一切 唐沁的心竟然会为他而疼痛 你一定想问我 怪不怪他 严琛和他说话间 两人已经走到了一处不景前 这个不景是一处 山岭水墨的景色 两人站在其中 如同置身于真的山山水水之中 年轻的时候是怨过他 恨过他的 但是后来长大了 也慢慢理解了 人各有志这句话 就像你喜欢演戏 若是硬要让你去做企业管理 你一定也不愿意的 唐沁忍不住说 难得你能理解他 他自己也有愧吧 愧对我 也愧对他自己的儿女 每次回国都不敢回家住 一个人孤零零地住酒店 他一个老头子 人生地不熟的 亏他有那勇气 严琛虽然语带埋怨 但是不难听出 他这谴责的语气当中 夹杂着暗暗的担忧 怪不得唐沁会在街上 遇到找不到路的离岛 原来他不是不想回家 而是不敢回家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期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阿寻 由木叶 法朵 小莲莎 牧羊 C小调等领行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五十三集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其实我这次来找你 一是想看看你 二是有一个不情之情 严琛静静地望着他 能不能请你 和我爷爷一起 回严家吃个饭 过阵子 是奶奶六十六岁生辰 啊 唐庆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为什么我也要跟着去啊 老头子脸皮薄 多少年没回家了 现在突然让他回去 他一定摸不开面子 有你陪着 他不会那么拘谨 看得出来 老头子十分喜欢你 唐庆心想 这是你们严家的家事啊 关我自己毛事啊 可是拒绝的话呢 他却说不出口 在他的内心深处 他竟然十分想让 李岛跟家人团聚 回到那个 他日夜思念的家中 这种感觉 真的是说不清 道不明 十分的微妙 严琛没有为难他 如果你不想去 我也不会勉强 没有别的意思 就单纯的朋友之邀 唐庆几乎是没有考虑 我去 拒绝不了啊 这是打心眼里拒绝不了 真是太奇怪了 我爷爷生了四个孩子 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除了我小姑姑至今未婚 其他几个孩子 都有了自己的子嗣 却是青一色的男孩 我们严家是典型的杨胜一帅 我奶奶这辈子没别的希望 就希望她的儿女 能给严家添个女孩 不过 我看老太太这个梦想是不会实现了 我二叔和三叔都上了年纪 早就没有了再生孩子的打算 而我小姑姑 是个不婚主义者 这辈子都没打算结婚 唐庆以前就听说过 严家的家大业大 却是青一色的男孩子 严家老太太盼孙女儿盼的眼睛都蓝了 但是很可惜子女早就过了生育的年纪 她这个孙女儿嘛 注定是做不成了 她是第一次听严琛说起她的家事 她对她毫无防备 倒向憋了这许久的话 终于找到了可以倾诉的人 就在两人说话时 忽然有人喊了句 严总 正缓步而来的 是还穿着戏服的宋衣 今天有她的戏 一身黑色净装勾勒出完美的身材 手里还拎着一把道具长剑 严琛看到昔日女友 也并无丝毫的尴尬 真巧 宋衣笑了笑 目光在严琛和唐庆的脸上扫过 刚才看到一个人影笑你 还以为看错了 没想到真的是 唐庆以为宋衣会误会 她和严谤的关系 但宋衣却是对她笑了笑 你的伤没事吧 嗯 没什么大碍了 那就好 宋衣把手里一直握着的 一个小药瓶地了过来 这是欢油 小时候家里有人烫伤 我妈总会把她拿出来 一涂就不疼了 今天刚让她游过来的 本以为晚点送到酒店 听说你在这里 就给你送过来了 希望能派上用场 谢谢 唐庆没想到 宋衣居然是专门给她 送烫伤药的 她接了过来 说了声谢谢 不打扰你们聊天了 我还有戏要派 我也要回去了 唐庆说 大叔 你要留下来吗 不了 我送你 言辰看了看表 傍晚还有个会 我得赶回警都 她又看向了唐庆 我送你回酒店 麻烦了 和宋衣打了一个招呼 唐庆便同言辰一起离开了 唉 宋衣望着他们两人的背影 轻轻地叹了口气 目光中似乎有哀伤的神色 一闪而过 不过很快就恢复如常 转身往片场去了 她从来不会执着于过去 哪怕她现在仍然喜欢这个男人 大叔 看来宋衣还没有放下你呢 坐在言辰的车上 唐庆好奇地问 听说她是你谈过时间最长的一个女朋友 为什么会分手 言辰转动着方向盘 是她提出分手的 不是我 唐庆还差点忘了 言辰的历任女友全部都是人家甩她 这是对方吗 那还真是悲催呀 大叔 你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癖好 不然这么多女孩 怎么都齐刷刷地踹了你啊 我说过 等你成为我的女朋友 你自然会知道 唐庆撇了一下嘴 没兴趣 言辰笑了笑 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把唐庆送到酒店之后 言辰说 我不送你上去了 我还要赶回去 知道了 唐庆隔着车窗朝她挥了挥手 路上开慢点啊 一路顺风 言辰这次是独自前来向山的 也没有带司机和助理 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情 言辰抬起表指了指 奶奶受诊的时候 我会提前通知你 唐庆只得硬着头皮说 知道了 但你千万别让我妈知道 她冲她笑了笑 将车缓缓地退出去 拐了一个弯 消失在了车流当中 回到酒店 唐庆去敲隔壁房间的房门 刚敲了两下门就打开了 紧接着 她的手臂一紧 就被人拽了进去 唐庆脚下还没站稳 跌进一个宽阔温暖的怀抱 她忍不住嘻嘻一笑 啊 容先生这么好急吗 容西川面露不悦 什么事啊 去了这么久 是言琴来了 听到这个名字 容西川的危机感顿时爆棚 哼了一声 哼 是吗 呀 容先生 这是在吃醋吗 唐庆按着他的脖唇蹭了蹭 媚眼如丝 哎哟 这屋子里好大的醋味啊 男人的神色紧了几分 右手紧紧地攥在他的腰间 他来干什么 唐庆刚想说 他是听说自己受伤就过来看看的 可是考虑到眼前的这个男人吃起醋来 那可是惊天动地的 于是急忙改口 你还不知道吧 我们李岛竟然是言琴的爷爷 爷爷 他说他爷爷很多年前就去了美国 在那给自己取了一个艺名 叫李白 一直在从事和电影有关的事业 这次回华国拍戏 大概也是人老了 想着落叶归根 他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 荣西川的目光又沉了几分 钻在他腰间的手再次紧了紧 唐庆耸了耸肩膀 可能他觉得我是他的患难之交吧 还有呢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你啊 唐庆依偎在他的怀里撒娇 他请我帮忙 他说李岛十分想回家 却没脸见自己的妻子和儿女 而过阵子是严家老太太六十六大寿 他想让我陪着李岛去一趟严家 你同意了 严琛也帮过我 算是李尚往来吧 唐庆抱着荣西川的手臂摇了摇 不要生气啊 我只是去参加个寿宴 我会很听话的 你自己心里清楚就好 他刮了一下他的鼻子 不然就算那个人是言称也不行 荣西川放开他就往屋里走 去洗手 午饭很快就送到了 走了几步又折了回来 算了 猫手猫脚的 还是我来吧 于是一伸手 像扯小孩似的 把唐庆拉进了卫生间 拿过他的一只手 细细地搓了起来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巴寻 由木叶 法朵 小莲莎 牧羊 C小调等领行演播 欢迎订阅 第554集 忙完了东宫 忙西宫 吃过午饭 荣西川接了一个电话 而唐庆正在看剧本 等他讲完电话回来 他便蹲在唐庆的面前 有些歉意地说道 我现在需要回京都 你不说还能再待两天吗 唐庆不舍得搂住他的脖子 这么急啊 阎洛提前结束了在国外的拍摄 傍晚前回到京都的 唐庆撇了一下嘴巴 容先生还真是厌浮不浅呀 忙完了东宫忙西宫 荣西川笑着抵住他的鼻子 我偌大的后宫 不过唐小姐一人专政而已 那我岂不是很寂寞 连个勾心斗角的人都没有 唐庆礼了李荣西穿衬衫的领子 不舍得说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啊 过阵子不是要回京都 参加阎老太太的寿宴吗 到时候我也会去的 好吧 唐庆轻轻地叹了口气 只能这样了 多谢爱妃宽宏大亮 容西川笑起来 刮了刮他的鼻子 容西川临走前 把他每天要吃的药 分成了三份 还写了一张字条 并且在唐庆的手机里头 设定了闹钟 嘱咐他一定要按时换药吃药 熊先生 我妈都被你这么唠叨 唐庆从背后抱住容西川 我知道了 我保证一片药都不会辣的 你每天早上换药之前 拍一张照片发给我 我让墨北观察一下 唐庆不过就是瘦了一点烫伤 可在容西川的眼里 就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 他无法想象 在自己落海死后 容西川经历了怎样的人间炼狱 还好如今他又回来了 又可以重新陪伴在他的身边 让他不必再做一副行尸走肉 唐庆想到这里 一阵诗意袭击了眼底 他将脸贴在了他的后背上 用力地圈紧了他的腰身 唐小姐 你这是舍不得我走吗 唐庆不说话 容西川轻轻地拍了拍他的手 乖 你也累在楼下等我了 等你回到锦都 我们再见 唐庆执拗地不肯松手 容西川 我也没有跟你说过我爱你啊 容西川微微地侧过头 看到了唐庆毛茸茸的发顶 以及光洁的额头 容西川 我爱你 很爱很爱 容西川的手越过了他的肩膀 轻轻地在他的头上拍了拍 我也是 小傻瓜 你路上小心啊 唐庆终于松开了手 眼圈红红地望着他 容西川突然就舍不得走了 不如 我再留下来陪你一天 我哪有那么脆弱 你快走吧 唐庆把他往门外推 别让我们的计划前功尽弃 言诺不过就是别人手中的一颗棋子 他们要找出来的 是那个在幕后操纵的黑手 刚才和一副舍不得的样子 现在就急着赶我走了 我怕你再挽走一步 我就会把你挂到床上去了 唐庆垫起脚尖 在容西川的唇上亲了一下 而容西川却扣住了他的后脑 加深了这个吻 直到吻得两人都有些气喘 他才缓缓地松开了手 容西川走后 唐庆又跑到窗口去张望 这里是十六层 行走的路人都变得有些渺小 但是唐庆还是一眼就看到了容西川 那个男人像是灰发光一样 行走在人群之中风采奕奕 像是感觉到了他的注视 走下台阶的男人抬起头来 冲着唐庆所在的窗口看了过来 容西川弯唇冲他微笑 只是一眼便已万年 唐庆又休息了两天 手上的伤口已经结痂了 可他觉得自己在酒店里头 呆得都快发霉了 于是提前回到了片场 看到他的时候 齐克吃了一惊 正在跟武术指导研究动作的他 走过来问道 你的伤好了吗 不许让你多休息 唐庆奇怪地看向他 听你这口气 你是在关心我 杰克可是出了名地看他不顺眼 除了拍戏的时候 其他时间对唐庆都是爱搭不理的 甚至是恶语恶言相笑 当初唐庆把他给揍了 杰克看他的眼神 都恨不得将他随时挽断 我只是随便问问 杰克立刻有些不好意思 把头扭向了一边 你好没好 关我什么事 我只是关心拍摄进度 嘴上说着 眼睛却往唐庆的手上瞄 他的纱布已经去掉了 但是手心拳着 也看不见伤口恢复得怎么样 直到此刻 杰克想起当初在火场时的经历 仍旧心有余悸 你确定可以拍戏了 可以啊 唐庆拿起了一边的道具剑握在手里 剑柄磕着伤口有一点疼 但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 见他轻皱了一下眉头 杰克立刻紧张地问 怎么样 是不是伤口疼 对于他的突然关切 唐庆十分的不适应 立刻一脸警惕地拉开跟他的距离 大哥 拜托你还是恢复原型吧 你这样真的很恐怖 杰克对于他的一惊一乍的样子 不以为意 而是拿过绷带 缠在自己的手掌和手臂上 又把绷带递给他 现在拍的戏份 是在扇上血液 所以手上缠绷带 并不会觉得很奇怪 我们一起缠 更不会有人在意 唐庆狐疑地接过来 瞄了瞄杰克 又检查了一下手中的绷带 杰克无奈地抿了下唇 我不会害你 绷带上没有做瘦脚 唐庆检查了一遍 才小心地把绷带缠到了手上 杰克说得对 凭空多条绷带的话 并没有多大的影响 而且绷带可以减少 伤口和刀柄之间的摩擦 让他少受一点皮肉之苦 即使 我不使用以鞭底和敲不起你们 刷过女性 杰克把目光移向了别处 不好意思地看向唐庆 唐庆缠着绷带 皱了一下眉头 不过他没开口 等着杰克继续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我以前在黑市大黑拳 你说得对 为了钱 我可以数也可以硬 我获得没有尊严 我的一切全凭有钱人做主 想到那段过去 杰克的眼中浮出了沉重的情绪 我的孤主 他有一个花国情人 他恨重这个情人 有求逼赢 又一次 他说他从小到大 没有搭过人 于是 就跟孤主提议要 畅畅大人的滋味 孤主 把我照过来 让他随意地打我 我可以在圈场上被人打倒 却认守不了被一个女人 当成沙宝幻觉 一样地打来打去 而且还必须配合他 发出各种残叫 每次我被他打倒在地 满脸是邪的时候 我总能看到他在孤主怀里 撒娇趣乐 他看我的眼神 就像再看一件玩具 我的尊严 被他踩在脚下见他 就这样 我被他堵打了 整整三个月 开始他用圈头打 用脚踢 后来该用木滚 贴滚 甚至是在刺的棒子 杰克说着 撩开了胸前的衣服 一大片触目惊心的伤痕 暴露在了唐亲的眼皮底下 那些伤已经变成了黑紫色 有些地方很有凸起的 密密麻麻的大睁眼 一样的伤 听伤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 以貌取人 作者 巴询 由 末夜 法朵 领弦眼波 欢迎订阅 第五百五十五集 我可以追求你吗 唐亲惊讶地看向杰克 他说这一切的时候 似乎很平静 但他的眼底 却翻涌着无边的恨意 甚至是恐惧 一个铁骨铮铮铮的男人 被一个女人 每日毒打三个月 不但是身体 精神上 也一定极度地崩溃 所以 从那个时候起 我就讨厌你们 花过女人 我认为 你们花过女人 都是舍歇心肠 只会依靠男人的 无能之辈 杰克合上了自己的衣服 我看到你们花过女人 就会恶心 身体会嘶嘶发抖 好想多年前的恐惧 在此充斥了我的身体 他郑重地向唐亲挽下腰 对不起 为我之前对你的 重重不谨和误解 对不起 唐亲此时心绪翻涌 杰克的遭遇 一时间让他无法消化 这个看着光鲜亮丽的男人 竟然还有着那样 耻辱痛苦的过去 对不起 唐亲也说 对于嘲笑你的过去 我也向你道歉 杰克有些诧异 你没有错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提及的过去 而我把它当作惩罚你的理由 狠狠地践踏了 杰克摇头 你让我刮目相看 唐亲笑了 我们华国有句话 叫不要一点盖面 你遇到的那个华国女人 她的确是个另类 但是你不能因为一个人 而觉得所有华国人都是一样的 同样 你也不能因为遇到一个好人 而认为大家都是人心向善 杰克 想要认识一个人 必须要用心去了解 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我可以追求你吗 唐亲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 不是 大哥 你不是有女朋友吗 你也说了 他已经给我带绿帽子了 我已经跟他分手了 杰克摊了下手 我现在是单身 唐亲急忙摆手 抱歉 我不是单身 你有男朋友 嗯 有啊 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 你在这里这么久 他不来看你的吗 出于某种原因 我们的关系要保密 杰克眨了眨蓝色的眼睛 他会比我更优秀吗 唐亲心想 大哥 别送上门找虐行吗 杰克极力地推销自己 我年轻 身材好 长相好 得过很多次讲 对了 你们华国人 不是最看重什么家里的条件 我父母双王 没有养老负担 我曹大哥 你这么了解 华国的传统文化吗 连养老问题 你都考虑到了 你这样的人 要是单身 老天都不同意啊 唐亲扶了扶额头 哎 我男朋友 也不差 我很痴情 也很浪漫 你痴情 你女朋友 换了四五个 你他们骗鬼呢 行行行 打住 不管你多优秀 在我眼里 我男朋友 才是最好的 所以 赶紧收回你 不切实际的想法 唐亲把手中的长剑 丢到杰克身上 好了 看剧本了 拍戏了 杰克追上去 嘿 我是认真的 我没有开玩笑 我也是认真的 唐亲撇了下嘴 拍戏 接下来的几天 李导发现 一向懒散的杰克 突然就转性了 不但积极地配合拍摄 也不再继续发表不当言论 对于几个化国女演员 更是十分地客气 特别是唐子曦 说她成了唐子曦的小尾巴 也不足为过 有时候李导提出的意见 她还要跟她争辩起去 但只要唐子曦一开口 她就像一只猫似的听话 而在锦多的紫心之巅 刘妈听说有客人来 正在厨房里安排下人们准备 客人不吃牛羊肉 不喜欢太素的菜品 讨厌奶制品 你们做菜做甜品的时候 都注意一下 刘妈一一吩咐完才猛然想起 客人的口味 倒是跟过世的唐小姐很像 记忆中 唐小姐也不喜欢吃这些东西 不过这只是转念一想 刘妈很快就把这件事情 给忘记了 又去菜园里头 看了看花花草草 喂了喂兔子和鸡鸭 等她忙完这些 荣家的大门正好打开了 一辆黑色的轿车 缓缓地驶了进来 车子停下之后 从里头走下两个人来 待他们站定 司机才将车开去了车库 看到来人 刘妈的手里端着的盒子 砰的一声掉到了地上 里头的小米撒得到处都是 她估不上小米了 用力地揉了揉眼睛 我没看错吧 我竟然看到了唐小姐 活生生的唐小姐 这 这怎么可能啊 这是刘妈 你应该也不记得了 荣西川带着颜落 来到了刘妈身前 你住在这里的时候 都是刘妈在照顾你的饮食器具 颜落笑着伸出手 刘妈 你好 刘妈傻了一样地盯着她 这熟悉的眉眼 这熟悉的声音 这熟悉的一颦一笑 真的是唐沁啊 刘妈 颜落轻轻地喊了一声 刘妈这才猛然地回过神 你好 刘妈 这是唐沁 颜落 是她现在的名字 荣西川介绍完才问 饭菜准备好了吗 已经差不多了 刘妈挤出了一丝勉强的笑容 先生和颜小姐请吧 等他们都进了屋 刘妈才找来了工具 开始收拾地上的狼藉 但是颜落带给她的震撼 却久久无法平息 唐小姐竟然没死 还完好无损地回来了 看这样子像是丧失了记忆 不然不会连她刘妈都不记得的 在唐小姐离开的这些年 先生过着怎样的生活 她比任何人都清楚 现在她回来了 明明是一件好事 但刘妈的心里头 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兴奋和激动 她首先想到的 是唐紫西那孩子 怪不得小小姐会搬走 那孩子现在一定很难过吧 荣西川带着颜落去了二楼 二楼朝向最好的那个房间 曾经是唐进住过的 她打开门 侧身让出路 进来看看 这是你之前的房间 这 是我的房间 沿路有些惊喜 也有些茫然 好像 有那么一点点印象 想不起来也没有关系 以后你来紫禁之巅 就住这里 荣西川打开了窗户 新鲜的空气窜了进来 带来一阵 沁人的鸟语花香 那 看到后面那座山了吗 站在窗户边 荣西川指着后面 茂密的山林 严落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 眉头微不可查地皱了一下 那座山 是我买下来的 在那山上 住着你的一个好朋友 荣西川表情神秘 好友 荣西川笑了一下 她叫 大黄 是一条黄金毛 严落的身体 微不可查地颤抖了一下 不过很快 就恢复了镇定 是吗 我都记不起来了 我既然跟一条 蟒神是朋友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你离开这几年时间了 这条蛇又长大了不少 现在大概有五米多长了 比我的手臂还要粗一圈 荣西川的目搜的目标 落在她的脸上 这个大黄 这个大黄生人物尽 就连我都没办法靠近她 她只认你一个人 是 是吗 严落想到 一条五米多长 比成年男性手臂还粗的怪物 头皮就一阵阵地发麻 大黄平时喜欢从这里爬上来 找你玩 荣西川的手按在窗台上 她是一条有灵性的蛇 她知道院子里有积压 不过都是你养的 所以她从来都不动 严落只能尬笑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巴询 由墨叶法朵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五十六集 疯狂试探 吃过饭 我带你去山上看看她 不 不用了 严落急忙摆手 我有点 害怕蛇 害怕 荣西川颇有深意的目光 落在了严落的脸上 如同可以穿破伪装的利剑 你会害怕大黄 严落也知道一时失语 荣西川看她的眼神 明显是在怀疑什么 可她只是一个正常的女人 没有哪个女人 谈到这样的一个怪物的时候 还会眉开眼笑 那个死去的唐沁 一定是个变态吧 啊 不是害怕 我只是现在想不起来那些事情了 脑子现在有点乱 严落勉强为自己解释 更何况我这几年不见 大黄或许已经不认识我了 不会 我说过 她是一条有灵性的蛇 她可以不认识所有人 但是却不会忘记你的 就在严落紧张的都要出汗的时候 荣西川轻轻地拍了一下她的肩膀 既然想不起来了 我也不勉强你 过两天 我再带你去看她 几年时间不见了 她也一定急着见你了 严落看了看身后的那张大床 想到一条大蟒蛇 闲着没事就从窗户爬进来 爬到床上跟人玩耍 她后背的汗毛都倒竖了起来 自己可不想住在这儿呢 将她的反应尽收眼底的荣西川 没有多说啥 走吧 吃饭了 吃饭的时候 刘妈一直盯着严落 虽然知道这样不礼貌 可她就是无法挪开自己的视线 曾经的女主人回来了 可她却没有半点的喜悦 要说唐小姐当初待我不薄 我们的关系也十分深厚 唐小姐如今活着回来了 我应该高兴才是 但是为什么 我一直都在替小小姐打抱不平和喊冤呢 哎 刘妈也搞不清楚 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怪异的想法 轻轻地叹了口气 转身就去了厨房 吃过饭 聂雷进来了 手里拿着一张请柬 四眼 严家老太太后天过寿 严家送来的请柬 聂雷把请帖双手呈了过来 荣家虽与严家没什么生意上的往来 一个河东一个河西 井水不犯河水 但荣家老爷子过寿的时候 严琛还专程让人送了礼物贺寿 以示友好 这次严家老太太六十六大寿 荣熙川自然是要亲自登门 算是回礼 更何况 唐靖也会去参加寿宴的 他答应过 他会制造机会与他见面 知道了 礼物方面你去准备一下 别失了面子 是 聂雷说了声是 刚要离开 荣熙川又把他给叫住了 对了 你去打听一下 荣家老太太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喜好 平时这种事 只需要交给我来办就好 四爷从来不会过问 怎么突然想起来 打听严老太太的喜好了 聂雷带着这个疑问退了下去 你也准备一下 荣熙川对着身边的严洛说 我要带你一起去 带我 严洛有些吃惊 但更多的是窃喜 严家那是怎样的人家呀 严家老太太的寿宴上 必然是宾客云集 全部都是豪门险贵 荣熙川这是打算要公开承认 他们俩的关系吗 据说他和唐倩要好的时候 两人的关系也一直都是不公开的 只有上流社会的少数人知晓 严洛的心里乐开了花 但是想到这可能是荣熙川的试探 于是故作镇定地说道 阿四 我的事业才刚刚开始 如果现在公开关系的话 怕是会因为你的关系 带来很多优质的资源 我想要证明我自己 并不想活在你的光芒下 你懂我的意思吗 荣熙川唇角一弯 好 那我尊重你的意见 不过 那天你还是要出席的 严家老太太 曾经可是你的忠实粉丝 估计已经向你的经纪人 发了邀请函了 老太太是我的粉丝 严洛有些惊讶 看来你还没有真的了解到 你那个时候究竟有多红 荣熙川说 走吧 我先送你回南城别墅 回到这个位于南城的房子后 荣熙川便离开了 严洛换了套家居服 准备去房间里看新街的剧本 在路过那个大展厅时 他忍不住推门走了进去 这是一个人的荣耀展示 这是一个时代的浮光掠影 看到这个殿堂上的所有荣誉 他觉得以他的本事 这辈子都做不到 只可惜这样一个优秀的人 却葬身海底 而他的余生都将要以他的名义来接替他 严洛的目光落下了一张旧照片 照片上的女子怀抱着一条黄色的蟒蛇 那条蟒蛇还没有荣熙川所说的那样庞大 不过在普通的蛇类眼中 他已经算是庞然大悟了 他的身子缠在女孩的身上 而女孩的脸贴着他的脸 蛇吐出来的杏子又长又红 真是变态 严洛看不下去了 每看一秒钟 身上都会竖起无数的寒毛 想到荣熙川今天说过的那些话 他忍不住摸出了手机 那人说过 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都不要给他打电话 因为荣熙川太精明了 一点蛛丝马迹都可能会导致他们的计划 前功尽弃 但荣熙川说过 几天之后要带他去看这条蛇 露馅了不要紧 但关键是这条蛇现在的大小 杀死他严落 轻而易举 他从来就不相信什么有灵性的蛇 过了这么多年 就算他顶着同样的相貌出现 也不能保证这条蛇不会攻击他呀 这件事情必须得想一个解决办法 不然这条蛇会让他彻底的暴露 几番三思之后 严落还是决定冒险试一下 他找出了另外的一部手机 拨通了一串熟悉的号码 严落打这通电话并没有用自己的手机 打的呢 也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他不相信荣熙川连这个都能查出来 更何况在他看来 荣熙川对他的身份已经深信不疑 甚至还为了自己和唐子曦彻底的决裂了 所以 无论他现在做什么 他应该都不会查他了 想到此 严落按了拨号键 电话响了两声就有人接了起来 我记得叮嘱过你 轻易不要给我打电话 那一端的声音十分的沉冷 让严落的后背一凉 那发自心底的恐惧 油然而生 你的身边有没有窃听器 没有 我每天都会检查很多次 绝对没有 严落信誓旦旦地保证 那人顿了一下 你说 我 我的确是遇到棘手的 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了 严落重重地咽了一口唾沫 唐亲曾经演过一条蛇 荣熙川今天说 要带我过去看那条蛇 我怕我会露出破绽来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才有声音响起 荣熙川在试探你 那怎么办 我真的特别害怕蛇 严落曾经接受过训练 就是与蛇类共处一世 当时的恐惧仍然历历在目 但他不得已要克服这样的恐惧 因为唐亲本人 并不害怕这种冷血动物 但与那些蛇相比 这条黄金巨蟒 他从来就没接触过 这是一种本能的惧怕 你把它当成普通的蛇就好 它有灵性 只认唐亲一人 你的相貌足以一架乱战 荣熙川都不认识 何况一条蛇呢 现在这个时候 他们不能对蛇下手 否则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而他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去和那条蛇接触 以此证明 严落就是唐亲 或真价实的 把我阻挡 严落急得都要哭了 他认识你就不会伤害你 放心 你不会有事 好了 我们通话时间够长了 记得 随机应变 电话很快就挂断了 喂 喂 严落围了两声 不见回应 最后还是放弃了 我是真的害怕 怎么办 我怎么办 此时 严落没有注意到 在别墅不远处的 一栋小楼后面 车里的荣熙川 将一张磁卡 收进了口袋里 很快就驾着车 扬长而去 订阅专辑 下期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发寻 由末夜 法朵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五十七集 坑孙子的爷爷 颜老太太的收成快到了 唐庆在为买什么礼物而发愁 唐庆根本就不认识这位老太太 也不了解她的喜好 问了颜称呢 内压的只说了一句 心意到了就好 那简直就是放屁 就在唐庆抓耳挠塞的时候 手机里跳出了一条信息 她打开一看 顿时如获至宝 短信中写着 颜老太太年轻的时候 是舞蹈演员 一生钟爱舞蹈表演 直到现在 仍然是舞蹈的狂热爱好者 颜老太太爱跳舞 唐庆不会唱歌 但跳舞是她的特长 当初在凤种当中的廉池一舞 现在仍旧被奉为经典 还有许多人 拿来当作舞蹈的教材 跳舞对于她来说 并不是什么难事 但只是一段表演 似乎太微薄了一些 于是唐庆从颜称那里 要来了老太太的三围 又给关雪打了一个电话 让关雪帮老太太 做一套舞蹈服和舞蹈鞋 颜家的寿宴 来往的都是上流社会的顶级权贵 她没办法在金钱上 跟这些人比较 所以她只能送心意了 反正自己又不是什么主权 就是陪着李岛壮胆的路人甲 她的礼物呢 应该也不会有人刻意地去关注 不过还要多谢 这个匿名发来信息的人 不用猜 是她家阿四做的无疑 去参加寿宴 是她帮了颜称的一个忙 不过更让她期待的是 荣熙川在那天也会出席 唐沁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见到她了 紫兴丫头 你觉得我穿这事怎么样 唐沁还在捧着手机发呆 李白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她回过头看去 顿时眼前一亮 六十多岁的李岛穿着一身白色的西装 左边的口袋处别着一朵玫瑰花 红色的 虽然头发已经有些花白 却丝毫不影响她这一身艺术家的气质 帅 真帅 唐沁由衷地称赞 我家那口子就喜欢我穿白西服 可是我觉得太土了 一直不肯穿 想起往事 李岛的眼中有一丝愧疚和落寞 一闪而过 这些年一直在国外拍电影 名声也有了 奖也得了不少 她这心啊 总是空落落的 唐沁站在一边 安静地听着这个老人的牢骚 我这次回来拍丹龙 就是想着人老了 要落叶归根 不能总在国外那么飘着 大概是上了年纪 经常会想家 也想念我那个旧院子 也会想念家里的人 老三那个孩子已经十五岁了 却从来没有见过我 要不是他爸跟他提过 他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个爷爷 哎 李岛重重地叹息了一声 我的妻子啊 我离开他这么多年 没有尽到半点做丈夫的责任 可他对我们严家不离不弃 对于几个子女的照顾 无微不至 我愧对他 也没有脸见他 我想 奶奶也一定很想念你 唐静不舍得李岛这样难过 轻声安慰他 不然严重也不会亲自来找您 还为了避免您尴尬 还让我这个外人陪同 仔细丫头 你觉得严衬怎么样 面对李岛突然认真的脸 唐静眨了眨眼睛 挺好的呀 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做他女朋友 看得出来 那小子喜欢你 不然也不会大老远 从锦都开车跑回来 唐静心想 不是 不是在谈落叶归根的问题吗 怎么画风突然就变成了 画国是相亲啊 你要是不满意颜称 我的二孙子颜臣也不错 还有老三家的颜柯 虽然年龄比你小上几岁 但是留着当备胎 慢慢培养也未尝不可 唐静心想 有这么坑孙子的爷爷吗 十五岁的都不放过 不怪是长期 混迹国外的人 思想都这么开阔的吗 唐静俯额 哎 李导 我有男朋友的 只要没结婚都有机会 都有公平竞争的机会 唐静无语了 李导 我们还是研究下您的礼物吧 哦 对对对 你不是我都忘了 来 快来帮我参谋一下 这些礼物送哪一个比较好 一转眼 阎家老太太的寿臣如期而至了 剧组里暂时有几个副导演负责 就拍一些无关紧要的戏份 而唐静和李导提前一天就坐着车回到了锦都 阎家为了庆祝这次的寿宴 特地把阎家老宅的别墅装饰了一番 前后院分成了两个宴会的场所 前院是比较传统的自助餐形式的酒会 后院是围着一个硕大的泳池和开设的泳池拍 在前院进行庆祝和进餐 在后院举行派对 不喜欢热闹的还可以在前院聊天饮茶 一大早 阎家上下便开始忙碌准备 一直到傍晚 所有的布置都已经完成 只等着宾客陆续到来 六点整 阎家的三个儿子站在门口迎接宾客 而孙子辈站在另一侧 其中以阎琛为首 分别是阎琛 阎真 以及阎柯 这阎家的男人个个长相俊美 往这边一站 就像是风景画一样的养眼 宾客当中不乏身家显赫的单身女性 路过时都难免多看了一眼 阎家的几个孙子辈都没结婚 对于众人来说 想嫁入豪门的几率似乎更高了 但这几人当中 阎琛是现任家主 亏是他的人占了大多数 而阎琛因为身居简出 除了相貌让人垂涎 甚至很多人都叫不出他的名字来 也弄不清他跟阎家的关系 至于阎琛呢 虽然他与阎琛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但是阎家二叔视他如己出 手中大拳几乎全部交付给了阎琛 所以他也在众名院被选的范围之内 最小的阎柯自然是不用提了 年纪还太小了 就在宾客陆续到达的时候 一辆黑色的轿车 稳稳地停在了门口的位置 有人认出了车牌 不由喊了一声 哎哟 是四爷的车 谁都知道四爷喜欢这辆车的车牌 是5277的车子 许多年都没换过 人群中顿时就传了一阵骚动 大家都在翘首以盼 没过多久 车里下来一个青年 他绕过副驾驶走到的车门前 躬身地打开车门迎出了一位男子 哇 好帅呀 随着那男子布下车子的长腿 人群当中有人哇了一声 荣熙川今天穿了一件黑色的修身西装 领口绣有金色暗纹的黑色衬衫 没系领带扣子扣到了第一个 一身与世隔绝的禁欲气息 他迈着从容而稳健的步伐 缓步而来 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 其中不乏仰慕的 轻慕的各路名怨 荣熙川是荣家的家主 至今未婚 没有正式公布过的女友 这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众所周知 荣熙川不尽女色 那些曾想用女人打通关系的人 最后都纷纷地败下阵来 所以这样的人只能远观 而没有人敢靠近 荣熙川同颜家的长子握了一下手 又同颜琛点了一下头 然后在大家的目送下进了里头的大厅 望着荣熙川的背影 延伸的眉头轻轻地拢了一下 这个背影竟如此熟悉 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脑中突然灵光一闪 望川 怎么可能 荣熙川的背影竟然跟望川如此相似 而且刚才他看我的眼神 也与望川如出一辙 我知道望川 必然不会是普通人 但是望川是荣熙川 严总 一声问好打断了严琛的思绪 他转过身 与来人握了一下手 欢迎许总 这位 这位徐总不是一个人来的 身旁呢 还有一个挽着他手臂的女子 年轻貌美 一身名牌打扮 严总 这是小女徐璐 徐总热情地介绍说 小鹿 还不跟严总打招呼 徐璐立刻咻哒哒地向着严琛伸出手 严总 你好 严琛象征性地与他握了一下手 两位里面请吧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巴询 由墨叶法朵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558集 受宠若惊的唐子希 严总 这里又没有需要什么帮忙的 我可以让小鹿留下来帮忙 反正他也没什么事情 徐总在极力地推销自己的女儿 小鹿是学酒店管理的 对于寿院这种事情很拿手 这徐总可是个风云人物啊 有名的酒店连锁业的老板 在景都的上流社会中 也站着一席之地 他这次来参加寿宴 祝寿是一方面 主要呢 还是为了推销自己刚从国外回来的女儿 如果能被严琛看住 与严家强强联合 以后他们徐家在锦都 还不是要横着走 严琛现在还是单身状态 现在下手是最好的机会 面对徐总的热情 严琛客气地说 来者是客 怎么好意思麻烦 阿晨 你带徐总和徐小姐进去吧 好的大哥 严琛说着就上前一步 笑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徐总 徐小姐 里面请 人家都这样说了 徐总自然也不好意思死皮赖脸地继续赖着不走 转念一想 此时没机会 不代表以后没机会呀 毕竟宴会的时间还长着呢 徐总父女俩还没进去 又有一辆车停在了门口 不久 从车上下来一男一女 那女孩子看着年纪不大 满脸的胶原蛋白 她穿着一条白色宽吊带连衣裙 一条袋子上 别着一朵小巧的白色蔷薇花 A字形的裙摆 配上白色蝴蝶结的高跟鞋 显得甜美可爱 而她挽着的老人 一身白色西装 头发花白 但是气质出众 其中有人认出了那个女孩 不由惊讶 哎 那不是新晋小花唐子曦吗 唐子曦现在正当红 她的出现惹来了一阵小小的骚动 不过在这些有钱人的眼中 她的身份不过就是个细子 让人惊艳的也不过是她的美貌而已 唐子曦身边那个老头是谁呀 听说唐子曦被包了 难道就是这个老头 这真是大细闻哪 唐子曦被黏过半把的老头包了 听到这些议论说 阎琛的眉头下意识地猝气 他迈着长腿亲自迎了上去 当着众人的面 声音足够让所有人听到 爷爷 一声爷爷让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 阎总叫这个老头子爷爷 那岂不就是传说中的阎老爷子 竟然是阎老爷子 我们竟然有幸能看到阎老爷子 这时阎家的三个儿子也立刻迎上钱 高兴地和李岛打招呼 爸 欢迎回来 阎家老大一时情绪激动 无限感慨 阎家老三急忙将阎柯推到李岛的面前 爸 你看 这是您的孙子 阎柯 阎柯 快叫爷爷 阎柯很乖巧地喊了声 爷爷 李岛高兴地摸着他的脑袋 笑说 都长这么大了 好 真好 其他几个孙子也都纷纷上前 阎家二叔还特别推荐了阎珍 爸 这就是阎珍 我经常跟你提起过的 看样子 阎家二叔没少在李岛面前说阎珍的好话呀 不过李岛也只是象征性地冲他点了一下头 手伸出去 却是在阎晨的肩膀上拍了拍 臭小子 还在教书 阎晨有些不好意思 是的 爷爷 人各有志 选择自己喜欢的 爷爷支持你 阎珍看到李一岛越过自己伸出去的手直接避开 而是选择了和阎晨亲近 尴尬的同时 也让他的心底浮起了一片黑色的狂潮 不管他有多么的优秀 不管他把阎家二叔的产业打理得多么井井有条 他始终都是一个外人 因为他没有阎家的血缘 阎珍的拳头在袖子里情不自禁地握紧 阎底有不甘的神色疑虑而过 爸 你怎么还能支持他呢 阎家二叔不满意了 家里这么大的产业 他作为阎家的一份子不回来帮忙打理 竟然还跑去当什么教书将 简直就是丢我们阎家的脸 阎家二叔的声音也没有刻意地压制 以至于很多人都听到了 这些人看向阎臣的目光便有些复杂 阎导面落不悦 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有什么不对啊 你说话这么大声干什么 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家那点破事 阎家二叔被怼得一阵面红耳赤 却是乖乖地闭了嘴 虽然李导不在国内 但父亲的威严一分不减 他们这些做儿子的 哪敢当面的顶撞啊 李导懒得理他 而是朝着唐靖招了招手 子歇丫头过来 跟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唐子歇 阎导如同介绍最重要的一位朋友一般 先后把阎家的众人介绍给了唐靖 唐靖一时之间受宠若惊 急忙跟大家一一打招呼 他没想到 李导会这么郑重地介绍他 这样的礼仪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享受的 他可是把整个阎家都介绍给他了 阎老爷子 你好 一旁正宇离开的徐总立刻走上前 热情地跟李导握手 老爷子 您叫我小徐就好 我是阎市的合作伙伴 李导被人突然握住了手 还没回过神来 只好机械性地点了下头 这是小女徐璐 小璐 还不快叫爷爷 徐总立刻向女儿使眼色 徐璐立刻走上前 甜兮兮地喊了声 爷爷 外人都说阎家无女娃 阎家二老师做梦都想有个孙女 所以女孩在阎家人的眼里一定很吃香 特别是像他这样又漂亮又有家世的女孩 徐璐自我感觉良好 本以为阎家老爷子一定会非常热情地跟他寒暄 没想到李导只是象征性地点了一下头 转过身就跟唐沁说话起来 丫头 我们先进去 带你去见我家老婆子 好 唐沁提醒 别忘了你的礼物 知道了 李导笑着说 走吧 一旁目睹了这一切的徐总父女 简直都快气炸了 他把自己的女儿推出去 人家还爱搭不理的 却对一个小明星热情洋溢 这阎家老爷子 莫不是真的包养了这个叫什么 唐紫熙的小明星 当然 这样的想法 他们最多只能在心里想一下 也不敢当着人家严家人的面 说三道四的 徐璐望着唐沁离开的背影 眼底竟是极度直色 凭什么一个细子 就要被老爷子向全家介绍 而我堂堂徐氏千金 却要受到如此冷遇 难道我还不如一个 卑贱的卖笑的细子 徐璐的情绪变化 被阎琛禁收眼底 他借了一个机会 给唐沁发了一条短信 多提防那个徐璐 唐沁听到短信响起的声音是 正和李岛一起进了大厅 大厅里装饰得十分的隆重 四处遍布各种各样的鲜花 据说是一大早才空运过来的 岩老太太喜欢鲜花 这里就被装饰成了鲜花的殿堂 而其中一个由上千朵粉色玫瑰做成的寿子 更是引人注目 一身红色的唐妆 头发全白的老太太坐在了瘦子椅上 身边簇拥着严家的女眷们 这些人唐沁一个都不认识 但随着自己进入大厅 似乎就有一道目光 若有肆无地落在了她的身上 这样的目光带着破人的压力 让她感受到了满满的恶意 可她仔细去观察时 这目光又很快消失不见了 仿佛从来不存在过一样 面对一群不认识的人 这种恶意从何而来呢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巴询 由墨叶法朵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559集 惊喜的生日礼物 紫西丫头 过来 李导带着唐紫西走向了那张寿字仪 有她在身边 李导避免了一个人的尴尬 所有的尴尬情绪 都可以用跟她说话的方式来转移 严老太太看着这个身着白色西装的男人 向着自己走近 一时间心绪复杂 李导李家多年 几乎对家里的事情不闻不问 作为丈夫 她显然是不负责任的 但是她这些年来呢 也没有在外面胡搞瞎搞 一门心思地铺在电影事业上 而且她赚来的钱 一半以上都寄给了严老太太保管 严老太太知道 她是太爱拍电影了 李导明明不喜欢经商 但是家里人却非得逼迫着她走上这条路 她也实在是忍无可忍 才会选择不声不响地离开 对 严老太太是怨恨过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夫妻感情战胜了这些子虚乌有的一切 看着李白缓步地朝着自己走来 老太太的眼睛湿润了 只要她肯回来 肯认这个家 一切都让她成为过眼云烟吧 唉 老婆 生日快乐 李导走近了 心中也是感慨万千 对不起 我来晚了 严老太太抹了一把眼泪 回来就好 四目相对 一时间竟是乌云凝夜 李导 李悟 唐亲在一边提醒 李导这才想起来 急忙把手中提着的东西送到了老太太面前 老太太笑道 这是什么 这是我拍过的所有电影的母带 李导抽出了一张递给老太太 大家以为这只是普通的母带 可能只是留个纪念 但是老太太拿着看了看 突然就掉了眼泪 这母带上印着的是一排字母 都是英文的 但是只有最后的两个中文小字 明华 严老太太的名字正是薛明华 李导想告诉老太太 这些年来 她从来就没忘记过她 更没有忘记过这个家 所以她的每部电影都会在母带上印上明华的名字 一边的大儿媳高真急忙拿出手帕 给老太太擦眼泪 其他的几个儿媳妇也都纷纷地劝慰 老太太这是喜极而泣呀 掉了一会儿眼泪就高兴了 看着李导的目光也有了光彩 当她看到李导身后一只乖巧站着的女孩时 不由好奇地问 这位是 忘了给你介绍 这是唐子夕 李导让唐沁走上前 这丫头是我新电影的女主角 脾气对我胃口 想让她凑凑热闹 就把她带过来了 严老太太细细地打量着唐沁 越看越觉得熟悉 这丫头的眉眼之间 竟然会有严家人的影子 怪不得老头子喜欢 就是我看了 也莫名觉得亲近 丫头过来 严老太太拉着唐沁的手 让她站在了身边 今年多大了 唐沁乖巧地回答 二十了 小小年纪 就能当上女主角 丫头真是不简单啊 是李导不嫌弃才用我 李导说 这孩子一想谦虚 别看年纪小 说她是老戏骨都有人心 严老太太握着唐沁的手 真是越看越喜欢 而这种喜欢 是发自内心深处的 就连老太太都搞不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就在老太太满心欢喜的时候 又一道啾滴滴的声音 响了起来 奶奶 你好 祝你生日快乐 福寿安康 老太太寻声望去 便看到了一个长得娇嫩如花 一身名牌闪耀的女孩 老太太觉得眼生 于是问道 你是 奶奶 我叫徐璐 我爸爸叫徐俊德 严老太太不是商场上的人 也没听过什么 徐俊德这个名字 出于礼貌 她还是笑了一下 你好 徐小姐 奶奶 你叫我小鹿就好了 一边严家的三儿媳妇 心下冷笑 别的名愿都叫一声 严奶奶或者老夫人 这位徐大小姐可好 开口就叫奶奶 好像自己跟老太太 还多亲近似的 还真是不把自己当外人呢 奶奶 今天是你的生日 这是我送给您的生日礼物 徐璐奉上了一只精致的金属盒子 眼中带着居傲之色 唐庆看到这个徐璐之后 就默默地退到了一边 今天是严家的主场 他不过呢 就是一个打酱油的 所以他在尽量地压缩自己的存在感 而在来之前 他也没敢瞒着乔曼 不过他跟乔曼说的是 他只是被李岛当作助理叫了过来 不会跟严家人有什么过多的接触 乔曼也知道在剧组里头 最不能够得罪的就是导演 也就勉强同意了 但是一再千叮宁万嘱咐 不让他跟严家人有过多的交集 退到一边之后 唐庆就四处地偷偷打量 想从人群当中寻找到荣熙川的影子 可他找了好半天 也没看到那个男人 仔细一想 荣熙川向来不喜欢过于热闹的场合 这种时候他应该待在某个偏境的场所 不受外界的打扰 哇 在徐鹿打开那个盒子时 宾客当中有人发出了惊呼声 好漂亮的镯子呀 金黄色的锦段当中 躺着一只玉镯 在场的人都是上流社会的佼佼者 对于金银玉器这些东西自成见解 一看到这镯子 拾货的人就能估量出它的价值来 奶奶 这只镯子是太后带过的 我在拍卖会上特意拍下来 送给您做生日礼物 因为您在我眼里啊 就像太后一样尊贵 你有心了 严老太太笑笑 让人把镯子接了过来 谢谢 严老太太活了这么大岁数 什么样的奇珍异宝没见过呀 虽然这个镯子是古董 价值不菲 但在老太太眼里头 只不过就是一只普通的镯子而已 见老太太收了镯子 神情并无多少喜悦 徐鹿的感觉 就像是吃了苍蝇一般的难受 她花了这么大的价钱 就是为了要讨好老太太 结果老太太宠辱不惊 甚至都没跟她多说几句话 就和一旁的儿媳妇 低声细语了 徐鹿眼珠子一转 看到了站在不远处的唐庆 于是恶向胆边生 想着自己不如意 也得把这个该死的戏子给拖下水 严家老爷子不是稀罕他吗 那他倒要看看 这个戏子能拿得出什么出彩的礼物来 这位是唐小姐吧 徐鹿的声调不低 一下子就把所有人的视线都给吸引了过来 唐庆还在猜测荣西川会在哪儿 突然有人喊唐小姐 她反应了片刻 才意识到原来是在喊自己 唐小姐 不知道你带了什么礼物送给奶奶 徐鹿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唐庆心中负肥 他妈的 想做一个小偷鸣就这么难吗 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做一个美少女啊 子西丫头只是我带来的客人 李岛不满徐鹿的自作主张 更不想让唐庆没面子 她是来陪自己参加寿宴的 估计也没准备什么礼物 徐鹿这样问 显然是想让唐子西下不来台 啊 原来是这样啊 徐鹿故作说漏嘴的样子 出于礼貌和尊敬 现场的各位都为奶奶准备了礼物吧 不过 这也不怪唐小姐 唐小姐应该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宴会 不知者不怪 徐鹿的这话意思非常的明显 她是在嘲笑唐庆没参加过上流社会的宴席呢 还讽刺她给长辈过生日不送礼物 简直没礼貌 面对众人有些奚落的目光 唐庆要是能忍 那她就不姓唐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巴询 由墨叶法朵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六十集 想低调都难 我自然也准备了礼物 本想私下里送给阎老夫人 但是徐小姐问起来 我也不怕献丑 唐庆打开手里拎着的包包 从中拿出了一个不大的盒子 这只盒子比起徐鹿那只精雕玉镯的盒子 自然是差了不少 甚至是不起眼 徐小姐刚才说那镯子是太后戴过的 不知是哪位太后啊 唐庆一边整理礼物 一边随意地问 是慈禧太后 徐鹿得意地说 唐庆惊讶地看向她 啊 徐小姐是在国外留学的吗 是啊 怎么样 徐鹿一副自己喝了羊墨水 看低一切的姿态 徐小姐刚才说 老夫人像太后一样尊贵 据我所知 这慈禧太后专政多年 为人心狠手辣 专治 贪权 昏庸 发动政变 诛杀大臣 徐小姐把老夫人比喻成这样的人 当真没有在开玩笑吗 众人听了 立刻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这慈禧太后是何许人物啊 没有人不知道 徐鹿刚才说 这镯子是慈禧带过的 就有人觉得不吉利 若是收藏还好 拿来送人当寿礼 还把人比作是这位臭名昭著的太后 简直就是愚昧啊 我 徐鹿一着急 顿时面红耳赤 我一直在国外 我哪里懂这些啊 一直居住在国外 就可以成为无知的理由吗 众人看着徐鹿的表情 顿时有些五花八门 哼 原来不过就是裹着名怨外衣 连慈禧太后都不知道的花瓶啊 唐子夕 你的礼物呢 你是不是礼物太寒酸拿不出手 一个劲地在这转移话题呢 唐沁笑了笑 不再理会许路 而是把手中的盒子 双手递给了阎老太太 阎老夫人 仓促今天来参加您的寿宴 也没做什么准备 一点宝礼 希望您像那 阎老太太没想到 唐沁竟然也准备了礼物 这真是让她有点意外呢 于是急忙接了过来 有些迫不及待地打开了 当众人看到里头的东西时 都露出了不屑的表情 这都什么啊 一件衣服和一双鞋子 吃 看着就没什么档子 徐鹿见了 更是夸张地喊道 唐紫熙 你从哪捡来的东西 送给奶奶呀 你不也是明星吗 拍戏也应该能赚几个钱 你这东西 是用来糊弄谁的呀 是啊 这什么呀 就一块简单的布料 盒子里头放着的 是一件白色的舞蹈服 和一双红色的舞蹈鞋 虽然看着十分的简朴 但是严老太太拿起来一看 顿时惊讶地说 这衣服竟然没有缝 不论是什么衣服 只要裁剪的 就一定会留下缝补拼接的缝隙 但是这条舞蹈服上 竟然连一个接口都没有 就像一块布料 浑然天成 真是这样的 盐家三儿媳 仔细地端详了一番 这 这不可能 怎么会没有衣缝呢 几个儿媳妇轮番地查看 果然是找不到一条缝隙 宾客中有人说道 天衣无缝啊 只有仙女的衣服 才会没有衣缝 唐小姐这是把老夫人 比喻成仙女啊 一个比喻成仙女 一个比喻成慈禧 孰高孰低 利益分晓 盐老太太一听 自然是喜上眉梢 看向唐亲的目光 更是充满了喜爱 紫禧丫头 你这是怎么做到的 唐亲说 其实是有衣缝的 只不过玄庸的材料 再加上细密的手工 让它看起来 像是没有缝隙而已 不知道是谁 有这样的巧手 是我一个朋友 水墨的首席设计师 关雪 那这位官小姐 可真是位神人 有机会 我一定要亲自见一见 盐老太太显得非常激动 拿着那条裙子 简直是爱不释手 正好进屋来的盐辰 听到这个名字 嘴角轻轻地挑了一下 听到有人在夸奖关雪 她有种物加图二 出掌成的傲娇感 其实唐亲之所以 会选择这个礼物 又让关雪亲手制作 一是迎合了盐老太太 喜欢舞蹈这个爱好 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她想关雪 在盐老太太面前 留下一个好印象 这样的话呢 关雪将来进入盐家 这样的豪门 也好有盐老太太护着她 不被欺负 这双鞋子也很漂亮 我真是太喜欢了 盐老太太的高兴 都表现在脸上 连皱纹都快小开了 妈 不如您现在换上试试啊 二媳妇立刻讨好的说 这话正迎合了 盐老太太的心思 于是老太太 在几个儿媳妇的簇拥下 就去换衣服起了 随着盐老太太一行离开 唐沁觉得 一直罩在她头顶上的 那股恶意 也随之消失了 她望着那几人离开的方向 拧着眉头陷入了沉思 徐璐没想到 自己花了上百万拍下的礼物 没有取得盐老太太的好感 而是唐紫熙 她凭着一条破裙子 让盐老太太 放心打悦 但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她只能默默地吞下这个哑巴盔 哼了一声 拂袖而去 一个小小的戏子 盐家老爷子喜欢她又怎么样 盐家那几个儿子 可不把她当一盘菜 她想要嫁进盐家 显着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白是做梦 自信丫头 你把我的风头都抢了 李导摇头感叹 瞧我那老婆子那高兴劲 唐沁不好意思地说 我本来想偷偷送给盐老夫人的 你做得没错 对付那样不知轻重的人 就该如此 李导笑说 你这丫头 倒是半点亏不吃 唐沁挠了一下头发 海灶了 对了 李导 我想打电话 能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吗 李导想了想 二楼的走廊尽头 再往右拐是一个露天阳台 对着后面的山林 那里比较安静 那我先去打个电话 去吧 我也去看看我家那老婆子 一把年纪了 还要穿什么舞蹈服 也不怕舍了她的老妖 李导嘴里抱怨着 但眼中尽是暖意 与李导分开之后 唐沁来到了盐家的二楼 这里头也很安静 偶尔会有用人路过 他想 荣熙川喜欢不太吵闹的场所 在李导所说的这处阳台上 大概能够找到的 唐沁一路捏手捏脚地往前走 又四处地注意了一下 没有摄像头 眼见着就看到了走廊尽头的阳台 旁边的一扇房门突然打开了一条缝 紧接着伸出了一只手 将他用力地拽了进去 唐沁本能地抬起手就要反抗 那人却是将他的手腕 按在了墙壁上 一双长臂压住了唐沁的腿 机舍的身躯 把他禁锢在了墙壁和他的胸膛之间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容少以貌取人 作者 发寻 由墨叶法朵 领弦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六十一集 A字吊带裙被撩了 吐出的气息还没来得及收回 唐沁的唇就被熟悉的气息所堵住了 荣熙穿得稳来势汹汹 仿佛要把他吞进肚夫 多日的想念深入骨髓 融入血液 唯有这样 把他揉进自己的怀里 融入身体里 才能得以慰藉 裙子 讨厌 喜欢吗 唐沁今天穿着A字吊带裙 荣熙穿很轻松地就将唐沁的裙子给撩了上去 而唐沁被吻得五迷三倒的根本就无力阻止 对荣熙穿的思念也极力地想要得到满足 情不自禁地就圈紧了 圈紧了荣熙穿的肩膀 双腿缠上了他的腰 认他为所欲为 不知过了多久 风雨过后的短暂平息 唐沁有些气喘 鼻尖还有微微的薄汗 两人额头相抵 眼中情着明媚的笑意 荣熙穿轻轻地顶了一下他的脑袋 这么快就脚鞋投降了 小笨蛋 在荣熙穿凶猛的攻势下 唐沁早就丢盔卸甲 根本连半丝抵抗的能力都没有 容先生不也一样 唐沁劈了一下嘴 冲他扮了一个鬼脸 被小瞧的某个男人眸色暗如深夜的海面 指腹轻柔着他敏感的耳垂 调笑道 看来唐小姐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我不介意再来一次 见着荣熙穿的手又抚了上来 唐沁急忙将他握住了 有人进来怎么办 谁敢进来 荣熙穿的声音带着低沉的暧昧 哼 就怕唐小姐会腿软得没办法走出寿宴会场了 唐沁绝对不会怀疑他有这个能力 于是急忙搂住他的脖子撒娇 开个玩笑嘛 荣先生别认真呢 荣熙穿轻笑一声 抬起手替唐沁整理有些褶皱的裙子 又用手指轻轻地抚过他微微红肿的唇 有人找你的麻烦吗 倒是有一个 不过是纸老虎 对付徐璐那样的人 唐沁根本不需要大费周章 言诺一会儿也会来吧 荣熙穿贪婪地抱着他 别动 让我好好抱抱你 阿四 言诺必须离开凤凰娱乐 等到有一天他的身份暴露了 影响的不只是他自己 最受到牵连的还是凤凰娱乐 言诺签订的那些代言都是有高额的违约金的 足够凤凰娱乐元气大伤了 而且以后他还会不断地接新的代言 拍戏 甚至是上综艺 我知道 到时候我们这样做 荣熙穿负在他的耳边滴语了几句 这个法子怎么样 就这么办 唐静的目光闪烁了两下 我听你的 荣熙穿在唐静的唇上轻轻地蹭了蹭 乖 我得下楼去了 我跟力道说上来打电话 不能耽搁得太久了 好 你去吧 我一会儿下去 那我走了啊 唐静踮起脚尖 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一下 就在唐静转身时 荣熙穿又拉住了他的手帮 唐静掌心一凉 似乎被塞了什么东西 当他走出房间摊开手掌时 才发现那是一张薄薄的瓷片 阿四把瓷片交给我 是不是代表 他在阎洛的身上有什么重要的发现 唐静急忙将那瓷片放进了包包里 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妆容 觉得万无一失之后 才缓步下楼去了 楼下此时正热闹着 因为阎老太太已经换上了唐静送上的舞蹈服 老太太虽然六十六岁高龄 但是保养得很好 除了头发全白 身上的皮肤丝毫不显得苍老 也没什么皱纹 唐静特意让关雪把舞蹈服设计得保守了一些 方便老年人穿戴 而事实证明 阎老太太穿这身衣服不但合身 还显得年轻有活力 比梁绅定做的还要合适 白色舞蹈服搭配红色舞蹈鞋 此刻的老太太就像是一个不符老的精灵 浑身都充满了女性的独特魅力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 老太太跳了一段简短的舞蹈 老太太舞姿优美 丝毫不减当年的风采 看得大家纷纷鼓掌叫好 不过到底是上了年纪 运动了一下就有些累了 她被媳妇们扶着 做回了寿星椅上 不服老不行啊 老太太笑着说 以前我可以一跳一天 现在只能一跳一分钟了 李岛在一边感叹 当年我就是被你跳舞的样子吸引来 结果对你一见钟情 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 还能看到你跳舞的样子 这都要多亏了子吸丫头 严老太太忽然想起了唐子吸 急忙用视线在人群当中寻找 唐沁早就下来了 不过站在人群后面做隐形人 没想到她藏得这么不露痕迹 还是被严老太太发现了 子吸丫头 过来 老太太朝她招了招手 唐沁没想到自己又成为了焦点 只好硬着头皮走了过去 严老太太太 严老太太拉着她的手 你这丫头 让我老太太一见了就喜欢 你叫我一声奶奶 这 这不太好吧 唐沁眨了眨眼睛 奶奶呀 这可不是随便乱叫的 不是什么人都能像徐璐那样没脸没皮的 有什么不好呢 我是巴不得有你这样一个孙女儿呢 严老太太紧紧地握着唐沁的手 似乎舍不得松开 奶奶今天是寿星 她最大 你就答应了也无妨 此时 迎完宾客的严琛走了过来 自然而然地站在了唐沁的身边 既然严琛都发话了 唐沁也只好卖她一个面子 于是乖巧地喊了声 奶奶 不是没人喊过严老太太奶奶 比如刚才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徐璐 但唐沁的这声奶奶却让老太太十分地激动 好像被触及了心弦般的感动 乖乖孩子 严老太太一时高兴 直接就将手上的一只玉镯子退了下来 这是奶奶送你的见面礼 你快收下 老太太的这只镯子一看就价值不菲 而且是老太太带了几十年从不曾离手的 预养得非常好 光泽圆润 质地纯正 唐沁受宠若惊 急忙摆手 这礼物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既然是奶奶给的 你就收下 别惹奶奶不高兴 严琛将镯子接了过来 左手拿起唐沁的手 感觉到他想把手往外抽 严琛用力地握紧了一些 这是奶奶的一片心意 你若不收 就是看不起奶奶 不是 我就是觉得太贵重了 武功不受禄啊 说好的只做小透明呢 严琛已经熟练地将那镯子 套在了唐沁的手腕上 那大小仿佛是量身定做的一样 十分地合适 唐沁仍住觉得手腕上沉甸甸的 十分地不好意思 老太太却笑得分外开怀 这镯子你戴着正合适 严家的三儿媳羡慕地说道 这镯子可是妈的宝贝 是她结婚时候的嫁妆 一直戴了几十年 我们三个媳妇过门 都不见她摘下来 今天却是唐小姐对了妈的胃口 让妈舍得把她摘下来了 严家的二儿媳也跟着附和了几句 只有大儿媳象征性地笑了笑 一言不发 唐沁忍不住看了严家大儿媳一眼 心中打了一个问号 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错觉 这位严家大儿媳 也就是严琛的妈妈 似乎对自己颇有微词啊 严老太太送镯子这件事情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再加上严琛的庇护 重宾客猜想不断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期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发寻 由墨叶 法朵 领弦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六十二集 我 我是冲着美食来的 这唐紫熙还真是有本事啊 先是陪着严老爷子住城 后来又被严家老太太送镯子 现在看严总的意思 似乎也十分护着她 诶 这唐紫熙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不就是个戏子吗 戏子怎么了 你看她那长相 在场无人能及 将来妥妥的豪门少奶奶 就那出身 想嫁入豪门可没那么容易 更何况这是严家 豪门中的豪门 在大家的议论分分钟 严老太太的寿宴正式开始了 唐紫在人群中扫了一眼 并没有看到严洛 她暗暗地琢磨着 这严洛难道是不来了 前院布置了一个小小的舞台 站在中央主持寿宴的 是有名的大牌主持人凯歌 果然是严家 连凯歌都请得到 是啊 以凯歌的卡位 什么时候做过寿宴主持啊 随着寿宴开场 凯歌先是给严老太太祝寿 一番妙语连珠斗的 老太太合不拢嘴 接下来有一个惊喜 要送给严老夫人 凯歌神秘地说 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凯歌说完之后呢 就退到了舞台后头 紧接着 舞台之上就被柔和的灯光包裹住了 那灯光分成了数种颜色 正向交替 将舞台衬托得美轮美奂 一阵轻柔的音乐声 缓缓地响起 舞台上腾起了一股白色的烟雾 随着烟雾渐渐地散去 一个身着古装的女子 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当中 一瞬间 仿佛空气幻化 也仿佛天女下凡 这女子穿着一身白色的长裙 身子曼妙 犹如狄仙 扮着美妙的音乐 女子开始翩翩起舞 她玲珑的身段 超群的舞姿 都让人流连忘返 这不是唐沁吗 是啊 听说她死而复活 没想到会出现在这里 她出现在这儿一点也不奇怪 你们不知道吗 阎老夫人是唐沁的忠实粉丝 原来如此啊 阎老太太有些激动地看着舞台 这 这是唐沁 是的 妈 三儿媳妇说 大哥给她发了情帖 说妈是她的粉丝 她就过来了 还特地地给妈准备了舞蹈表演呢 她竟然还活着 阎老太太眼圈一红 这 这真是老天保佑啊 一曲完毕 阎老太太带头鼓掌 其他人也都纷纷跟着鼓掌 阎洛谢过了观众之后 走到了老太太的面前 老夫人 生辰快乐 阎老太太激动地握住了她的手 好孩子 谢谢 谢谢你 能给老夫人跳舞 这是阎洛的荣幸 阎老太太愣了一下 阎洛 你 你不是唐气吗 阎三儿媳妇急忙在一边解释 妈 唐小姐之前出了事故 导致记忆丢失 现在她的名字叫阎洛 原来如此 真是个苦命的孩子 阎老太太一时感慨万千 两人在这边亲热地交谈 而躲在不远处的唐沁 默默收起了手中的电话 奶奶好像很喜欢你啊 身后突然响起的声音吓了她一跳 唐沁回头瞪了过来 神吓人是会吓死人的 阎晨笑了 不做亏心事还怕被吓到 对了 这个还给你啊 麻烦你转交给奶奶 唐沁抬手就要把那镯子给退下来 却被阎晨按住了 奶奶送出去的东西 没有要回来的道理 既然给你了 就是奶奶的一片心意 你若是退回去 她老人家会难过的 这也太贵重了 价钱倒不是主要的 这个镯子对于老太太来说 那是有着非凡的意义的 她受之有愧呀 她既然送了你 就是认可你 若她不舍得 当然不会出手这么大方 可是我也没做什么呀 唐沁实在是想不通 严家老太太对于她的这份喜欢 从何而来呢 有些喜欢不需要理由 严谦目光迥然地望着她 好像是话里有话 唐沁哪会听不懂呢 只是有意地忽略了 什么时候开饭 严谦笑说 别人来参加寿宴都是为了巴结奉承 你倒好 竟是急着开饭 我听说请了国际大厨 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想吃啊 唐沁用力地点了点头 眼中全都是小星星 跟我来 严谦带着唐沁一路穿堂过道 最后来到了厨房 厨房中正在紧锣密鼓的忙碌准备着 看到严谦进来 大家都攻身行礼 大少爷好 大少爷 你怎么来厨房了 大少爷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大少爷 小心地滑 严谦把厨师长叫了过来 厨师长还以为要交代什么大事呢 整个人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严老太太六十六大寿 严家上下都很重视 还特地从国外请了几个顶级的厨师 作为厨师长 他半点都不敢疏忽 大少爷 有什么吩咐 厨师长紧张地问 严谦指了下身旁的女孩 有什么做好的饭菜先端过来 丫头饿了 厨师长一头黑线 敢请他大少爷亲自跑一趟厨房 不是为别的 竟是为了这小丫头来开小灶来了 厨师长不免偷偷地打量了一下唐沁 他平时不怎么看电视剧 对娱乐圈呢也不了解 自然也不认识唐沁 只是觉着这姑娘生得十分的俊巧漂亮 让人眼前一亮 有有有 大少爷稍等 厨师长急忙跑去准备了 唐沁说 我这算不算行使了特权呢 这样的特权 只要打着我的名号 你可以在严家随意行使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宴会的厨房 唐沁觉得十分的新鲜 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井井有条 大家分工到位 而一道道美食流水线般的就从这里诞生了 光是香味就让人垂涎欲滴 厨师长很快端着几个盘子过来 里头摆放着精致的美食 厨房外头有一张小桌子 两人就着桌子坐下来 唐沁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大快朵移了 他是真的饿了 为了这顿饭 他中午可是连东西都没吃的 看到唐沁狼吞虎咽的样子 严臣丝毫都不嫌弃 还绅士地地上纸巾 挤出酱料 把一个吃货照顾得舒舒服服的 直到唐沁吃饱了 他才催促 快回去吧 你是主人 缺席太久就不好了 有我爸和几个叔叔在应酬 也不需要我 你是家主 很多人都冲着你来的 那你呢 唐沁差点被噎到 明知道他是故意调侃他的 他还是一本正经地说 我是冲着美食来的 严臣笑了 抬手给他擦了一下嘴角 动作十分地自然 倒吓得唐沁愣住了 急忙往后躲了一下 我自己来 严臣也没坚持 而是心满意足地望着他 原来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是这种感觉 看到唐沁吃得饱饱的 他竟然会觉得无比的满足 大叔 你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这句话可不是这样用的 不管怎么用的 你懂我意思就好 唐沁自然知道他想表达什么 不过也是装疯卖傻 嗯 走了 严臣这才不紧不慢地起身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巴寻 由木叶 法朵 小莲莎 牧羊 C小调等领行演播 欢迎订阅 第563集 快要淹死在醋海当中 回到大厅 顿时又热闹了起来 在正餐没上来之前 大家都在举着酒杯 互相地搭讪聊天 唐沁本想找个角落 猫到宴会结束的 正想要开溜 却被严臣一把抓在了身边 别走 干嘛 在我身边 一步也不要离开 唐沁还以为 他怕自己乱跑会有危险 但是后来他才发现 有毛线的个危险呢 他明明就是想用它来挡桃花的 哎哟 看看那些明怨 此时看唐沁的表情啊 那一个个的 都恨不得把他抽筋剥皮似的 因为唐沁一直在颜辰的身边 颜辰时不时地 还跟他低声细语几句 那些想要上前跟颜辰搭话的明怨们 都在原地却不稳 唐沁咬了咬牙 大叔 你这招太阴了吧 一会儿我怕是走不出颜辰大门了 颜辰笑说 在我颜辰的地盘上 谁敢动你啊 那除了颜辰呢 我他没有不住你家 贴上颜辰的标签 谁敢动你啊 唐沁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天你妹啊天 你认识荣熙川吗 颜辰突然来了一句 似笑非笑的眼睛随意地望着他 唐沁被问得一愣 不过他反应很快 认识啊 颜辰还有不认识荣四爷的吗 你明白我的意思 颜辰的目光又加深了几分 如果荣熙川就是望川的话 那唐沁之前所说的那个喜欢的人 会不会就是荣熙川呢 唐沁还没开口 身后就想起了一道 雌性而沉稳的男生 像是寂静的空间里头 有人轻轻地拨了一下 大提琴的琴弦 是在说我吗 颜辰表情一意 而唐沁急忙回过头 看到站在面前 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男人 他眼底划过了一丝惊喜 不过很快 就被冷漠的神色所代替 原来是荣先生 颜辰伸出手 好久不见 颜辰在说好久不见的时候 故意加重了语气 这两人平时根本就不会碰面的 颜辰所说的好久 暗指的就是几个人在海上遇难的时候 他认为荣熙川就是忘川 荣熙川与他握了一下手 确实很久了 上次见到颜先生时 还是在两年前的一个慈善晚会上 颜辰笑了一下 荣先生一个人 没带女伴 触导的话 我一个人就够了 荣熙川喝了一口杯中的酒 倒是颜先生厌赋不浅呢 身边总有家人陪伴 说着意味深长地看了唐庆一眼 颜辰知道 荣熙川误会了他跟唐庆的关系 但他也不解释 只是讳莫如深地笑了笑 同时还十分宠溺地看了唐庆一眼 唐庆都快无语了 他的周围已经有冷气在环绕了 那温度足以冻死一只南极的企鹅 我了个去 压得严惩要害死我呀 给我无形中说了一堆女性敌人不说 现在又公然挑战我男人 荣熙川此时的头顶 已经是一片青青的大草原了 这男人要是能忍 那才是出了鬼 唐庆顿时觉得焦头烂额 他妈的 没事参加什么寿宴啊 我这还没回家呢 已经快淹死在醋海当中了 在强大的求生欲中 唐庆突然向前一指 哎 哎 Tony 真的是Tony 两人同时一争 唐庆已经说了声 不好意思啊 看到一个旧友 失陪一下 说完 迅速就溜走了 Tony 真的是你啊 唐庆拉住一个人的衣袖 那个被叫做Tony的路人甲 一脸懵逼 Tony 嗯 Tony在哪呢 哎呀Tony 你不认识我了吗 唐庆将路人甲 往一边扯着 一边扯还一边热情地说 真的是好久不见啊 直到出了那两个男人的视线 唐庆才松了一口气 路人甲茫然地问道 小姐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你不是Tony吗 路人甲摇头 那不好意思啊 我认错人了 唐庆急忙道歉 好在那路人甲也没怎么计较 说了声没关系之后就走开了 唐庆刚松了一口气 忽然自己的腿就被人给抱住了 他本能地想要反击 一低头却看到了一小团熟悉的身影 哎 小豆 唐庆没想到 会在这里看到小豆 他又惊又喜 急忙蹲下身去抱住他 小豆你怎么来了 我爸爸带我来的 小豆冲着唐庆笑 哎 西姐姐 我好想你 我也是啊 我想死你了 唐庆在他肉嘟嘟的小脸上 用力地亲了一下 又开始仔细地端详他 这小子长得真快呀 而且越来越瘦了 只不过 他这一身衣服 怎么是湿的 哎 小豆 你衣服怎么湿了呀 你头发也湿了 怎么回事啊 小豆摇摇头 没事 唐庆直觉 没有这么简单 但是问小豆 他也不肯说 最后还是一边站着的佣人 愤愤不平地开口道 刚才这位小少爷 在泳池边玩耍 几个女人走过来 问他认不认识唐子夕 他说唐子夕是我姐姐 然后那几个女人 就把她扔到水里了 辛苦在旁边跳下去 把孩子捞了上来 那几个女人 还骂我多管闲事 用人带着小豆找家人 小豆无意间看到了唐沁 便朝着他跑了过来 当初他给小豆 做后妈这件事情 网络上风潮了好一阵子 有知情人士自然认识小豆 也知道唐子夕和小豆的关系 所以 他们没机会对 陪在颜琛身边的唐沁下手 就把目光转向了小豆 真是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竟然对着一个小孩这么恶励 唐沁的一腔怒火 顿时就被点抄了 小豆和顾艳丝一起来的 还带着一个阿姨 刚才小豆自己跑了 阿姨没跟上 正在四处找她 找到阿姨之后 阿姨那里有更换的衣服 唐沁亲自给小豆擦干了身上的水 又把衣服换好 虽然现在是夏天 就算是掉进水里 也不会着凉 但是想到那些人居然如此的恶毒 竟然对着这么小的孩子 都忍心下手 他心里的这股火 无论如何也压不下去 更何况这些人是冲着他来的 他们以为他和小豆的关系要好 小孩子又弱小可期 这才会打着小豆的主意 西姐姐 我没事的 小豆似乎察觉到了唐沁想干什么 急忙拉住她的手摇了摇 我真的没事 你不要去找那些姐姐 小豆是怕她的西姐姐 人单力薄会吃亏 唐沁心中一软 抱着她 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小豆 西姐姐做人的原则是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既然这些人惹到我的头上来 我就一定会报复回去 可他们人很多 别怕 实在不行我们还有外援呢 你爸和你容叔叔不是都在吗 小豆觉得有几分道理 于是拉着她的手更紧了几分 我和你一起去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巴巡 由木叶 法朵 小莲 沙 牧羊 C小吊等 领行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六十四集 二货媳妇太不省心了 小豆被推下水的地方是后院的泳池 此时围着泳池边的宾客们 正在吃着甜点喝着酒 热烈地交谈着 谁都知道她是被包了 前阵子你们没有听说吗 她被严总包了 严总还为她投资了一部电影呢 现在看来 好像是被严老爷子包了 真是恶心 一女共事父子俩 哇 真的好恶心 果然是戏子 戏子就没一个好东西 他们那个圈子淫乱得很 不知道赔多少有钱人睡过觉 几个明远围坐在一张桌子周围 手里端着红酒杯 正在说着八卦 其中一个明远刚要伸手去拿桌上的小点心 一支足球突然飞了过来 正好砸在了盘子上 不但点心洒了 球向上飞起时 还打倒了酒杯 那杯红酒 全部都洒在了徐璐的礼服裙上 明远们尖叫一声 纷纷从座位上四散而起 谁弄得球 徐璐气得直跺脚 哟 真是不好意思啊 唐庆领着小豆走过来 几位 抱歉啊 小孩子贪玩一时没看住 小豆 快叫阿姨们道歉 小豆乖乖地说 阿姨们对不起啊 唐庆笑笑 几位都是迷门千金 不会跟小孩子一般见识的 对吧 听着唐庆这样一说 几人算是吃了哑巴亏 碍于身份 他们也不可能跟小孩子计较啊 唐子夕 而就在众人晋升时 徐璐才不管这一套呢 指着自己被弄脏的裙子喊道 我这条裙子十几万 你把它弄脏了就想一走了之 唐庆眨了瞎眼睛 指了一下小豆 徐小姐要是这么算的话 刚才各位把小豆推进水里 她的衣服也弄湿了 那套衣服可是国际限量版 价值在二十几万 徐小姐是不是要找我十万呢 你说二十几万就二十几万 那你说十几万就十几万 发票呢 徐璐气得嘴角发抖 谁出门还带着衣服的发票啊 唐子夕 你到底什么意思 难道你想替这个小鬼报仇 唐庆闲闲地反问 你害怕了 俏话 我会怕你一个细子 那好 唐庆把捡回来的球还给了小豆 我们来比试比试 怎么样 比什么 徐璐冷笑 你确定要跟我比 比什么你说了算 三举两胜 输的人从这儿跳下去 此时的大家还都穿着光鲜亮丽的礼服 若是就这样跳下去 把自己弄成落汤鸡 那才是丢人丢到家了 可徐璐根本不惧唐庆 胸膛一挺 好 这可是你说的 徐璐的几个朋友毫不掩饰地笑了起来 笑唐庆的不自量力 徐璐可是出了名的才女啊 在他们这个圈子里头很有名气的 我看还是别比了 你就直接跳下去吧 免得到时候丢人现眼 就是就是 给小璐比 也不颠颠自己的精良 一个戏子而已 陪人睡觉才是你的本事啊 唐庆不理会这些人的七嘴八舌 而是看向了徐璐 比什么 徐璐想了想 围棋 众人立刻眼嘴笑了起来 仿佛在他们眼里 唐庆已经输定了 要知道徐璐从小就学习围棋 在国际上还得过奖 虽然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奖项 但放在一群普通人当中 也算是鹤立鸡群了 唐庆心想 他妈的 学什么不好学围棋啊 唐庆从小到大 连围棋的棋子都没碰过 对围棋的理解呢 也只限于认识围棋 这两个字而已 每每在电视上看到什么围棋比赛 密密麻麻的一堆黑子白子 密集恐惧症都快犯了 有人立刻让用人 把围棋都给摆好了 今天本来就是比较轻松娱乐性的宴会 所以会场里是完全开放的 大家喜欢玩什么就玩什么 想怎么放松就怎么放松 特别是后面的院子里 简直就是年轻人的天堂 老一辈呢 聚在前院围绕着阎老太太 也不会有人叨扰他们 听说要比赛 周围很快就围上一群看热闹的人 荣西穿在人群当中 寻找那只落跑的兔子 手机叮得响了一声 她低头看了一眼 无奈而宠溺地笑了 唉 小丫头又给她惹麻烦了 不过要看热闹 她不可能一个人去的 棋盘摆好之后 唐倩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 心里却是虚得不行 小豆站在她的身边低声问 齐姐姐 你会下围棋吗 不太会 唐倩实话实说 小豆无语了 嗯 我会一点 可以教你 唐倩无语 让一个小孩子指导自己 自己这老脸还要往哪割呀 呃呃 不用不用 我要靠意念力去胜 小豆吐槽 西姐姐 你来报仇 是认真的吗 此时 唐倩的面前分了一罐黑子 而徐璐直白子 徐璐整个人信心满满 根本没有把唐倩这种选手 放在眼里 你先来 唐倩也没谦虚 直起一只黑子 犹豫着 你应该先放在哪里呢 观察了片刻 他高兴地把棋子 放在了一个 很是显眼的点上 周围在安静了片刻之后 几乎是哄堂大笑 唐倩一脸茫然 他刚走了第一步而已 这些人笑个毛线呢 小豆满头的黑线 在他耳边低声说 西姐姐 那个是静着点 不能把棋子放在那里 啊 我就觉得那儿风水好长得 挺好看的 唐倩又把棋给收了回来 开个玩笑 他又把棋重新放到了中间的位置 好像是这样的吧 电视里都是先把一颗紫 放到中间的 徐露看到唐倩下子 就知道 他压根就不会下围棋 就更不把他放在眼里头了 唐倩的确是不会下 不管哪里都是一通乱放 最后还高兴地告诉小豆 他用棋子板了一个二 小豆心里吐槽 西姐姐 你是在说你自己吗 荣西川来到时 大家都在看下围棋 没人注意到的 当他看到面前惨不忍睹的棋盘时 无奈地叹了口气 唉 自己就是晚到了一步而已呀 这个二货媳妇就开始自作主张了 还愣是把了一个二字出来 唉 真是个二货媳妇 简直太不省心了 荣西川刚出现 唐倩仿佛跟他心有灵犀 抬头就往人群后头看了一眼 荣西川的嘴唇 微不可见地动了动 冲他眨了一下眼睛 面对这个有点调皮的男人 唐倩敏唇而笑 同时就把棋落 向了棋盘当中的某处 徐露颇有些意外 没想到唐倩会在这里下子 他本来已经是死到临头了 现在他又把棋子放在了这里 这让他又重新地取得了一线生机 但是徐露认为 这只是唐倩运气好 胡乱放的 之后的几颗棋子 唐倩仍然是想随意地乱放 全凭心情 可是有懂棋的路人 却渐渐地发现了不对劲来 唐倩看似随心所欲 但是这些棋子 全部都精准地堵住了 徐露之前布下的局 而且细看之下 唐倩更像是在布一个大局 徐露轻敌根本就没有察觉 仍在布他自己所谓的棋路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巴寻 由木叶 法朵 小莲莎 牧羊 C小调等 领行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六十五集 天才奇魂 这游戏你是认真的 随着棋盘上的棋子 越聚越多 徐露终于发现了异样 因为他已经完全被赌得 没出路了 这 这怎么可能 这个唐子夕一看就不会下围棋 上来就是一通乱方 难道一通乱方也能赢过我 我从小学围棋 学了二十年 难道还不如一个过家家寺 下棋的戏子 徐小姐 你好像输了 人群当中有人提醒 不可能 徐露尖叫一声 我不可能输 但你就是输了呀 这些名院们从小练习琴棋 说话 几乎都是懂围棋的 开始的时候 他们的确以为唐庆是在胡乱的放子 可后来他们就发现 唐庆的每一颗看似乱下的棋子都是别有用心 这个唐子夕不是不会下棋 而是一个围棋高手 这样的水平拿到国际大赛上也丝毫不切的 反观徐露 骄傲自满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结果却被杀得片甲不留 简直就是丢人现眼 唐庆心满意足地吃了一块点心 跟小豆说 原来下围棋这么好玩啊 人群当中有人忍不住问 唐小姐是第一次下围棋 对啊 唐庆笑眯眯地说 第一次 徐露的整张脸都气绿了 就像无形当中的几个巴掌重重地扇在了她的脸上 自己还是败了 居然败给了一个第一次下围棋的人 气急败坏之下 徐露一挥手就掀翻了棋盘 黑白两色的棋子蹦蹦跳跳地弹下来 落得四处都是 周围人看着徐露的目光 立刻就多了一丝嘲讽之色 这就是所谓的大家闺秀流血海闺吗 这气度 这修养 还不如一个演戏的呢 身边的朋友拉了拉脸色铁青的徐露 小露 别冲动 这么多人看着呢 是啊 不就是让那个戏子侥幸赢了一局吗 还有两局啊 你可以在其他方面赢过她 到时候就等着看她怎样往水池里跳了 徐露终于被劝住 想了想大家说的也都对呀 三局两胜 自己不过就是输了一局 剩下的两局 她要好好地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细词 唐沁赢了 冲着人群后的那个男人眨了一下眼睛 荣熙川会纯语 唐沁也会 两人刚才下棋的时候呢 就是通过纯语交流的 徐露输得一点也不冤枉 因为他是输给了荣熙川 荣熙川这种天才 无所不能 在国外只学了一年的围棋 就把当时一个九段的人给打败了 当那个九段的人听说 荣熙川只学了一年的围棋 还是业余学习的 当即决定退出棋谈 这件事情当时还在国外 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 徐小姐 接下来比什么样 唐沁挑了挑眉毛 笑眯眯地问 徐露说 你会打游戏吗 游戏 什么游戏啊 王者 徐露一脸的自豪 自己在国外的时候 就开游戏直播 不为赚钱 就为赚取鲜花和掌声 他还找了两个职业选手做师傅 教他如何打游戏 而徐露呢 也确实打得像模像样 在直播平台上 拥有百万粉丝 徐小姐 你确定吗 唐沁忧心忡忡地问 徐露发现 唐沁的表情似乎很紧张 于是料定唐沁并不会打游戏 就算是会打 也只是个半调子 这让他更加的确定 这一次一定要比这个 我确定 你敢吗 好吧 唐沁只好硬着头皮说 那就比游戏吧 唉 自己本来还想给这位徐小姐一条活路的 偏偏她在作死的道路上 一去不复返 打游戏 她是认真的吗 徐露的几个朋友都知道 徐露是游戏高手 一个个摩拳擦掌 就等着看徐露血虐唐沁了 站在不远处的荣西川 无奈地笑了笑 唉 比点别的还好啊 她家小沁 也不是十项全能 不然也不会把她 叫到这里来作战了 但是打游戏 这个徐露可真是会跳啊 她居然把自己给KO了 小豆知道唐沁 打游戏非常的厉害 这一次 她没有再露出担心的丑容 而是表现出了一个小孩子 最单纯的雀跃 很快 两人一人一部手机进入了游戏 上流社会的人呢 也玩游戏 很多的更是热衷于游戏 在这个电子时代 手机早就成为了 生活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哼 真是自不量力 小鹿经常带我们开黑 每次都带我们躺赢 徐露的朋友哼了一声 敢跟小鹿打游戏 自不量力 唐沁没理会 而是对徐露说道 刚才我先走得起 这次你先选 徐露还怕自己擅长的英雄 被唐沁胡乱选了去 听到他这么一说 他自然是巴不得 两人选择的是一为一的单挑模式 谁先打碎对方的水晶就算胜利 徐露选了一个他最擅长的战士 又扛打又有输出 用俗话说就是 又又又又失去 是目前版本当中最强势的英雄 反观唐沁呢 只选了一个毫不起眼 几乎就没什么人能够玩好的射手 虽然是有点伤害 但却是一个脆皮 而且需要超高的技巧 他是认真的吗 这是瞎选的吧 这个英雄兑现小鹿的英雄 根本没有胜算 观众当中有人忍不住问唐沁 你为什么要选这个英雄 唐沁一脸天质地回答 因为他长得好看呢 众人都快无语了 哎 完了 这真是一个不会玩的 看来一会儿真的要被虐了 有人甚至都不忍心看了 游戏开始后 唐沁守在自家的塔下面望天 俗称的塔之子 哎 唐小姐 你怎么不出去啊 有人着急地问 唐沁说 我在思考 思考 难道是在思考 这个英雄到底应该怎么用吗 唐沁认真地捧着手机 我在思考要杀徐小姐几次 哼 有人直接冷笑了出来 这是开的什么玩笑啊 看他选的这个英雄就知道 是个不会玩的 而徐璐在上流社会里头打游戏 还是挺有名气的 很多人都看过他的直播 他现在不思考自己会输得有多惨 竟然还在思考 要杀徐璐多少次 这人不自量力还好 要是还盲目地自大 这就要被人耻笑了 看来这位唐小姐的智商 也就适合在娱乐圈里头演演戏 取悦一下大众了 只不过这些嘲笑的人 嘴还没来得及合拢 一直待在塔下的唐沁突然动了 快到塔下的一些小兵 全部被他一个个地杀死 前妻唐沁一直都在塔下待着 但是这些小兵他一个也没错过 打死小兵就会有钱 有金钱才能买好装备啊 而在小兵剩下一丝血的时候 杀死他就会得到全额的金钱 有人通过上帝视角 看了一眼两人的经济 唐沁虽然一直守在塔底 但是经济竟然多过了 在他面前上窜下跳的徐璐 等到两人都到了四级 学会了大招 唐沁仿佛走位失误一般 离开了防御塔的庇护 而徐璐正在找机会杀他 此时看好的正是这个机会 立刻开着大招就冲了上来 结果他的技能还没碰到唐沁 唐沁便用自己的二技能缩回了塔下 徐璐求胜心切犯了大忌 竟然冲进塔底试图强攻 但是因为级别太低 防御塔的攻击打在身上特别疼 徐璐急忙撤了下去 不过这让他很快损失了一部分血量 还浪费了自己的大招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期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发寻由末夜法朵领衔演播 欢迎立月 第五百六十六集 你怎么能打人呢 就在他退出去的时候 唐沁突然跟了上来 就在众人还没看清是怎么回事时 屏幕上已经出现了击杀的字样 唐沁击杀了徐璐 拿下了医血奖励 这 这怎么可能 他刚才 这怎么杀死徐璐的 有人用力地揉了揉眼睛 我不知道啊 根本没看清 被杀掉一次的徐璐自然是不甘心的 他是一个战士 竟然被一个脆皮射手给单杀了 这个唐沁也太狡猾了 知道前妻跟他一对一 自己一定打不过 所以利用了防御塔归缩塔下 而他竟然也会上当 真是鬼迷心窍 唐沁现在的装备 已经有了前妻优势 在徐璐有一次要杀掉他的时候 唐沁再一次利用这个英雄 神鬼莫测的走位技能反杀了他 而徐璐的一套连招都给用了 却没有碰到他的一片衣襟 徐璐彻底的懵了 不可能 这 这不可能 徐璐被连杀了两次 心态正在渐渐的失衡 自打他打游戏以来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更何况周围还有一群人在围观看着 在看他的笑话 玩游戏 一看技术 二看心态 如果心态都崩了 那么不管你操作有多么的优秀 一样会被打出屎的 有了第一次 第二次 很快就有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最后 唐沁推掉了徐璐的所有防御塔 只剩下一颗水晶 而他也不急着灭掉水晶 就在那水晶的旁边转悠 只要徐璐一活着出来了 他就轻松地将它杀掉 根本连反抗的机会都不给 有一次 唐沁甚至冲进了对方的血池 拿下了徐璐的人头 而唐沁呢 只剩下一滴血顺利地逃跑了 一滴血却没有死 足够让徐璐气得吐血 最后徐璐都不敢出家门了 因为他知道 就算出去了也是死 他不出来 唐沁也不推水晶 手里擎着把雨伞 就在门口蹦得来蹦得去地跳着舞 徐璐觉得所有人都在看着他 他的脸上已经烧红一片了 恨不得扒开一条地缝钻进去 他知道 这是唐沁故意在羞辱他 这比让他输了游戏还要难受呢 最后受不了周围人的目光 徐璐点击了投降 结束了这场实力相差悬殊的战斗 游戏结束之后 众人还愣了好一会儿 最后不知道是谁带头鼓起了掌 周围才响起了一片叫好声 唐紫熙这水平 职业选手吧 号称粉丝百万的主播也不过如此啊 全程被虐成狗啊 看他刚才悟空一切的样子 真的好丢人啊 听着耳边的议论声 徐璐彻底地爆发了 他直接就把手机冲着唐庆摔了过去 唐庆将头轻轻地一偏 手机从他的脸侧飞过 砸在了后面的一张桌子上 人群里发出一声惊呼 谁扔的手机啊 你怎么打人啊 恼羞成怒就打人 太没教养了吧 荣熙川看到了这一幕 不由目光一寒 虽然手机并没有砸到唐庆 但是当着他的面 欺负他的女孩 还真是胆大包天呢 可徐璐并没有就此罢休的意思 手机没有砸到唐庆 他便指着他的鼻子大骂 哼 你不过就是一个万人睡得戏子 你得意什么 他又指向了小豆 这个孩子的妈妈私生活那么混乱 还不知道是给哪个野男人生下的他 说是顾先生的儿子 哼 不过就是一个私生子而已 哦 说不定这私生子 是你生的呢 不然你为什么那么谈活他 你们这些戏子 就是贱 徐璐骂得正欢 忽然觉得周围的空气突然冷了下来 再看面前的唐庆 眼睛弯弯 笑眯眯的 眼底却泛着嘲笑之色 徐小姐继续 徐璐就算是在傻 也直觉到现在的情况不对 而身边的一个朋友 正在用力地拽着他的衣襟 等他回过头 看到了站在后头的人 顿时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恨不得立刻顿地逃走 徐璐看到的不是别人 正是手抄着口袋 似笑非笑的顾艳斯 虽然顾家是南国人 但顾家这些年在锦都的势力 拔地而起 早就成为了神话般的存在 特别是这位顾家将来的家主 跟荣熙川还是好友至交 得罪了他 那就是得罪了荣四爷呀 无论是黑白两道 谁人不卖顾艳斯一份面子呀 我 我 徐璐一时间瞠目结舌 想为自己解释 却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他这样当着人家亲爹的面 骂小豆 岂不是告诉所有人 顾艳斯是被戴了一顶绿帽子 而且不管是私生还是亲生 顾艳斯都是人尽皆知的 小豆的爸爸 他骂小豆 他能忍吗 对不起 顾先生 徐璐的朋友 见到徐璐说不出话来 急忙替他向顾艳斯解释 小璐是被气糊涂了 顾先生不要跟一个小女孩一般见识 小女孩 顾艳斯的唇边擒了丝冰冷的笑意 我看他哪里也不小啊 对不起顾先生 对不起 顾艳斯却不理会这些人 而是把目光转向了唐沁 小夕同学 要是我没听错 你们刚才是打了赌吗 唐沁早就看到顾艳斯和荣熙川一起过来了 他猜 应该是荣熙川故意把顾艳斯带过来的 就是想让他知道 这些女人对他的儿子做了什么卑劣的事情 这就是他一直有恃无恐的原因 因为他想做什么 这个男人都猜得分毫不差 还能为他铺路断后 是啊 我们刚才打赌三局两胜 谁输了就从这儿跳下去 唐沁指了一下面前的泳池 你说对不对啊 徐小姐 徐露的一张脸都仗成了猪肝色 此时的他百口莫辩 尴尬到死 顾艳斯笑得有些冰冷无情 顾艳斯故意提到徐家的公司 提到了徐总 就是想用话敲徐露 今天你要是不跳下去 那不但是你的人品有问题 你们全家的人品都有问题 面对周围众人或者嘲笑 或者看热闹的目光 徐露此时烧得想死的心都有了 徐小姐是自己跳 还是我帮你跳 顾艳斯挑了挑眉毛 我向来怜香惜玉 不过徐小姐也要有让我可怜的地方 听着顾艳斯的话 徐露只得一咬牙 转身跑了几步 纵身跳进了泳池 他不可能得罪顾艳斯 否则徐总一定会骂死他的 随着扑通一声响 水面上溅起了大大的水花 而唐亲的目光 扫过徐露的那几个好友 笑咪咪的 却有种无形的压力落下来 那几个好友相视了一眼 也都纷纷跟着跳了下去 他们这一跳 就像是几百只鸭子纷纷落水 泳池里头水花四处喷溅 大家不得不向后四散而开 水中的徐露仍旧穿着一身精致的晚礼服 此时全都被水给淋湿了 里面的隐形文胸都被看得一清二楚 本来高高竖起的头发也都掉了下来 那样子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 还有平时看徐露不顺眼的人 拿起手机开始拍照 徐露这次丢人真是丢大发了 丢到南极又谈到了北极 怎么这么热呢 本来是年轻人的场地 严老夫人的声音响了起来 大家还没反应过来 看到严老夫人在别人的搀扶下走过来时 大家都觉着有些尴尬 立刻闪到了一边 严老太太看着水中还立着几个人 好奇地问 这是怎么回事 唐倩看了一眼 站在严老太太身边的人正是严落 一副与老太太十分亲密的样子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巴询 由墨叶法朵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六十七集 要不要去我家 老太太本来在前院 突然跑到后院 大概也和这个严落有关吧 果然 严落看到了唐倩就惊讶地开口 紫西 你怎么在这里 人群当中就有人说 刚才唐小姐和徐小姐打赌玩游戏 谁输了 谁就跳到游泳池里 严落听了 眉头一皱 以一副长辈的口气说道 紫西 你怎么可以在人家的家里乱来 弄得鸡飞狗跳的 这可是老夫人的寿臣 是很严肃的地方 说完 又向严老太太道歉 老夫人真是对不起啊 紫西年纪还小不懂事 出门的时候 曼姐还叮嘱过我 让我好好看着她 堂信无语了 这个严落还真是会演戏 这是想要破坏 唐沁在严老太太面前的好感 严老太太要是针对唐沁 拉下脸或者训斥几句 那今天丢人的就是唐沁了 不过严老太太 本来就是一个思想很open的老太太 刚才看到了这副长情 她是吃了一惊 不过也不是不能接受 毕竟后院就是为了给年轻人玩耍的 年轻人疯一点也没什么 更何况这个人还是唐紫西 她对这个丫头真是一点也气不来 倒觉得她这性子挺有意思的 不要紧 严老太太笑说 年轻人嘛 活泼一点很正常 严落没想到 严老太太竟然一点都不介意 甚至还有些纵容的意思 她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表面上她还是讨好的笑道 多谢老夫人不跟仔细计较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唐沁不能跟严洛斗嘴 不然会更加的难看 就在这时 一条熟悉的身影 朝着严老太太走了过去 老夫人 严老太太看到来人 立刻笑道 哦 是荣先生啊 哦 老夫人客气了 我是小辈 老夫人叫我名字就好了 荣西川说 刚才住寿的人太多 没来得及单独拜见老夫人 不如我们寻一处清静的地方 慢慢聊 严老太太急忙点头 好啊 好啊 说完 又看向唐沁 你们年轻人 好好玩 没关系 今天 就是一个娱乐为主的派对 不要管我老太太 我可不想让人 把我想得那么古板 老太太说完 就和荣西川一起 往大厅走去 严落没有成功让老太太发飙 也只好笑着跟了上去 严落一边走 一边心中暗存 老太太虽然思想并不保守 但是 看得有人在自己的寿院上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居然还能笑眯眯地说无其事 甚至在临走的时候 还让对方放宽心 这 这就 真是有些奇怪了 后院 徐露等人终于是爬上了岸 此时的几人早就没有了见人的脸面 唐静不想再看见这几个人的丑态 带着小豆迅速地离开了 而顾燕丝也不仅不慢地跟在了他们的身后 你先送小豆回去吧 唐静说 今天的事情是我的错 那些人是想对付我 才会对小豆 才会对小豆下手的 唐静爱恋地摸了摸小豆的脸 对不起啊 小豆 小豆摇摇头 他们是坏人 西姐姐是好人 唐静笑了 西姐姐也不是好人 只不过 不想放过那些欺负自己的人 顾燕丝把小豆抱了起来 那我们先走了 你准备什么时候走 我去跟离岛打个招呼 好 顾燕丝想了想 过阵子 我要带小豆去塞尔家岛 小豆兴奋地说 爸爸说塞尔家岛 有很多好玩的 唐静听到塞尔家岛这几个字时 心中咯噔了一声 不过表面上 仍旧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那提前祝你们一路顺风 送走顾燕丝和小豆之后 唐静也决定回去了 离岛要留下来陪家人 唐静也觉得很无趣 更何况继续留下来 说不定还会有什么赵路里路 来找他的麻烦 唐静找到离岛 离岛正在和家里的几个人说话 紫西丫头 你要走吗 离岛我先回去了 明天一早还会向山 离岛看了一眼万表 那你早点回去休息 他抬手招呼言辰 阿辰 送一下紫西丫头 唐静急忙说 不用了不用了 我自己可 言辰已经拿着车钥匙走了过来 走吧 我送你 唐静没推辞 因为推辞也是没用的 言辰和荣西川一样 都是习惯了别人服从自己 还是那种特别执拗的人 车上 言辰转动着方向盘 你没回家 我住酒店 唐静说 家里没收拾 我家还要打扫 我在锦都待两天就走 懒得清扫了 要不要去我家 唐静目光一缩 别误会 我在高铁站旁边有套房子 平时没有人住 你明天不是还要赶高铁吗 住在那里也方便 不用了 谢谢 唐静说了声谢谢 做我们这一行的 晚睡早起都不是问题 上高中那会儿 我每天晚上一两点睡 早上五点钟起 你上高中的时候这么拼命啊 想考经营 我拼命点怎么行 你这样耽误课程也没关系的吗 唐静说 当然有关系了 虽然学校准了假 但我平时都是自学 期末还要回去参加考试呢 如果挂科还要重修 前方不远处 已经看到了酒店的logo 拐了个弯 严琛把车在酒店的前面停了下来 下车时 唐静已经拉开车门走出来了 严琛笑说 就不能给我一次做绅士的机会 给你开门 唐静也笑了 下次 下次一定给严先生这个机会 唐静冲着严琛摆了摆手 大叔 再见 再见 严琛倚着车身 挑了挑眉毛 见唐静上了台阶 严琛打开车门 刚要坐进去 发现副驾驶上 落了一枚金色的耳环 他记得 这是唐静今天带着的 于是急忙捡起来 大步地朝着他追了过去 而两人都没注意到的是 路边的垃圾箱后的暗处 一只手机正在对着两人疯狂地拍摄 严琛追上唐静时 唐静已经进了大堂 听到身后的脚步声 他才转过头 纳闷地问 嗯 大叔 你的东西掉了 严琛拉过他的手 将耳环放到他摊开的掌心里 请夸我 使惊不昧 唐静扑哧一声笑了 他就不信 堂堂岩氏总裁会捡到耳环据为己有 谢谢大叔 这对耳环是H.E.B.的珠宝 他一直都很喜欢 而且H.E.B.还在耳环的内侧 刻了唐子新名字的缩写 若是丢了一只 那就真的可惜了 丢三拉四 严琛在他的额头弹了一下 好了 进去吧 这一次 严琛没有急着离开 而是目送着唐静 进了酒店的电梯 然后 他才朝着唐静摆了摆手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巴询 由墨叶法朵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六十八集 谁让你是我的前女友 一直到她的身影消失不见 严琛才大步地走向前台 麻烦看一下 唐子新小姐住哪个房间 前台面对突然与她靠得如此之近的大帅哥 心是恍惚了一下 紧接着就摇了摇头 对不起 这是客人的隐私 我们不能卸楼 那就帮我定下八楼所有的空余客房 前台一脸茫然 显然是没反应过来 有问题吗 八楼的客房空余的 我全定了 刚才她亲眼看了电梯去了八层之后 才停了下来 直到现在还停留在八层的位置 电梯上只有唐子新一个人 那唐子新肯定是住八楼无遗了 就算是不能住她的隔壁 那跟她住在同一个楼层 她也甘之如遗 好的好的 这位先生 前台终于反应了过来 请出示下您的有效证件 前台接过严琛递来的身份证 看了一眼名字之后 觉得这名字十分地眼熟 严琛 我记得这个酒店的大老板也叫严琛 不过应该不是同一个人吧 不然大老板来住酒店的话 需要刻意打听别人的隐私 还要掏钱吗 随便找个领导不去解决了 前台迅速为严琛定了八楼的三个房间 并且把房卡递给了她 好了先生 如果有什么需要 房卡上有服务电话 谢谢 严琛说了声谢谢 拿着房卡就上楼了 虽然她知道 就算是住在同一个楼层 也不会遇到那小丫头 但她想和她睡在一个楼层 也许还是隔壁呢 一颗心就开始飞扬了起来 而此时进入房间的唐庆 完全不知道 严琛已经住进了酒店 她洗好了澡 手机里头就跳出了一条信息 看到这条信息 她笑着抿了一下唇 迅速地穿好衣服 就出门了 唐庆跟酒店的经理打了声招呼 经理便让她从酒店的后门出去了 出门之后是一条大马路 她直接拦了一辆出租车 为了不让人认出来 唐庆把自己包裹得非常严实 帽子口罩加墨件的 典型明星标配 司机对于大晚上出门 还戴墨镜的人有些好奇 不免多看了两眼 晚上的锦都总算是告别了拥堵 唐庆所坐的出租车一路绿灯 不到半个小时就到达了目的地 一家小龙虾专卖店 这家店 她经常会和荣西川一起来吃 就算是点外卖也只点他们家的 荣西川记得很清楚 唐庆进了包间的时候 几种口味的小龙虾 已经在桌子上摆满了 看到小龙虾的唐庆 眼睛都亮了 她随手带上了门 扑过去就在荣西川的嘴巴上 亲了一大口 谢谢荣先生 荣西川顺势抱住了她 让她坐在自己的大腿上 不客气 唐小姐 我要开始吃了 唐庆晚上只在厨房吃了点东西 回到酒店的时候呢 就已经有点饿了 正想着 要不要点个夜宵呢 荣西川的信息就发了过来 果然知他者 唯有荣先生 荣先生放开抱着唐庆的手 吃吧 两人并肩坐着 唐庆戴上了一次性手套 开开心心地包起了小龙虾 而荣西川则是认真地帮她包虾仁 每包好一个就送到她的嘴边 看着唐庆像只小鸟般地 着走了她手中的虾仁 唐庆吃了几口 就生了恶作剧的心理 在荣西川再次把虾仁递过来的时候 唐庆便连着虾仁和她的手指 一起咬住了 荣西川笑说 好吃吗 不好吃 唐庆松开嘴 一股人渣味 荣西川也不跟她计较 明天几点的车 八点二十 唐庆包着龙虾壳 这个言诺还真是贪心啊 明明都把你抢到手了 竟然还在给我穿小鞋 谁让你是我的前女友啊 荣西川说 你的这个光环 让人极度地刺眼 如果唐庆还活着 他是这样善渡的人吗 荣西川没回答 唐小姐 你这事在给我下套呢 千万不要在女朋友面前 评价前女友 因为你无论说什么都是错的 你到底有几个前女友啊 荣西川把瞎仁 放到了唐庆的嘴边 你猜 哼 唐庆呵呵了一声 呵呵 猜你的头 视频已经给我妈发过去了 明天等着看那个言诺如何收场 唐庆仿佛把嘴里的龙虾 当成了仇人 用力地嚼着 这个言诺 就是个定时炸弹 所以她一定要离开凤凰娱乐 和荣西川吃过夜宵 唐庆先出了包房 为了保险起见 荣西川定了左右两个包房 而唐庆来的时候呢 爆的是另一间包房的房号 她现在真的是太红了 很容易就被人给认出来 所以在这种公众场合 还是应该小心为妙 唐庆来到前台结账的时候 那前台偷偷地盯了她好一会儿 虽然唐庆武装得非常严实 但前台还是试探性地问 你是唐庆吧 有种福尔摩斯 叫粉丝 有种火眼睛睛 叫粉丝 唐庆无语了 你真的是唐庆 前台兴奋地说 这个耳环是HEB的 你说过最喜欢的一对耳环 唐庆哭笑不得 只好摘下口罩 你好 哇 前台一声尖叫 唐庆急忙做了一个虚的动作 并在她打印出来的账单上头 迅速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噓 名字我签了两个 那个你不嫌弃的话就拿去吧 不嫌弃 怎么会嫌弃啊 前台都快乐疯了 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大明星 直到唐庆离开了龙虾殿 前台还捧着胸口激动不已 那个签了名的账单 更是被她视若珍宝 第二天一早 唐庆收拾好了行李箱就出门了 结果刚走了两步 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 站在走廊上 正倚着墙壁抽烟 她身后的墙壁上 有一个大大的禁止吸烟的标志 被她视若无睹了 大叔 唐庆惊讶地喊道 大叔你怎么在这儿 碰巧啊 严琛掐灭了手中的烟 暗吸在了垃圾桶上的烟灰缸里 迈着长腿朝着她走了过来 唐庆心想 我信你才有鬼呢 严琛接过了唐庆手中的行李箱 我送你去车站 怕她担心被曝光 又补充了一句 从后门走 不会有人发现 唐庆还能说什么 只能无奈地跟了上去 到了车站 严琛把车停在外头 打开后备箱 帮她把行李箱拎了出来 又帮她把拉杆 调到了合适的高度 才递过去 拍戏的时候 多注意安全 不要再出现上次的事情 知道了 大叔 唐庆摆摆手 再见 再见 唐庆进了车站 捡完票 回头看的时候 严琛仍然站在巨大的落底窗前 她的身后人来人往 而她呢 却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一只手夹着烟 正在看着唐庆离开的方向 这样的身影 让唐庆的心中莫名一酸 忍不住冲她摆了摆手 严琛也看见了 拿鹰的手微抬了一下 似乎在说 去吧 唐庆中她展开了一个大大的笑容 拉着自己的行李箱 就捡票进站了 捡完票之后 唐庆进了一号车厢 她买的是商务座 也是最舒适宽敞的车厢 一个车厢里头只有八个座位 两个两个一排 她坐的是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 而唐庆身边的座位是空的 直到车子快要开动了 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 唐庆都以为这个座位没人了 拿出手机低头看了起来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发寻 由墨叶法朵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六十九集 被闻醒了 列车出发之后 唐庆就觉得身边照下了一团黑影 那个他一直以为没人坐的座位上 竟然多出了一个人来 这个人正把他的行李箱放到脚边 转过头来冲他打了声招呼 你好 唐庆努力地憋住头怀送抱的冲动 也客气地说了声 你好 小姐去哪里啊 她礼貌地问 向山 先生呢 真巧 我也去向山 唐庆笑了笑 先生去向山干什么 进女朋友 看先生一表人才 女朋友也一定是如花似玉吧 还好吧 我也记不得其他女人是什么长相了 她拿出了一个袋子 我带了一些零食 小姐要吃吗 袋子里头全都是唐庆喜欢吃的零食 竟然还有她最爱的鸭脖子和炸鸡 那我就不客气了 唐庆直接抱了过来 开始了她的大块朵仪 从锦都到向山 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 唐庆吃着零食消磨时间 不时跟身边的男人调侃几句 大概是昨天晚上睡眠太少 车子刚过了两站 她就开始打起盹来 先生 能借你的肩膀靠一下吗 唐庆一双水木 笑盈盈地望着她 我很荣幸 你女朋友不会吃醋吗 她想了想 我让她知道就好了 唐庆将两个座位中间的扶手推了上去 两个座位立刻就变成了一个连排座 唐庆屁股一抬 就挪到了她的身边 大喇喇地搂着她的腰 脑袋靠在她的胸前 舒舒服服地给自己找了一个绝佳的位置 因为怕被人认出来 她在高铁上仍旧是保持着帽子口罩的打扮 不过运气好的是 旁边的两个商务座只做了一个中年大叔 大概也不认识她 事件全程都没往这边看过 先生 到站了记得喊我 唐庆美滋滋地交代 哦 男人轻轻地拍了一下她的头 手挪在了她的后背上 有一下没一下地轻轻地抚摸着 闻到她身上熟悉的气味 感觉到她铿锵有力的心跳声 唐庆很快就安然入眠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 感觉到有一只手在轻轻地挠着她的脖子 挠了一会儿没弄醒她 于是又开始捏她的鼻子 唐庆英宁了一声 不情不愿地不想醒过来 于是去拍她的手 结果手就被握住了 紧接着手背上一热 是她的唇 落在了上面 她的唇顺着她的手背 亲吻 头一偏 又印在了她的唇上 清新的味道 席卷了她的一切 让她在醉生梦死当中 浮浮沉沉 直到被吻得喘不过气了 唐庆才睁开眼睛 就这样被闻醒了 几点了 唐庆赖在她的怀里 揉了揉眼睛 还有一站就到了 起来清醒一下 不然会感冒的 荣熙川拍了拍她的背 唐庆这才打了一个哈欠 坐直了身子 唐庆一直睡得香甜 而她呢 全程都在守护着她 看着她睡觉 唐庆顿时有点不舍 搂住了她的手臂 你不困吗 不困 荣熙川轻点了一下 她的鼻梁 我看着你就不会困了 她咧嘴一笑 你要在巷山待几天啊 我下车之后 马上要去赶另一班回锦都的车 荣熙川的指腹 轻蹭着唐庆的唇 唐庆惊讶地说 你就为了陪我坐车 白白在路上耗了三个小时啊 不 准确地来说 一来一回是六个小时 不是白白 对我来说陪在你的身边 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荣熙川一副十分满足的样子 这十三个小时的时间 简直是太短了 应该更长一些 有一种感动 溢满了胸腔 她这样大费周章 就是为了给她一个惊喜 陪她一段路程 送她一起远行 唐庆搂紧了她的手臂 眼圈情不自禁地就红了起来 虽然演戏的时候 泪水是说来就来 但那都是犀利的情绪 而自己重生之后流过最多的泪 都是由这个男人 带来的感动的泪水 啊 荣熙川的浪漫 真是让人招架不住啊 对了 词片我还没有时间破解 一有结果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嗯 我等你 荣熙川替她戴上了口罩 别太辛苦了 量力而行 嗯 我知道 她又把脸凑了过去 想你了怎么办 随叫随到 她当然不舍得他来回的折腾 更何况他们要是频频见面的话 就很容易露出马脚 现在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凡事都必须要小心谨慎 绿车到达向山之后 唐庆和荣熙川分开走 唐庆坐着来接她的保姆车去了影视城 而荣熙川需要赶下一趟的车回锦都 同一站台 一个向左 一个向右 但不论走多远 心 只会越靠越近 越贴越紧 能阻挡他们的 从来都不是距离 回到剧组 李岛还没回来 但是拍摄一天也没耽搁 进行得紧紧有条 不愧是李白的剧组 就算是没有他亲自坐镇 依然能够按部就班 唐庆一回来 很快就投入到了他的拍摄当中 本来看他一直不顺眼的杰克在拍摄当中 却当起了全职保姆端茶地水拿锯板 唐庆面对他的殷勤很是不适应 在杰克再次帮自己给保温杯蓄水的时候 唐庆终于忍不住说 杰克 我有助力 不需要麻烦你 白心寒也在一旁付肥 这杰克 把我的活都干了 我是不是要失业了 为女士服务 是一个身世该有的风度 杰克眨着一双蓝色的眼睛 笑得人处无害 你怕是对你自己有一些误解吧 杰克也不在意 继续狗腿地跑前跑后 傍晚休息的时候 唐庆正坐在堂椅上翻锯板 白心寒举着手机 匆匆忙忙地跑了过来 一副大事不好的模样 怎么了 唐庆放下锯板 有新闻 白心寒急忙把手机递了过来 你被偷拍了 唐庆这次回到锦都 行程那是绝对保密的 只有剧组里的人知道 难道是他的武装不够严实 被狗仔给认出来了 一二金哥就要打电话来问罪了 你赶紧想想办法怎么解决 白心寒急着说 你也太不小心了 唐庆打开微博 热搜的第一条就是他 唐紫熙心恋情曝光 打开一看 全部都是他和言琛 在酒店门口的照片 那新闻里头写着 据记者爆料 唐紫熙拍戏时 秘密返回锦都 与男友约会 两人共住一个酒店 同进同出 十分的亲密 照片上没给那个男人正脸 大概也是害怕得罪言琛 但这照片抓拍得非常好 每一张都让人浮想连篇 当天晚上 言琛将他送到酒店门口之后 唐庆是独自下车的 言琛发现他落了耳环之后 便追了过去 但在照片上看来 言琛跟他一起 站在酒店的门口 像是要一起走进酒店的样子 而且还有两张照片 言琛的手放在他的头上 那是言琛当时笑着 说他丢三落四的时候 这种拍摄手法 一向都是狗仔们的特长 就算是没什么事 也都能够给你拍出点事来 现在 网络上都在猜测 这个神秘男子的真实身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期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阿寻 由木叶 法朵 小莲 沐阳 C小调等 领行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七十几 和言琛闹绯闻 紫西 我觉得有点奇怪 白星函皱着眉头思考 唐沁放下手机 挑眉看的 哦 说说看 白星函说 第一 你回警督的事情 只有剧组里的少数人知道 而你吓了他的酒店 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我不相信会有狗仔 真巧守在酒店门口 拍下了你 更何况 你和李导为了低调 推选了一个普通的四星酒店 狗仔就算蹲明星 也不会去蹲这样的酒店 唐沁笑着称赞了一句 说得对 还有呢 还有就是 这个人是严总吧 狗仔也知道事强凌弱 只敢曝光你的阵里 却不敢曝光严总 唐沁耸了一下肩膀 我得想想 该怎么跟金哥解释了 要不关机得了 就说你在拍戏 想到金灵很快 就要打电话来兴师问罪 白星函也有些头疼 金哥在骂子系之前 一定会先骂他一顿的 毕竟子系闹出绯闻 他这个助理 也有很大的责任 怕他骂你啊 唐沁看出来了 你又没陪我回警都啊 他切怒不到你的 我就是有点心虚啊 唐沁笑起来 都是要嫁给他的人啊 怎么还心虚啊 白星函的脸 吞得一下就红了 瞎说什么呢 八字还没一撇呢 就算我死皮赖脸的求家 人家金哥还不一定愿意娶我呢 不过 我倒是觉得无所谓 白星函哼了一声 哼 反正你也和容先生分手了 现在你是自由身 想跟谁好就跟谁好 别人管得着嘛 正好让容先生也看看 唐紫熙离了他照样能活得很好 严总可是一点不比荣幸审查 论实力 旗鼓相当 唐沁忧心地想 哎哟 小汉这次对阿四的误会可大了 到时候免不了跟他 赔礼道歉地好好哄着了 不然他这辈子都没有办法 原谅阿四出轨这件事 没过多久 精灵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唐沁本来已经做好了挨骂的准备 没想到精灵只是语气平静地问 那个人是严总 是啊 精灵顿了一下 其实跟着他未必不是一个好的归所 唐沁理解了精灵话中的意思 顿时有些感动 除去经纪人这个身份 精灵还是他的朋友 出于朋友的角度呢 精灵是希望唐紫熙能够再遇良人 这是个误会 唐沁解释说 当时严总只是送我回酒店 我的耳环掉了一直在他车上 照片上拍到的 是他给我送耳环的时候 你有证据 能证明当天晚上你们没有住同一家酒店吗 有 唐沁说 我那晚出去吃了夜宵 我给龙虾店的前台签了名字 那个签名的账单他一定还留着 账单上有时间 我知道了 我现在去找那个前台 精灵似乎思索了一下才问出口 其实这个绯闻不澄清也无伤大样 神庙已经确定是定当十月一号 增加一下你的曝光率也不是坏事 不 一定要澄清 唐沁坚定地说 我不喜欢这样的绯闻 将来自己是要嫁给荣西川的 绝对不能留着这些莫须有的桃色新闻 这是对荣西川的最基本的尊重 挂了精灵的电话 唐沁揉了揉太阳穴 再睁开眼的时候 眼底已经附上了一层寒光 小韩 在剧组里查一下 是谁泄露了我在警都的行踪 重点查一下里岛身边的人 白心寒也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这个潜伏在剧组里头的人 既然能够将仔细地形成曝光出去 那么唐紫熙以后在剧组里头的一举一动 也必然处于监视当中 白心寒的心里如是想着 有这样的一颗定时炸弹放在身边 紫熙的自由就受到了影响 今天被曝光恋情 明天不知道又会传出什么样的绯闻来呢 不过白心寒也有些纳闷 如果这个人是里岛身边的 那里岛的人和你无怨无仇的 害你对他有什么好处 更何况 整个剧组都知道里岛偏爱你 跟你作对 不就是跟里岛过不去吗 为了钱呗 唐沁十分坦白地说 有人开高价收买了里岛身边的人 让他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是宋依吗 唐沁摇头 不是宋依 宋依智商很高的 他不会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而且 言琛是他的前男友 他不会闲得没事曝光他 他了解言琛 自然也知道触怒这个男人没什么好处 那会是谁啊 剧组里的几个女演员 咖位都跟唐沁相差太多 此时他们巴结唐沁都还来不及呢 更不会跟他作对 小韩 其实你已经猜到了不是吗 唐沁讳莫如深地一笑 白心寒虽然不想承认 但是又不得不承认 因为他知道自己瞒不过唐子溪 我只是不敢相信 白心寒咬了咬唇 又不敢往他的身上联想 唐沁把颜老太太寿宴上的事情 告诉了白心寒 他当时故意把颜老太太带到后院 就是想让我在颜老太太面前形象尽损 他当着颜老太太的面前 以前辈的身份教导我 说的义正言辞 让人无法反驳 我没想到清姐会变成这样 白心寒一时间无法接受 心情矛盾而痛苦 他从前不是这样的 我认识的清姐 就像太阳一样 光芒万丈又十分温暖 他极恶如愁 他心思缜密 他善良大方 他有太多的优点 多到我没有办法去描述 小韩 你现在还相信 颜老就是唐庆吗 说实话 白心寒动摇了 私心里 他根本不希望这样的一个人会是亲姐 但是连容先生都相信了 你先别纠结了 不管他是不是唐庆 你现在跟他没有交集 所以呢 你主要查一下 沿落在剧组的那几天 跟李岛身边哪个人走得比较近 救出这个人并不是男士 我知道怎么做了 你放心 仔细 白心寒性格开朗 无论在哪个剧组都能同工作人员打成一片 让他去打听这些事情 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而且他也够聪明 够机灵 白心寒走后 唐庆拿起手机回拨了精灵的电话 金哥 有件事情 我要拜托你一下 唐子曦心恋情曝光这件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 网上都在猜测 当时的男主角到底是何方神圣 究竟有什么样的本事 能收服这个新进的小花蛋 但是任大家猜来猜去 也没人能猜得出个所以然来 阿四 你知道子曦的事情吗 饭桌上 闫落切着手中的牛排 看似随意地问道 什么 荣熙川抬起头 闫落笑说 要恭喜子曦了哪 子曦交到新的男朋友了 荣熙川切了一块牛肉 是吗 我也是昨天才看到的新闻 子曦和一个神秘男士公宿酒店 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离开的 她的事情 已经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荣熙川 神色淡漠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熙以貌取人 作者 阿寻 由木叶 法朵 小莲 沙 牧羊 C小吊等 领行演播 欢迎订阅 第571集 我等着你们来求我 这条新闻金秘书早就告诉他了 当天晚上 唐沁刚到酒店不久 就和他一起去吃龙虾了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 供诉酒店这类的事情 没有谁比他这个当事人 更加的清楚了 就算是他没有和他一起吃夜宵 他对他的小沁 有的只是百分之百的信任 不是凭着眼前这个女人三言两语的挑拨 就能破坏的 严落在他的面前 不过就是一个自娱自乐 还觉得演技高超的跳梁小丑罢了 虽然他跟你没有关系了 但是 我对子西一直觉得十分愧疚 总觉得 是因为我 才导致你跟他分手的 严落叹息一声 现在知道他已经走出失恋的阴影了 我是真心替他高兴的 也希望他可以得到幸福 你总是这么善良 荣熙穿目光熠熠地望着他 不要总是替别人着笑 你也应该多想想你自己 我想的最多的就是你 严落脸一红 阿子 我何其有幸 今生还能再次遇到你 这就是割舍不掉的缘分 荣熙穿举起红酒杯 来 为缘分干杯 两人的杯子轻轻一碰 严落的电话也响了起来 不好意思 是曼琪打来的 严落放下杯子急忙说 我去接一下 去吧 望着严落匆忙离开的背影 荣熙穿的嘴角 一出了一丝冷笑 慢吞吞地喝了一口酒 严落找了一处僻静的地方之后 按了接听见 喂 曼姐 小沁 你在哪儿 乔曼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压抑 不似平常那样的热络 我在吃饭呢 你现在马上回公司一趟 现在吗 可是 就是现在 你快回来吧 见面再说 乔曼说着便挂断了电话 严落一头雾水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乔曼的态度让他胡疑不定 不过来不及夺想 他很快就跟荣熙川 说明了一下情况 荣熙川倒是大度 直接放下刀叉说 我送你回去 严落匆匆地赶回了公司 在办公室里 看到了脸色有些难看的乔曼 你昨天去哪了 乔曼冷声问 严落说 昨天是严老太太的寿臣 我收到邀请函 过去捧了个场 谁让你跟严家有接触的 乔曼啪的一声 拍了一下桌子 你的经纪人有没有告诉你 不能接跟严家有关的 任何一个通告 经纪人的确是说过 不过只是轻描淡写地 说了一句 他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你不但没有听我的劝告 还堂而皇之地 跑到严家去了 乔曼把电脑转向了严落 你看看你自己 去严家就算了 竟然还在台上跳舞 讨好严家人 乔曼收到这个匿名视频的时候 他不知道自己 是怎么看下去的 对他来说 严家 那就是乔曼的禁忌呀 而严落不听他的劝告 在严家这样卖力讨好 相当于狠狠地踩了他的底线 严落被数落了一顿 心里不服气 曼姐 恕我之言 我并没有觉得 自己这么做到底有哪里不好啊 严家一家人文人友善 是个可教之人 曼姐为什么不让我跟严家人来往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乔曼被这样顶撞 本来就是一肚子的火气 此时声音更是拔高了几度 只要是我凤凰娱乐的一人 就不准和严家有接触 照这么说 唐子夕那天也去了 曼姐怎么不追究她的责任 子夕已经提前跟我报备了 她是迫于无奈陪着导雅一起去的 她不是去祝寿 也没有这样卖力地讨好严家人 我看她是因为她是曼姐的女儿 所以曼姐才会区别对待吧 严落冷笑一声 曼姐以前对我恩仲如山 我感谢曼姐 可曼姐你用从前的事情来禁锢我 限制我 这就是曼姐你的不对了 唐亲 你在说什么 乔曼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曼姐 我现在是严落 我记不住从前的事情 所以不要再用从前的恩情 来对我进行道德绑架 我算是凤凰娱乐的一人 可是我也有自己的人身自由 我去严家只是私人行程 曼姐 你管不着这些吧 你 你 乔曼看着面前的这张脸 明明和记忆当中的唐亲一模一样 但是此刻的严落 竟然让她觉得如此陌生 从前的唐亲是绝对不会用这种口气跟她讲话的 从前的唐亲也绝对不会如此的冷漠无情 凤凤 凤凰娱乐 那是唐亲的家呀 乔曼突然就没有了继续辩解下去的力气 她有些颓序的坐在椅子上 无力地摆了摆手 好了 你先出去吧 严落没说什么 直接转身就走了 虽然她装的是唐庆 但是她也有自己的脾气 凭什么被这个老女人劈头盖脸地骂一顿 她还要若无其事地去讨好她 她现在已经拥有了一切 又何必去在乎一个小小的凤凰娱乐呢 乔曼 这样对我 早晚会后悔的 你和唐子夕不是情童母女吗 我就等着你们过来瞧 严落这边根本没把乔曼放在眼里 唐舟那边每天例行给女儿打电话问平安 自从唐亲的手烧伤之后 唐舟天天都会打电话来询问 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习惯 一定要确认女儿今天在剧组平安无事才能睡觉 而让唐舟奇怪的是 今天的电话响了半天 最后接电话的竟然是女儿的助理 唐叔叔你好 小白啊 小夕呢 小夕他 白心寒欲言又止的口气 让唐舟吓坏了 怎么回事 是不是又受伤了 唉 他这个女儿啊 每次受伤都不告诉他 要不是看到新闻报道 唐舟压根就不知道 作为父亲 唐舟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很失职 很没用 白心寒还是不说话 唐舟更急了 小白 你说话呀 到底是怎么了 你要急死我吗 在唐舟的追问下 白心寒才不太情愿地说道 唉 叔叔 本来不想告诉你的 就是怕你们担心 但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仔细都要被欺负死了 被欺负 是你们剧组的人欺负他了 唐舟的神经一下子紧绷了起来 小白 你告诉叔叔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其实不是剧组的人欺负仔细 剧组里的人对仔细都很好 白心寒说 仔细的代言又被抢了 代言 哪个代言呢 唐舟对于女儿的事情还是有些了解的 也从乔曼的嘴里听说 他之前本来要代言的飞度这个品牌 结果飞度选择了言诺 是飞度吗 飞度那是之前的事了 这次是刚发生的 叔叔 紫细去年签约了H.E.B.的珠宝代言 应该在近期续约 但是H.E.B.方面突然就宣布 不再同紫细续约 唐舟虽然觉得很遗憾 但是仍然宽慰的 让小西想开一些 回头让他妈妈 再给他找一些更好的资源 叔叔 您就别提这个了 紫细正和阿姨生气呢 生气 唐舟一头雾水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巴寻 由木叶 法朵 小连沙 牧羊 C小吊等 领形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七十二集 哦 爸爸 你可要为女儿做主呀 叔叔 您还不知道吧 上次阎洛抢了非多的代言 紫细考虑到 大家都是一个公司的 大多的没有计较 但是这一次 阎洛再次抢了 紫细HEB的代言 你说紫细能不生气吗 紫细念他是一个公司的 但他却处处抢占紫细的资源 不仅如此 还有一件事 我们要告诉叔叔 紫细 一直让我瞒着您 可我实在是 没办法瞒下去了 白心寒说到这里的时候 一惊气的声音都在颤抖了 叔叔 紫细 和荣先生分手了 什么 唐州大吃一惊 这是真的 叔叔 你知道他们分手的原因吗 我用白心寒多说 唐州已经猜到了 当初唐沁回来的时候 他就跟乔曼表达过这方面的担心 毕竟 荣先生跟唐沁好过数年 唐沁对荣先生的影响 乔曼一直都看在眼里 叔叔 他这是想让紫细活不下去啊 别说是带言了 那个沿路连男朋友都能抢 还有什么是他不能抢的 紫细走到今天付出了多少努力 叔叔您都看在眼里 难道你们忍心让他刚刚爬上半山腰 就摔下去粉身碎骨吗 沉默了好一会儿 唐州才说 我知道了 小白 告诉小西 宝宝不会不管这件事的 挂了电话 白心寒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转过头看到唐沁坐在那里发呆 哎呀 紫细啊 我刚才表现怎么样 嗯 挺好的 唐沁目光复杂地叹了口气 哎 小汉 你相信我吗 傻瓜 我要是不信 怎么可能帮你接这个电话 白心寒的眼中 浮出了一丝无奈和落幕 如果不知道他做的这些事 或许我不会怀疑他 但是我不相信一个人没有了记忆 连性格也会如此扭曲改变 我不相信 亲姐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 我更愿意相信你的话 相信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亲姐 唐沁欣慰地笑道 谢谢你 小汉 谢谢你肯相信我 他甚至没有说任何的理由 只是问白心寒 愿不愿意相信他 白心寒没有丝毫犹豫地 就选择了站在唐紫熙这边 这份信任让他感动感激 小汉 阎洛一定要离开凤凰娱乐 不然他会成为凤凰娱乐的一颗定时炸弹 一旦引爆 我妈妈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前功尽弃 只是为了让他离开 必然会给我爸和我妈带来一定的伤害 不过 这个伤害只是暂时的 他们很快就会看清这个阎洛的真实嘴脸 这一次他利用了乔曼对于严家的排斥 摆了阎洛一道 阎洛是假冒的唐沁 他自然不会知道乔曼对严家的偏见有多深 所以他才大摇大摆地去参加了严家的寿宴 而他拍下视频匿名发给乔曼 乔曼看了之后必定会勃然打怒 阎洛顶着唐沁的名字活着 本来就心生气门 乔曼批评他 他要么全部隐忍下来 但是心里却落了疙瘩 要么他会当场发飙跟乔曼吵架 两人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不管是哪一种 这个计划的开头都已经奠定完毕了 接下来 他会让白星函在唐州的面前替他卖惨 唐州爱女心切 自然会去找乔曼 夫妻俩一碰头 关于阎洛的矛盾就全部浮出来了 乔曼在唐州的说服下会动摇 这个时候就要靠荣西川来完成最后的一步 然后将阎洛彻底地赶出凤凰娱乐 只是要完成这个计划 就要利用乔曼和唐州 这让唐沁一直心生不忍 但是为了大局着想 为了凤凰娱乐的将来 他必须要委屈他们俩一次 将来所有的事情大白天下 他再找机会向他们道歉解释 他们也一定会明白他的用心良苦 唐州放下电话 愁眉不展 跟上级请了一个假 就去了凤凰娱乐 而此时的乔曼也是心情不佳 他没想到 严洛会说出那样的一番话来 就像在他火热的心头上泼了一瓢凉水 他甚至在想 这真的就是唐亲吗 直到唐州到来 乔曼才有气无力地打了一个招呼 今天不是上班吗 怎么有时间过来了 唐州关上门 沉着脸说 还记得当初我对你的叮嘱吗 你可以重新培养和接受这个严洛 但前提是 不能伤害到我们的女儿 乔曼让他坐下来 亲自倒了一杯水 老唐 你听说什么了 这个严洛抢了小夕的两个代言 一个飞渡 一个HEB HEB是小夕当初好不容易才拿下来的代言 那个时候他还不红 能拿下这个代言有多不容易 你和我心里都清楚 现在 严洛轻轻松松就把代言抢走了 那以后小夕的所有代言 他是不是都要来抢 HEB的代言被严洛抢走了 乔曼大吃一惊 这不可能啊 他是你的艺人 难道你还不知道 我打电话问问 乔曼立刻拨打了严洛的经纪人的电话 经纪人说 是的 曼姐 这个好消息啊 是昨天傍晚才定下来的 我现在和严洛已经签约回来了 HEB那边非常满意 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 你们提前不跟我报备 乔曼火了 蹬的一下站了起来 声音也不自觉地拔高了 上次严洛在飞渡那里节足先登 抢了唐子曦的代言 他没有多说什么 因为他觉得小夕还会有更好的代言 而严洛刚刚付出 这个资源对严洛来说非常的重要 但是严洛这次却不声不响地 连HEB的代言都抢了 小夕会有多生气 他简直不敢想象 曼姐 经纪人听出他在发火 于是委屈地说 我们也只是想给你个惊喜啊 你们这不是惊喜 是惊吓 乔曼气得胸口起伏 难道你们不知道 HEB是小夕代言的吗 你们这跟在他手里 明目张胆的墙有什么区别 哼 原来在曼姐眼里 我是处处地要爬在唐子曦后面的 经纪人的电话 被一边的言洛抢了过去 我靠自己的努力争取来的代言 怎么就变成了我抢唐子曦的了 乔曼尽量放缓了口气 小夕 我没有偏袒的意思 上次你代言了非度 我不是也没说什么吗 曼姐是没说 可都憋在肚子里了 我也不想跟他争啊 可是HEB就看上了我 我有什么办法 起码你要先跟我商量啊 如果跟你商量了 你会同意我去霸占你女儿的资源吗 曼姐 远近亲疏 我不是不懂 我凭着本身得到手的东西 我也绝对不会上 听着挂线音传来 乔曼先是生气 之后便觉得十分难过 为什么唐倩会变成这个样子 虽然长相还是一模一样 但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巴巡 由木叶 法朵 小莲 沙 牧羊 C小调等 领行演播 欢迎订阅 第573集 严洛他到底是谁 小曼 唐舟扶着乔曼坐下来 我理解你对唐倩的感情 你们情同母女 相互扶持 他死了之后 你一直没有停止过怀念 现在他虽然回来了 可他忘记了从前的事情 他只是在被迫地接受从前的一切 你也看到了 他根本就不是你曾经认识的那个唐倩 他不知道还会做出什么伤害小夕的事情 你留在他身边就是养虎为患 总有一天会害了你 也害了小夕 乔曼的一只手捂着脸 摇了摇头 如果我不管他 那他怎么办 他已经一无所有了 他还有容西川 唐舟一字一句地说道 所以有没有你都无关紧要 你说什么 乔曼惊讶地抬起头 他和容西川 对 就是你想的那样 他回来喝不酒 就把容西川从小夕身边抢走了 小夕为了不让我们难过 为了不让你为难 一直没有告诉我们 那个孩子 独自舔着伤口 独自承受着失恋的痛苦 他 他太不容易了 听了唐舟的话 乔曼久久没有回神 反应过来时 他急忙去拿电话 要打给女儿 唐舟一把拉住了他 你现在给他打电话 不就是往他伤口上撒盐吗 今天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他因为太难过 调整不了情绪 电话还是小白接的 我 我竟然都不知道 不怪乔曼不知道 阎洛和容西川的关系 也一直没公开 两人都是在暗中交往 而且阎洛更是有意地瞒着乔曼 记得当初我说过吧 如果唐信回来了 你要怎么权衡 他们三个人的关系 现在 我们最不想看到的事情 发生了 怎么会这样 乔曼不敢相信 他明明已经忘记了过去的 为什么还会去找容西川 为什么还会接受容西川啊 容西川那样的男人 你觉得哪个女人 能够抵挡他的魅力 而且他念及旧情 一定会选唐沁 乔曼一屁股摊 坐在沙发上 小心 我的小心 他竟然在不知不觉当中 做了这么多伤害到女儿的事情 而他的女儿居然还怕他难过 竟然还在向他隐瞒 唐信回来了 乔曼只顾得高兴 只想着怎样让他重回当初的巅峰 可他忽略了 可是他忽略了自己的女儿 也是刚刚在娱乐圈起步啊 他也需要更多更好的资源 唐信的回归 无疑就要遮掩他的锋芒 而乔曼完全没有顾及到 唐子曦的感受 甚至是相信了他的安慰之词 我真的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小时候就没有给过他温暖的母爱 长大后不但没有帮助他 反倒给他增加阻力 小曼 你也不必内疚 这不是你的错 唐舟安慰道 你也是左右为难 很难取舍 先别急 我们好好想想 接下来该怎么办 乔曼神情颓丧地说 老唐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一边是亲情 一边是难以割舍的友情 无论放弃哪一边 对他来说都是自断臂膀 你先别急着做决定 我们再观察一段时间 唐舟说 小曼 你确定这个阎洛 就是你认识的那个唐亲吗 若说开始的时候 乔曼坚信不疑 但是现在 这个阎洛的作风 作派让他越来越看不懂了 难道一个人的记忆消失了 就连性格也会跟着改变吗 阎洛现在所做的事情 当年的唐亲是绝对不会做的 不过有一点 乔曼和唐舟都想错了 因为阎洛并没有想要去抢唐子曦 H.E.B.的代言 这只是从天而降的一个馅饼 阎洛虽然不服乔曼 但他人在凤凰娱乐 就不能跟乔曼撕破脸 毕竟他还要假装唐亲 真正的唐亲 是不会跟乔曼反目成仇的 所以 抢了一个飞度给唐子曦做下马威 那已经够了 他没有必要再继续去招惹乔曼的不快 H.E.B.珠宝这件事情 还是在几天之前 H.E.B.的宣传总监亲自找到了严洛 说是H.E.B.有意与他签订今年新的代言合同 面对H.E.B.主动抛来的橄榄枝 严洛自然是要接下来 他要向所有人都证明 他有唐亲这个实力 他更有能力代替唐子曦成为凤凰娱乐的一姐 但是让严洛没想到的是 因为接了这个代言 他在乔曼那里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信任 严洛以为他自己赢了 其实不过是他自作聪明 H.E.B.的代言为什么会挑上他 真的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吗 因为严洛不知道 荣氏旗下的一家公司是H.E.B.在大话区的总代理 对于挑选大话区的代言人拥有主导权 当初唐亲面试H.E.B.的时候 荣西川还替唐亲开过后门 向他透露了H.E.B.最新的新品走的是敦煌风 唐亲为此还让关雪做了一套衣服 但是最后他并没有穿着这套衣服进行面试 面试当天 荣西川也在场 他见证了他的女孩 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实力争取到了这个代言 而这一次 荣西川是让人主动找到言诺 明面上是看中了他的影响力 主动邀约 其实是为了加深他和乔满之间的矛盾 只有乔满不再相信他 他才会离开凤凰娱乐 至于签下言诺之后 会不会对外公布 又会不会让他替H.E.B.拍广告 这些就不言而喻了 言诺回到南城别墅后 心里正憋着一口气 打开门 却发现荣西川什么时候过来了 正坐在沙发上 看着一份文件 阿四 你怎么来了 言诺惊喜地跑过去 挨着他的身边坐了下来 虽然他很想跟这个男人 有更多亲密的接触 无奈他在他面前 一直都在循规蹈矩 说是等他真正爱上他了 自己才会真的碰他 其实言诺对于荣西川 早就迫不及待了 但是碍于矜持 也不可能让他一个女人 主动地投怀送抱吧 每次跟荣西川在一起的时候 他都很羡慕那个唐亲 凭什么 凭什么他可以拥有这么完美 这么好的男人 凭什么他就可以星光闪耀呢 但是现在这一切都是属于他的了 他享受着唐沁曾经的成就 拥抱着他曾经的男人 他辛苦了二十多年 年落却对唐沁的人生 坐享其成 哦 不太忙 我过来看看你 荣西川将文件放在了膝盖上 怎么样 今天还顺利吗 说顺利也不太顺利 说不顺利倒是有件好事 言落笑着说 你想签听哪一个 好事吧 好事就是 我跟HEB签订了代言合同 我将是HEB新一季的新品代言人 言落说着脸上无不自豪的神色 恭喜恭喜啊 荣西川虽然在笑 但这笑容丝毫没有波及眼底 如果细细地端详 甚至还能在他的眼中看到嘲讽之色 言落把HEB的代言当成了胜利的果实 殊不知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言落搂着荣西川的手臂 一副妖功的样子 我厉害吗 很厉害 荣西川平静的眼神看过去 说说不顺利的事情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期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巴寻 由木叶 法朵 小莲莎 牧阳 C小调等领行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七十四集 解约 提起这个 言落就用力哼了一声 哼 还不是慢起 知道我签了HEB的代言 不但没有替我高兴 还质问我 为什么要抢唐子系的代言 代言这种东西 本来就是商家看好谁就是谁 全凭自己的本事 人家HEB看中了我 难道我还能推辞啊 我也不想跟唐子系抢的 但是优质的资源就那些 难免大家会有碰撞 反正都是一个公司的 那你就是这么计较吗 说到底 还不是因为 子系是他的女儿 而我是捡来的 竟然会有这种事 荣西川面色一素 握紧了言落的手 我一直以为 乔曼是公平公正名士里的 没想到 他表面上百般地捧你 背地里 却还是一样偏袒他的女儿 谁让我服务母的 根本就不会有人心疼 言落说着 眼圈就红了 别担心 你还有我 荣西川轻轻地 拍了拍他的肩膀 阿四 我现在只有你了 只有你是对我真心实意的 言落贪婪地 扑进了荣西川的怀里 用力地抱紧了他 这个男人 果然是让人痴迷的 抱着他 就会觉得格外的安定踏实 小七 头顶传来 雌性祸人的男生 乔曼如果知道 你跟我在一块 他一定会因为 唐子夕迁怒于你的 到时候 你在凤凰娱乐里 恐怕再能拿到 好的资源了 他甚至会封杀你 血藏你 那 那怎么办 言落着急地问 难道我以后 都不能再拍戏了吗 办法不是没有 荣西川低下头 离开凤凰娱乐 我为你成立工作室 为你聘请工作人员 全部为你一个人服务 离开凤凰娱乐 自己独立 言落不敢相信地 直起身子 眼睛里全是亮光 我可以吗 当然 我说了 你有我 但是开一个工作室 一定会很贵吧 我手里没有那么多钱 这个由我来做 你完全不用担心 而且工作室的法人 是你自己 以后你可以自己做老板 发展自己的旗下艺人 不必再看任何人的脸色 听着荣西川 再给自己规划 未来蓝图 言落的眼神 更加明亮了 计划书 我已经让人做好了 荣西川把手中 一直在看的文件 递给了言落 我早就料到 乔曼会偏袒 唐子曦 而你在他手下 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你是我荣西川的女人 我怎么可能看你 受这样的委屈 你去乔曼那儿 是念及旧情 否则 以你影后的身份 随便去哪家娱乐公司 不是把你捧到天上去 哼 他倒好 不但不顾及 你们曾经的情意 甚至还因为这点小事 训斥你 质问你 那是他早就不再 把你当成自己人了 这样的公司 留下去又有何用呢 不得不说 经历了这几天的事情 荣西川所说的 正是言落心中所想 自从乔曼因为 严家的事情训斥的 又因为HB的事情质问的 严落就想离开这个公司 他是唐沁 他是那样的耀眼 离开凤凰娱乐 不知道会有多少的公司 抢着要签的 但他也不想继续给人打工 他想要独立 他想自己做老板 而荣西川的提议 无疑是将他心头的火花 燃成了熊熊大火 如果你同意 我明天就派人去找乔曼谈 争取让他尽快和你解约 荣西川的话 就像是一杯色泽诱人的美酒 让人忍不住想要去尝试的 更何况 这个男人对他无微不至 处处为他着想 严落对他已经是百分之百的信任了 阿斯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 严落媚眼如丝 眼中流转的风情 已经在向他暗颂秋波 荣西川抚了一下他的头发 你早晚是要嫁给我的 我的就是你的 何必说什么报答呢 严落脸一红 那就麻烦你了 我想尽快离开凤凰语了 乔曼怎么也不会想到 此时坐在他面前的这个人 这个和他同甘共苦共患难 情比母女的人 有一天会对他提出解约 当初乔义组建了星辰娱乐 几乎挖走了凤凰娱乐 所有的大牌艺人 乔义不是没有对唐沁威逼利诱过 但是唐沁丝毫不为之所动 相反 他还对乔曼说 只要有他唐沁在 这棵梧桑树就不会倒 这只凤凰就不会飞走 那时候 唐沁是支持着 乔曼唯一的精神支柱 只要他不离开 他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直到后来唐沁去世 凤凰娱乐的台柱 才轰然倒塌 虽然现在 凤凰娱乐已经步入了正轨 公司名下艺人的风头 已经渐渐地赶超了星辰娱乐 就算他离开 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可这样的感觉 对乔曼来说 如同被最信任的人抛弃 挖心挖肝 小沁 你是认真的吗 乔曼不想去看 阎洛递过来的河童 眼中流转着难过的水光 以前的事情 我是冲动了 我向你道歉 我只希望你能理解 毕竟一边是你 一边是子欣 我也很为难 严陆笑着说 满姐 你现在不必为难了 我退出凤凰娱乐 你可以把最好的资源 都留给唐紫夕 我祝紫夕 星途闪耀 年落把那合同又往前送了 送 满姐 你还是先看一下 这个解决合同吧 如果你有不同意的地方 我们再谈 关于解决之后的违约金 我已经算好了 合同签订之后 就会付给你 乔曼并没有看那合同 对他来说 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 几张纸这么担保 十几年的感情啊 就这样被一纸合约给断了 如果你执意要走 我不留你 乔曼叹了口气 至于违约金 我不会要 既然这样 那就谢谢曼杰了 言落的脸上 没有丝毫要领情的意思 更没有乔曼想要看到的 那种依依不舍 他非常坚决 没有一丝的留恋 此时乔曼还能再说什么呢 想走的留不住 就算是留得住人 也留不住心 更何况 以目前的形势来看 言落和唐紫熙 显然是一山不容二虎 他们两个人若是在一起 将来必然会爆发 更加激烈的冲突 为了他们两个人都好 这合同乔曼也必须要签 乔曼根本就没看合同的内容 直接就翻到了最后一页 而当乔曼看到了言落 早早的就签好的名字时 他的嘴角已出了一丝苦笑 原来都是我在自作多情啊 一直恋恋不舍的那个人 只有我 乔曼签好名字之后 言落如获至宝时地将这份合同收了起来 对他来说 这是自由的开始 也是他以后展示高飞的凭证 曼姐 感谢你这些日子的照顾 以后有需要我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 乔曼起身说 我送你 不用了 荣西人在楼下等我 让他看到你 多少会有些尴尬 以前的言落在他的面前 还有所顾忌 起码一直瞒着他和荣西川谈恋爱的事情 但是现在的他已经单飞了 自然就不会再考虑这些了 直到言落离开 乔曼仍然站在原地发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巴询 由末夜法朵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七十五集 幕后大boss 不知道为什么 乔曼刚才亲合同的那一瞬间 心头脚痛 此时竟然已经淡化了 因为在他的心里 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喊 好像在跟他自己说 乔曼 他不是你认识的那个 唐沁了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所以 没有什么值得留恋和难过的 他想要自由 就放手让他去吧 乔曼 你要记住 自此以后 无论他飞得多高多远 都和你 都和你 毫无关系 严落与凤凰娱乐解约的事情 唐庆很快就知道了 这也让他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哎呀 真是太好了 以后严落无论如何 都跟凤凰娱乐没有关系了 他也可以彻底地放开手 跟他继续斗下去 这下安心了吧 他不会知道 我给他的那间工作室 只是图有其表 他以为顶着唐沁的头衔 就能在娱乐圈里头 混得风生水起 那他以为 比太高看自己了 以后他会逐渐发现 没有了凤凰娱乐 哼 他连一个三线明星都不如 没有了经纪公司的庇护 再加上一群窝囊废的工作室员工 严落想要再次大红大紫 哼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他为了假装唐沁 一直在荣熙川面前树立 万事靠自己的人设 所以遇到困难 他也不敢向荣熙川求助 严落本来就不是唐沁 哪来的唐沁的本事呢 唐沁就算没有了荣熙川 仍然能够在娱乐圈里打拼出一片天地 有些人你模仿了外表 却学不出精髓 就像此时的言诺 已经开始让周围的许多人生出疑惑来 就连当初对唐沁忠心耿耿的白心寒 都果断地抛弃了他 站在了唐紫熙这一边 还有洛宇 虽然暂时承认了他的身份 但自球场一见之后 再也没有主动地找过他 现在的乔曼 恐怕也对这个严落心如死灰 而严落认为 对他碍入骨髓的荣熙川 其实从一开始 就把他玩弄于骨掌之中 他正在众叛清离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无法回头 对了 此便我马上就能破解出来了 唐沁把手机的位置调整了一下 让荣熙川的脸更加地清晰 你等我一会儿 荣熙川正坐在书桌前喝咖啡 看到摄像头中的女孩 端坐在电脑前 一双漂亮的眼睛 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 精美的五官 被认真的情绪所覆盖 荣熙川很想问一句 他知不知道 自己这个样子究竟有多美 美到想要把一整颗心 全都掏出来给他随意地把玩 半杯咖啡喝完了 视频那边的唐沁终于有了动静 他的右手敲了一下回车 眼睛也随之亮了起来 有了 荣熙川放下咖啡杯 表情也舒然变得认真起来 因为他知道 这个瓷片里的信息 很可能会将他们引向 那个真正的幕后之人 那天荣熙川故意带着 严落回紫金之殿 又故意拿着大黄吓唬他 就是为了让他恐惧不安 严落也不过是个普通人 是普通人就会害怕 大黄那样的黄金巨蟒 他一定是在担心 如果自己真的去带他见了大黄 大黄会不会一口把他给吞了呢 他虽然顶着唐沁的容貌 却是不敢去冒这样的险 可是他不去 那就说明是他心虚 荣熙川就会看出破绽 对他产生怀疑 所以他进退两难 去了怕死 不去呢又怕露馅 所以在他万般无奈之下 必然会向那个幕后之人 发出求救的信号 当时荣熙川的车 一直就停在南城别墅的不远处 距离保持在五百米之内 而在这个距离当中 沿落发信息打电话 那瓷片都会产生热反应 要说这个瓷片 还得多亏了唐州 这是唐州应一个公安部朋友的 请求在做的一个发明 现在呢还是半成品阶段 但是实际应用 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不过因为涉及到隐私保护 这样的东西 是不可能投入到市场当中的 只能由公安部内部使用 唐浅有次回家 无意间看到唐州 在摆弄这个东西 为了对付沿落 就从唐州那儿 死皮赖脸地要了一个 他那天的确打了 一个陌生的号码 唐浅迅速在纸上 写了一排数字对着摄像头 你知道这个号码吗 不知道 我正在定位对方的位置 这个瓷片只能记录 信息的内容 但是无法破解通话内容 所以 我能查到的只有通话号码 和这个号码当时所在的位置 唐浅的手在键盘上 噼里啪啦地敲打着 静意的空间 显得格外地萧索 找到了 当唐浅把这个位置放大的时候 刚才还兴奋地脸上 逐渐就被震惊所代替 是哪里 荣西川心中也有了不好的预感 他觉得 自己当初的猜测 正在一步一步地应验 那 你自己看吧 一个你无比熟悉的地方 唐浅将电脑屏幕 直接转向了摄像头 荣西川看清了地图上的位置 他的眼瞳剧烈地收缩了两下 果然如此 阿四 会是他吗 也许是哪弄错了 荣西川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长指摸缩着手中的咖啡杯 眼光变得深远 我们来猜一下 他们下一步想做什么 如果我没猜错 他们在找一个让你死于意外的机会 是小韩 我先不和你说了 他迅速地挂掉了视频 起身去开门了 白星函一进来 就迅速地把门关好 拉着唐浅走到床边 一脸兴奋和神秘地说道 我找到那个人了 是戴安娜 戴安娜 是李岛的女助理 一直负责李岛的衣食住行 所以她对李岛的行程知晓得一清二楚 这也就不难解释 为什么唐浅回到锦都下榻的酒店时 那些记者会收到消息蹲在门口 我曾没打听过了 言诺在剧组的时候 私下里和这个戴安娜有过接触 有人亲眼看到的 而且据李岛的其他几个助理说 戴安娜平时的薪水并不是很高 一向省吃俭用 但是最近 她突然开始大手大脚 动不动就请人吃饭 有一次喝醉了 她还跟人说华国人的钱真好赚 卖卖消息就能赚几十万 所以我敢确定 这个戴安娜就是言诺在剧组里的线人 行啊小样 以后失业了 去干情报工作也不错呀 去你的 除非你哪天退出娱乐圈 不然老子一直陪你打死 白星寒玩笑似的一句话 却让唐浅感动得红了眼圈 这个假唐浅出现的时候 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了她是真的 那时候唐浅是迷茫的 无助的 她很害怕 她很害怕自己最信任的人 会不断地聚拢到她的身边 让她最后截然一人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不但没有失去什么 反倒是有了越来越多的收获 更加甜蜜的爱情 更加稳固的友情 更加难舍的亲情 在这场绝逐当中 无论结果怎样 她现在都是赢家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巴寻 由木叶 法朵 小莲莎 牧羊 C小吊等领形演播 欢迎订阅 第576集 请君入梦 此心 来安娜的事情 要怎么办啊 白心寒担忧地说 居住里一直放着 这么一个眼线 就算没有把柄给她抓 但是就像苍蝇一样 不咬人 却各应人 唐沁觉得这个言落 还真是有意思 明明她已经把荣西川 让给她了 但是这个言落 却仍旧是唐沁 围她的肉中刺眼中钉 这大概是因为 她本身就不够自信吧 因为她根本就不是唐沁 她没有把握 能够驾驭那个男人 她害怕有一天 她不喜欢她了 又会去吃回头草 而且言落还把她 当成了娱乐圈中的强敌 她想以唐沁的身份 再次独领风骚 不如告诉里导 让里导把她开了 白心寒建议 李导应该很讨厌这种人吧 唐沁摇摇头 不妥 戴安娜是李导的助理 负责李导的衣食住行 她跟了李导也有三四年了 先不论李导对她有没有感情 一旦她离开了 李导再请一个助理的话 对于她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 也不熟悉 老头子一把年纪了 没一个知根知底的人 在身边照顾可不行 哪为你想这么多 这的确是个问题啊 白心寒处着下巴 那怎么办啊 留着她 唐沁的目光 一下子变得深邃幽远 她可以成为别人的剑 也可以成为我的刀 白心寒假装害怕地 往后退了退 你这眼神简直太可怕了 真庆幸我不是你的敌人 否则被你算计到死 还要给你盗找钱呢 唐沁扑吱一声笑了 我有这么可怕吗 真的 要是那个言罗真是亲戒 或许能跟你不翻上下 但他要是个假冒的 三分钟被你踢出去 说吧 就想了什么英招 金哥之前不是给我看过几个代言吗 其中有一家做饮料的国内大品牌 你还记得吧 记得 就是那家第六元素 这个品牌在国内的确很有名 他生产的很多饮料都被大家所熟知 当年还当选工画过二十大品牌之一呢 当时这家第六元素找到金哥的时候 我还挺高兴 七叔给他代言的都是一线明星 能找我们 是觉得我们的咖位够重 人气够高 的确是 这个代言可遇不可求 可你当时推得很彻底啊 跟金哥说了几句话 金哥直接就把他怕死了 唐沁笑说 这家第六元素是很有名 但是他们的宣传总监 却是圈里有名的色鬼 他挑选代言人 专挑一线大牌 然后再借机占对方的便宜 或者用一些更加肮脏的手段 把人拼上床 百心寒大吃一惊 啊 竟然还有这种事 你是怎么知道的 唐沁当然知道 因为他亲自经历过 自然就最有话语权了 当初他还是唐沁的时候 毫无疑问地被第六元素选住 签订合同的前天 这位总监请吃饭 他也去了 整个过程中 这位总监不但找机会 对唐沁动手动脚的 而且还卑劣地往他酒水当中下药 试图迷奸他 不过唐沁缜密的心思 怎么可能没发现 这位总监的阴谋呢 唐沁趁着上厕所的时候 给乔曼打电话 乔曼急忙赶过来救场 在得知了事情的真相之后 果断就拒绝了跟这家公司的合作 那时候的唐沁能游刃有余 多亏了乔曼这个贴心的老板 乔曼一心为手下的艺人着想 从来不会以利益优先 虽然少赚了很多钱 但是用乔曼的话说就是 自己培养出的每一个艺人 都希望他们是独立强大的 乔曼是他们为己出 而不是用来赚钱的机器 乔曼因为这件事情 还得罪了这个公司 不过他并不在乎 这位总监没有在唐沁的身上得逞 又把目标转向了其他人 而唐沁后来听说 这个总监强睡了一个当红的一线女性 还拍了对方的视频做威胁 不过知道这件事的 只限于几个内部人员 这个总监的名声 严落应该会去查吧 此时的白心函已经完全相信 严落根本就不是唐沁 因为真正的唐沁 绝对不会跟凤凰娱乐解约 当初凤凰娱乐危难之际 他还劝过唐沁离开凤凰娱乐去星辰 但是唐沁对于乔曼有情有义 他曾经说过 只要有他在 梧桐就不会倒 凤凰也不会飞 一个人可以失忆 但是连最初的本性都改变了 他是接受不了的 他情愿相信 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他最尊敬的亲戚 就算他去查 查到的也是假信息 唐沁百弄着手里的电话 你呢只需要向戴安娜透露 我将要和第六元素签订代言合同 戴安娜一定会告诉严落的 以他的性格 必然会跟我争抢 我明白了 白心函说 我们只叫隐君入瓮 等得不少吗 废话 天天跟你在一起 小白兔也练成了狐狸精 你可别侮辱小白兔了 就你还小白兔 就算是 也是一只黑面兔 唐沁之所以肯定 严落不会查到这个总监的坏名声 那是因为他身边的所有人都是荣熙川安排的 包括最让他信任的经纪人 也早就成了荣熙川的人 严落以为自己是最大的赢家 其实不过就是人家棋盘上的一枚棋子而已 傍晚的时候 剧组的工作人员聚在一起吃盒饭 白兴函见戴安娜坐在不远处 正在一边看手机一边吃饭 于是他故意找了一个说话可以让他听见的位置 把盒饭放了下来 有一句没一句的同身边的人闲聊着 白兴函聊天的对象是领导团队里的人 不会讲中文 而白兴函当初为了做好唐庆的左膀右臂 也在努力地练习英文 虽然说得不如唐庆六 但自由交谈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工作人员见他一个人 好奇地问 怎么没看到唐小姐 白兴函说 在接电话呢 你也知道他在我们华国的名气 每天找他做代言的人数不胜数 工作人员无比羡慕 有名气真是好啊 是啊 但是我们这些助理也累啊 白兴函抱怨起来 刚才听他在电话里说 要接什么第六元素的代言 接代言就得回警都 这样来回跑 受不了啊 第六元素 这名字挺好听的 是我们华国最大的饮品公司 市场里接近50%的饮料水平 都是出自这家公司 白兴函吹嘘了一阵 忍不住用余光扫了一眼 刚才还在认真吃饭的戴安娜 从他说话的时候起 手中的勺子就没有动过 脑袋甚至还微微地倾斜 生怕自己是听漏了什么 白兴函故意加重了 第六元素这几个字 保证戴安娜能够听得一清二楚 吃完饭 白兴函就先离开了 而戴安娜见他走了 直接拿出手机 调出了一个号码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巴寻 由木叶 法朵 小莲 木羊 C小吊等 领行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七十七集 第六元素之争 远在锦都的严陆收到戴安娜的短信 对身边的经纪人说 第六元素 你听过这个公司吗 啊 华国有名的大企业 去年还被凭华国企业二十强 非常有名 经纪人实话实说 哎 有什么问题吗 堂仔细要接第六元素的代言 严陆用手中的眉笔 敲了敲桌面 你去帮我查一下这个第六元素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想把这个代言抢过来 正好 你试一试我离开凤王娱乐之后的人气 看看丹飞之后的我 身价是不是更高了 如果可以抢了唐子继的代言 何乐而不为 年落的经纪人 很快就带回了好消息 这个第六元素一年前就被收购了 收购方接手之后啊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对公司进行了扩大改造 在未来的几年 第六元素将要霸占 化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银品市场 这个消息让严落非常兴奋 如果单飞之后 自己能够拿下这个代言 谁还敢轻视他严落呢 更何况 能在唐子继的手里抢东西 是他的一大乐事 等唐子继反应过来时 代言也早就到了他的手中 就像HEB和飞度 经纪人高兴地说 我联系到了第六元素 宣传部的李总监 李总监听说 你对他们的代言有兴趣 显得非常高兴 他定了时间 约你一同吃个饭 想要具体商一下合作细节 那就让我们 俏便亮亮地打赢这一张 言落胸有惩处 李总监安排的饭局 就在第二天晚上的柜员饭店 没开席之前 李总监和身边 一个助理模样的人说话 这个唐庆 莫不是忘了当初 是怎么耍我的 竟然还敢来跟我谈代言 他现在就言落失忆了 之前的事情当然不记得了 他才刚刚付出 就拍了飞度的广告 人气可想而知 所以签下他准没错 李总监磨缩着手中的红酒杯 若有所思 助理一看李总监眼犯桃花 就知道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第六元素 签了这么多代言人 无论男女 都没有逃得过李总监的魔爪 几年前他就想染指唐庆 结果没有得逞 现在有这样的机会 摆在自己面前 他怎么可能轻易地放过呢 嘿嘿嘿 总监 听说严落现在单飞了 已经同凤凰娱乐解约了 没有了乔满在那里 爱手爱脚 助理挑了挑眉吗 其余的话 尽收在两人 你知我知的眼神当中 没过多久 严落就和经纪人 一起到达了桂园 进入包房之后 严落和李总监握了握手 李总监握着人家的小手 就不舍得松开 哎呀 影后不愧是影后啊 这气质果然与众不同 虽然不是那种倾国倾城的美貌 但是让人一眼难忘 看了非常舒服 而且这一举一动够性感 让人有种 很想把他拐上床的冲动 哈哈哈哈 严落面对李总监如此热情 有些不适地抽了抽自己的手 李总监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急忙松开了手 哎呀 哎呀 你看你看 不好意思 我只是太喜欢严小姐了 我是严小姐的铁粉丝啊 本着客户就是上帝的原则 严落也没在意 两人坐下之后 李总监就把菜单 绅士地递了过来 严小姐喜欢吃什么 尽管点 不要跟我客气 严落客气地说 客随主便 李总监请 那我就点一些女士菜 好吧 严小姐应该喜欢 李总监看起来彬彬有礼 这倒是让严落对他少了许多防备 而且身边还有经纪人陪着 他认为 李总监不会在这种情况下 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 如严落所想的那般 李总监侃侃而谈 说话风趣幽默 懂得也多 不时逗得严落眼嘴而笑 两人相谈甚欢 而李总监的助理和他的经纪人 在一边也聊得非常投机 已经喝了不少的酒 刚才严落进来时 正好和一个人擦肩而过 只是他心高气傲 眼中并无他人 但是这个人却注意到了他 在他转身之后 还观察了好一会儿 回到了他的包房之后 包房里有一个男人正在喝酒 一左一右 两个长相标致的女人争相陪伴着 小可爱 怎么去这么久啊 男人眯了眯眼睛 三少 我刚才看到一个人 说话的人正是消失了很久的林一家 而那个男人便是颜真 严家二叔后老婆带过来的儿子 什么人 颜真喝了口酒 宝贝 去外边 交瓶红酒来 快去 哼 讨厌 不准被人听吗 林一家贴过来 将颜真身边的一个女人 拉向了一边 那女人哼了一声 不过也不敢反抗 腾气 他们都是林一家找来的人 林一家算是他们的头 林一家为颜真道了杯酒 半边身子都贴在了颜真的身上 娱乐圈里面 最近有一个大事件 曾经的影后唐庆死而复生 我本来不太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 以为只是商家用唐庆的旧照片赚血头 但是刚才看见真人之后 我敢保证 那个人就是唐庆 颜真眼睛一亮 眼底透着猎豹捕食前的锐利光泽 当真 千真万确 林一家就知道 颜真肯定会感兴趣的 当初颜真把她收在身边 就是因为自己长得像极了唐庆 后来自己才知道 原来颜真一直把唐庆当成神女一样的崇拜 这种崇拜已经到了有点变态的地步 所以 林一家搜集所有跟唐庆长相相似的女人 献给颜真 供她取乐 因为她善解人意 在颜真的身边混的是风生水起 锦衣玉食 吃喝不愁 比在娱乐圈里头工作要好上数倍 当然 她为了让颜真对她更好 就要不断地送一些新鲜的美人到她的身边 而这些人虽然长得像唐庆 但到底都不是的 现在 这个唐庆竟然回来了 她怎么会放过这么难得的讨好颜真的机会呢 我刚才一直跟着她去了包房 原来 她还和第六元素的李总监一起吃饭 好 颜真露出了一个讳莫如深的笑容 李总监 怕是又在打什么主意了吧 一年前 颜真收购了第六元素 自她接手之后 第六元素的利润翻了一倍 这让颜家二叔更加地看重颜真 俨然就要把自己手上的家企 全部交到颜真的手上 这个李总监与职位之变 睡了不少的明星 这件事她早就知道 看来今天晚上 这个李总监是没打算放过这个颜洛呢 把我的电话拿来 颜真伸出手 一个女人急忙将她的电话双手奉上 她却没有接 而是懒散地说 给李总监打个电话 女人立刻找到了李总监的号码 拨通了之后 开了免提 电话响了一会儿之后 李总监的声音才响了起来 三少王 你好你好 三少 严真搂着林一家 似笑非笑 和你一起吃饭的那个女人 送到1808 我的房间 李总监愣了一下 不过很快笑道 三少放心 这事啊 我一定办得妥妥的 三少就等着瞧后吧 放下电话 严真的眼角 擒着笑意 好了 今天晚上 就不用你们几个了 林一家听了 急忙打开一本支票夹 从中取了两张支票 递给那两个女人 女人们收了支票 谢过严真 高高兴兴地走了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容少以貌取人 作者 巴询 由末夜 法朵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578集 阿四 救我 真不错 严真对林一家 非常的满意 在她大腿上拍了一把 给自己开一张 金额随便填 林一家自然是不会客气的 因为跟严真也用不着客气 说不准那一天 她就会被踹出这个圈子 为了防止那一天的到来 自己当然要多赚足一些钱 来养活自己 严真又喝了半瓶酒 李总监的信息也发了过来 三少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李总监这意思是 她已经安排好了一切 只等着严真大驾光临了 严真把手机一收 吊耳郎当地笑道 你跟我一起去 林一家早就习惯了 乖巧地点点头 好的 三少 此时的严落还不知道 等待着自己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 刚才喝了李总监的酒 他就觉得很头晕 他想要求助经纪人 结果经纪人也醉得人事不行 后来他想站起来 结果一起身就倒了 幸亏一只手扶住了他 不过这只手并不老实 在他的身上吃尽了豆腐之后 又把严落往外拖 就在他变本加厉的时候 严落靠着最后的一丝毅力 打碎了一个酒瓶子 先是用酒瓶子扎了一下自己 锐利的疼痛让他清醒了一些 你这个臭婊子 而他就着这个瓶子 用力地砸在了李总监的脑袋上 严落为了假装躺沁 受过跆拳道的训练 哪怕此时不太清醒 出手仍然十分的霸道 李总监猛然挨了这一下 顿时眼貌金星 额头上似乎还用 黏乎乎的东西滚落下来 他伸手一摸 看到一片鲜红 顿时两眼一翻 吓晕了过去 严落没管李总监 而是跌跌撞撞地跑到门口 倚着门框 他赶紧拿出手机 摸索着拨通了一个号码 阿四 我在桂园 救我 严落说完 强撑的意志也要崩塌了 没过多久 荣西川带着人赶到了 他先是让人把严落送到了医院 之后又让服务生把李总监抬上了救护车 全程他都让人封锁了消息 没有传播出去 严落再次醒来时 看到的正是荣西川英俊的脸庞 他似乎是守了 严落一夜 面容有些憔悴 看到他醒了 荣西川才露出了 自然的笑容 感觉怎么样 荣西川一开口 严落就扑进了他的怀里大哭起来 阿四 阿四我真的好怕 我好怕 荣西川安慰道 没事了 没事了 在严落看不见的地方 荣西川的唇角勾起一丝冷漠的糊涂 那笑意也带着伪装 唐亲的计划早就告诉他了 所以接到严落的求救电话时 他一点也不觉得意外 严落如果不想去抢唐亲的代言 也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发生 只能说是自作孽不可活呀 当然 荣西川会救他 完全是因为 严落顶着和唐亲一模一样的脸 他不会让唐亲的形象留下任何的污点 哪怕他是假的 荣西川一直捧在手心里 呵护在心坎里的人 岂能让一张脸毁了他的仪式清白呢 严落是罪不可赦 但他最终的结局 也要由他荣西川来决定 而不是其他人 严落哭了一会儿才抽抽搭搭地说道 这都怪我 没有把这个李总监的人品调查清楚 所以才会上了他的刀 幸亏我当时反应快 用酒瓶子扎上了自己 不然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他抬起泪眼汪汪的双眼说道 也多亏你及时赶到了 要不然的话 我非得吃亏不可 这不怪你 只怪你那个经纪人办事不利 我已经给他开了辞职信了 用不了几天 就会有新的经纪人来接替他的岗位 严落点了点头 阿四 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先休息一下 医生说你的伤还需要休养几天 这几天千万不要碰水 我会派人来照顾你的 那你呢 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荣西川眼色一暗 我不会放过那些欺负你的人的 望着这个男人的背影 所谓的安全感 大体就是如此了吧 要不是此时的严落 有任务在身 要不是他顶着别人的身份而活着 他真想好好地享受一下 这个男人对于唐沁的爱 没过两天 李总监就从第六元素离职的消息 迅速传开了 不但离职了 就连他的家人都受到了牵连 他妻子的工作也丢了 而且锦都无人敢用 迫不得已之下 李总监值得带着一家人离开了锦都 另寻谋生之处了 李总监离职的事情 严真是知道的 也是他亲手披肤的 不知道这位李总监 怎么得罪了荣思业 严真的秘书说 可惜了 他在这里也干了十年了 这一次 却落得各一无所有的下场 严真玩弄着手中的钢笔 盯着桌子上的一张照片 表情似笑非笑 每个人都有自己崇拜的人 或者是家人朋友 或者是成功人士 或者是明星艺人 而严真最喜欢的人 就是唐庆 从看他的第一步去开始 严真就开始疯狂地喜欢上了他 可惜那时候的严真还不够强大 只是寄居在严家屋檐下的寄子 他只能远远地望着他的女神 却没有办法靠近他半步 而这种执拗的情绪 随着时间的增长 在渐渐发酵 以至于形成了一种可怕的病态占有欲 所以 他找一些跟唐庆相似的人放在身边 以满足他的欲望 但这些人虽像 终究不是的 那天晚上 他没有在房间里等到李总监 更没有等到他的女神 他知道一定是李总监的计划落空了 现在 荣四爷突然出手对付一个小总监 这让人不得不去联想 荣四爷跟那个阎洛之间的关系 严真现在羽翼未封 还不能跟荣家正面作对 所以 他忍了一时之气 辞掉了那位李总监 因为他知道 来日方长 荣熙川让人拿掉了李总监 严落很快就知道了 他以为荣熙川是在替他报仇 事实上 荣熙川不过是在报旧恨而已 当年这个李总监就打过唐庆的主意 要不是唐庆机灵地叫来了乔曼 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不过那时候 他还在追求唐庆 两人并没有确定关系 他也是很久之后 偶尔才听说了这件事 这件事情已经过了多年 他和唐庆的感情如火如荼 也不想再去追究这人的责任 倒是让李总监暂时捡了一个便宜 色字头上一把刀啊 这个李总监似乎并没有察觉 他已经在作死的路上越走越远 荣熙川借机给唐庆报了仇 同时更让严落对他深信不疑 对了 上次跟你说过要捡大黄的事情 荣熙川突然提到大黄 这让严落的心里咯噔了一声 放在被子下面的手 下意识地钻成了拳头 就在严落提心吊胆的时候 荣熙川的语气却十分地温和 我后来想了想 你说的也有道理 毕竟你失忆了 不记得从前的事了 看到大黄的时候 大概也表现不出热露 那条蛇虽然有灵性 却也不敢保证 它真的不会忘记你 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冒这个险了 听他说 不用再去见那条蛇了 严落的心中 有着按捺不住的欢喜 可脸上还要故作遗憾 啊 如果我一口想起来了 一定会去看他的 那应该是我很有好的朋友吧 荣熙川安慰道 别多想了 先把伤养好 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不会勉强你的 不让严落去见大黄 是为了保护大黄 为了不让自己暴露 很难保证 他们不会对大黄动手 而且他已经知道 是谁在幕后主导着这一切 所以见不见大黄 已经无所谓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巴询 由墨叶法朵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七十九集 总能想我所想 唐沁听着荣熙川在电话里 跟他讲事情的经过 有些好笑地搅着手里的咖啡 不愧是模仿唐沁前辈的人 关键时刻知道扎破自己的手 他对自己下手还挺狠的 医生说伤口如果再深一点 就会把金给割断 到时候那只手大概就废了 你准备安排谁给他做新的经纪人啊 荣熙川想了想 不如你来定 唐沁毫不犹豫地说 金哥 我正好也有这个想法 荣熙川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你总能想我所想 金哥是你的人 如果他一直为我服务 难免会引发猜测与怀疑 所以 现在只能先委屈金哥 做一阵严落的经纪人 这样 既让我们的关系彻底破裂的传闻得到证实 同时又能让严落更加信任你 只有取得他百分百的信任 他们才会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我想 他们很快就会采取行动啊 荣熙川没有多说 紫熙 唐沁便听到了白心寒在喊他 于是说了句 我这边有事先挂了 唐沁的电话刚挂断 白心寒就大步走了过来 有人来探班了 还特地点没有见你啊 谁啊 一个老太太 白心寒眨了眨眼睛 跟李岛很熟的样子 说是要见你啊 老太太 跟李岛很熟 难道 唐沁立刻想到了一个人 来到李岛休息的地方 唐沁果然看到了 严老太太 严老夫人 唐沁惊讶地说 你怎么来了呀 紫熙丫头 好久不见了 严老太太笑着招招手 过来 让奶奶看看你瘦了没有 唐沁走了过去 严老太太就把她的手 抓在了手里 含着笑 细细地打量着她 哎呀 怎么又瘦了 是不是这个老头子 他虐待你了 没有没有 是我自己在结识啊 李岛对我们可好了 剧组的伙食也好 唐沁急忙解释 他要是敢虐待你 让你昼夜不分地拍戏 你就告诉我 我回头说她 为了敢进度 昼夜不分地拍戏很正常 他们作为演员也早就习惯了 但严老太太不懂 她以为拍戏跟上班一样 朝九晚五 仔细丫头 你的镯子呢 老太太抓着唐沁空荡荡的手腕 看得出来 老太太的脸上明显有些失望 唐沁急忙解释说 啊 拍戏的时候摘下来了 因为我演的这个人是个杀手 戴着玉镯子会有些奇怪 是啊 那是私人物品 当然要小心地保存 拍戏的时候 刀枪剑挤得十分危险 仔细丫头是怕把镯子弄坏了再收起来 李岛在一旁帮着唐沁说话 严老太太听了 这才露出释然的表情 那就好 那就好 几天前 李岛邀请严老太太来看她拍戏 从锦都到象山路途遥远 严老太太本来不想动弹 但是想到仔细丫头 她又突然很想来看看她 大概是跟这丫头很有缘 第一次见面 她就把戴了几十年的镯子送给了她 这次再见到她更是觉得亲切 老夫人 您一定累了吧 不如我先送您去酒店休息 唐沁看出严老太太明显有些疲惫 长途跋涉到达片场 也没好好地休息过 仔细丫头 你这老夫人叫的 显得我们有点生疏啊 唐沁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脑袋 她总不能像徐璐一样 舔着脸 直接叫人家奶奶吧 仔细丫头 你的奶奶还健在吗 唐沁摇摇头 咋就去世了 唐沁还没出生 唐家奶奶就没有了 那你家的老人 还剩下什么人呢 我爷爷去世得早 奶奶把我爸爸和姑姑们 抚养成人之后 也去世了 我妈妈那边 我的外公和外婆 都是身体健康的 严老太太点点头 此些丫头 你要是不嫌弃 老太太我 想任你做干孙女 你看可好 唐沁吓了一跳 啊 这 阿沁那小子 一定跟你说了吧 我们严家 全是青一色的男娃 老太太我 盼星星盼月亮 也没盼个女娃出来 哎呀 我第一次见你 就觉得和你投缘 恰好 我家老头子 也特别喜欢你 我就想 要是我能有这么漂亮 这么优秀的孙女 那该多好 李岛也在一边 附和自己的老婆 我觉得这事可行 仔细丫头 你怎么看 唐沁心想 我 那个谁 远方 你怎么看 见唐沁在发呆 年老太太有些难过地问 仔细丫头 你是不是 不喜欢我这个老太太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啰嗦 特别多事 特别的粘人 唐沁急忙摆摆手 不是不是 我没有这个意思啊 既然这样 你怎么就不能做我的干孙女 面对老太太期盼的目光 唐沁实在不忍心拒绝她的好意 但是想到乔曼对严甲人的排斥 她是真的不敢应了老太太的要求 不然让乔曼知道了 非把她给赶出家门不可 上次去严甲参加寿宴 已经是在危险的边缘试探了 严老太太也是个精明人 见唐沁一直都很为难 而且这样的为难并非是想 故意摆出高姿态 而是发自内心的 她就猜到 这个丫头有她的难言之隐 虽然有些遗憾 但老太太并不是强人所难的人 于是拉着唐沁的手说 你有难处就罢了 但是我把话撂在这儿了 你是我认定的干孙女 不管你同不同意 若是旁人敢欺负你 我第一个不同意 面对老太太一脸认真的样子 唐沁很是感动 也很愧疚 对不起啊 老夫人 别叫老夫人 就叫我奶奶 严老太太笑说 好孩子 我不耽误你工作了 有时间再来陪陪我这个老太太 接下来的两天 严老太太一直都住在象山 白天来看看他们拍戏 晚上就让唐沁陪着自己四处逛吃逛吃 老太太虽然已经六十多岁了 但是玩性不改 唐沁打听到象山有一个舞蹈学校 还带老太太去学校看了看 老太太看到那些学生 就像看到了当初的自己 当即拿出了一千万的赞款 用来补给那些家境平寒的舞蹈生 象山一行让老太太十分的高兴 也让她和唐沁的感情更深厚了一些 她越发地觉得唐沁性格开朗 聪慧机灵 就算不能收为甘孙女 至少也应该娶到严家 给她做孙媳妇 所以回到景都 她就开始蹿跺起延沁 加快追求的脚步 搞得延沁哭笑不得 延沁对唐沁一直都是坦坦荡荡 真心毫无掩饰 但是唐沁呢 却对她敬而远之 比之不及 丹龙紧锣密鼓的拍摄 而之前关于唐紫锡密会新男友的绯闻 也得到了澄清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期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巴询 由墨叶法朵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八十集 送给阎洛的惊喜 工作室发文声明 同行男子只是唐紫锡的好友 结束晚餐之后送他回酒店 同时还列出了证据 证明当晚唐紫锡在一家小龙虾店吃夜宵 进店和出店都是一个人 有服务生作证 如果唐紫锡真的和某神秘男人夜会酒店 怎么可能会大半夜独自外出吃夜宵呢 而且记者拍到的照片 只是两人站在酒店门口 并没有照片能够证明 两人一起走入了酒店 随着工作室发表声明 之前一直霸展前列的热搜 也纷纷下架 唐紫锡知道 严春在其中做了什么 迫使这些热搜不得不迅速地消失 总之在双方的努力下 这条绯闻迎刃而解 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在这期间 严洛接了一部大制作的电影 戏里人生 而这部电影是由星辰娱乐投资的 准备在贺岁荡要上映的贺岁大片 投资达到了三个亿 而促成严洛签约这部电影 女一号的人正是精灵 白心寒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暴跳如雷地找到唐沁 那样子怕是下一秒钟 就要杀回锦都 找到精灵决一死战 唐沁有些哭笑不得 你怎么这么激动啊 白心寒鼓着嘴巴 胸口起伏不定 难道你一点都不生气吗 金刚明明是你的经纪人 转过头就要帮那个严洛拿资源 星辰投资的这部电影 据说是历经了五年时间的打磨 必然会火爆整个河隧岛 严洛真的出演了女一号 还不是要火拓半边天 到时候只会跟你抢更多的资源 唐沁可以让白心寒误会荣西川 却不想让他误会精灵 于是心平气和地劝说道 小韩你不能这样想 金刚并没有说过不做我的经纪人 你要知道 他是荣西川的人 荣西川是他的老板 他不可能做任何事情都随心所欲的 他能继续带我 已经是在和荣西川唱对台戏了 说是还要求他只对我一个人负责 那是不合理的 我也知道这个道理 白心寒叹了一口气 可我就是觉得不舒服 你放心吧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唐沁拍了拍白心寒的肩膀 先把丹龙拍完 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至于严洛 他走他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只要他不再来挑事 我也不会跟他计较 严洛此时当真没有时间 跟唐琴挑事了 因为他刚接下了一部 大制作的电影 因为有了他的加入 这部电影就未播鲜活 还未开拍 就做足了广告 严洛参加了开机仪式 在微博上发了几张照片 那上面写着 从头开始 下面的粉丝 纷纷祝贺自家爱豆 重出江湖 一片欢声笑语 振奋之声 但在这其中 一些十几年的老粉 不免提出了质疑 唐沁当年 与凤凰娱乐的老板 乔曼形如母女 凤凰娱乐濒临倒闭 唐沁仍对他不离不弃 而现在 唐沁不但离开了 凤凰娱乐丹飞 还签约了凤凰娱乐死对头 星辰娱乐投资的电影 星辰娱乐的口碑如何 大家想必都心智肚明 所为十年的老粉 我真的不敢相信 唐沁会做出今天的选择 我也是老粉 我所认识的唐沁 正直不阿 当初星辰为了挖他 用尽了手段 但他丝毫不为所动 就是因为唐沁重情重义 我才十年间对他不离不弃 现在他回来了 以另外一个名字付出 本来应该是件 让我喜极而泣的事情 可是 看到他现在的所作所为 我真的很想说一句 这个人真的是唐沁吗 随着老粉们纷纷发声 一些新粉们不乐意了 你们是老古董吗 未免太可烦了吧 人家现在是失忆了 早就不记得从前的事了 这要把从前的他和现在的他 固定在一个模式里吗 更何况 他离开凤凰娱乐 还不是因为乔曼偏袒 自己的女儿唐紫夕 一个劲地打压他 他也是忍无可忍 才选择丹飞的 只要唐沁好好当 我不介意他拍什么电影 演什么人投资的戏 我支持他丹飞 毕竟一山不容二虎 乔曼绝对是胳膊肘往外拐 网上的意见分成了两派 而争持还在愈演愈烈 最后还发展到了 互相言语攻击的地步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些老粉们纷纷脱粉 有一些直接就转到了 唐紫夕的名下 在他们看来 唐紫夕更像是当年的唐沁 是一个值得拥护的优质偶像 面对粉丝内斗 阎洛并不在意 在他眼里 喜欢他的会留到最后 不喜欢他的 想走也留不住 他现在有精灵 这位被称之为继夜衣风之后 娱乐圈第一大的金牌经纪人 左有荣西川 右有精灵 他在这个圈里 再无后顾之忧 就在言诺沾沾自喜的时候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看到来电 笑容就情不自禁地爬上了嘴角 我正想你呢 你就打电话过来了 这算不算是姓灵溪啊 荣西川笑了一下 收拾一下小楼来 我带你去个地方 好 你等我二十分钟 荣西川坐在车里 修长的纸杰 在屏幕上飞快地按来按去 正在跟唐沁发信息 这两天我要去趟永城 会在永城停留一个晚上 啊 我们的荣少真是好忙呢 瞬间渣男的感觉涌不涌 永城离象山非常近 开车的话只需要一个小时 很快 那段的信息就发了过来 我去找你啊 还是我去找你吧 荣西川不舍得唐沁长途跋涉 出力的活儿就让他来做好了 不不不 我就要去找你 唐沁坚持 其实两个人相处得久了 偶尔这样的小离别 也是一种调剂 就像是一对异地恋的恋人 为了见对方一面 不远千里来回奔波 见面时的一个拥抱 一个亲吻 就可以瞬间忘记旅途的劳累 我为你而来 踏过千山万水 哪怕只换一个小时的相聚 就要面临仓促的别离 但那短暂的时光 也是无比美好的 让人期待到无法入眠的 荣西川小说 那我等你 又聊了一会儿 严落已经从别墅里头出来了 为了迎合他的胃口 他连穿衣风格都跟唐沁一样 不会过于的华丽 但是一定要求精致 让人眼前一亮 今天很好看呢 荣西川没有吝啬自己的赞美 谢谢 严落坐进车里 你们带司机啊 没有 严落注意到 后面还跟着两辆车 虽然荣西川没有带司机 但是有带保镖跟随 我们要去哪里啊 严落十分期待地问 到了你就知道了 现在保密 面对荣西川故意卖关子 严落把这当成了一种调情的方式 于是舒舒服服地往座位上一靠 那我就等着你的惊喜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发寻 由墨叶法朵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八十一集 我们不是一个物种 车子一路前行 很快就驶离了市区 渐渐地 两边的人烟越来越稀少 随着荣西川将车拐进了一条小路 严落看到了前面高耸的山峰 以及山峰环绕下的一块巨大的池塘 这是 严落皱了皱眉头 似乎想不起来 这是哪里啊 荣西川把车停在了一边 立刻就有工作人员跑了过来 荣先生 欢迎你 顾艳丝到了吗 顾先生来很久了 荣先生里面请 荣西川转身说 这是顾艳丝的私人领地 你以前常来的 荣西川长没一条 不记得了吧 不记得了 严落笑说 这是一个鱼塘吗 这里以前是个水库 后来废弃了 顾艳丝就将这一整片 连水带山的买了下来 闲暇时 我们经常来这里钓鱼 顾艳丝不太会做饭 却是考得一手好渔妇 据说是他们南国的特色菜 荣西川一边介绍着 一边带着颜落往里走 今天他约我来这里谈事情 身边也让你来尝一尝 大厨的手艺 说话间 前面白瓦灰墙的房子里 就走出一个人来 穿着T恤和短裤 头发根本就没打理 蓬蓬松松的 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这么早 看到他们 顾艳丝抬起手嗨了一声 是你自己太懒了 荣西川拉过院里的一把椅子 坐了下来 什么时候去钓鱼啊 东西我都让人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去 顾艳丝看向言诺 哎 你家这块糖去吗 小青 你去吗 啊 言诺像是在愣神 被问到了 才猛然反应过来 我 我不去了 我也不会钓鱼 钓鱼并不难 我可以教你 荣西川说 更何况 这个池塘里头的鱼多得是 就算是没有饵料 鱼都会上钩的 这么夸张啊 自己亲手钓的鱼 吃起来才更有味道 荣西川用商量的语气问 一起去 面对荣西川的邀约 言诺哪儿能不去呢 只好硬着头皮答应 正好我也想尝试一下 只要不是太丢脸就好 有我在 不会让你空手而归的 钓鱼的时候 一直都是荣西川和顾艳丝在说话 言诺几乎没怎么开口 不过正如荣西川所说 这个池塘里的鱼 实在是多得不像话 就连他这种 不会垂钓的人都收获泼风 其中呢 还有一条鲤鱼 足足有三斤多重 钓完了鱼 三人满载而归地往回走 言诺被拉在了后头 荣西川便时不时地 放慢脚步等他 最后 荣西川直接拉住了他的手 不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 顾艳丝看到两人 紧紧握在一起的手 调笑道 我最佩服的就是你们两个 好了这么多年 每天还跟热恋中似的 荣西川嘲讽地轻吃 你是永远无法理解的 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物种 是你这个物种比较奇葩 还是我这个物种比较奇葩 你说呢 荣西川不再理会的 牵着言诺的手进了小院 烤鱼腹 是顾艳丝的拿手菜 材料要用最新鲜的鱼 只取鱼腹的位置 用小刀切下来串好 再用秘制的酱料进行腌制 大概二十分钟左右 就可以将鱼腹置在淡火之上 两面刷油 小火烤制 不出两分钟 就有沁人的香味飘散了出来 此时的鱼腹已经是金黄色 两边流油 光是想想 就已经能够感受到 他鲜美的滋味了 顾艳丝把烤好的鱼腹 端上了餐桌 分别给荣西川和盐路面前 放了两个 那尝尝吧 本就不练了 几数有些生数 荣西川拿起来 放到嘴边咬了一口 酥脆的鱼皮下面 是软嫩的 还冒着热气的白色鱼肉 此时浸满了鲜美的汁水 油亮而柔软 进入口中 那种香气 立刻就俘虏了味蕾 让人全身的毛孔 都张开般得舒爽 怎么样 顾艳丝一脸期待地问 还是老味道 荣西川不吝赞美 好吃 嗯 是很好吃 严落也跟着一起赞叹 没想到顾夏还有这样的好手艺 嗨 我可不比荣斯十八样五一样样俱全 我只会考考鱼腹而已 顾艳丝说着 自己也吃了起来 吃着吃着 他就说道 塞尔加岛那个项目 你打算怎么办 我近期会亲自去一趟 哼 正好 明天我会岛上 到时候 我就在岛上备好宴席 等和容老板大驾光临了 希望这个项目 不要让我失望 放心吧 以塞尔加岛近几年的发展形势来看 建一个度假村绝对是只赚不赔 更何况 给你的地皮价格比市面上低百分之十呢 有什么可担忧的 该郁闷的是我好吧 本来卖给别人可以大赚一笔的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顾艳丝揽过荣西川的肩膀 唉 谁让你是我兄弟呢 我们是过命的交情 有好事当然先想着你了 从鱼塘回来之后 荣西川发现 坐在副驾驶的颜落 一直都没说话 怎么了 荣西川关心地问 没什么 吃得太饱了 颜落急忙笑了笑 顿了一下 他才继续问道 你要去塞尔加岛 嗯 荣西今年在塞尔加岛 买下了一块地 准备在那里建酒店和度假村 这个项目是今年的重重之重 我要亲自去一趟 我可以去吗 颜落说着 眉眼间流露出了落寞的情绪 我只记得 我是从塞尔加岛被人救上来的 可在这之前的记忆 却完全丧失了 我想 如果我再回到那里 是不是可以去寻找以前的那些记忆 颜落的眼中渐渐浮起水雾 我已堂尽的身份活着 可是关于他的事情 全部都是道听途说 就像顾眼思 我跟他应该很熟才对啊 可我完全想不起来 还有我们的过去 一定是很甜蜜 很美好的回忆 可我就这样轻易地 把他们丢掉了 荣西川慢慢地放缓了车搜 你真的想找回这些记忆吗 是啊 阿四 虽然我们现在很幸福 但是过去对我来说 就像是丢掉了最珍贵的东西 我想去找回来 你能帮我吗 好 我帮你 荣西川将车停在了路边 深邃的眼睛 平静地注视着她 不管你记不记得 你都是我的小情 这一点从来没有变过 严落的眼中浮出感动的情绪 看到荣西川近在咫尺的唇 美好而性感的形状 让她脑中浮现出了一句很老套的话 这样的唇最适合接吻 严落已经能够想象 和荣西川四唇相接时的奇妙感觉 她有些迫不及待地 想要跟她合二为一了 这个男人的魅力 如此猖狂 自己随时都会沦陷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期精彩继续哦 第五百八十二集 这个男人是我的 但是严落所期待的事情 并没有发生 荣西川跟她离得很近 却只是摸了摸她的头发 那就准备一下 你不是还在拍戏吗 要请假的吧 严落掩饰掉了心中的失落 勉强笑了笑 是啊 我想金哥换派好的 荣西川说过 在严落还没完全 接受她的时候 她不会对她怎么样的 但严落其实想说 自己已经完全 接受她了呀 随时都可以 为爱鼓掌的那种哦 不过这样的话 难以启齿罢了 别人都说 荣西川的自制力惊人 没想到会 节制到如此的地步 不过这也让她 对这个男人的贪恋 更浓了几分 堂庆啊堂庆 可惜你没有这个命 哼 这个男人 以后就是我的了 堂庆此时还不知道 荣西川要去塞尔家岛 之前她就千方百计地 想要阻止她去那 因为她知道 有人要在那座岛上 置她于死地 堂庆落海而死 就是因为在落海之前 误喝了荣西川的咖啡 那个人想要不知不觉地 害死荣西川 制造意外死亡的假象 但是阴差阳错的 最后死的人 竟然是堂庆 可她成为替死鬼的事情 只有堂庆自己知道 与死神的那个约定 堂庆可是一刻都不敢忘记 哪怕跟荣西川此时的关系 已经和从前没什么区别 但她也总是小心翼翼的 只言片语都不敢提起 那个想害死她的人 跟塞尔家岛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果她再去塞尔家岛 这个人很可能会继续对她下手 她当初已经给了她提示 只希望她能够明白 她的用心良苦 不要再去塞尔家岛冒险 当然 在堂庆并不知道 她有塞尔家岛这个行程时 她最期待的 还是即将和荣西川见面的事情 因为她再过两天 就要去永城 在那里 他们两个可以有一段 短暂相聚的时光 提前一天 堂庆就跟剧组里的师父 借了一辆车 方便来回往返永城 今天是个好日子 心想你十二都能成 今天是个好日子 啊 庞庆正在哼着歌 手里的剧本也不知道有没有看进去 白星函突然从后头伸过一个脑袋 吓得她的手一抖 剧本直接掉到了地上 什么事情这么高兴啊 我说大姐 我跟你有仇啊 你这么吓我 啊 唐庆吐出一口气 狠狠地瞪了白星函一眼 白星函绕过来 眼皮眨了眨 我发现你这两天 面露桃花 一脸疯扫 是不是 看上哪个小白脸了 呸 唐庆翻了个白眼 拍戏都快累死了 哪有时间看小白脸啊 那就是你和严总按牵红线 正式开始拍拖了 唐庆表示不想和她交谈 嫌弃似的用剧本 把白星函往一边推了推 去去去 别打扰我背台词 今天这几场戏 她可是得抓紧时间迅速拍完 从象山到永城 还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她得争取在天黑之前赶到 如唐庆所愿 这几场戏都很顺利 她的戏收工时才四点注 此时的她坐上了车子 就像是一个正在热恋中的少女 迫不及待地想念着 那个日夜思念的人 恨不得会个动画片里的 那个什么 这个盾啊 那个盾什么的 直接就盾过去了 而在锦都飞往永城的飞机上 还有一个跟她同样激动的人 荣西川除了穿衣的时候 很少照镜子 此时在卫生间里 她洗了个手 忍不住对着那面小镜子 整理了一下衬衫的领子 用用手拨了拨额前的头发 觉得形象上已经趋近于完美 才满意的一笑 回到座位上 聂峰忍不住看了她一眼 而荣西川也正好回看了过来 在聂峰有些尴尬地准备扭过头时 忽听荣西川问了句 你觉得这件衬衫怎么样 聂峰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 漂亮的眼睛转了转 确定是荣西川在说话后 她才机械式地点了点头 这件衬衫 不是才从国外定制的那件吗 四爷竟然这么快就穿上了 四爷 就您这种人中龙凤 就算给您穿个塑料布 也一样地闪下我背狗眼 荣西川明知道聂峰是在拍马屁 却很受用 我也是这么想的 聂峰心想 您一定不知道 谦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飞机平稳落地之后 荣西川看了眼表 误漫地说 比预计的时间晚了五分钟 五分钟已经很不错了 要知道 飞机的晚点率可是有名的高 五分钟对他们来说 已经算是正点运行了 嗯 若是再晚到十分钟 我一定投诉 荣西川说的一本正经 或者直接收购 聂峰吐槽 四爷 你是认真的吗 就因为人家晚点五分钟 你就把人家航空公司收购了 永诚没有私人飞机场 不然他绝对不会选择 坐航班出行 这五分钟对荣西川来说 也是弥足珍贵的 一路驱车到达了酒店 刚下车 荣西川就发现酒店门口 停着一辆车牌号 十分熟悉的车辆 这是唐沁在信息中 给他发过的车牌号 看到这辆车 他就迫不及待地 打开车门 走了过去 唐沁正趴在方向盘上数秒 忽然听到有人在敲车窗 他心中一喜 急忙降下玻璃 茶色的玻璃窗渐渐落下 露出了那张 让他朝思暮想的脸 他欢喜地伸出手 隔着车窗抱住了 阿思 他似乎是瘦了一点 腰上的肌肉更加结实了 隔着薄薄的衣料 他有些贪婪地摩缩着她的腰 荣西川捧着她的脸 深邃的目光 一直看进她的心里 我先上车了 唐沁这才松开手 而她呢 则绕过车头 打开车门 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 先带你去吃东西 荣西川说 你开车 我来导航 永城是一座四面环海的海边城市 所以永城的特点就是海产丰富 唐沁是吃货 荣西川在来永城之前就做足了功课 这次在唐沁去的地方 也是永城有名的海边渔馆 这些渔馆坐落在海平面上 而承载这些渔馆的就是一艘艘的渔船 他们刚到海边时 夜幕刚刚落下 海面上停泊着数十艘的渔船 沿着海岸线椅子排开 此时滑灯初上 每一艘船上都有灯光摇曳 这些灯光在夜晚的海面上 连成了一条漂亮的弧线 远远看去十分的壮观 这里的渔船白天出海捕鱼 晚上回到岸边就变成了小饭馆 招待前来吃海鲜的客人 荣西川拉着唐沁的手 一路跟她并肩 所以这里的海鲜是最新鲜的 做法也是最纯正地道的 说话间 荣西川已经带着唐沁 来到了一艘渔船边 为了方便客人上下 渔船上有临时搭建的梯子 来 荣西川先踩上梯子 再伸出手来拿着唐沁 唐沁可不是柔弱女子 但在荣西川的面前 她就变成了一个 生活不能自理的三级残废 因为在这个男人的眼里 她是肩不能扛 手不能提 只适合被她照顾 而唐沁也乐意做那只 被她伺候的妥妥贴贴的猫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巴询 由 末叶法朵 领贤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八十三集 小别圣新婚 之 连轴传的阿四 上到船上之后 船家热情地迎了上来 欢迎欢迎啊 两位看一下 今天想吃点什么 这种渔船的好处就是 每次只接待一波客人 不会过于地吵闹 今天都有什么新鲜货呢 荣西川一边拉开桌旁的椅子 一边问船家 船家说 今天有新鲜的梭子蟹 还有皮皮虾 石斑鱼 全部都是活的 光是听着 唐沁已经快控制不住流口水了 船家说 要不然哪 每样来一点 好 荣西川说 尽快 船家立刻就和老婆去后厨忙碌了 桌子就放在甲板上 靠着船上的栏杆 一眼望去 就是广阔的海面 此时的一轮明月高悬 皎洁的月光 铺陈在海面之上 随着海上荡起的浪花 而不断地荡漾 凉尘美景 月色宜人 斜着一点湿气与咸味的海风吹来 让人心旷神怡 两人相对而坐 眼中有月光 有彼此 这样的感觉 就像热恋中的情侣第一次约会 恨不得每一分每一秒 都被拉得无限地漫长 便可以有大把的时光腻在一块 吃过饭还要回去吗 隔着桌子 荣西川将她额浅的一缕发丝 也到了耳后 唐亲的头发又长了不少 已经可以绑一个短短的小尾巴了 明天一早还有戏 今天必须赶回去 唐亲 唐亲有些不舍地握住她的手 怎么办 我好想你啊 一会儿 我送你回去 这样 又可以多争取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一起了 你明天不是一早的飞机吗 不行 唐亲直接拒绝 这一来一回 也要两个小时 回到永城 也要后半夜了 几乎休息不了多久就要飞 荣西川将她纤细的手指 拢进了自己的手心 还记得你高考的时候吧 每天早晨五点就起床跑步背单词 晚上一两点才睡 平均每天只睡三到四个小时 而这样的日子 一遥就是几个月 那段时光太过艰苦 唐亲至今也不想再重新去经历一次 此时被荣西川这样回忆着 竟然也觉得苦中带甜 为了你 少睡几个小时 真的是不足挂齿 荣西川轻轻地蹭着她的掌心 好了 别担心我了 说话间 唐亲已经闻到了饭菜的香味 船家端着一个大盘子走了过来 新鲜的皮皮虾已经去掉了外面的那层硬壳 搂出了嫩红的肉 用秘制的蜡汁浇熟 鲜味中带着麻辣的香味 光是看着那红润的色泽 便让人垂涎欲滴 梭子蟹此时是高黄肥美 蟹子从中切成两半 入锅爆炒 装盘时蟹黄丰满流油 香气扑鼻 还有清蒸新鲜的石斑鱼 肉质紧实鲜嫩 筷子夹下去就能感受到它的软滑 这顿饭吹着闲尸的海风 迎着升起的明月 两个人吃得十分惬意 船家闲得无聊 还坐在船头拉起了二胡 悠悠的二胡声被风吹进了耳畔 又被风卷走 落向空旷的海面 吃过饭 两人牵着手在海边散步 唐靖的嘴角擒着甜笑 每次她忍不住抬头看她的时候 总能发现荣熙川温柔的目光 也在注视着她 或许 这就是星有灵犀吧 过段时间 我要离开锦都一阵子 荣熙川突然说道 去处理一些公事 要出国吗 荣熙川点头 大概半个月 那我想你的时候怎么办 我会跟你睡平的 荣熙川俯身吻在了她的额头 唐靖的皮肤细腻而柔软 让她忍不住贪恋地继续向下 滚落的唇 落在了她高挺的鼻梁上 最后辗转在她如同果冻一般 弹性十足的唇上 多日的想念画成了一个被海风吹拂的吻 由浅浅地追着 载到一点点的深入 画成两人交缠在一起的缠绵翡策 荣熙川扶着唐靖的肩膀 而唐靖的双手 缠着她的腰身 如焦死期 一刻也不舍得分开 直到唐靖有些气喘 她才微微地放开了她 有一丝自由的空气 钻进了嘴巴里 正要大口呼吸 唇又被堵住了 这一次 荣熙川的亲吻更加地狂野 像是要把她吞进肚腹一样 而唐靖此时也缠紧了她的腰 更加热烈地回应她 过了很久 两人才不舍地分开 四目相对 都是笑了出来 荣熙川刮了一下她的眉目 走吧 唐靖缠上了她的手臂 随着荣熙川的脚步 一起回到了岸边 为了在午夜前赶回向山 两人现在必须要开车回去 等到了向山的时候 正好是十一点半 想到又要跟她的阿四 分开一段时间 唐靖不舍地抱着荣熙川不放手 不如我跟你一起去 我跟离岛请个假 傻瓜 我是去办公室 你去了能做什么 而且到了那边我也没时间陪你 荣熙川捧着她的脸 在她的唇上亲吻着 好好拍戏 等我回来 嗯 我等你啊 唐靖挥稳住的 主动送上了自己的唇 好一会儿 两个难舍难分的人 才彼此分开 唐靖把一张瓷片 塞到了荣熙川的手中 那 这个还给你 以后还会有用的 两人又缠绵了一会儿 唐靖才催促的 走吧 聂峰在等你呢 聂峰一直开着车 跟在两人的后面 他是除了聂雷之外 唯一的知情人 两人下车之后 唐靖将荣熙川 送到了聂峰的车里 见他坐下之后 才摆摆手 再见 再见 隔着窗子 两人的唇印在了一起 不舍得碾摸了一会儿 才分开 目送着他的车子远去 一直消失在黑暗当中 唐靖脸上的笑容 才慢慢地退去 他拿起电话 拨通了一个号码 金哥 请你帮我一个忙 精灵应该还没睡 接电话的时候 神清气爽 这么晚打电话 是有什么事 需要我帮忙吗 唐靖直截了当地问 金哥 你知道荣熙川 要出国吗 不知道 清灵疑惑地问 你怎么突然 关心起四爷的事情了 这两个人 不是分手了吗 一堂仔细的性格 绝对不是那种 还会沉浸过去 无法自拔的人 金哥 不要问原因 你帮我查一下 荣熙川要出国 是要去哪个国家 是不是塞尔家岛 好吧 精灵点头答应 我帮你查 放下电话 唐静神色凝重 虽然荣熙川说是出国办公室 但他几乎可以确定 荣熙川一定是想去塞尔家岛 他想一个人去了结这一切 去了塞尔家岛 那就相当于去了敌人的老窝 羊入虎口啊 就算是准备得再怎么周全 也不敢保证万无一身 想到此 唐静之前久别重逢的好心情 顿时荡然一空 这样的心情连累他第二天拍戏的时候 也恩基了两次 还是非常低级的恩基 走神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熟以貌取人 作者 巴询 由墨叶法朵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584集 他是我的一切 嗨汤 你有心血 休息时 杰克坐过来问 唐静心想 我表现得有这么明显吗 连杰克都看出来了 你要是有心事 可以和我说 也许我能帮你解决 谢谢 唐静笑了笑 也不是什么心事 是你那个男朋友的事情 杰克趁机推销自己 如果我是你男朋友 我绝对不会让你 伤心难过 我一定会让你 每天都开心 笑容 永住 唐静忍不住又笑了 我们画国有句话叫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这个世上 没有时会每天都开开心心 笑容永住的 但是现在快活就好 该相守就要相守 唐静正有说话 电话响了 他看了一眼来电 起身说 我去接个电话 杰克耸了一个肩膀 做了一个无奈的手势 唐静找了一个偏镜处 按下了接听 金哥 有消息吗 我打听到了 四爷确实是要去塞尔加岛 他私人飞机安排的行程 是这个月的十三号 四爷在塞尔加岛 有一个大项目 他是去那里考察了 阎洛呢 他会一起去的吧 是的 精灵的消息 就是从阎洛那里打听来的 他是阎洛的经纪人 阎洛的行程 自然要跟他商量报呗 我知道了 谢谢金哥 放下电话 唐静陷入了沉思 阿四明明之前 已经收到了我的警告 而且那张紫片中 提取的信息 与阎洛通话的人的位置 也很明确 这些线索 几乎都指向同一个人 但阿四仍然选择去塞尔加岛 他是想当场拆穿对方的阴谋 还是要亲手来了结这件事啊 毕竟 想到此 唐静知道这个时候自己去找李岛 一定是在给他添堵 但他必须要去 紫西丫头 李岛看见他招了招手 刚才那段戏不错 但是脸上的表情要再收一下 唐静的表现 一直让李岛大为满意 本来他破格录用这个年纪轻轻的新人演员 制片方那边很不满意 不过他们也不敢得罪李岛 只能妥协 而且看了几场唐静的戏 他们之前的顾虑也都逐渐的消失了 李岛又指出了几点不足 最后发现 唐静一直盯着屏幕 默不作声 于是疑惑地问 紫西丫头 有事啊 今天拍戏的时候 他就走神了两次 作为一个专业演员 特别是他李白看重的演员 以唐静的职业素养 不应该犯这种低级错误呀 李岛 我想请个假 唐静憋了半天 终于鼓起勇气开口 李岛愣了一下 你之前拍的那个电影要做旋转 唐静摇头 啊 是我的私事 李岛沉默了 静静地看着他 对不起啊 李岛 我知道因为私事请假 会耽误剧组的进度 但是 我有必须要去做的事 哪怕 哪怕你不用我了 唐静目光坚定地回望 放着他 这个人对我太重要了 他是我的一切 李岛沉吟了半声 最后叹息 唉 你是一个好演员 拍戏的时候也是兢兢业业 是我认识的画过女演员当中 唯一一个拍戏不用提身的 我对你一直很满意 唐静知道 李岛这是先铺垫他的好 然后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暴风雨 毕竟圈中熟悉李岛脾气的人都知道 他是一个刻板的不尽人情 眼里头只有电影的老头 就在唐静准备迎接当头痛骂的时候 出乎意料的 李岛的语气很平静 去吧 既然是对你最重要的人 就大胆去吧 这次蒙掉的换成了唐静 他泛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李岛 看什么 我要是再年轻个四十岁 现在这些小鲜肉什么的都跟我比不了 李岛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 唐静心想 李岛 这是重点吗 孩子 你也不必觉得自责 谁还没给大事小情 就说我 前阵子不也请假回家了吗 李岛面色严肃 不过啊 我这丑话可说在前头 我最多准你一个星期的假 放完假就赶紧给我滚回来 加班加脸的把落下的戏拍完 知道吗 唐静受宠若惊 连头都不会点了 只有眼睛在眨呀眨的 他没想到 李岛竟然这么痛快就给了他假期 而且还没有骂他 接下来的几天 唐静拍戏更加卖力 而且他还拜托了捷克和他一起加班加点的感谢 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戏份是最多的 场次也是最多的 杰克非常的仗义 穆辞辛苦地和他一起拍 经常一拍就拍到凌晨三四点 睡几个小时起来继续拍 唐静觉得因为自己的私事而让很多人跟着受累 心里头过意不去 所以加班的几天 他每顿都给大家叫最好的外卖 对于已经吃腻了盒饭的剧组人员来说 外卖无疑就是大餐呢 大家吃人嘴短 自然也说不出什么 更何况现在累点苦点 也是缩短了拍摄日期 到时候可以早点放假回来 唐静定了13号从锦都飞往塞尔加岛的机票 12号的中午 他就从剧组赶回了锦都 在华都名院收拾好了行李 唐静突然有点想大黄了 而且言诺上次被荣熙川用大黄吓了一下 不知道会不会暗中对大黄动手脚呢 这样一想 他便开车去了紫金之巅 紫金之巅的门卡 他虽然还给了刘妈 但是荣熙川又在私下里还给了他 在他眼里 只有唐静才是紫金之巅的女主人 荣熙川的所有房产都应该冠上他唐静的名字 唐静将车开到后山的路边停了下来 轻车熟路的上山找大黄去了 而在戏里人生剧组 戏里人生的前期宣传大张旗鼓 当年影后唐静的付出之作让他赚足了血头 这是星辰今年最大的投资 而且没有任何的合作商 乔义准备凭着这部贺岁档的电影赚得盆满钵满 星辰今年可谓是流年不利 所以乔义想要孤注一掷 什么 要请假 戏里人生的导演惊讶地问 很重要的事情吧 很多主演都会在拍戏期间请假 有的是参加综艺节目 有的是为了宣传拍过的影视剧 有的是为了拍摄广告 戏里人生的拍摄已经进行了三分之一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 这个时候请假 对整个剧组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严洛不好意思地说 啊 受了一点私事 我已经跟乔总打好招呼了 导演你放心吧 最多耽误一个星期 我一定会赶快来继续拍摄的 既然乔总已经答应了 导演也不好再说什么 言诺跟剧组请好了假 就回到了南城别墅收拾行李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发寻 由末夜法朵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八十五集 你某走 我害怕 当阎洛打开行李箱的时候 他才发现 这偌大的别墅当中 竟然没有一样东西 是属于他的 也没有一样东西 是他真正喜欢的 那个展厅里的荣耀 都是属于唐沁的 不是他的 而他穿的用的东西 也都是按照 唐沁的喜好来购买的 他其实并不喜欢 因为 他根本就不是唐沁 却硬生生地 活成了唐沁的样子 哼 言诺冷笑一声 随便装了些东西 到箱子里头 塞满了之后 才起身给荣西川 打电话 我这边收拾好了 明天早上几点的飞机 几点 我怕从这里过去来不及 阎洛似是十分为难 我让人去接你 你今天住在紫禁之巅吧 荣西川语气温和 明天也不必早起 阎洛求之不得 立刻拖着行李箱出门了 到了紫禁之巅 荣家的别墅 荣西川已经回来了 看到阎洛 他笑着说 吃饭了吗 吃过了 洗个澡 早点休息 荣西川带着阎洛 去了二楼 你之前的房间 我一直给你留着 今晚 你就睡在这里 阎洛本来是想借机 跟荣西川睡在一块儿的 没想到 荣西川会让他 来住死去的 唐沁的房间 想到那里有死人住过 阎洛便觉得毛骨悚然 但他现在就是唐沁呢 他住在这里 无可厚非 明天我会让刘妈叫你的 荣西川站在门外 狼灯吓得他 眉眼十分温柔 晚安 阎洛勉强挤出一丝微笑 晚安 关上门之后 阎洛便坐在床上生闷气 这个荣西川 是不是那方面有问题啊 送上门他都不用 阎洛生了一会儿闷气之后 就去洗澡去了 这个洗漱间非常干净 看得出来 每天都有人打扫清洗 但是想到这里 是死人曾经住过的地方 那个人还在这里洗过澡 阎洛就觉得一阵的毛骨悚然 他急匆匆地冲了一个澡之后 就裹着浴巾出去了 也不敢回头看卫生间的方向 总觉得背后发凉 阴森森的 躺上床之后 阎洛仍旧觉得害怕 只得用被子 把自己给裹得严严实实的 据说 唐庆是落海意外死亡的 可能是被人害死的 而这样死去的人怨气一般都比较重 阎洛越想越是害怕 却不敢去找荣西川 他总不可能说 哦 亲爱的 我自己害怕 死去的自己 而就在阎洛心惊胆战的时候 一阵敲门声突兀地响了起来 阎洛本来就神经高度紧张 这突如其来的敲门声 差点把他吓得半死 一颗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 谁 阎洛冷静了下来 低声问 外头响起了刘妈的声音 阎小姐 先生让我给你送点吃的 阎洛打开门 刘妈的手里果然端着一个托盘 里头放着一些小点心 麻烦你了 刘妈 阎洛客客气气地道谢 刘妈笑说 阎小姐有什么事就喊我 我就在楼下 出了门 刘妈脸上的笑容渐渐地隐没了 不知道为什么 她对这个阎小姐 始终是无法蒙生出亲近感来 看到她 她就会想起唐紫熙 想到那孩子 现在过得怎么样了呀 刘妈觉得自己并不是那种建议思迁的人 可是这一次 她却有些偏向唐紫熙了 明明她和唐沁相处的时间更长久一些 感情要更深一些 回到床上的阎洛倒是平静了不少 想到明天还要早起坐飞机 去塞尔家倒 她便搂过一个枕头 头转向了一侧 闭上眼睛 开始酝酿睡意 到底是陌生的环境 她辗转了很久 才总算是有了一点困意 而就在她将睡未睡的时候 一阵沙沙的声响让她立刻又惊醒了 沙沙沙 沙沙沙 声音越来越清晰 就像是盘踞在自己的身边似的 阎洛全身的汗毛都倒竖了起来 她明明知道这声音就在背后 但是她却僵硬着不敢转身 而直到那声音再次响起 阎洛才抓起了一边的抱枕 当作是武器 硬着头皮转过了身 因为是夏天 那窗户一直都是开着的 窗外的树丛里头传来蟋蟀的叫声 今晚的月色皎洁 明亮的光芒落在了窗户上 而敞开的窗帘上头 趴着一条金黄色的大蛇 此时这条蛇的脖子仰着 椭圆形的巨大头颅竖起 一双浅褐色的眼睛在月光下寒气森染 嘴里吐出的杏子颜色鲜红 那个沙沙的声音 正是从她的嘴里发出来的 啊 啊 啊 言露的这声尖叫 打破了黑夜的宁静 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她连滚带爬地从床上滚了下来 甚至在门口时还摔了一跤 她双腿发抖 无法站立 最后是爬到了门边的位置 夺门而逃 大黄爬在窗户上没动 不久之后 她又顺着原路爬下了二楼 顺着鸡舍旁边的那个蛇洞爬了出去 回到她的温泉老家了 唐沁今天去山上找过她 大黄本能地以为唐沁还在紫金之巅 于是就趁着月黑风高爬过来找她玩 闻到这个屋子里头有气息 她便爬了上来 没想到却看到了一个 猫牌货 当才的大黄心里还想着 呵呵 我今天吃得很饱 不想再吃夜宵了 不然一定把她给一口吞掉 阿四 阿四 此时被大黄吓得屁滚尿流的炎洛跑到了走廊上 对着荣熙川的房门就开始敲打 过了一会儿 荣熙川才打开了门 看着衣着狼狈 脸色苍白如鬼的炎洛 荣熙川皱了一下眉头 发生什么事了 沿洛想到刚才那条巨大的黄金蟒蛇 仍然在瑟瑟发抖 妈呀 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怪物啊 如果不是当时自己半睡半醒 说不定那条蟒蛇就会爬到她的床上 而当她认出自己根本不是唐沁时 大概还会一口把自己给吞下去吧 我 我做了一个噩梦 沿洛吓得冷汗沉沉 阿四 我很害怕 那个梦太可怕了 只是一个梦而已 荣熙川安慰说 好了 别怕了 我去给你倒杯水 不 你别走 沿洛趁机拉住她 求求你别走 我一个人害怕 那好吧 我陪你 沿洛的心中一喜 以为她要陪自己一起睡 回房间吧 不 我不想回去 此时说不定那条蛇还在屋里头 自己回去 那不是找死吗 荣熙川 荣熙川木带疑惑地看过来 怎么了 沿洛当然不能说自己害怕那条蟒蛇 那相当于自露马脚 但她也不想回到那个死人住过 还会有蛇爬进去的房间 我能不能睡在你的房间 这个时候 沿洛只能厚着脸皮 赖上荣熙川了 进来吧 荣熙川打开房门 沿洛十分的欣喜 欢快地进入了荣熙川的卧室 和她想象当中的一样 这是属于一个禁欲男人的卧室 所有的家具和床室的颜色都是深灰色 没有过多的装饰 但是格调却不低俗 床上的被子有些乱 看得出来 她是匆匆忙忙下了床 要不 我睡沙发 严洛不好意思地问 你睡床 我睡沙发 荣熙川拿了一床新的被子 把自己盖过的被子 拿到了沙发上 睡吧 明天还要早起呢 哦 严洛呕了一声爬上床 虽然还是没有跟她同床共枕 但是可以睡在同一个房间 也算是进步了 最重要的是 不用再回到那个死人的房间里面 单轻受怕 更不用担心什么时候 被饿舌一口吃掉 妈呀 这个堂床真是个变态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期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巴巡 由木叶 法朵 小莲沙 牧羊 C小调等 领形演播 欢迎订阅 第586集 民宿失窃案 第二天一早 荣西川一行前往私人飞机场 乘坐飞机飞往塞尔家岛 而在荣家的别墅里 刘妈正指挥着用人 把家里的所有被褥 全部换了一遍 荣西川除了带着言诺 还带了聂雷 聂丰 以及亲密书 而在景都国际机场 唐沁也低调地坐上了 飞往塞尔家岛的航班 准备跨越大海 千山万水地追随在他的左右 唐沁几年前 在塞尔家岛出世之后 这是他第一次踏足这里 本以为 故地重游会感慨万千 可是落地之后 他心中无波无澜 一心牵挂的 只有那个男人的安危 上次拍戏时 听彭剧组的人说 塞尔家岛有很多特色民宿 唐沁来之前 在网上预定了一个 来到后呢 就可以直接办理入住 这些民宿的生意 十分的红火 规模几乎都是越做越大 管理也十分正规 甚至有的还是连锁的 有董事会 唐沁选了一间打开窗户 就能看到蔚蓝大海的房间 在二楼 自带一个室外泳池 风景很好 昨天晚上风雨交加 阳台上还有一些积水和落叶没有清理 不过唐沁却无暇看风景 而是打开了电脑 开始搜索 上次两人在象山分别时 他把瓷片还给了荣西川 如果他还戴在身上 他就可以通过系统搜索到他的位置 唐沁喝了一口咖啡 继续在电脑上悄悄打打 很快 他就锁定了瓷片的位置 这离他所住的民宿不远 在一家兴奇度假酒店 而那家酒店是顾雁斯的 也是他上次来塞尔家岛拍戏时入住的酒店 随着酒店的名字浮出来 唐沁的心也跟着悬了起来 不过这个时候 他也不可能贸然去找荣西川 他深入虎穴 一定有他的打算 唐沁只需要在暗中给予他帮助就够了 唐沁扣上了电脑 准备下楼去吃东西 刚出门就听见了吵吵嚷嚷的声音 发出吵闹声的是隔壁的房间 一个满身贵气 打扮时髦的贵妇 正在高声对着一个服务员喊叫 找你们经理过来 服务员低着头 看不清全脸 只听到他一个劲儿的在说 对不起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这时 有经理模样的两个人快步走了过来 对不起 这位客人 请问发生了什么事了 问他 胖女人一指服务员 他手脚不干净 偷了我一枚戒指 我那枚戒指 可是镶了一枚五颗拉的钻石啊 我不管 让他把戒指交出来 否则我就报警 我还要照媒体曝光你们 我没有偷东西 服务员抬起头 一脸慌张 我真的没有偷东西 唐沁此时才看清 这个服务员大概五十几岁 虽然上了年纪 但是容貌娇好 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个美人 只不过风吹日晒的 比同龄人多了几分老态 这个服务员眼光清澈 面对胖女人的质问 没有心虚的痕迹 唐沁猜想 她应该不是小偷 房间是不是你打扫的 啊 胖女人用手指着服务员的鼻子 在你打扫房间之前 戒指还放在桌子上 怎么当你打扫完了 这戒指就没有了 不是你偷的 难道还是我的戒指 长了腿自己跑了 经理不满地看向那个服务员 郑阿姨 戒指是不是你拿的 如果是你拿的 你现在马上还给这位客人 经理的态度似乎已经认定了 戒指就是这个服务员偷的 听到经理的话 胖女人的底气似乎更足了一些 特意强调 上面五颗拉的钻石 可值不少钱呢 不是我 我真的没有偷东西 那个年长的服务员差点急哭了 我的确是打扫了这位客人的房间 但是桌子上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记得非常清楚 不可能 我的戒指就放在桌子上 胖女人叫嚣 这位女士 你说服务员在打扫的时候 你的戒指放在桌子上 还有其他人看到吗 这突然响起的声音有些柔软 却暗藏锋芒 几人转过头 就看到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 正在含笑地望着她们 你谁呀 胖女人尖着嗓子喊道 唐沁朝着几人走过去 笑着问 请问这位女士 你说服务员在打扫的时候 你的戒指放在桌子上 还有其他人看到吗 屋子里就我一个人 怎么可能还有别人看到 既然这样的话 那岂不是每个客人都可以说 自己丢了东西 然后再来到打扫的服务员身上 我记得这里贴着一条警示条吧 唐沁推开了胖女人身后的房门 指着门后的蓝牌子说 贵重物品请随身携带 熟弱丢失 本店盖不负责 胖女人有些心虚 不过又马上说道 不信你们可以看监控啊 我来的时候就是戴了戒指的 经理立刻带着大家去看监控 根据胖女人所说的静电时间 很容易就找到了当时的监控 也很容易就看到胖女人手上戴着的戒指 因为她很浮夸地半举着她的手 戴着戒指的那一面正对着摄像头 戒指上面的钻石的确很大 很晃眼 那那那看到了吧看到了吧 胖女人得意地说 这就是我丢的那枚戒指 经理有些为难地看向已经吓得脸色苍白的服务员 陈阿姨 你再好好想想 有没有见过这枚戒指 或者说 你不小心把它碰掉了 没看见呢 经理已经说得很委婉了 在她眼里 她似乎就已经认定了 戒指就是陈阿姨拿的 我真的没有拿 我真的没有看见什么戒指 陈阿姨着急地说 经理 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拿 唐靖此时仔细观察这个陈阿姨 总觉着这面孔有点似曾相识 确实想不起来到底在哪见过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她才情不自禁地站出来帮她说话 你是谁呀 怎么总在这里多管闲事 胖女人不满地嚷嚷 这里是南国 几乎没人认识唐沁 所以她也不怕会有记者偷拍 这位女士 我有办法替你找到戒指 你说什么 胖女人瞪着她 你去哪里找啊 戒指就是这个服务员偷的 如果我没有猜错 这枚戒指 应该就在你房间外的游泳池里 唐靖捏了捏下巴 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胖女人眼中一闪而过的心虚 被唐沁捕捉个正着 她更加相信了自己的推论是对的了 走吧 我们去找戒指 两个经理相视一眼 真的能找到 当然 因为戒指根本不是这位阿姨偷的 是这位女士故意扔在游泳池里的 来到胖女人的屋子里头 从阳台进入到后面的阳台 这个游泳池并不大 大概十几平米的样子 水质清澈 水面上漂浮着一些树叶 唐靖蹲在游泳池的边上往里看 就连那两个经理都跟着一起找 哎 那个是戒指吧 一个经理指着水池中间的位置 快 去找个打捞网 此时再看那个胖女人的脸 表情已经有些五花八门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期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巴寻 由木叶 法朵 小莲 沐阳 C小吊等 领形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八十七集 怎么不去抢啊 很快就有人拿了打捞网 把水中那个亮晶晶的东西打捞上来后 果然是一枚戒指 那上头还镶着一颗大钻石 客人 这是你的戒指吧 经理再看女人的目光 就有点复杂了 是不是你游泳的时候 不小心掉到水里的 胖女人接过来 有些尴尬地转了转眼珠子 对对对 我昨天游了个泳 应该是在那个时候掉在里面的 据我所知 昨天晚上这里风雨交加 这位女士还真有闲情意志啊 在那样的天气 还到露天游泳池里游泳 此时的阳台上还有积水 以及被风吹来的树叶和尘土 我 我 胖女人一时说不出话来 一张脸憋到铁青 还有 这枚戒指 并不是什么钻戒 唐沁从胖女人的手中 拿过了那枚戒 地摊货 顶多十块钱 你 你信口自王 这是货真价实的钻石 是不是真的钻戒 拿到检验机构一验就知道了 我刚才已经打电话报警了 警察应该很快就到 你 你竟然报警了 胖女人吃惊的同时 一脸心虚 对啊 刚才不是你说要报警的吗 我替你报了呀 不用谢我 胖女人一听 立刻一把夺过了那枚戒指 既然都找到了 这件事我就不追究了 麻烦你们酒店以后加强自己的管理 还有 我要退房 两个经理相视一笑 此时此刻 他们岂能不明白呢 今天这个偷盗事件 根本就是这个胖女人自导自演 她想要污蔑服务员 然后趁机讹诈 这位小姐 真是太谢谢你了 经理感激地同唐沁说道 不过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唐沁笑说 哼 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 就看到他一身名牌 不过细看之下 那些名牌都是仿造的 根本不值钱 然后他主动提出 要调监控录像 在录像里 他故意展示了自己戴戒指的手 就是想让我们看到 他当时戴了戒指 这说明他蓄谋已久 最后 他为了诬陷这位阿姨 一定会把戒指藏起来 阿姨要说是屋子 他不可能藏到屋里 更不可能藏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 他一定会想到阳台 而阳台上只有一个游泳池 我猜他会扔到游泳池里 便故意用话试探他 果然发现他在心虚 你是警察吗 经理惊讶地问 唐沁摆摆手 不是不是 唐沁不过是在娱乐圈里头 见惯了耳鱼我诈的伎俩 比别人多了一分警惕 多了一分观察力而已 姑娘 姑娘谢谢你 陈阿姨感激地说 多亏了你 不然我非要被他赖上不可 阿姨啊 这样的人是惯犯 平时就是靠这个伎俩 四处行骗的 下次你在收拾房间前 一定要确认好了 免得再吃苍蝇 我知道了 谢谢你 真的太感谢你了 在陈阿姨的谍声道谢中 唐沁去楼下餐厅吃饭了 吃过饭 天也快黑了 唐沁躺在床头打开电脑 继续追踪荣熙川的位置 而在荣熙川这边 聂峰正在对着电脑 噼里啪啦地敲动着 进展得怎么样了 坐在他不远处的荣熙川 喝了一口咖啡 进行到一半了 还有几处破解不了 我需要时间 片刻之后 聂峰突然说道 四爷 你身上没有被装跟踪器吧 没有 荣熙川是何等谨慎的人呢 怎么会让人有机会 在他的身上装这种东西呢 奇怪啊 有一个信号一直在我们周围徘徊 我试着追踪他一下 荣熙川瞇了一下眼睛 迈开步子 走到了电脑前 什么信号 不知道 但就是从你身上发出来的 四爷 你检查一下 你身上有什么东西 荣熙川的手探入口袋 从中拿出了一块瓷片来 是这个吗 应该是他 聂峰接过来 把那瓷片插进了电脑 不久之后 他便惊讶地喊道 四爷 有人在追踪这个瓷片 追踪 应该是有人通过这个瓷片 在追踪你的位置 荣熙川的眉头轻轻皱了一下 你能反追踪吗 我正在做 聂峰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 修长的手指快速地敲动着键盘 只见屏幕上一串串的天文字符上下滚动着 找到了 也在塞尔加岛 好像是一所民宿 荣熙川说 我出去一趟 我跟你一起 逆雷急忙跟了过来 这是塞尔加岛 四爷你一个人出门不安全 荣熙川喊了一声 聂峰 你继续做你的事 坐上车 聂雷问 四爷要去哪儿 应该是堂堂来了 荣熙川有些无奈地揉了揉眉心 我有这个瓷片的事情 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也只有他能通过这个瓷片 找到我的位置 他是不放心 四爷一个人来塞尔加岛 傻丫头 荣熙川一直瞒着他 却是瞒不过 唐沁到底还是跟了过来 就在聂雷想要启动车子的时候 忽然有人敲了敲车窗 阿四 你们要去哪里啊 车窗外 阎洛笑着问 荣熙川看到他 脸下了厌恶的情绪 挂上了一抹温暖的笑意 你不是说 要喝椰奶茶吗 我正打算买回来 给你一个惊喜呢 那我可不可以一起去啊 上来吧 荣熙川打开车门 严洛立刻坐到了他的身边 两只手搂住了他的手臂 看到他一脸高兴的样子 荣熙川只能放弃了去找唐沁的打算 既然他已经来到了这里 见他那就不急于这一时了 但是无法否认的是 荣熙川的心已经早早地飞了过去 陪伴在了唐沁的身边 聂雷从后视镜中看了一眼 冷笑 眼于眼底 冒牌货就是冒牌货 装得再想 也成不了正宫娘娘 第二天 荣熙川带着几个人一起去项目的工地视察 这个地方叫做清水镇 荣市买下了整个清水镇 用来开发七星酒店和度假区 现在整个清水镇的搬迁工作基本已经完毕 站在这里只能看到空荡荡的房子 以及无人行走的街道 十分萧条 而明天 施工队便要正式进入 进行爆破工作 为工程的前期做准备 聂雷说 现在镇上所有人都搬走了 邓友一户去闻私不动 非要增加拆迁款才敢搬走 顾先生那边已经与他协商了多次 但是都没有结果 是什么样的人 是这个镇上一座百货大楼的楼主 这座大楼正处在中心位置 他若是执意不敢搬走 会严重影响我们接下来的工程进程 他想要多少钱 荣熙川站在这里 可以清晰地看到那座五层高的百货大楼 据说是这个镇上最高的建筑 最大的商场 生意十分的红火 他有两个亿 荣熙川暮色一身 他怎么不去抢啊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荣熙以貌取人 作者 巴巡 由木叶 法朵 小连沙 牧羊 C小吊等 领行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八十八集 钉字户 这座大楼在预算当中的搬迁款是五千万 远远高出这座大楼本身的价值 而这个人狮子大开口 一张嘴就是两个亿 我们现在也只能是找他谈判 但这个人死咬这两个亿不松口 根本不跟我们谈 聂雷说 他还过了两个保镖 日夜保护他的安全 荣熙川冷笑 如果真想要他的命 他以为两个保镖就够了 我再想想办法 世人 总会有弱点 他现在住在哪里 城外 荣熙川暂时放下了这边钉子户的事情 因为他答应过阎洛 要去帮他找回记忆 而阎洛此时已经收拾妥当 在等待荣熙川了 据阎洛所说 他在被人救上来之后 一直住在岛北的一个渔村 这个渔村地处偏僻 村里的人几乎都是靠海为生 找到这个渔村时 阎洛仍记得这里的每一条路 轻车熟路地带着荣熙川 去了当初救他的那个渔夫家 渔夫出海去了 他的妻子正在院子里捕网 看到远远走过来的人时 他激动地起身迎了上去 阎洛 你回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 这个妇人的眼中写满了惊喜 拉着阎洛的手不肯松手 真是太好了 我每天都在担心你 生怕你在那种大城市会受人欺负 婶婶 我在那边挺好的 这次回来就是来看看你 阎洛热情地介绍说 这是我男朋友 姓荣 你好 哎呀 荣熙先生好 妇人想要跟荣熙川握手 可是看了看自己干巴巴地 沾满了泥土与土腥气的手 又缩了回来 在围裙上不自在地蹭了蹭 荣熙川点了下头 你好 来 进屋坐吧 你叔叔出海了 有一会儿才能回来 妇人将两人让进屋里 这是一间简朴的三间小屋 屋里的陈列都很简单 荣熙川看到墙上挂了几张照片 其中有一张就是严洛和这夫妻俩的合影 看她的穿戴和打扮都不像是刻意伪装的 这是你用过的杯子 我还留着 就怕你那天回来 妇人拿出一个用塑料袋 套好了几层的杯子 洗了之后 倒了水递给严洛 又拿了干净的杯子 给荣熙川倒了水 妇人拉着严洛说话 而荣熙川就在屋子里头 随意地看起来 虽然严洛已经离开了一阵子 但是这个屋子里 仍然可以找到她生活过的痕迹 比如 最里头的那个房间 应该就是严洛曾经住过的地方 有很多她的生活用品 床头柜上还放着照片 没过多久 渔夫也回来了 看到严洛脸上也是一喜 有黑的面庞上都是惊喜之色 看到那三个人聚在一起时 有说有笑的样子 荣熙川慢慢地放下了手中的一个相框 从渔夫家出来之后 两人回到了酒店 言诺回她的房间里休息了 而荣熙川坐在沙发上 拖着下巴 不知道在想什么 四爷 有什么发现吗 还在捣鼓着电脑的聂风闲闲地问 那对夫妻不像是在演习 他们应该真的救过严洛 而且还收留过她一段时间 荣熙川的脑中 晃过了那对夫妻淳朴的笑脸 聂风手上的动作一顿 难道严洛真是淌气 荣熙川摇头 如果我没有猜错 严洛是故意落水 让那个渔夫救了她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跟唐亲落水这件事的前后呼应起来 就算我们查起来 她也会有据可寻 那这个言诺 到底是华国人还是南国人 现在还说不好 既想华国人 又想南国人 荣熙川沉思片刻 不管怎样 只要她来过南国 就一定会在这里留下活动的痕迹 让杜青那边继续寻找 虽然她知道言诺是假的 但是揭开这个言诺的身世 就能知道唐亲曾经的身世 这两个人一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于唐亲来说 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早就不重要了 但是出于好奇 她也很想知道 到底是怎样的两个人生下了她之后 然后又狠心地抛弃了她 这也算是圆了她的一个夙愿吧 四爷 你看 聂风突然指向屏幕说 这里似乎有疑点 唐亲窝在民宿的沙发上 定位了荣熙川的位置 知道她今天去了清水镇 又去了小渔村 清水镇 是荣熙川收购的地皮 将来荣氏的蓝图 将在这片地皮上辉煌绽放 但是她总觉得这个清水镇不一般 就像是一个诱饵 似乎正在酝酿着不为人说的阴谋 所以唐亲一整天都在入侵 清水镇附近的摄像头 想要从这些摄像头当中 找出一些疑点来 摄像头是当地政府安装的 在镇上的居民都搬走之后 摄像头却是留了下来 而且还保存了一定时间的监控记录 从摄像头的回放中可以得知 清水镇大部分的居民都已经搬迁了 剩下的只有镇中心的一座百货大楼 这座楼只有五层高 十分的破旧 但在当地也是个小高楼了 吃饭的时候 唐亲遇到了陈阿姨 于是无意间向陈阿姨问起了清水镇的事情 陈阿姨说 他从客人那里听说了 清水镇现在已经卖给了一个化国的商人 全镇的人都搬走了 但是一座百货大楼却死活不肯搬 张口就要两个亿 直到现在还处在那儿呢 开发商也拿他没办法 在荣西川收购的地皮上出现了钉子货 而且要价两个亿 难道这只是一个意外吗 于是接下来唐亲就把怀疑的重点 都放在了这座五层小楼上 重点调取了百货大楼周围的监控 他看得自己眼睛都快花了 却是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第二天一早 瓷片上的位置显示 荣西川再次去了清水镇 荣西川这次是和顾艳司一起来的 为的就是考察项目 清水镇的居民全部都搬走了 施工队正在对一些建筑进行爆破前的检查 离得很近就能听到爆破声 一行人进入清水镇后 顾艳司说 那座百货大楼的楼主姓金 二十多年前从华国来南国做生意 后来生意做大了 就建了座百货大楼 在清水镇很有名气 我的人已经跟他谈了很多次了 还要两亿才肯搬走 否则就在这里跟我们熬下去 当初顾艳司买下了南国的赛尔家岛 然后再把地皮以高价卖出去给人开发 现在有一半的土地都是他的 但仍然有一半的土地并非在他的名下 所以他要跟荣熙川一起做这个项目 就要负责这些难缠的钉子户 这座百货大楼已经十分的破旧 从外面看 就像是被飓风吹过似的 窗户什么的都散落得七七八八 顾艳司说 走 咱们进去看看 如果真的是纯钉子户的话 也很棘手 毕竟他们不是黑社会 不能看谁不顺眼就直接给毙了吧 一切还要尊重程序 尊重法律 荣熙川的暗流虽然是黑暗背景 但荣氏却是干干净净 一直都遵循着商场上的规则 低调运行 生意做得越大 在某些方面就越要小心谨慎 这样才不会被人轻易地抓住把柄 我还在找人跟他谈呢 实在不行 只能再给他五千万 两人说话间 已经走进了这座百货大楼 楼里的摊位全部都被撤掉了 只剩下了一些落满灰尘的展柜 显得十分萧条 而唐沁所在的民宿中 他顶着乱糟糟的头发 正在看监控的回望 忽然 一阵敲门声响了起来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巴寻 由木叶 法朵 小莲莎 牧羊 C小调等 领行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八十九集 劫后余生 唐沁打开了门 看到带着清扫工具的陈阿姨 陈阿姨笑说 没有吵醒你吧 我早就起来了 唐沁将陈阿姨让进了门 其实也没什么可搭扫的 那也要收拾一下 换换床单被照的 陈阿姨说着 就动作麻利地开始清扫 唐沁越看陈阿姨 越觉得熟悉 于是装作随意地问道 陈阿姨 你老家是南国的吗 陈阿姨正在换床单的手 顿了一下 很快就回答道 是啊 哦 我看你皮肤这么白 还以为你是华国人 南国人普遍皮肤黑 像陈阿姨这样皮肤白皙的 一般都来自华国 陈阿姨笑了笑 姑娘 你是来这里旅游的吗 不是 看样子也不像 你一来就天天窝在房间里 除了吃饭哪儿也不去 唐沁也笑了笑 继续专注电脑上的监控了 此时监控回放到了几个月前 这个时候 搬迁的工作早就结束了 因为四周已经拍不到什么人烟了 就在唐沁打了一个哈欠的时候 几个工人模样的人扛着工具 进入了这座百货大楼 唐沁原以为监控上的这些 只是普通的施工工人 可是仔细一想 这座大楼已经废弃了 只等着价钱弹拢了就拆除 这些工人带着工具 不可能是为了修复什么 他将画面又放大了一些 依心能够看到这些工人 在里头的二楼敲敲打打 在二楼敲打完了 又去三楼继续敲 唐沁紧皱着眉头 这些人在干什么 唐沁又将监控往前调了一天 依然是这几个工人 依然重复着他们昨天的工作 悄悄打打 看似没什么规律 而就在唐沁对这些人的动作 不思其解的时候 突然听见了扑通一声 聚精会神的人被这样的声音一吓 唐沁整个人都打了一个机灵 心脏跳动的速度 简直就像是刚冲刺完一个白米 啊 对不起 吓到你了吧 陈阿姨一脸歉意地说 是这个小矮捉塌了 唐沁此时才看到茶桌边上的那个四条腿的小桌子 此时已经断了两条腿 桌板都贴在了地面上 陈阿姨一边收拾上头的东西一边说 这个小桌子之前就有列文 我跟经理说了几次 经理都说没事 你看 哎哟 我刚才在他旁边的地板上 用力地踩了一下 就把他给震塌了 哦 幸亏不是什么大东西 不然咋到客人就不好了 唐沁的目光仍旧锁定在那个倒塌的小桌子上 陈阿姨根本就没碰到桌子 只是因为他所在的地面发生了震动 它就塌了下来 如果不是陈阿姨知道这个桌子上有条裂缝不结实 还以为只是一次意外事故呢 等等 意外事故 意外事故 啊 糟了 唐沁的脑中突然闪现出那些工人 在百货大楼里看似毫无规则 悄悄打打的画面 毫无规则 不 这些人是有规则的 他们一直在敲墙 而且是承重墙 他们把整座楼的承重墙都敲了一遍 在他们专业技术的掩盖下 这些看似表面完好的承重墙 其实内部早就千创百孔 当一座楼的所有承重墙 都失去了承重这个功能 只需要外界的一点外力 比如 陈阿姨刚才所说的那种地面震动 就有可能让整座大楼塌陷 阿瑟现在就在清水着 不出意料的话 他会去那座大楼 就算他不去 也会有想害他的人引着他过去的 阿瑟 唐沁急忙将摄像头调到了今天的时间 从耳机当中 他似乎听到了一些异响 那是 那是爆破的声音 清水镇今天开始爆破了 一座失去承重墙的大楼 可以造成地面剧烈震动的爆破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会产生什么后果 唐沁一响就遍体声寒 如果荣西川进入到了那座大楼 那么他肯定会被活埋在下面的 唐沁赶紧拿起电话 他的手都在颤抖着 甚至因为着急连眼睛都开始模糊了 而在清水镇的百货大楼里 荣西川刚刚走进大楼 身边就有人介绍说 这个一楼啊 之前是卖食品的 二楼三楼经营服装 四楼和五楼家具家电 几个人一边说着一边往里走 不远处 爆破的声音越来越响 而地面不时被震动地颤动了一下 电话声在此时突兀地响了起来 一声一声格外地刺耳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顾燕斯的身上 因为外面声音大 所以连他自己都没注意到 在众人的提醒之下 顾燕斯才从裤袋当中拿出了电话 按了接听 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 在爆破声当中听得不太清楚 于是顾燕斯拿着电话向外走去 你们先看 我接个电话 这里的信号极为的差劲 能接电话已经是个奇迹了 等着顾燕斯走出了百货大楼 那爆破声越来越响 也越来越近 地面的震动更加的剧烈 感觉整个大楼都在不断地晃动着 而荣西川的电话彻底地没了信号 砰的一声又是一声巨响 爆破的地点离百货大楼越来越近了 好像是那后头的一所小学 爆破传来的声音让整座大楼都晃动了起来 因为是定点爆破 听着声音很大 其实并没有什么危险 他们所在的位置也不会被波及 可意外的是 在那几声巨大的爆破声之后 这座百货大楼突然开始坍塌起来 先是一座中间的中心位置发生了墙体裂缝 裂缝很快扩大 形成了断裂 紧接着一楼所有的承重墙都出现了裂纹 随着咔咔的声响以及轰隆一声 整个一楼全部都塌陷了 一楼塌掉 紧接着二楼以上的楼体就如同失去了支撑的桌子 轰的一声贴落了下来 刚刚还是一座挺立的高楼 只在一瞬之间就成了一片废墟 楼体倒塌形成的灰尘和烟雾腾起老高 一时间弥漫在了空气之中阻挡了视线 还在外头打电话的顾雁斯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手中的电话都掉在了地上 一时间目瞪口呆 等他反应过来 便迈开剑步朝着出事地点跑了过去 可惜那灰尘实在是太大了 根本就看不清面前的情况 五层楼倒下的砖瓦落起来 左右十几米高 砖瓦覆盖之下 无法窥探到里头的情况 顾雁斯跑过去又折了回来 从地上捡起电话 一边焦急地拨打报警电话 一边踏上废墟搜寻 如斯 如斯 灰尘呛的顾雁斯连连咳嗽起来 但他也顾不上这些 柔寺 柔寺你在吗 百货大楼倒下来的时候 荣西川他们正在一楼 而这个楼的坍塌毫无预兆 几乎只在一眨眼之间 五层楼房就这么坍塌了 如果人真的被埋在那虾头 那真是九死一生啊 如斯 如斯 顾雁斯爬上这些废墟 大声地冲着倒下的楼梯喊叫 如斯 如西川 灰尘没有散 他也看不大清 就这样喊了一会儿 忽然听见了一个声音 在不远处响起 我在这里 顾雁斯一愣 同时那些灰尘也都散去了七七八八 清晰地看到废墟的另一侧 站着一道奇长的身影 一巾不乱 黑色的头发一丝不苟 黑色的瞳孔里头仿佛有星光闪耀 又如同无边无际的宇宙 窥探不到边际 如斯 顾雁斯从废墟上跑下来 大步地跑到了容歇川的面前 如同重重地松了一口气般抱住了他 你吓死我了 老子以为你被压在废墟里了 容歇川嫌弃地将他推开 你离开不久 我就发现楼梯有异动 生怕爆破 引发的地震会产生危险 所以便让大家 从后面那个小门撤离了 同行的几个人 此时仍旧脸色铁灰 仿佛还没从刚才的恐惧当中 回过神来 劫后余生啊 说的大概就是这样的心情吧 容歇川看着那堆废墟说道 这个百货大楼应该才废弃不久 虽然爆破会产生地面波动 但也不至于把它直接震塌呀 豆腐渣工程嘛 顾雁斯此时仍旧是心有余悸 擦 我会派人好好检查一下 容歇川拿出电话看了一眼 这里的信号似乎很差 那边有两个信号塔倒塌了 也没人修 这里信号实好实坏 先回去吧 走 喝点酒压压惊 这个百货大楼的主人 不会以为是我们强行爆破了他的房子吧 有人担心地问 这个楼自己塌掉的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立刻有人回应的 爆破还在继续 刚才又发生了大楼倒塌的事件 所以众人也没有多坐停留 立刻开着车就回到酒店了 只有顾雁斯的人留下来调查大楼突然倒塌的原因 而在另一边的唐庆打了好几次的电话 都没接通 心急如焚 而此时屏幕的监控当中突然发出一声巨响 紧接着那座百货大楼就在他的眼前轰然倒塌 唐琴手一软 电话就摔在了桌面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期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巴寻 由木叶 法朵 小莲 木羊 C小调等 领行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九十集 百变女神堂堂 姑娘 姑娘出什么事了 正在打扫的陈阿姨观心看过来 就在唐庆脑中一片空白的时候 屏幕又变成了一片雪花 大概是大楼倒塌压倒了电线之类的东西 导致悬挂在不远处的摄像头被打落了下来 摄像头被损坏了 已经看不到那边的情况了 唐庆将电脑用力一扣 转身就夺门而出 姑娘 姑娘 陈阿姨焦急地喊道 到底出什么事了 唐庆哪还有什么心思理会陈阿姨的询问呢 她跑下二楼 靠着的全都是本能的反应 她直接上到了出租车上 她的脑子里头仍旧是乱作一团 心跳的频率让她几乎不能呼吸 清水镇 当她爆出这名字时 司机以为自己听错了 清水镇已经搬迁了 那里现在只剩下废墟了 而且我听说今天会爆破 清水镇麻烦你快点 唐庆巴着车后座 通红的眼睛盯着司机 几乎是用尽全力地咬出一个字 快 司机见她这个样子 也没敢夺问 开足了马力 就冲着清水镇开去 三十分钟的路程 对唐庆来说就是一种煎熬 唐庆又打了好几次 荣西川的电话 可是依旧是无法接通的状态 她又拨打聂雷的电话也是接不通 除非是信号不好 否则这电话不会打不通 除非 她简直不敢去想 唐庆不想去想 出租车一路飞驰着 司机跑出了人生巅峰的高速 到达目的地之后 她还骄傲地说 姑娘 怎么样 三十分钟的路 我二十分钟跑到了 唐庆来不及听她此夸了 把钱往座位上一放 就打开车门跑了下去 这姑娘有病吧 鸡三伙四地跑来这种鬼地方 司机收了钱也没想太多 开着车就离开了 因为清水镇今天爆破 所以四周都围了警戒线 唐庆赶到的时候 爆破工作还在继续着 一声一声地爆破音 震穿耳膜 这里是施工现场 不能进去 有工人立刻拦住了唐庆 姑娘 你不能进去 你不要命了 唐庆焦急地说 刚才那边的百货大楼 发生了坍塌 你们知道吗 是啊 那边确实有一座楼倒了 我们开始的时候 还以为是爆破呢 工人说着 就看到唐庆掀开了警戒线 跑了进去 危险呢 姑娘 你想找死啊 工人急忙追了上来 但他哪跑得过唐庆呢 唐庆很快就跑到了 出世的百货大楼前 刚才还在屏幕当中 屹立地见住 此时已经面目全非 只剩下了一片 狼藉的匪墟 唐庆呆呆地看着 面前的这一切 犹如还在梦中 哎 小姐 小姐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小姐 工人此时终于追了上来 哎呀 你 你不要命了 唐庆一把抓住他的手臂 红着眼睛问 是不是压死人了 啊 压死什么人 工人跑得气喘吁吁地说 没有啊 这楼房是塌了啊 但 但没压死人呢 工人喘了一会儿气才说 哎呀 刚才啊 顾总带人正好在这边视察 哎 楼房 就是那个时候 突然倒塌的 但是万幸的是啊 没有人员伤亡 哎 你 你没有看到 都没有救货车和警车吗 那他们人呢 啊 顾总他们啊 已经开车回去了 这儿呢 就留下我们的善后 原来是这样 原来并没有人出事 看来阿斯躲过了一劫 那你怎么不早说 工人哑然 哎呀 那 那你也没问我呀 再说了 你这跑得比兔子还快 我追都追不上你啊 谢过了这个工人叔叔 唐沁原路返回了 直到走出了这个镇子 那块压迫在他心肩上的重物 才悄然落地 不过他的心跳仍旧很快 似乎还留着重物的痕迹 唐沁抬头看向远处的风景 闭上了眼睛 用力地吐出了一口浊气 他没事就好 他没事就好 虽然知道荣西川病无大碍 但在受过这样的惊吓之后 唐沁迫切地想要见到他 唯有拥抱最真实的阿斯 才能解开压在他心头的烙印 但这个时候去见他 无疑是最不明智的 他把他们俩的关系 隐藏了这么久 而且这里又不是话果 一旦暴露 就会影响他们的全盘计划 荣西川想做什么 并没有告诉唐沁 而唐沁虽然猜了一个大概 却都是猜测而已 唐沁无意中往旁边一看 正好路过了一条繁华的街道 街道两旁 淋漓着各种店铺 唐沁从一扇明亮的落地窗里头 看到了自己 就这样驻足看了一会儿 他忽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唐沁进了身边的假发店 又买了一些东西 走进了一旁的服装店 等他再出来的时候 已经从一个青春洋溢的女孩 变成了一个貌弱攀安的小男生 一头利落的短发 带着时髦的细矿装饰眼镜 黑色T恤 家常款运动鞋和篮球鞋 再次站到那扇落地窗前 打量着自己 唐沁很满意现在的这副装扮 只不过呢 被布条缠裹的胸部有点难受 不过适应了一会儿 也就好了许多 他拿起手中的帽子 扣在了头上 迈着比较男性的步伐 朝着一台出租车走去 模仿对于唐沁来说 从来都不是什么男士 他可以模仿男孩的形态 动作以及步伐 可唯一难的就难在声音上 哪怕尽量的伪装和加粗的声线 但是仍然无法做到真正像男孩那样的嗓音 如果不做手术 嗓音是没有办法彻底改变的 不过这倒够不成什么问题 少说多做就行了 来到荣西川下榻的酒店 唐沁去前台办理了入住 两个前台现在无事可做 正在想方设法打发这个无聊的中午 当他们看到一个打扮新潮的男孩 向这边走过来时 眼前疏然一亮 一个前台抢着问 客人你好 要办理入住吗 是的 唐沁收缩声线 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 尽量地阳刚 麻烦帮我开一间大床房 好的 前台在替唐沁办理入住 而另一个前台 就在偷偷地打量他 眼睛里头带着毫不掩饰的惊艳 直到唐沁拿着房卡离开 两个人才炸了锅一样 好帅啊 真的 除了个子不太高 没毛病 秒杀电视上所有的小鲜肉啊 他要说不出道 没天理啊 可惜前台不能偷拍客人 不然他们一定会多拍几张留作纪念 唐沁拿着房卡去到自己的房间 此时他还不敢保证 荣熙川一定就在房间里头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他需要耐心地等待 还好南国曾是华国人的后裔 语言跟文化几乎都跟华国无异 所以电视台的节目呢 也都能看得懂 唐沁这副打扮也不敢随便出门 只能窝在房间里头看电视 电视看够了 又缩到被窝里头睡觉 好不容易等到夜幕降临了 他的眼睛才疏然亮了起来 他抬腕看了看手表 十一点 这个时候 荣熙川不可能还没回来 唐沁从床上一咕噜地爬起来 对着镜子照了照 确定没人能认出他了之后 才出了门 从磁片的定位上 唐沁早就知道 荣熙川住在哪个房间 位置不偏不斜 正好就在唐沁所住房间的正上方 唐沁顺着楼梯来到了楼上 空荡荡的走廊里头 一个人都没有 这个时间 房客们不是在房间里 就是还没回来 走在空旷的走廊里头 连唐沁的脚步上 都听得十分的清晰 来到荣熙川所住的房门前 唐沁深吸了一口气 压了压冒言 如果里面除了荣熙川 还有别人 他的这副打扮 也没人能认得出来 自然也不会暴露 如果只有荣熙川一个人 那是最好不过了 唐沁抬手敲了敲门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期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熟以貌取人 作者 巴寻 由木叶 法朵 小莲 沙 牧羊 C小调等 领行演播 欢迎订阅 第591集 信不信我咬死你 过了一会儿 里头传来脚步声 一道熟悉而低沉的嗓音 隔着门板响起 谁 唐沁压低声音说 先生 我是酒店的服务员 楼下的房客反应 房间漏水 我上来看一下 是不是您房间的水管裂开了 不久 门开了 唐沁看到熟悉的那个男人 站在面前 身上穿着一件灰色的睡衣 领口微微张开 露出了大片蜜色的皮肤 她用力地咽了一下口水 抬起头 掀了掀自己的冒岩 荣熙川第一眼看到她的穿着 已经知道这个人并不是什么酒店的服务员 而就在她心生警惕的时候 这个人抬起头来 从冒岩下头露出了一张白皙的脸 眉眼如画 唇红齿白 戴着眼镜 头发很短 这是个男孩吗 可这样的错觉只维持了一秒钟 荣熙川一只手已经圈上了唐沁的腰 把人用力地带进了怀里 一脚踢上了门 唐沁被她突然抱住 还来不及反应 后背已经被按在了墙壁上 紧接着落下的就是荣熙川铺天盖地的吻 荣熙川的胸膛紧紧地压着唐沁的 让唐沁有些喘不过气来 手腕也被按在了身体两侧 沿丝合缝地没有一点挣扎的空间 荣熙川就像是饥渴已久的人 贪婪地吸取着她的房间和心香 贪得无厌 永无休止 唐沁头上的帽子在积吻当中掉在了地上 帽 唐沁刚从唇里挤出一个帽子 唇瓣又被她的阿四给吻住了 一个吻似乎无法满足她对她强烈的思念 荣熙川一边不放过她被蹂躏的唇 一边弯下身 右手插到她的膝盖下 将她拦腰抱了起来 没走多远 就是卧室的大床 两人齐齐地跌落在柔软的床铺上 荣熙川终于暂时放过了她的唇 黑幕灼灼地望着近在咫尺的 小巧精致的面孔 阿四 唐沁的口中呢喃出声 忍不住仰起头 主动去吻她的唇 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吗 唐沁的唇 贴着荣熙川的唇 眼底泛起泪光 只管你死了 我绝不渡火 我不会死得 傻瓜 荣熙川的心肩泛起一阵锐疼 手抚上了她白嫩的脸 我答应过你的 唐沁红着眼眶 抵上了她的额头 谁是阴 谁是王八蛋 荣熙川轻笑着 抬手拿掉了她的眼镜 放在床头上 一个吻 轻柔而细致地从唐沁的眉心 吻过了她薄薄的眼皮 高挺的鼻梁 一路向下 当荣熙川发现了 那个树胸的绷带时 一阵哭笑不得 这个要怎么解啊 唐沁笑起来 有点难度 为了不被人认出来 唐沁可是残了很多层的呢 荣熙川一边 解着这个恼人的绷带 一边嘲笑的 哼 其实唐小姐这么做 真的是多余了 荣熙川眼中带着 鱷鱼的笑意 因为缠和不缠 效果基本没有太大的区别 荣熙川 记不记我咬死你 那长长的绷带 被丢在了地上 唐沁就情不自禁地 搂起了她的脖子 接受着荣熙川热情的邀请 所有的恐惧 所有的后怕 斜着铺天盖地的思念 都画在两人彼此结合的 灵魂深处 画成了一片泥泥春色 不知道过了多久 纠缠在一起的两个人 才渐渐地平息下来 唐沁本来有很多话要问的 可这番折腾 十分地耗费体力 唐沁原本一肚子的话 也渐渐地沉了下去 随之涌上的困意 让唐沁在荣熙川的怀里 舒服地贴了贴 荣熙川亲吻着她的额头 目光中尽是无边的温柔宠溺 直到怀里的人 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 她才笑着将她的姿势 弄得更加的舒服一些 正要抱着她一起入睡 外面忽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荣熙川的脸上闪过被打扰的不悦 又怕惊醒怀中的人 于是轻手轻脚地抽身 替她盖好薄被子 这才下床去开门 这个时候敲门的不会是别人 一定是自己人 聂锋进来的时候 狗鼻子用力地嗅了嗅 嗯 什么味道 荣熙川系着睡衣的扣子 什么事 四爷 我有一个新发现 聂锋兴奋地说 杜青调查了南国所有的整形医院 然后发现了这个 聂锋将一份文件交给了荣熙川 整形医院以整容为主 很少有人去为自己的声音做整形 所以 以声音为主进行的调查 就显得容易了许多 荣熙川翻看着手中的文件 直到翻出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人他十分的熟悉 但他知道 这是阎洛不是唐青 这是从一个私人美容院的医生那里 招来的 上面的人应该就是阎洛 你看他这个时候的长相 和现在虽然没有太大差别 但是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很多不一样的细节 比如说 他的耳朵上没有质 还有 眼角稍显狭长 脸型也有细微的改变 的确 这世上不可能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 阎洛跟唐青一模一样 一定是经过了后期的微调整 这个医生 死了 在阎洛出现前就死了 据说是死于火灾 这些证据是从哪来的 是这个医生的女儿保留的 他的女儿说 医生在死前就预感到了自己会死 所以他将这些东西都复制了一份 交给女儿保管 果不其然 医生在把东西交给女儿后不久 他所在的私人美容院就发生了火灾 连带着人和一些资料 全部都烧没了 荣西川想到了四个字 杀人灭口 不过杀人的人显然没料到 那医生会暗中地留了这份非常重要的证据 他们以为医生一死就死无对证 却不知道这个医生对于自己的命运早就有所察觉 继续唱 好 聂锋把东西交给荣西川之后就要回去 无意中往卧室一瞥 聂锋从虚掩的门缝中 看到了被子里头躺着一个人 聂锋盯着门缝惊呆了 这个背着门躺着的人 头发跟他一样短 而且地上隐约可见的长裤和T恤 那明显都是男款呢 包括那床头柜上放着的 也都是男款的装饰眼镜 聂锋觉得 此时的震撼不亚于看到伏地磨合灭霸在接吻 Oh my god 四爷竟然和一个男人上船了 怪不得他一进门的时候 就闻到屋子里头的气味不对 这明显就是欢愉过后的气息 聂锋是情场老手 自然了若执掌 本以为是他的错觉 没想到四爷的床头真的有一个人 还是个男人 男人 天哪 四爷的口味这么重的吗 荣熙川没有注意到聂锋 此时一副被雷劈了的表情 仍然在专注手中的文件 过了一会儿 他才察觉到聂锋还没走 于是抬头问 还有事 没 没有了 聂锋觉得自己这是偶然发现了 什么不得了的大秘密 哪里还敢生长啊 一旦四爷有断袖之辟这件事情 被广泛地流传 那他自己是第一个小命不保的 聂锋立刻就灰溜溜地离开了房间 想着 哟妈呀 要不要去跟聂雷传播一下这个小道消息呢 可是考虑到聂雷那个家伙 永远都是一副干我鸟事的样子 他就觉得没意思 这种知道了大秘密 却无数宣泄的感觉 真那么不爽 荣熙川此时还不知道 聂锋已经在浮想连篇了 他将文件全部看完之后回到了房间 发现唐靖的鼻尖有点细汗 于是他又将空调调低了两度 南国四季炎热 但是空气质量却比锦都要好太多了 荣熙川掀开了被子 躺在了唐靖的身边 一只手将他揽进了自己的怀里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订阅才能看到更新哦 下集精彩继续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容少以貌取人》 作者 发寻 由末夜法朵领弦演播 欢迎立月 第592集 喜欢男人的荣思爷 睡熟的人没有被打扰 而是惯性地往他的身上蹭了蹭 嗯 他甚至是发出了满足的一声哼哼 荣熙川的吻落在他的发丝上 眼底的笑意挥之不去 抱着他的小亲 就是自己这一生最大的满足 哪怕此刻就是生命的终结 他也毫无遗憾 第二天一早 唐沁是在荣熙川逆人的亲吻当中醒过来的 唐沁闭着眼睛回应他 直到两人气息不稳 他才附上来 拉过被子 照在了两人的身上 晨起的男人经历最为旺盛 直到唐沁出声求饶 荣熙川才勉强地放过了他 从昨晚折腾到现在 唐沁终于有时间 来问荣熙川有关百货大楼坍塌的事情了 聂峰提前发现了端倪 荣熙川的眼神一暗 我们来到这里不久之后 就对清水镇附近的摄像头进行了侵入 好在这些摄像头没有被破坏 全部都完好无损 大家一致都认为 那座百货大楼有嫌疑 所以聂峰连夜翻看了摄像头里的记录 发现在几个月前 有一批工人连续几天在楼中进进出出的 唐沁惊讶地说 和我发现的一样 荣熙川递来一个赞许的目光 所以我推测 那些工人进出百货大楼 不可能是想再给百货大楼加开一层楼吧 那么他们每天悄悄打打 是想做什么呢 当聂雷跟我提到爆破的事情时 我就已经猜到了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破坏百货大楼的承重墙 这样百货大楼就成了一个虚架子 只要有一点外力的作用 就会立刻倒塌 唐沁点点头 对方知道你一定会去清水县 也料定你一定会去那座定字户的大楼里查看 所以抓住了这个机会 想要制造一场意外事故 置你于死地 如果你真的被埋在那座大楼里 也不会有人怀疑 那是有人蓄谋已久的 只会认为是楼体废弃 或者是豆腐渣工程导致的 因为大楼已经塌了 证据早就无迹可寻 唐沁松了一口气 我当时真的要被吓死了 打你的电话也打不通 荣西川抱着她安慰了一会儿 我知道对手就藏在塞尔家岛 自然是有备而来的 傻丫头 唐沁当然知道 她的男人绝对不会这么轻易就被楼房压死 她来到这里 必然是做了细致周全的准备 但是事故发生的那一刻 她还是被吓得魂飞魄散 洗澡的时候 唐沁的腿还有些发软 现在真是有点后悔了 自己这就是羊肉虎口啊 还是主动型的 洗好了澡 早餐已经摆在了桌子上 穿戴整齐的男人正在等着唐沁一起吃早餐 唐沁现在都还是一副男孩的打扮 短短的头发毛茸茸的 一双无辜的大眼睛水汪汪的 脸上的皮肤又白又嫩 让人看了就忍不住想摸一把 流行的那句小奶狗说的就是唐沁现在的这副样子 过来 容茜川勾了勾手 唐沁立刻乖乖地跑了过去 就像是一只听话的小猫 容茜川拦住她的腰 让她坐在自己的腿上 唐沁洗得香喷喷的 让容茜川忍不住又要受性大发 唐沁感觉到她的某个东西又有复苏的前兆 急忙插了一块西瓜放进了她的嘴里 来 将家伙 容茜川张开了嘴 吃掉了她喂过来的西瓜 那蓬勃的欲望似乎被压下去了不少 我有一种感觉 容茜川用脸蹭着唐沁滑嫩的脸蛋 你就算是个男孩 我也会喜欢你的 唐沁故作吃惊的样子 原来你是这样的容四爷啊 竟然连男人都不放过 容茜川笑起来 我喜欢的是你 跟性别又没有什么关系 唐沁想想 似乎也是这个道理 成功地被她洗脑之后 唐沁搂着她的脖子说 我留在这里不合适吧 言罗会不会来找你啊 我已经给她打过电话了 告诉她 我今天会出去一趟 那你今天要陪我吗 容茜川点了一下她的额头 你说呢 还是你打算在屋里窝一天 这倒是个好主意 就怕唐小姐身体受不了啊 唐沁立刻说道 我们出去玩 真的在屋子里待一天 那她非得散架了不可呀 坐上容茜川的车 唐沁免不了担心地问 会不会有人跟踪我吗 放心 狗已经被我甩掉了 塞尔家岛以旅游而闻名 虽然当初是顾艳丝买下的 但已经有一半的土地卖了出去 岛南是一个旅游景区 但这里最著名的不是风景 而是赌场 有人不远千里坐飞机来到这儿 就是为了一掷千金 这里是老范的地盘 轻易不敢有人在这里造次的 所以来到这里 我们不会有尾巴 容茜川解释说 老范在黑市里上很有背景 没人敢不给她面子 你跟她很熟吗 一面之缘 在进入赌场之后 唐沁立刻就被这里的豪华所震惊了 她对赌书没有多少的研究 最多呢就会逗个地主 还总是被逗得死去活来的那种 要说进赌场的话 这是第一次 这里跟她想象中的样子 完全不一样 简直就是一个用金子筑起来的销金窟 大厅足足有几十米高 天花板吊顶上面光芒璀璨 清一色的水晶装饰 而赌场也足够大 中间是圆柱形结构 围绕着这个圆柱体分为上下两层 圆柱体的大厅是散台 多为普通玩家和游客 而二层的结构则是VIP包房 专门接待VIP客户 随便看看 想玩什么都可以 荣西川已经让人换好了筹码 都输光了怎么办 能把我输光的人好像没有啊 唐小姐 你愿意做第一个吗 唐静除了斗地主 对于其他的赌博玩法实在是不太行 不过唐静一点就偷 荣西川简单地教了他几句 他就能明白其中的弯弯绕绕了 两人没有去二楼的包间 本来也只是随便的娃娃 若是去包间倒觉得无趣了 在一楼大堂的左侧 有一个巨大的水缸 水缸的上面是玻璃平面 此时正有三个衣着艳丽的女人 在上面表演着舞蹈 站在水缸上面跳舞 这是唐静第一次见到 但是更让他惊讶的是 这个巨型水缸里养的不是普通的鱼 而是十几条的电脉 荣西川见唐静对这口鱼缸有兴趣 于是解释说 这口鱼缸里头放的全是每周电脉 能放出高达八百伏的电压 杀死一个人只需要一秒钟 唐静惊讶地说 这简直就是水中高压线呢 这么多条电脉要是同时放电 那人还不被电成灰吗 他立刻有些佩服 站在鱼缸上跳舞的那几个女人了 这才是真正的跟电脉共舞啊 荣西川带着唐静进了大厅 找了几种他应该能喜欢的 又很容易上手的玩法 唐静对一个叫做炸金花的玩法 非常感兴趣 简单来说 这个玩法又叫做三张牌 核观给每个参与者都发三张牌 然后参与者们一起比大小 在开牌之前 每个人手中的牌 只有直牌的人才知道 如果你觉得你的牌还不错 那就继续跟了 如果你觉得你的牌太差了 就可以果断放弃等下一局 这个玩法靠的不只是手气 还有天生的胆量 以及出色的心理素质和演技 如果你的心理素质够强 一副小牌也可以逼走大牌 和唐静同桌的几个人都是出玩者 所以玩起来也都很简单 基本都觉得自己好像牌挺小的 于是就跑了 唐静也是 有时候分到烂牌也不会僵持 会选择跑掉 但是跑掉的话 就会输掉底钱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发寻 由墨叶法朵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593集 赌命 荣熙川坐在唐静的身边 看他玩牌 唐静真的很聪明 几乎不需要他再指点什么了 玩了一会儿 赌桌上突然安静了一下 紧接着 刚才玩牌的几个人 纷纷起身站到了一边 一个平头男人 坐在赌桌的另一头 态度傲慢地翘起了二郎腿 这个男人大概三十多岁 身上的穿着十分的贵气 一双眼睛犀利如鹰损 此时正贪婪地锁在唐静的脸上 而在他身后 站着一排黑衣保镖 排长很大 而在那个男人左手边 坐着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 皮肤白皙 长得很是秀气 唐静一看对方这架势 就知道是有来头的 于是他拉着荣熙川 准备去别的桌玩 小哥 等一下 男人出声叫住了唐静 别急着走 我们玩玩 唐静此时还是一副男生的打扮 从他进来时 就有不少女人的目光垂涎在他的身上 被女人惦记也就罢了 竟然连男人都开始惦记他了 荣熙川看了那男人一眼 有事 男人身后的保镖 一脸凶器地说道 你好大的胆子 请人这么跟萨哥说话 那个叫萨哥的男人摆摆手 目光从唐静的脸上 移向了荣熙川 几乎是目空一切地问道 这个小哥是你的人 荣熙川没有说话 不过男人的眼底已经泛起了一波 可以吞噬一切的黑潮 读几句怎么样 萨哥玩着手中的筹码 就玩这个炸金花 一局定胜负 你若赢了 我就把它送给你 萨哥摸了把身边的小白脸 那青年似乎早就习惯了被送来送去的 脸上也没多少的异样 很是平静 若是你输了 就把它送给我 萨哥指了一下唐静 怎么样 唐静心想 原来这个萨哥好男色呀 本来以为乔装打扮 别人就会认不出他的 没想到半城男生 还是一样的招桃花 而且是烂桃花 这 这就很尴尬了 这就很尴尬了 荣西川突然冷笑了一声 送给我 你身边的那个 也呸 萨哥脸色一沉 正要开口 又听到荣西川说道 你想要他 你呸 你找死 萨哥身后的一纵保镖立刻就要上前 唐静顿时一阵激动 要打架吗 我的手痒很久了 再不运动 大概就要袖死了 打呀 快打起来呀 这个人不要命了吧 竟然敢跟萨哥这么说话 谁不知道萨哥是这里的霸主 他看上谁 谁就得乖乖地跟着他 你们听说没有 上次他看上了一个男的 但那男的死活不从 结果被活活打死了 也没人敢管 这两个人得罪了萨哥 大概没有办法活着走出这里了 就在众人的议论声中 一个穿着普通的中年人走了过来 这个人真的是太普通了 就像一个平凡而不起眼的游客 但他到来时 就连萨哥都正眼看了过来 范爷 范爷正是这家赌场的主人 无论是在黑白两道 都混得风生水起的任务 范爷笑说 哈哈哈哈 萨哥什么时候来了 招待不周啊 萨哥虽然跋扈 但是也不敢当着范爷的面 惹是生非 于是收敛了刚才的怒火 平静地说 看中了一个小哥 偏偏遇到个不懂事的 坏了我的心情 萨莫叶那是这里的常客 跟范爷又是老相识 他以为范爷一定会卖他的面子 但范爷只是笑了笑 萨哥的脾气真是越发大了 哎 这点小事都能惹你不快 萨哥一愣 范爷继续说 既然大家都是来这里玩的 那就遵守赌场的规则 萨哥若是想赌 就问过这位先生的意思 他要是同意了 我亲自给你们做何怪 死言正合萨哥的意思 于是他狂傲地说道 就赌你身边这个小哥 你敢不敢 赌人有什么意思 悠悠的声音 猝不及防地响起 唐静看了眼身边的男人 以他对这个男人的了解 受到了如此的挑衅 他绝对不会置之不理的 更何况 萨哥还把他当成了赌注 荣熙川拉过一边的椅子 坐了下来 修长的手指 在桌面上食指相握 锐利的眼神 如同刀锋一般 冷漠无情 我这个人 一向都喜欢 多命 闻言 萨哥脸上的表情 显而易见地波动了一下 而范爷的表情 却有着几分高深 如果细看 不难看出几分赞许之色 不敢赌吗 荣熙川冷眼看向对面的萨哥 那就算了 赌 萨哥可不想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 否则他以后还怎么在这一带混呢 你说怎么赌 看到那个鱼缸了吗 随着荣熙川说话的声音 大家都把视线转向了大厅一侧那只巨大的水缸上 水缸里头 十几条的电脉 正在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 如果我没记错 鱼缸上头有两个头石用的开口 平时这两个开口是紧闭的 只有按动开关才能打开 范爷点点头 确实是这样 每天早上六点 会有专人投喂鱼室 那就麻烦范爷把这张赌桌移到鱼缸上方 两把椅子分别放在头石的开口上 荣熙川淡定地看了萨哥一眼 就赌榨金花 一局定胜负 谁输了 按动椅子下方的开关 连人带椅子 一起喂鱼 萨哥在听到这话之后 脸色显而易见地白了许多 但是说出口的话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他总不可能再收回去吧 唐亲也没想到 荣熙川会玩得这么大 木带担忧地冲他摇了摇头 拜托 阿四啊 出来只是玩而已吗 没必要这么认真呢 荣熙川拉住了唐亲的手 放在唇边亲吻了一下 我不会输的 看到荣熙川亲吻唐亲 周围的人不免投来暧昧的目光 一些女人更是毫无掩饰自己的极度之色 啊 这么好的男人 竟然都有了男人了 让他们这些女人还怎么活呢 很快 范爷就让人布置了桌椅 其他人都在台下围观 鱼缸上方只留了少数人 荣熙川和萨哥分别坐在了自己的椅子上 而在那椅子的下方有一个正方形的开口痕迹 现在坐在上面是绝对不会有危险的 因为这个开口的锁扣非常的结实 不然平时也不会有人敢在鱼缸上面跳舞 十几条的电漫在水下不停地游来游去 如果它只是普通的鱼 看着并不会觉得有什么 但是想到这是十足的水下怪物 不免就让人毛骨悚然 如果掉下去 必死无疑 这样吧 范爷提议 每发一张牌 双方都有一次退出的机会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牌不太好 就可以申请退出 主动认输 这种情况下 左卫下方的开关不会开启 一共三张牌 每个人有三次退出的机会 三张牌都发完之后 双方都不退出 那么就亮牌 输的一方 左卫下方开关开启 认栽赔命 毕竟这是范爷的场子 他也不想轻易地闹出人命 所以他才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只要发完牌之前有人认输 那么就不会有人掉下去死掉 我同意 萨哥坐在那儿 表面上看起来十分的淡定 但是他那双放在玻璃缸上方的腿 却是不可控制地抖个不停 好 荣西川也同意了范爷的意见 算是卖他一个面子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发寻 由墨叶法朵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九十四集 赌树和胆量 既然双方都同意了 那么我现在开始发牌 范爷从荷官的手里 接过了一副新的扑克牌 拆开包装之后 手法熟练地开始洗牌 牌洗好了之后 范爷看向唐庆 这位小哥 麻烦你来切牌 为了公平起见 范爷没有自己切牌 而是把这个机会交给了唐庆 切牌 就是从一副牌的中间 随便选取一个位置 把整副牌一分为二 然后荷官从分开的那路牌的第一张开始发牌 可以说 唐庆的这一切牌非常关键 唐庆刚刚学会怎么玩炸金花 对于这个规则还是理解的 不过赌场里的荷官不会找人切牌 都是自己随意切 范爷这么做是为了向大家展示公平 好 唐庆走上前 将范爷手中的牌拿下了一摞 牌面朝下地放在了桌子上 谢谢 范爷客气地将剩下的牌都放好 然后用发牌器 分别为荣熙川和萨哥发了一张牌 这张牌只有直牌的人才能看到 按照范爷的规定 看到这张牌之后可以直接认输 但是没有人会在赌博刚开始的时候 只看到第一张牌就认输的 关键还得看第二张牌 唐庆就站到荣熙川的身后 荣熙川刚才看牌的时候 唐庆也看到了他的底牌 是一张方片二 现在暂时还说不出这张方片二 是不是好牌 一切都要看下面的一张牌 有人主动认输吗 范爷问 显然没有人 那好 我现在发第二张牌 范爷依次又发了两张牌 唐庆再次看了眼荣熙川的牌 是一张梅花三 方片二和梅花三 虽然牌面都不算大 但是第三张牌 如果是S或者是四的花 就有组成顺子的可能性了 虽然这个顺子有点小 但是保不准萨哥的牌会更小呢 比如说不同花色的679这种组合 有一个对子再加上一张杂牌 也会比顺子小 但是同理 比顺子大的可能性也很大呀 毕竟有铜花和大顺子 以及铜花顺 甚至三张一样的牌 俗称豹子 有人放弃吗 范爷依厉问道 荣熙川和萨哥都没有认输 选择继续发最后的一张牌 这是最为关键的一张牌 因为这张牌可以决定生死 大概也是意识到了这张牌的作用 范爷发牌的动作也格外的谨慎而小心 为了尽量不闹出人命 范爷之前定下的规矩是 此时所有的牌都发放完毕后 如果发现自己的牌太小 断定没有赢的可能 可以做最后一次认输处理 退出后也不会有性命之忧 唐沁在看到荣熙川的第三张牌时 脸上没什么表情 萨哥此时缓缓地翻开了第三张牌 眼角轻轻地上扬 像是志在必得 因为他的三张牌分别是 G圈K 而且还都是红桃的 这是一个铜花顺 还是一个级别特别大的铜花顺 能打败他的只有三张一样的豹子 以及铜色的圈K肩 萨哥的运气是真的好 连他身旁的那个青年都流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萨哥这样的牌输的几率简直小得可怜 最后一次放弃的机会 我给二位十秒的考虑时间 范爷郑重地说 如果没有人放弃 那么开牌之后 输的一方只能喂慢鱼了 范爷说得轻描淡写 但是下面围宽的人 都是提心吊胆的 十几条的电漫呢 别说是一个人 就算是一只恐龙掉下去 恐怕也会被垫死的 如果不想死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否则一旦开牌 必然会有人去死 观众一边不想看到有人与命 一边又兴奋地希望 这两个人都不要放弃 萨哥的一句不放弃 就要脱口而出 不放弃 荣熙川的声音 在他之前响了起来 荣熙川的神情淡然 嘴角放松 从第一张牌开始 荣熙川就一直保持着 这样的表情没变过 萨哥刚要说出口的话 又收了回去 不免用眼神悄悄地打量唐沁 这个小哥一直在看荣熙川的牌 前两张的时候 他的眉头微微动了动 但是在最后一张牌时 唐沁的脸上就没有任何的表情了 但是细看之下 这根本就是那小哥的伪装吧 因为从那小哥的眼底 萨哥读出了带着并不明显的几个字的味道 胸有成竹 虽然他隐藏得非常深 但是萨哥还是看出来了 萨哥不免再看了眼自己手中的牌 虽然很大 但是能打败他这副牌的实在是太多了 对方几乎没有犹豫 就选择了不放弃 那就说明对方的牌一定是豹子 而且这个豹子应该是在十以上 不然他不可能连犹豫一下都没有 就直接选择继续 毕竟他们赌的不是钱 不是人 而是活生生的一条命啊 赢则生 输则死 还有三秒的时间 范爷的声音在赌场内沉稳地响起 三 二 这三秒钟的赌秒时间对于萨哥来说 就是一种折磨 连他的头皮都渗出了汗珠来 妈呀 这 为了一个男人 还不至于把自己的命都给搭进去吗 不值 真是太不值了 就在范爷的一缸吐出唇边的时候 萨哥的声音响了起来 火人说 台下的众人 有的重重地吐出了一口气 有的却像是没看到好戏 发出了失望的嘘声 不管怎样 这个赌局以萨哥的认输结束 没有性命之忧 但萨哥虽然认输了 却是心有不甘 于是把手中的三张牌往桌面上一亮 冲着荣熙川说道 我认输 现在 我要看你的牌 荣熙川面前的牌一直没动过 反面扣在桌子上 而且他仍旧是那副风轻云淡的样子 他不回答萨哥的问话 却是问范爷 看牌有什么规矩 按照规矩来讲 一方主动认输 如果是没有权利看对方的牌 想看牌的话呢 必须要付出一些筹码 按照两位这个读法 若是想看牌 一个亿 台下立刻发出了一片惊叹声 什么 一个亿 这是天价看牌啊 这么贵 还是不看了吧 看个牌要一个亿 这是抢吧 可大家都忘了 这场赌局的前提是以命相搏 和普通牌局上单纯的赌钱不一样 看牌的代价自然也不能够相提并论 我看 萨哥一咬牙 让人去换了一亿的筹码 萨哥的这份气量倒是让荣熙川对他另眼相看了 于是他将修长的手指按在了牌面上 身子微微前倾 确定要看 看 就算输也要输个明白 他萨哥虽然强势 却也不是输不起 好 荣熙川将拇指按住了牌面的一角 动作俐落地向上一翻 三张牌齐刷刷地就露出了真容 当众人看到那牌面时 人群里寂静无声 方片二 梅花三 黑桃五 这是不同花色的二三五 也就是榨金花当中能拿到的最小的牌 别说萨哥拿到的是勾框K的铜花顺 就算他闭着眼睛随便摸三张牌 胜率也是百分之一百 萨哥盯着那三张牌 脸色全无 我竟然败给了二三五 耻辱的二三五 这 这不可能啊 你拿到二三五 竟然还敢继续赌 你不要命了 萨哥一脸的不可思议 他 他瞄的 这 这人是神经病吧 赌博靠的是运气 同样 还有胆量 荣西川把面前的三张牌 扔到了牌桌中间 不管我拿到的是什么牌 你都输定了 萨哥一屁股瘫倒在椅子上 无话可说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 以貌取人 作者 巴询 由 莫叶 法朵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九十五集 可爱的萨摩烟 走吧 荣西川牵起唐沁的手 范爷说道 我一会儿会让人把这一个亿转到你的账户里 不用了 荣西川将唐沁的肩膀用力一搂 我的人从来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 同样 我的命也不是 目送着荣西川离开 范爷脸上的赞许之色更浓 不愧是华国的传奇人物啊 这份胆量与魄力 我服 因为出了萨哥的事情 唐沁也不想在这里多坐停留 把手中的筹码换成钱之后 他发现 自己这种新手竟然还赢了几千块 刚才荣西川和萨哥比赛的时候 自己的心一直都提在嗓子眼的 看到荣西川拿了二和三 他的心就已经凉了半截了 而当他把最后的一张五翻开的时候 唐沁觉得自己的心理素质已经快达到极限了 但他和荣西川都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 过硬的心理素质以及唐沁自带的卓越演技 足可以让那个萨摩耶相信 荣西川拿到的一定是豹子之类的大牌 这场赌博靠的完全是胆识勇气和演技 一丝一毫的情绪泄露都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 此时被外面的风一吹 之前积压在心底的恐惧才全部都散了出来 连着沉重的步伐也跟着轻快了起来 两人出了赌场之后刚要上车 暗地里头忽然一下子就涌上了二十多个人 他们的手里执着各种武器 一下子就将他们的车子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荣西川收回握在车把上的手 冷眼扫视了一眼周围的人 唐沁则是因为有架打 一脸的兴奋 忍不住开始摩拳擦掌了 荣西川无奈而宠溺地看了他一眼 摇了摇头 这小丫头 一提到打架兴奋得两眼放光 这时 萨哥从这些人的中间走了出来 在荣西川面前站定 萨哥抽了一口雪茄 喷出的烟雾散在空气之中 赢了就想一走了之 他又吸了口烟 你是从华国来的吧 不要忘了 这里是塞尔加岛 这是南国 萨哥是当地的地头蛇 除了不太敢惹范眼 谁得罪了他萨哥 都不可能平安无事地走出他的地盘 想走 也简单 萨哥的手突然伸向身侧的衣兜 唐沁眉头一皱 警惕地看向他 如果他的手里真的有枪 那么他们现在的情况 怕是有些棘手了 荣西川微微侧身 将唐沁挡在身后 看向萨哥的眼神 越发地深沉 萨哥的手伸进兜里 嘴里叼着的雪茄 掉落了一小段烟灰 唐沁生怕萨哥掏出的是枪 已经在想应急地对策了 想走也简单 萨哥的手已经从兜里 拿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突然请出来 对准了二人 把这个东西给我收下 唐沁的心头一紧 差点就一脚踢出去 把萨哥的手给踢飞了 结果看他掏出来的并不是枪 而是一张支票 不但唐沁有些懵逼 荣西川也是不解地皱了一下眉头 萨哥晃着手中的支票说 我萨哥从来不欠别人钱 这一亿是我输给你的 你就赶紧给我收好 否则就是打我的脸 他将支票拍在了 荣西川身后的车盖上 抽了一口雪茄之后 本来高傲的脸色 突然秒变小迷地 小哥 我想跟你交个朋友 他握住荣西川的手 脸上带着谄媚的笑意 我叫萨摩耶 请问小哥尊姓大名 听到萨摩耶这个名字 唐沁差点笑喷出来 萨摩耶 萨摩耶 冰糖给您取名的时候 是认真的吗 荣西川 看得出来 荣西川把手抽出来的时候 是带了嫌弃的 荣小哥 你若是不嫌弃 教我老萨这个朋友 我保证 你在塞尔家岛 横行无阻 不必了 荣西川拒绝 别啊 荣小哥 你再好好考虑一下 我这个人虽然长得不帅 但是做朋友的话 绝对是两面三刀 绝 不 不对 是两肋插刀 荣西川俯额 这中文水平也是醉了 不过 自己怎么突然觉得 这个萨摩耶 好像还蛮可爱的嘛 荣小哥 我在这边黑道的势力 可不是盖的 你要是看什么人不顺眼的话 就跟我说 我保证 帮你收拾得服服帖帖了 荣西川似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支票 我不会有 你不要就是看不起我 你不要就是打我的脸 萨哥说着 就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我老萨最要脸了 你可以打我的屁股 但绝对不能打我的脸 腾庆感觉荣西川就要崩溃了 这个萨哥还真是一朵奇葩呀 行 这支票你不要也行 萨哥看出荣西川的不耐烦 急忙就把支票收了起来 但是你这个朋友 我交定了 萨哥上前一步 似乎想要跟荣西川来一个 称兄道弟热络一下 可荣西川身上的气质太冷 太淡漠了 让他有点退缩 荣小哥 在我的地盘上 你可以横着走 萨莫叶地上了一根雪茄 丑根烟 我不丑烟 谢谢 萨哥把雪茄收回来交给手下 荣小哥 你来塞尔家道不是旅游的吧 我来处理点私事 萨哥把一张名片递给了荣西川 但凡你有需要 我随叫随到 荣西川接过他的名片 同时把自己的一张名片 跟萨哥做了交换 荣小哥 我最佩服的就是你这样的人 我也最喜欢和你这样的人交朋友 你看我五大三苏的没割掉 是不是高盘了呀 并没有 荣西川这个人话不多 但是他并没有拒绝 萨哥递来的名片 其实就是间接承认了 萨哥这个朋友 这就是江湖 不打不相识 回去的时候 萨哥还要敲锣打鼓 派车队护送他们 被荣西川拒绝了 在车上 荣西川有些无奈地 按了按太阳穴 这个萨哥 还真是有点热络过头了吧 他是不是看上你了 唐沁凑过来 揶鱼他 毕竟荣先生 也是人间角色 那萨哥好男色 看上你也在常理之中嘛 荣西川点了一下 他的额头 就你知道的多 不过话说回来 不管萨哥的性取向如何 如果有他的相助 必然会如虎添翼 毕竟这里不是锦都 在别人的地盘上行事 必须要事事小心谨慎 有一个本地人在身边 总会多几分保障 我先送你回民宿 不用了 你离开的时间太久 还是赶紧回去吧 不行 荣西川坚持 唐沁也没有继续推辞 游着他将自己送到了 民宿外的大门口 下车时 唐沁的手腕 突然被荣西川攥住 唐沁眨眨了眨眼睛 等着荣西川说话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 以貌取人 作者 发寻 由 末夜 法朵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九十六集 I will be back 荣西川沉默了片刻 明亮的目光 落向他的眼底 不管发生什么 记住 我会平安无事 荣西川低头在唐沁的手背上 轻轻地印上一文 相信我 你要小心 说完这番话 他的车子才离开 唐沁望着车子远去的背影 轻轻地叹了口气 塞尔夹倒的事情 他没有办法参与 他能做到的 就是陪在这里 等待 在走廊里 唐沁看到陈阿姨正在做清扫 于是打了声招呼 姑娘 你没什么事吧 陈阿姨关心地说 那天你匆匆忙忙地跑了 我真怕你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 幸亏是回来了 不然我都要报警了 对于陈阿姨的关心 唐沁十分感动 我没事 一个朋友突然遇到了一点意外 不过已经没事了 昨天我就是住在他那 哟 没事就好 陈阿姨说 你屋里的贵重物品 我都替你放到柜子里锁起来了 那 这是钥匙 陈阿姨生怕唐沁不在的时候 有别人进到屋子里打扫 会动唐沁的东西 谢谢陈阿姨 唐沁接过钥匙 对于陈阿姨的好感 又飙升了几分 这个陈阿姨给他的感觉十分的亲切 而且人也长得十分端庄 可以看得出来 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美人 特别是他眉心中间的那颗红色的痣 让人一眼就能记住 这要是放在年轻的时候 不知道这张脸会是怎样的倾国倾城呢 虽然陈阿姨说他的老家就在南国 但唐沁总觉着好像不大像啊 唐沁没有挖掘别人隐私的爱好 更何况他只是在这里暂住几天 与陈阿姨的缘分 也不过只是萍水相逢罢了 唐沁第二天起床之后 惯例地定位荣熙川的位置 看到他还在酒店 他就放心了 荣熙川在屋内用了早餐 聂雷让人收拾吃过的餐具 荣熙川在外的饮食 都是由聂雷一手经办的 细致入微 避免一切差错 那个百货大楼的楼主 有没有闹事啊 荣熙川拿起餐巾擦了擦嘴角 没有 一直很安静 哼 果然是这样 这个人之前一直吵嚷着 要两个亿才肯搬走 现在他的百货大楼整个塌陷了 他却没了动静 聂风在一边插话 是啊 如果他真的想要钱 现在一定会闹得天翻地覆 会一口咬定 是我们故意破坏了他的财产 所以 这个人一开始就不是想要钱 他只是为了制造噱头 让我们关注那座大楼 然后再在大楼里动手脚 当我们进入大楼的时候 大楼突然倒塌 看起来就像是一场意外事故 荣熙川暮色渐身 这是蓄谋已久 聂雷担忧地说 对方一技不成 还会用第二技 四眼 我们要小心尾秒 荣熙川端起咖啡杯敏了一口 你先让人保护堂堂的安全 虽然堂庆小心谨慎 能够保护自己 但他仍然不放心 你们先去忙吧 荣熙川说 有事我再叫你们 四眼 那个银路怎么还没来找你啊 聂风没事找事 他不是一直喜欢黏着你吗 你很喜欢他 荣熙川目光凉凉地扫了他一眼 聂风顿时吓得白手 没兴趣没兴趣 我心有所属 你一直说心有所属 你这样的人 真不知道谁家姑娘那么倒霉 被你给惦记上了 聂雷在一边冷笑 毫不掩饰自己对于聂风的鄙夷 你这个老楚男懂个屁啊 聂风叫道 你懂什么叫爱情吗 你懂什么叫情爱吗 聂雷面色沉冷 没什么特别的表情 我不懂爱情 我只懂种马 哎 兄弟的 你是不是想打架 聂风撸了撸袖子 虽然他穿的是短袖 根本没袖子 聂雷没说话 但眼神中明显带着不屑 好像在说 是 就凭你 这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吵架 荣熙川早已习以为常 等到他们消停了 荣熙川才开口说 你主意谁都行 就是离那个余威而远一点 为什么 聂风反应强烈 他怎么了 他是堂堂的好朋友 而且他已经有男朋友了 他的男朋友也是堂堂的朋友 所以 你就别打他的主意了 我不想看到堂堂为难 荣熙川开启了护妻模式 不但护妻 连妻友也都一起护了 聂风觉得这对他不公平 不过嘴里嘟囔了几句之后 也没声音了 他可不敢跟四爷呛声 聂雷瞥了他一眼 有些幸灾乐祸 两人走了之后 阎洛也没有来 阎洛本来是想收拾一下 去找荣熙川的 结果就接到了 房间内的座机电话 听到电话里的声音 他本能地眉头一紧 那边不知道说了什么 他一直没说话 最后他才挤出了一个字 你开始后悔了 对方声音冷烈 阎洛听了 慕免身体一寒 急忙摇头 不是的 我说过 不要对荣熙川赌真感情 从他身上能得到的 我一样会给你 不要忘了 你不是一个人 这句话像是刺激到了阎洛 他握着电话的手 微微地颤抖起来 那原计划想是 这次再有差错 你 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 挂了电话 阎洛坐在沙发上 出神了很久 最后 他眼神一速 闪过了一丝 决然的狠力 他往手边的包包里 看了一眼 拉上拉链之后 就出门去了 荣熙川听见敲门声 起身去开门 嗨 阎洛站在门外 手里提了一个小袋子 给你买的 什么 荣熙川侧身将他让进来 郭亏 阎洛笑着说 这家郭亏很有名的 围殿排队的人 都有几十米长 我可是站到脚发软 才买到两个的 郭亏 郭亏是什么东西 荣熙川表示 没听过这个名词 阎洛嘲笑他 郭亏你都不知道啊 阎洛打开了包装袋 里头是两个饼状的东西 但这个饼是硬的 薄的 就是放在特制的 炉子里面烤制的饼 饼里面有薄薄的馅 你尝尝 阎洛掰了一块饼 递给荣熙川 荣熙川向来 对这种奇怪的食物 不感兴趣 但是阎洛给他的 他还是接了过来 勉强咬了一口 竟然意外地好吃 怎么样 阎洛得意起来 是不是很好吃啊 我的选择没错吧 他一边自夸 一边掰了块饼 自己津津有味地 吃了起来 吃了一个饼 阎洛起身说 很干吧 我就给你冲个咖啡 他走到房间 水壶所在的位置 这里有一个 很大的平台 在那上头 摆放着各种 茶具 咖啡具 阎洛拿起了 一包咖啡豆 有两种口味的 拿铁跟摩卡 酿那种 拿铁 需要加点奶吗 可以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 以貌取人 作者 发寻 由 末叶 法朵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九十七集 沉入海底 颜洛熟练地 将咖啡豆 倒入了咖啡机 一边做咖啡 一边说 阿四 我今天想去潜水 潜水 荣西川从手机上 抬起头来 你不怕水了 是有点怕 颜洛神情低落 我还不怕水 被人从水里 救出来之后 我就没有下过水 看到水就有些害怕 那你为什么 还要去潜水 都说我当时 是因为掉进海里 才失踪的 而我失去的记忆 也是在海里消失的 所以我就大胆地想 如果回到 施法的地点 如果潜到水下 会不会因为 当年的情景重现 而让我找回记忆 这倒也是一个办法 但是让你去潜水 去战胜恐惧 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呢 颜洛把做好的咖啡 倒进了精致的咖啡杯中 端着咖啡转过身来 你看着我就好了 有你在 我就不会那么害怕了 我陪你下去 一旦有什么危险 我还可以第一时间 护你周全 也好 颜洛把咖啡 放到了他的面前 我还不知道 你的水性怎么样 我有潜水源资格证 颜洛顿时一脸崇拜 真厉害 我倒不会有什么问题 主要是你 你确定 能克服心理上的恐惧吗 荣西川还是有点担心 如果克服不了 大不了就赢上来吗 不是还有你啊 颜洛叹了口气 想要找回过去的记忆 我对自己狠一点 那是不行的 好吧 荣西川端起咖啡喝了两口 哎 你买的这个锅盔 倒是挺好吃的 颜洛笑说 难得 能有对你胃口的东西 这是我的荣西 荣西川喝完咖啡 两人便一起去准备潜水的工具了 而在民宿的酒店里头 唐沁坐在沙发上 耳朵上扣着耳机 一边看手机 一边注意着电脑屏幕上的变化 上午的时间 荣西川一直都在酒店没有离开 但是现在显示 荣西川离开了酒店 所去的方向是 塞尔家岛的海沙湾 之所以叫海沙湾 是因为那里时常有鲨鱼出没 不过近些年来 随着人类大量的猎鲨 鲨鱼几乎已经在这一片海域绝迹了 不过鲨鱼没有了 海沙湾这个名字 还在继续沿用 当年唐沁在这里拍电影的时候 所在的位置就是海沙湾 也就是唐沁落海遇难的地方 对于这个地方 唐沁多少是有些心理阴影的 但是克服了对深水的恐惧 再次看向这片大海 也只剩下了对往事的惆怅了 庆幸的是 当初死的那个是自己 不是荣熙川 荣熙川在这个时候来到海沙湾 唐沁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 但他除了密切地关注他的位置之外 也派不上什么用场 唐沁见荣熙川的位置 一直停留在海沙湾没动过 便拿出手机翻了一块微博 看了十几分钟 上下眼皮就开始打架了 什么时候睡过去的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如果不是陈阿姨的敲门声 他这一大叫应该会睡到天黑吧 库娘 库娘 平和的敲门声响起 唐沁才迷迷糊糊地醒过来 听到门外传来的陈阿姨的声音 他才起身去开门 啊 这是你的衣服 一定吸好晾干了 陈阿姨拿着一个洗衣篓 那里头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 这是这家民宿的住宿服务 免费替客人清洗衣物 看到衣服如此干净整洁 唐沁就猜到 他们是陈阿姨手洗的 而不是扔进洗衣机里 跟其他人的衣服一起混合洗 谢谢陈阿姨 唐沁接过洗衣楼 辛苦你了 陈阿姨笑说 不辛苦的 要是有其他事情 我力所能及的 尽管来找我 唐沁回到屋里 把洗衣楼放在沙发上 一边整理自己的衣服 一边往电脑上看去 本来是心不在焉的一言 却如同一道惊雷 在脑中炸响 之前他一直认为 荣西川还在海沙湾 也没有过多的关注过 荣西川的确是在海沙湾 但他并不在海沙湾的海面上 那屏幕上所显示的位置 他是在海沙湾的海底 唐沁把手中的衣服一扔 迅速地缩小了地头的位置 这个瓷片是非常细密精准的设备 它所定位的位置 有着99%以上的准确率 比如说 他可以定位到酒店的具体房间 屏幕上显示 荣西川正在海下一千多米深的位置 如果他是去潜水了 不可能会有人潜到水下一千多米吧 普通人潜水的极限 就是在水下30米左右 就算是受过专业训练 也不会超过百米 而目前的人类潜水记录保持者 是在330米 一个正常人潜到水下一千米 那除非是 唐沁以为是自己的电脑 或者是瓷片出错了 他几番检查之后可以确定 电脑没有出错 荣西川现在真的就在水下一千多米 不仅如此 他还在继续地下沉 不能话 唐沁闭上眼睛 深吸了一口气 冷静 一定要冷静 以荣西川此时的位置来判断 有两种可能 一是在人溺水之后 被海流卷入了海底 或者是他身上带着的瓷片 掉进了海底 但是潜水浮非常的严密 瓷片基本上是不会掉的 这种可能性可以排除了 那么就只剩下第一种可能 就像他当年出世的时候一样 当自己的身体不受自己控制时 根本无法游出水面 只能像一个铅块一样 不断地下沉 如果再遇到海上的海流 就会被卷进海下更深的地方 成为海底的养料 唐沁迅速地拨打了荣西川的电话 显示是无法接通 在唐沁想要拨打第二次的时候 他的脑海里头突然想起了 荣西川昨天说过的那句话 记住 不管发生什么 我会平安无事 他让他相信的 虽然唐沁此时心境难平 但在逐渐地冷静下来之后 他还是决定相信他 如果因为担心而貌貌然然的形势 势必就会破坏他的计划 所以哪怕此刻唐沁心急如焚 那也只能死守围城 唐沁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 还是决定去酒店的周围转一转 他换上昨天的那套男孩的装扮 迅速地出了门 唐沁没来之前 酒店的某个房间里 就乱成了一团 你说什么 四月沉到海底去了 逆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手中的电话几乎都要握碎了 电话的另一边 快艇上呆坐着惊慌失措 头发和身上仍旧湿漉漉的严落 他的脸上还有哭过的痕迹 说话的声音也是嘶哑的 我抓不住他 他真的非常快 怪我都是我不好 我不该去牵水呢 逆风没有听 严落继续语无伦次地叙说 身形似箭般地窜了出去 同时给手下的人 扔下了一句话 通知顾检察 顾艳斯带着人匆匆地到达了出世的海沙湾 心急如焚 这是一处非常平静的海湾 非常适合潜水 但这里并不太适合出学者 因为是深水区 海水深不见地 几艘快艇停在出世地点的周围 五六个潜水员已经跳入水中 开始寻找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容少以貌取人 作者 发寻 由墨叶法朵领衔演播 欢迎立月 第五百九十八集 会让你们团聚 顾艳斯跳上 阎洛所在的快艇 焦急地问 到底怎么回事 阎洛仍旧摊坐在地上 神情空洞 面对顾艳斯的询问 他脸色苍白地抬起头来 都说不好 如果不提来潜水 他就不会沉下去了 荣丝水性极好 还有潜水炎症呢 他怎么可能沉下去 顾艳斯气急败坏地喊道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阎洛用力摇头 眼泪滴落而下 下水的时候 我说我们做点热身运动 防止水下抽筋 他说不用 然后我们就潜下去了 我有点怕水 我当时有些害怕 所以我就紧紧地抓着他 他带着我往下潜 我渐渐地 开始可以控制住身体的恐惧 就在我们捡到十几米深的地方 他抓着我的手突然就松开了 我看到他的身体有些僵硬 大概是抽筋了 我想上去帮他 可他的身体就不受控制地往下沉 我抓着他的手 可是水压太大了 我根本就抓不住 阎洛说着 声音哽咽地哭起来 我就 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沉下去 还挺那么深 他就那样沉下去了 你先上岸等着 这里交给我 顾燕斯听了他的话 表情沉重 不 我哪里也不去 我就在这里等着他 顾燕斯皱了一下眉头 没有多说 而是带着人继续搜救 天黑之前 又来了十几艘的船只 搜救的人达到了三四十个人 而且还动用了直升机 这样的搜救 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的早晨 依然无骨 这边的搜救工作还在继续 聂雷吩咐手下 前面封锁消息 不要把四爷出事的事情传到华国 特别是荣家 是啊 如果这个时候 让荣老爷子和荣荀知道家主失踪 还不知道会掀起什么样的大风大浪呢 聂雷打完电话 看向坐在沙发上神色憔悴的沿路 颜小姐 你也去休息吧 沿路摇摇头 随着头部轻微的摆动 泪水也随之落了下来 都是我不好 如果我不停一去潜水 他就不会出事了 使我不好都是我害死他的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聂锋不耐烦地瞪过来 就算你内疚死了 四爷也不一定找得到 聂锋 别这样说话 聂雷出声训斥 颜小姐也不是有意的 她也不想弄成现在这样 她顿了一下 关键是四爷水性极好 为什么会沉下去 如果是严重抽筋的话 有可能 聂锋分析 抽筋太严重的话 会让四肢无法动弹 没有及时自救 就会呛水 聂雷点点头 虽然不排除抽筋溺水的可能 但是也要进行其他方面的排查 毕竟 我不相信四爷会在水下你死 沿路还一直在哭 一双眼睛早就红肿不堪 如果说她是演员 此时不过就是在演戏 但是聂雷总觉得 她哭得不像是假的 倒像是出于悲痛而掉出的眼泪 不过这些都不再重要了 重要的是赶紧找人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 争分夺秒的搜救 他不会有事的 严落说 我曾经掉到海里都还能还生 他也一定会没事的 叶小姐 你先休息吧 我们先去检查一下四爷今天的饮食 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发现 说到饮食 严落忽然停止了哭泣 我今天 给阿四买过两个国盔 国盔是什么东西 聂峰问 严落起身寻找 果然在茶几上找到了一个纸袋 就是这个东西 严落说 我们只吃了一半还剩下一半 聂雷神色一素 拿起来看了看 我立刻让人去化验 看看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在聂雷的催促下 严落才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他坐在床头 一脸的湿魂落魄 而就在这时 坐机电话突兀地响了起来 严落吓了一跳 心脏砰砰地跳个不停 直到坐机响了一会儿 他才走过去接起了电话 确定他死了吗 是 严落的声音在发抖 我亲眼看着他沉下去的 那么深的海底 他的身体又不停使唤 沉下去的话 就一定活不了了 做得很好 严落握紧了听筒 你也在把他还在查 我怕 咖啡杯洗干净了吗 洗干净了 应该不会有人在杯子里 写色出东西的 而且除了荣西川跟我 没有人知道 他还喝了一杯咖啡 严落在和荣西川吃锅盔的时候 借故吃饼太干 所以去给他冲咖啡 在他冲咖啡的时候 严落就背着荣西川 把手心里头的药粉 放进了咖啡中 而那杯咖啡 荣西川当着他的面 全部都给喝掉了 就如同当年的唐庆一样 那种药可以让人在入水之后 全身无力 然后溺水身亡 严落当时假装在水中害怕 荣西川过来帮他 扑腾了一会儿 他就发现 荣西川突然不动了 然后就开始下沉 而出于一种人的本能 他想要伸手拉住荣西川 其实在那一刻 严落并不想踏死 可是一个男人下降的重力太沉了 再加上海水的作用 严落被荣西川的重量 拖进了水里头 在严落发现 自己根本就拉不回荣西川的时候 他才不得不浮出水面 严落在水面上等了很久 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样子 确定荣西川不会再浮上来之后 他才暗自松了口气 不过虽然他完成了任务 却有种悲凉的感觉 弥漫在心头 刚才还活蹦乱跳的一个人 瞬间就被大海吞没了 哪怕强势如荣西川 在这片异国壮阔的海域 也不过就是很渺小的一粒尘埃罢了 想到荣西川曾经对自己的那些好 严落的眼泪忍不住束束地往下掉 虽然他很清楚 荣西川对他好是因为把他当成了唐庆 但是严落知道 往后余生大概不会再有一个人 像荣西川一样对自己这般的关心北质 掏心掏肺了 想到这里 严落的眼泪再次掉了下来 但他不敢大声地哭 更不敢让电话那段的人听到 他用手抹了一把眼泪 他才开口问 眼泪心响 我不是装得很悲伤 我是真的很难过 毕竟朝夕相处了这么久 我身上的一个人就这么没了 我把他们怀疑我 不会的 你是荣西川最爱的人 他们绝对不会动你的 更不会怀疑你 就算是荣西川死了 他们依然会像以前一样对你 这边搜救时间会持续一段时间 等搜救时间结束 你就会尽多 继续以唐庆的身份活着 那他们 放心吧 有机会 我会让你们团聚的 挂了电话 阎洛迟迟没有回神 虽然荣西川死了 但是他的生活还要继续 以唐庆的身份继续活着 这是他唯一的出路了 毕竟到了现在 他已经没有了别的选择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期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发寻 由 末夜 法朵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五百九十九集 假的让人恶心 唐庆在酒店附近 徘徊了一阵 就听到有人在议论 听说有人在潜水的时候 人都还得死了 现在还在搜救 这么不小心啊 不过这里每年 都会有潜水淹死的 死不量力啊 听到这些人的议论 唐庆心中的不安 越发扩大 但他不能去打听 更不能出现在酒店里头 直到手机 叮得响了一声 他才离开了酒店 挥手招来一辆出租车 往机场的方向去了 连续三天的搜救 没日没夜地进行着 但是茫茫大海 如同捞针 顾先生 你先回去休息吧 逆雷看到顾燕斯 脸色苍白 双眼通红 明显黑了一个色号 这些天 顾燕斯一直都在 亲自指挥搜救 几乎没怎么合眼 所有人都知道 这样沉入海底 生还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顾燕斯不想放弃 大家都休息吧 顾燕斯说 我留在这继续找人 他们也不是铁做的 一直不休息 也撑不住我 你们那边调查有什么进展吗 顾燕斯问 我不相信荣斯会自己沉浸海底 聂雷说 四爷的早餐都是我亲自经受的 没有什么问题 之后他和颜小姐一起吃了一种叫锅盔的东西 我也让人化验了 没有问题 而且 他和颜小姐都吃了 如果有问题 颜小姐现在也应该出事了 难道真的是因为下水不是导致的吗 顾燕斯眉头紧皱 他是在我地盘出的事 如果真找不到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荣家人交代 顾先生 你也不必自责 出了这样的事谁都不想 你也雷叹气 顾先生还是先回去休息吧 我也回去睡一觉 明天继续 顾燕斯坚定地说 不管怎么样 活要见人 死要见事 我不能让他沉在黑漆漆的海底 顾燕斯没有住在酒店 而是住在他在塞尔家岛的家里 他精疲力尽地回到家 就看到窗边站着一个人 那人穿着一套短袖长裤的家居服 此时目光凉凉地望着他 怎么还没睡 顾燕斯把电话 顺手放在了一边的茶几上 我去洗个澡 大哥死了 说话的正是秦歌 而在这话说出口时 秦歌的眼里浮出了泪光 还不一定 没有看到尸体 秦歌看着顾燕斯 你们找了这么多天 你们找了这么多天 都没有找到他 他还可能活着吗 这下你高兴了 这下你高兴了 秦歌 你什么意思 顾燕斯眉头紧皱 我也不想看到荣丝出世 他是我最好的兄弟 他死了我比谁都难过 你难过吗 秦歌冷笑 顾燕斯 你真的是假的让人恶心 顾燕斯像是被激怒了 大怒着走过去 双手猛然攥住了他的肩膀 你闭嘴 千几天 那座百货塔楼出世了 秦歌面色平静地望着他 二楼的瑜伽房 正好可以看见那座大楼 又一阵子 我就发现有人不断在那座楼里 进进出出 我当时还问佣人 那座大楼不是已经废弃了吗 为什么还会有人进出 顾燕斯皱眉 神情越发地冷冽 佣人说他也不知道 大概是搬东西吧 秦歌的眼中带着嘲讽之色 但是那座大楼里的货物早就运走了 他们还能搬什么 而且他们进出的时候都带着工具 像是在施工 直到前几天 我知道大楼倒塌的消息时才明白 原来这些人 是为了去破那座大楼 让他自然倒塌 然后制造事故的假象 如果我没有猜错 大楼倒塌那一天 大哥也在楼里吧 你胡说八道什么 顾燕斯怒了 大楼坍塌下来的时候我也在唱 你只知道关心你大哥 有没有关心过我 我也可能被压在下面 被买在废墟当中 你有关心过我吗 秦歌冷冷一笑 你不会 顾燕斯的目光急剧地收索 先是大楼倒塌 紧接是海底溺亡 这些事 都发生在你的地盘上 别告诉我 你丝毫不知 顾燕斯突然伸手掐住了秦歌的脖子 用力地将它抵在后面的墙壁上 秦歌被迫后退的时候碰到了台灯 台灯倒地 发出了一声巨大的响声 爸爸 一个稚气的声音突然响起 带着一丝恐慌 你在干什么 顾燕斯听到这个声音 急忙收回了掐着秦歌脖子的手 重新呼吸到新鲜空气的秦歌 弯着腰剧烈地咳嗽着 小豆跑了过来 大大的眼睛里有惊恐的情绪 他抱住顾燕斯的腿 慌张地问 爸爸 你在做什么 你和阿姨在吵架吗 顾燕斯回来的时候 把小豆也带了过来 虽然他告诉小豆 秦歌是他的妈妈 但是小豆毕竟是小孩 一时还无法接受 所以看到秦歌 他只是喊了声阿姨 不是 我们在疯闹呢 顾燕斯把小豆抱起来 就像你和同学之间那样 打打闹闹 是这样啊 小豆像是松了一口气 可是爸爸 你是男生 你力气大 和女孩封闹的时候 时候要控制力气 你看 阿姨一直在咳嗽 秦歌听了 立刻按住胸口 止住的咳声 抬起头时 脸上已经有了笑容 小豆别怕 阿姨没事 小豆笑着说 爸爸 听说龙叔叔也来了 你什么时候带我去找他玩 爸爸最近在忙 一有时间 我就带你去找他 顾燕斯说 爸爸不在的日子 跟妈妈一起 要听话 小豆虽然没叫秦歌妈妈 但他知道 这个女人应该就是生下他的人 而且他长得这么漂亮 看着就很亲切 跟他说话的时候 也总是柔声细语的 如果他的妈妈 是这样的一个人 虽然不是希姐姐 但是他也能接受 这么晚了 你带小豆去休息吧 顾燕斯十分疲惫地 揉了揉眉心 并用眼神 冲着秦歌暗示了一下 是啊是啊 就算吵架 也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吵吧 秦歌无视了顾燕斯的眼神 因为他也不会选择在小豆面前 和他的爸爸吵架 大人的事情和世界 多么的复杂难懂啊 何必要让小孩子 跟着担忧惶恐呢 秦歌带着小豆离开之后 顾燕斯叫来了一个手下 把夫人和小少爷安置好 没我的命令 不准他们出门半步 秦歌自从被抓来了 塞尔家岛之后 就完全失去了人生自由 没有了手机 与外界接触仅限于 每天的电视节目 而且电视里头 关于华国的报道并不多 他有段时间 甚至以为自己可能自闭了 因为他能关心的事情 能知道的事情 简直少得可怜 他不知道 自己脱离了娱乐圈这么久 是不是还会有人记得他呢 那个地方 他还能再回去吗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容少以貌取人 作者 巴询 由墨叶法朵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六百集 谋权 锦都连续下了两天的雨 哪里都是潮湿的 上午 荣市大楼里 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本来是由荣西川来主持的 不过因为他出差在外地 会议临时由副总裁 碧阳辉主持 会议进行到了一半 会议室的大门 突然就被推开了 大家看到来人时 都是吃了一惊 自从荣西川接任荣家家主 荣老爷子就已经退出了董事会 在家安养天年 不过知情人都知道 荣老爷子并没有就此退休 而是一直折服在后 辅佐他的大孙子荣荀 荣老爷子最喜欢的就是大儿子 对于大儿子留下的唯一血脉 自然也是宠爱有加 此时这个荣荀就站在荣老爷子的身侧 长相和身高都继承了荣家人的特长 俊美高大 荣老爷子 碧阳辉一脸吃惊地站了起来 老爷子 您怎么来了 荣老爷子也没看他 而是直接走到会议室的主位上坐了下来 那个位置是荣熙川的 大概除了荣老爷子 也没人敢往那儿坐 随着荣老爷子坐下 荣荀也在他的身边坐了下来 各位 我来是想向大家宣布一件事 荣老爷子清了清嗓子 荣氏的总裁 也就是我的儿子荣熙川 于五日前在塞尔家岛失踪 要无音信 根据现场情况来看 能生存下来的希望几乎为零 此言一出 会议室里就像炸开了锅一样 众人不免面面相去 言议论的声音都无法控制音量了 总裁死了 这怎么可能 是啊 总裁不是去出差了吗 怎么就会出事故 在众人的议论声中 碧阳辉出声问 老爷子 究竟是怎么回事 总裁到底是遭遇到了什么事故 荣老爷子说道 潜水的时候 发生了身体不适 紧接着就沉到了海底 塞尔家岛那边 已经在全力搜救 不过希望很渺茫 有人亲眼看到总裁溺水了 碧阳辉仍然不想相信这个消息 是的 他当时和一个女伴在一起 那个女伴亲眼看到他沉入水底 他想救他 但是你们也知道 一个女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荣老爷子的声音里头 带着几丝悲痛 现在 荣西川不在了 只能由我回来 继续主持荣氏的工作 荣老爷子指着一边的荣荀 我年纪大了 记性也不好 所以我把我的代理权 交给我的孙子荣荀 也是未来荣家的继承人 我想对于这一点 那就应该没有意义吧 这番话激起的反应 让本舅气氛凝重的会议室 空气更加的僵硬了 碧阳辉说 老爷子 总裁才失踪五天而已 还不能确定他已经遇难了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大家应该先全力搜救 其他的事情 要等事情真相水落石出的时候 再做定论 碧阳辉 当年我在荣氏当家的时候 你不过是财务部的一个小会计 现在你被提拔到了副总裁的位置 你是不是有点目中无人了 荣老爷子不满地训斥 荣氏是我荣家的 难道我还做不了荣家的主 你口口声声说事实真相 难道你认为 是我害死了我自己的亲儿子 碧阳辉闷声不语 你们其他人有什么意见 众董事高层中 有人同碧阳辉一样沉默不作声 因为他们怀疑 总裁的死因没有那么简单 而有的人本就是墙头草 见总裁已经失踪了 立刻倒戈向了荣老爷子和荣荀这边 纷纷支持荣荀代理荣氏大全 我不同意 碧阳辉激动地站了起来 我还是主张先找人 荣荀冷眼地看向他 如果一个月找不到人呢 如果一年找不到人呢 如果十年找不到人呢 难道你来主持荣氏 你算哪根葱啊 荣老爷子也在一旁说道 碧阳辉 你今年也有三十多了吧 听说你老婆刚生了孩子 你连孩子出生的时候都没有在场 这样吧 我放你一年的假 你好好陪陪老婆孩子 众人大吃一惊 哪有放假 一放就是一年的 这荣老爷子明显就是想把碧阳辉给架空 你没有权利放我的架 碧阳辉有些激动 我是这个公司的副总裁 我只听命于总裁 我说了 我现在就是代理总裁 所以你放假了 荣老爷子摆摆手 还有谁不同意荣循来接管荣氏的 举个手 我也给你们放假 话音刚落 就有一些人要有所动作 碧阳辉扫了众人一眼 轻轻地晃了晃头 这些人注意到碧阳辉的动作时 也都纷纷把手收了回去 如果总裁的所有亲信都被放假 那么荣氏才真正地成了荣老爷子 和荣荀的天下 所以现在只能以静制度 静观其变 好 既然没有人 那么我宣布 从现在开始荣荀成为荣氏的代理总裁 如果荣熙川超过一年时间没有回来 那么荣荀就升任荣氏总裁 代替荣熙川成为荣家家主 散会后 碧阳辉和几个亲信都偷偷地找到他 商量对策 副总 怎么办 总裁是真的出事了吗 碧阳辉说 你们先在公司里稳定军心 观察荣荀的下一步动作 切记 不要跟荣荀杠上 我去趟塞尔家导调查一下 看看总裁是不是真的出事了 目前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哎 没想到啊 总裁在的时候 这荣氏一片团结紧致 总裁一出事 那些建议撕迁的人 立刻纷纷倒戈 总裁对他们不薄啊 他们竟然这么没良心 人为财死 鸟为食王 这很正常 碧阳辉说 这些年来 荣老爷子和荣荀 从来没有放下过荣氏 他们一直在找机会 想要夺权 暗中在荣氏里 暗插他们的人并不奇怪 我先去塞尔家导 接下来就辛苦各位了 副总一见小心 特别提防一下荣荀 他大概也会去塞尔家导 众人纷纷叮嘱 离开荣氏之后 碧阳辉赶紧给金秘书 打了一个电话 金秘书的电话那头 还有风声 周围很是吵闹 碧阳辉有了不好的预感 这金秘书 会不会是还在搜救的现场啊 难道总裁真的出事了 金秘书的声音 不是平时那般沉稳公事话 而是带着几分憔悴 丽副总 金秘书 总裁是不是出事了 金秘书一愣 毕夫总怎么知道的 看来是真的了 金秘书叹气 总裁的确是出事了 他在潜水的时候沉入了海底 不过这个消息 我们这边已经迅速封锁了 知道的也不过是本地人 而且他们也不知道出事的是谁 为什么你远在警都 却知道的这么相信 是荣老爷子 碧杨辉说 荣老爷子和荣荀 今天上午出现在会议室 现在荣氏的代理总裁 是荣荀 那你呢 我被放假了 碧杨辉忧心忡忡地说 我已经让秘书买了机票 晚一些我会到塞尔加岛 我们见面再相谈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发寻 由墨叶法朵 领弦演播 欢迎订阅 第六百零一集 人未踩死 鸟未食亡 金秘书说 毕副总还是不要过来了 现在警督那边 还需要你主持大局 就算您被放假了 您也可以在暗中 把握荣氏的动向 塞尔加岛这边 我会和聂管家一起处理 就算您过来了 也是于事无补 这样也好 毕阳辉叹了口气 希望你们能尽快 找到总裁 毕副总 麻烦你监视 荣巡的一举一动 我想 他应该会来塞尔加岛 他想要掌握荣氏大权 就要亲自整事 此业是真的出事了 我知道了 搜救的第六天 仍然没有什么 好的消息传来 虽然搜救工作 还没有放弃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荣熙川能生还的 可能性为零 顾艳斯这几天没回家 小豆和秦哥在一块 他也不必担心 今天结束了搜救工作 他就回到了官员 这是他在海边建的一个娱乐场所 不同于风风正正的小楼 两层楼是圆形的建筑 类似于赌场的那种结构 小楼中间的大堂 放着精致的中式桌椅 那上头摆放着各种茶具 顾艳斯坐在茶桌前 那面前放着弃好的茶叶 顾先生 龙先生来了 一个手下走了过来 恭敬了汇报 顾艳斯拿起了桌上的茶杯 请他进来吧 是 不久之后 手下引着一个人走了进来 那人长身而立 相貌英俊 顾先生 好久不见了 那人笑容满面地走上前伸出手 顾先生还是这样悠闲啊 顾艳斯勾唇一笑 跟他握了一下手 容先生 请坐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从锦都刚刚赶到 塞尔夹岛的荣荀 荣荀坐下来 顾艳斯已经倒了一杯茶 放到了他的面前 荣先生千里迢迢而来 一路辛苦了 哎 顾先生才是最辛苦的那一个 我不过就是坐享其成罢了 顾艳斯笑了笑 我是商人 从来不做亏本买卖 是是是 荣荀让随身的秘书把他们带来的遗落文件 放到了茶桌上 这是承诺顾先生的东西 我已经准备好了 顾艳斯说 荣先生倒是爽快 顾艳斯拿过那些文件翻了翻 满意地笑了 看来荣先生这次下了血本了 荣是百分之十的股份 足以让我下半生后顾无忧了 这是顾先生该得的 荣荀喝了一口茶 顾先生 我小叔 确实是死了吧 顾艳斯点头 有人亲眼看他沉入水底 那样的水底深不见底 一旦下沉 就会被下面的海流卷走 根本没有生还可能 这样就好 荣荀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这样我就放心了 以后整个荣氏就是他荣荀的了 只要有荣西川在 他永远都不可能在荣氏说上话 哪怕他也是荣家的子孙 就像是塞尔家岛的项目 当初荣老爷子因为想让荣荀来做这个项目 还跟荣西川大吵了几架 不过荣老爷子在荣西川的面前也没什么威慑力 就算是他亲自出马 荣西川依然没有重用荣荀 荣西川非要亲自接受塞尔家岛的项目 这次允命于此也怪不得别人 顾先生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荣荀关切地问 我还会继续搜寻 好 荣荀笑了起来 他知道顾艳丝根本就没有尽全力去搜救 他现在所做的不过就是表面装装样子而已 等到聂雷那些人也彻底地放弃了搜救 这件事情便不了了之了 不会有人怀疑荣西川的死就是一场意外 因为谁都不会想到 荣西川最好的兄弟顾艳丝 会是那个想要置他于死地的人 顾先生 其实我一直有个疑问 荣荀转着手中精致的茶杯 顾先生与我小说情同兄弟 为何会 顾艳丝缓缓地抬起头 平时懒散的面孔上附着了一层薄冰 那双幽深的瞳孔里头仿佛藏着黑洞 一不小心就会被吸进去 万劫不复 荣荀所认识的顾艳丝一向都是风流不羁的 看起来人寿无害的样子 但此时的顾艳丝却让人遍体声寒 由衷的恐惧 荣荀才知道 一个人的伪装可以如此的细致于可怕 精明如荣荀川竟然也和这样的人称兄道弟了这么多年 他知道 荣荀川那个人冷面冷心 朋友并不多 而为大家所熟识的好友也只有顾艳丝一个人 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却还是背叛了他 想到此 荣荀不免暗自得意 可惜荣荀川死了 如果他还活着 知道出卖他的是他最好的兄弟 他的表情一定很精彩吧 听到荣荀的问题 顾艳丝只是看了他一眼 很快就恢复了平时那副顽固子弟的模样 神为财死 鸟为食王 荣荀想 原来大家都是一样啊 都想要更多的钱财 更高的地位 所以为了地位和钱 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但是荣荀又隐隐地觉得 顾艳丝的目的 应该不仅仅只是为了他那 荣氏的10%的股份 这么简单 既然这样 那我就不打扰顾先生了 荣荀的直觉 和顾艳丝这样的人 待在一起 分分秒秒钟都是危险的 就说面前的这座小楼吧 看似平静 其实暗中全是警戒 只要顾艳丝咳嗽一声 他大概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荣荀不想久留 急忙起身告辞 而就在荣荀准备 跟顾艳丝告别的时候 又有手下匆匆来报 顾先生 老爷子来了 老爷子 顾艳丝皱眉 他怎么过来了 手下摇头 之前也没有消息 说老爷子会来 我们也吓了一跳 我想 大概是老爷子不放心 金塞尔加岛与荣氏合作的项目 想过来看一看吧 顾老爷子过来 大概也是因为这件事了 不然 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 现在应该在南国的首都 而不是在塞尔加岛 顾老爷子来了 顾艳丝急忙起身迎了出去 这个时候 荣荀也不好离开 毕竟有机会见到顾家这位老爷子 也可以趁机跟他搞好关系 他接受荣氏之后 还有很多的困难要挑战 多一个朋友 那就是多一条路 荣荀想着 便和顾艳丝一起去迎接老爷子 顾老爷子虽然已经六十多岁 但是精神绝朔 走起路来 糊糊生风 脸上丝毫不见老太 顾老爷子身后跟着几个保镖 一看都是练家子 眼如鹰损 脚步轻快 爷爷 顾艳丝急忙走上前 爷爷 您怎么来了 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 顾老爷子看了他一眼 告诉你做什么 难道你还有什么怕人的事情 不想让我知道 怎么会 顾艳丝善笑 我有什么事赶瞒着爷爷呀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发寻 由 末叶法朵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六百零二集 狼子野心 手下的保镖拉开椅子 顾老爷子慢吞吞地坐了下来 你把那个女人放在岛上的事情 你以为我不知道 顾艳丝脸上的惊讶之色 一晃而过 很快 他就笑着上前 给顾老爷子弃茶 果然什么事都瞒不过爷爷 一个戏字而已 永远不可能嫁进我们顾家的家门 你玩一玩 我不反对 但你要是认真了 那个女人就别想活着离开四二家道 我知道了 爷爷 顾艳丝低下头 眉眼间的狠利 掩藏在了低垂的眼眸间 这是什么 顾老爷子注意到了桌上放着的文件 刚才顾老爷子来得匆忙 顾艳丝还没来得及将那文件收好 于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将文件放进了一边的抽屉里头 是我跟荣先生的一个合作计划 是的 顾老爷子 他上前伸出手 主动讨好 顾老爷子 我是荣寻 荣家的现任家主 哪个荣家 顾老爷子连正眼都没吝啬一个 接过顾艳丝递来的茶杯 轻轻地吹了吹 荣寻很是尴尬 硬着头皮解释 锦都荣家 锦都荣家的家主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荣熙川吧 实不相瞒 我小叔这次出了事故 已经葬山大海 荣家的所有事情 都由我来全权处理 我这次来找顾先生 就是为了接手小叔的后事 以及塞尔加岛这个项目的后续工作 那真是不幸 荣家应该很快就没落了 被顾老爷子这样直言不讳的讽刺 荣寻的脸上顿时又燥又红 还夹杂着隐忍的怒气 不过他是不敢发泄出来的 他在极力地隐忍着 顾老爷子对于荣寻这副表情更是不耻 堂堂荣家家主被我羞辱了几句 全连屁都不敢发 比起你的小叔 也真是窝囊地要灭 你这样的人棘手荣寻 荣寻岂能不没落 破产是早晚的事情 在荣熙川面前 顾老爷子要给他面子 但这个荣寻他只能呵呵了 就凭这样的人也敢说自己是荣家家主 那荣家还真是后继无人了 顾艳思见荣寻面色铁青 明显下不来台 于是开口打圆场 爷爷 荣先生这次来是谈合作的 你与荣寻的合作需要绕过荣熙川吗 爷爷 荣寻他在海中出了事故 现在生死未卜 现在荣先生 是事故来接替他工作 跟我进行交接的 尸体不还没落上来 你就这么肯定他死了 基本没有生还可能 他那个女朋友叫唐什么的 当年不也是掉进海里又活了回来 所以没有看到尸体 没有什么事情是百分百的 唐沁当年到底有没有死 顾艳思最清楚了 所以他敢肯定 在那么深的海水当中沉下去 必死无疑 更何况 这是阎洛亲眼所见的 药也是他亲手下的 他亲自看着荣熙川喝下去 不会有错的 我也希望他安然无事 这是你的真心话吗 顾老爷子突然目光伶俐 顾艳思 还记得当年 我是怎么把你领回顾家的吗 记得 孙子不敢忘 顾艳思不知道老爷子 为什么会提起当年的事情 不过他还是低着头 态度谦卑 当年我不小心撞了爷爷的车 爷爷大人大量 没跟我计较 但我还是用一年的打工时间 赔了爷爷的车费损失 你当时多大 十四 时间过了这么久了 顾老爷子却对那段往事 记忆深刻 你当时骑自行车撞到了我的车 如果让你赔偿的话 你最少要赔五万 当我看你可怜 就没跟你计较 可我没想到的是 一个十四岁的孩子 竟然会用一年的时间 凑了五万块还给我 你去找我还钱的时候 我发现你整整瘦了几圈 眼眶塌陷皮肤幽黑 手上胳膊上全是口子 你每天休息三四个小时 打几份零工 终于凑够了我的车损费 那确实是一段艰苦的经历 我看中你的这份品格 让你在我的身边做事 我供你上学 让你学习各种知识 想让你做我的左右手 顾老爷子望着手中的茶杯 你的表现 确实没有让我失望 事实证明 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一个可造之菜 在我儿子一家遭遇车祸死后 我寻找数年的女儿 也毫无下落 面对顾家即将无后的处境 我看到了你的潜力 也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我赐你顾姓任你做孙子 将我手中大半家业 交给你来打理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让我刮目相看 你不但将南国的产业 打理得紧紧有条 甚至把顾家的势力 发展到了化国 在锦都也打下了一片天地 顺理成章的 将来我顾家的家业 必然会由你来计赏 荣荀听顾老爷子这么一说 才知道原来这顾艳斯和顾家 并没有血缘关系 他不由地开始佩服顾艳斯 一个穷困潦倒的穷孩子 竟然成为现在手握顾家 大权的顾家少爷 这个人的沉稳心机 以及聪慧 都让荣荀暗暗吃惊 爷怎么想起提这些陈年往事了 顾艳斯表情无异 我现在依旧是顾家的孙子 爷爷虽然跟我没有血缘 但和亲爷爷没有区别 是啊 我当年收留你 真心对你 我的儿子 带你如同自己的儿子 我的儿媳 对你无微不至 我们就像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感叹当年的温暖时光 顾老爷子的神情渐渐变得柔和 仿佛其乐融融的场景就在面前 可是很快 这种柔和的情绪就被冷冽所代替 只可惜 我们带你如家人 你却狼子野心 狠心杀死了把你当做儿子一样对待的婆父 伯母 我的儿媳死时身怀六甲 我那苦命的孙子胎死腹中 连这世界的一眼都不曾看过 顾燕丝大惊 瞳孔猛然放大 一边的荣荀也觉得不可思议 同时也是遍体生寒 我知道了这样今天的秘密 今天还能活着走入这里吗 荣荀忽然意识到 和顾燕丝这样的人打交道 简直就是与虎谋皮 不好意思啊 老爷子和顾先生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荣荀觉得 在他还没听到什么更加震惊的消息时 现在赶紧脚底抹油溜之大吉才是良策呀 可他想走 也要看走不走得了呀 荣荀刚转身 就被两个黑衣男子给拦住了 看那黑衣男子一脸凶神恶煞的模样 荣荀吓得脸色惨白 却又大气都不敢喘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荣草以貌取人 作者 巴巡 由木叶 法朵 小莲 沐阳 C小调等 领行演播 欢迎订阅 第六百零三集 当年的真相 顾燕专辑 此时根本无心顾及其他 目光复杂地盯着顾老爷子 爷爷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不懂吗 你是童叶庄不懂 顾燕丝 你害死我儿子一家 又在这些年对顾家鸡吞蚕食 你在外面做了多少我不知道的时间 我也是老糊涂了 直到此时才反应过来 不知不觉当中 在这个顾家 我已经被你架空了 你现在才是顾家的老大 爷爷 你说事物害死了大伯和伯母 你不能空口无凭吧 如果我没有证据 我会坐在这里跟你对质 顾燕丝 你自己做过什么 你心里比谁都清楚 你现在像个男人一样的承认 别让我把证据摔在你脸上 我什么都没做过 我为什么要承认 爷爷 是不是谁在你面前说了什么 我现在是你唯一的亲人 应该是你最信任的人 你不要被奸人挑拨了 我们爷孙俩的关系 你要为顾氏的大局着想 原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你想要证据 好 我给你 顾老爷子给身边的人 递了一个眼色 那身体壮士的男子 便将手中的一个牛皮纸袋 递了过来 顾老爷子接到手里 又扔到了茶桌上 想要证据 自己看 顾燕丝犹豫了片刻 伸手拿过了那个纸袋 里面放着一些纸张 以及数张照片 顾燕丝一张张地翻看着 脸色渐渐地凝成了墨汁 当时他们两口子坐车去临时出差 经过一处盘山路时 车子因为躲避对面的一辆车而冲出了护栏 掉进了旁边的深渊当中 车上的四个人 包括司机和一个秘书在内 全部当场身亡 因为油箱破裂 车子发生了爆炸 整个车辆都被烧得面目全非 我当时太天真了 还让你全权去彻查这件事 你给我的答案是交通意外 警方的结论我也相信 后来我才知道 当年负责这起事故的警员 在半年后遭遇了意外死亡 而负责这次车祸的交警局 也在某天夜里突发大火 大火将局里的所有文件 全部烧毁了 这些事情 我一直都不知道 因为你把我瞒得死死的 一起车祸 一个意外死亡的交警队队长 还有失火的交警局 这些事情联系到一起 就预示着这是一场阴谋 顾老爷子 看向了顾彦斯手中的照片 只是你没想到吧 这个交警队长 虽然收取了你的巨额贿赂 但他生怕你会杀人灭口 所以将当时的案卷复制了一份 寄存在了银行的一个保险箱里 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份 顾彦斯把东西缓缓地放到了桌子上 目光冷得如同脆了剧毒的冰渣 我找了专业的警员和法医 也对这起车祸进行了重新鉴定 经过对现场照片和尸检的分析 他们得出结论 出事前 车子的刹车被动过手脚 而且司机的血液中检测到了迷魂药的成分 所以 当时行驶到那个路段 就算没有躲避对面的车辆 司机身体里的迷药发作 他也会把车开到悬崖下 当时他们出差的事情 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有机会接触到他们所做车辆的人 也只有你 因为他们对你有着百分之百的信任 顾老爷子指着顾燕斯 每语间都红了 你杀死你的大伯 伯母 以及他们的孩子 生怕警员会出卖你 又制造了一些意外 让他死于非命 为了彻底埋没这个案子 你甚至放火烧了交警局 顾燕斯 你为了你的一己私欲 到底害死过多少人 站在一边走也不能走 留也得留得心惊胆战的荣荀 暗自懊恼 他到底是听到了 多么不得了的事情啊 这些事情真的是顾燕斯做的 杀了顾老爷子儿子一家 还连累了那么多参与事件的人 我知道顾燕斯这么多秘密 今天如何全身而退 比起荣荀苍白的脸色 顾燕斯的表情 由一开始的震惊 到现在的阴寒 他把那些文件扔在了桌上 突然笑了起来 这笑声有些阴森森的 仿佛是一只露出了獠牙的狼 爷爷啊 我很纳闷 为什么这些事你十几年前不查 现在这个时候查得倒清楚 顾老爷子气得不轻 胸膛在不断地起伏 看向顾燕斯的目光 既怜悯 有悲哀 有愤怒 你那时候才十八岁 我们一家人视你为家人 你却干出如此丧心病狂的事情 你就不怕遭报应吗 泡影 你说你们顾家拿我当家人 是这样 你们只是拿我当庸人 棋子 工具 在你们顾家我永远都是外人 是可有可无的存在 你最爱的是你儿子 你没出事的孙子 而我不过是寄居在你家的一条哈巴狗 顾燕斯眉头上挑 眼中竟是疯狂的神色 我要百般地讨好你们 奉承你们 做任何事都不敢掉以轻心 生怕一个错误 就会收到你们失望不满的眼神 这是和家人在一起的感觉吗 并不是 那这是你自己认为的 你大伯说了 就算他的儿子生下来 也只排老二 他会让他的儿子 叫你一声大哥 你竟然狠心地上死了他 都是假的 我跟你们顾家没有血 你们真的会对我这么好 爷爷啊 你还不知道吗 当初我不小心撞你的车 根本不是一碗 那是我精心设计的一个局 我一直都在研究你 了解你的喜好和为人 所以我跟踪你 调查你 然后找个机会撞上你的车 你为人仗义 爱财如命 你发现我是个小孩时生了怜悯之心 没跟我记忆 但我却用一年的时间还清你的车损费 我知道 你一定会因为这件事高看我 果然 你不但收留我在身边 供我读书 出国留学 我已以重任 还把我介绍给你的家人 让我在顾家可以自由出入 原来这都是你计划好的 你那时才十四岁 你才十四岁就已经计划上了这一切 你 你 你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期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巴询 由墨叶法朵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六百零四季 很快你就能见到他了 爷爷你先别激动 其实一开始我只是想在你身边谋个位置 将来做出一番事业取妻生子 可是我在顾家时间越长 就越被顾家的一切所吸引 我看到那些人对我一指气势 转头对着大伯的时候便是卑躬屈膝 我就想 原来做顾家的人这么牛气啊 原来顾家的光环可以让我所向披靡 但是可惜的是 你虽然让我住在顾家 但我始终是你的一个手下 我头上没有顾家的光环 我就在想 要怎么做才能成为顾家一份子 才能让所有人认可我呢 再见到我的时候 也像见到大伯那样阿谀奉承 爷爷你有一儿一女 女儿从小被拐卖了 直接没找到 虽然你一直在找 但找到可能性几乎为零 因为你很清楚 已经过了几十年了 他大概早就命丧黄泉了 而你的儿子英俊潇洒 聪明睿智 将来必然会继承 顾家的所有家业 而你恰恰也是这么想 一直都在培养他 重用他 并将手中权力渐渐放过他 我就在想啊 如果你失去了一个女儿 现在如果连儿子也没有了 会不会 我顺理成章 成为你的孙子 然后继承顾家的一切 出声 出声啊 顾老爷子愤怒地拍着桌子 荣荀被这声音吓得肝胆乱颤 他现在真的是肠子都毁清了 如果这次自己想要安然无恙地走出这扇门 恐怕是不可能了 妈呀 怎么办 有没有人来救救我 顾眼思笑了一下 我这个人是个行动派 既然这么想了就一定会去做 大伯一家对我毫无防备之心 就像用后背对着你的敌人 他们根本不知道危险的存在 杀死他们简直就是轻而易举 他们死后也没人怀疑 反而委托我去调查车祸的真相 我的调查结果虽然让你很不甘心 但你最后还是承认了这是一场意外的车祸 一晚上睡觉的时候不会做个梦吧 会啊 但习惯了 喝梦也就没那么可怕了 他走到顾老爷子面前 顾老爷子身后的几个保镖 立刻将他挡在了外面 顾眼丝笑笑 指了指这个大厅的二楼 爷爷 你今天来找我兴师问罪 不会就带了这么几个人吧 你应该知道 我这座小楼里戒备森严 埋伏了上百个精品 你难道还想要我这个老头子的面 当然不会 你收养我培养我 你是我最尊敬爱戴的人 我怎么会舍得杀你 你想怎么样 爷爷 你上年纪了 也该回家颐养天年了吧 顾家这些劳心劳力的事 交给我吧 我的才能你一清二楚 你可以放一百个心 只要你放全 找个地方养老 我保证你余下的十几年二十几年 甚至会更成 我孝敬你 为你送中 混账 你杀死了我的儿子 你以为我还会把故事 交到你的手中 不然怎么办呢 如果爷爷不肯和平处理 我想他只能变成一万 顾燕斯抬起手 做出飞机起飞的样子 爷爷是坐私人飞机来的吧 如果回程过程中 不小心碰到高墙气流 坠毁 这样 咻 你说故事那些人会不会相信啊 就像大伯的车子掉下悬崖的时候 那声音一定是遇耳动听的 你倒是在查 是啊 爷爷 你查了那么多怎么会没查到呢 我就坐在他们躲避的那辆车子里 然后亲眼看着大伯的车从公路上翻滚 掉落 掉落到百米高的悬崖下面 立刻发生了爆炸 车子里的黑烟直接窜起了几十米高 那场面真的是 令人难忘 顾老爷爷的这一巴掌打得很重 顾燕丝的嘴角有血丝溢了出来 顾燕丝偏着头 额前的发丝挡住了一双鹰损般的眼睛 过了一会儿 他才抬手轻视掉嘴角的血丝 放在眼前看了看 一旁的荣循害怕极了 他觉得这个时候的顾燕丝 就像是一只受了伤的狼 狠毒的本性完全被激发了出来 他情不自禁地看向这座小楼的二楼 因为是圆形的结构 所以走廊也是圆圈形的 在这走廊里头 似乎有很多的眼睛 正在不怀好意地注视着他 这里是顾燕丝的地盘 只要他一声领下 他们这些人全部都在劫难逃 爷爷累了 送他去后面休息 顾燕丝摆摆手 好好照顾他 顾燕丝 眼看着十几个人从四面围了上来 顾老爷子身边的几个壮汉 也都警惕地将顾老爷子保护在中间 你真的很多都要把我这个老头子也一起杀了 爷爷 我不会杀你 但是你一直不配合也不愿意回去养老 那我只能让你常住在我这里了 顾燕丝一副懒得在与顾老爷子废话的表情摆了摆手 别试图负于顽抗 凭你那几个人是逃不出去的 带下去吧 一群人围着顾老爷子 双方呈现出对峙的状态 顾燕丝说得对 顾老爷子现在反抗 根本就没有取胜的余地 而就在这一时 顾老爷子突然笑了 顾燕丝 你刚才不是问我 十几年前不查这几车祸 为什么现在才想继续查吗 顾燕丝神色一灵 不过他没有开口 而是目光森然地看向顾老爷子 顾老爷子的脸上没有丝毫被困的惊慌 而是十分淡定地收到 这件事不是我查的 而是有人查好了送到我面前的 你就不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如果没有这个人帮忙 我知道现在都还被蒙在鼓里 我还以为你一直都是 那个听话懂神小声的好孙子 这个秘密可能导我入土了都不会知道 在地下见到你大博士 我可能还会在他面前夸赞 听着顾老爷子的话 顾燕丝突然就有了不好的预感 神情也如同紧绷的弦 绷得紧紧的 是谁 还想知道他是谁吗 猎奇 应该很快就能见到他 顾燕丝皱眉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巴寻 由木叶 法朵 小连沙 牧羊 C小吊等 领行演播 欢迎订阅 第605集 我一直都在找你 小子 你是我的孙子 虽然我之前不了解你的狼心狗肺 但是这些年 你的狼子野心我全部都看在眼里 你背着我做的那些事 我并非全然不知 但我放任你 就是因为你做这一切 都是在壮大顾家 反正将来顾家也是你的 唉 但是我放任你 不代表我不地方 我今天找你兴师问罪 你以为我真的只带了这几个人 单枪匹马地杀过来找死 我是老了 但不是老糊涂 你是在吓唬我 我的人调查得很清楚 你根本没带几个人来 我的确没带几个人 但不代表别人也没带 你说的人到底是谁 顾燕丝眉头紧锁 眼中黑潮翻涌 放在身侧的手背上 又轻轻吐气 你这么聪明 不是也猜到了吗 顾老爷子气定神闲 虽然他现在被困在这里 可是他的脸上丝毫没有 人为刀阻我为鱼肉的被动神态 相反 他更像是一个运筹帷幄 志在必得的圣者 顾老爷子悠然地说道 我想他应该到了吧 就在顾燕丝思绪飞转的时候 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嘈杂声 紧接着顾燕丝的人 纷纷从大门摔了进来 他的一众手下灰头土脸地跑过来汇报 顾先生 是 是 手下吞吞吐吐地说不出来话 顾燕丝已经将他推到了一边 不用手下多言 因为他已经看到了来人 大门大敞而开 那个人就站在门口 周身上下沐浴在强烈的光线当中 但这光芒万丈之下 他却丝毫不显暗淡 相反 当他抬起头来 一双宛若沉晴的眼睛看过来时 就连阳光都在他的背后 黯然失色 这 这 这 普通一声 这是荣荀摔倒的声音 荣荀往后退了两步 才一屁股坐在地上 嘴里念叨着 不可能 怎么可能 不可能 别说是荣荀了 就连顾燕丝都是一脸的震惊 他的双目下意识地撑大 眼中盛满了惊讶 但他不是荣荀 神色在片刻的愣症之后 他便大步地走了过去 激动地说道 我一直在找你 你是怎么得救的 站在门口的不是别人 正是众人苦苦寻找了 数天的荣荀川 荣荀川看起来精神很好 衣着干净 脸上和身上 也没有任何的伤口 如果是沉到了水下 再被海水席卷 就算是被人救上来 也应该是遍体鳞伤 但是看他现在的样子 别说浑身是伤了 就连一条细小的伤口都没有 这更像是在海底游了一个泳之后 又自己游上了岸的状态 你这些日子都去哪儿了 顾艳丝又急又喜 你突然沉入海底 可把我们这些人吓坏了 我连直升机都派出来了 只好你找了整整六天呢 是吗 那可真要多谢你了 荣熙川迈着从容的步子走了进来 看到了顾老爷子 他点了一下头 老爷子 来了啊 荣熙川此时已经走到了顾艳丝的面前 与他只隔着两步的距离相对而立 两个男人的身高相差无几 这样站在一块儿 如同两座巍峨的遥遥相望的山峰挺立 我们认识多久了 啊 我十八岁的时候去国外留学 在学校后面的操场被外国人欺负 你当时出手帮了我 从那时候算起 十四年吧 十四年 荣熙川默默地咀嚼着这个数字 嘴角犯着讽刺的痕迹 是啊 人生有几个十四年呢 十四年的兄弟情谊 十四年的荣辱与共 原来也敌不过权力和欲望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计我的 一心想要置我于死地 荣熙川神情平静 因为最激烈的情绪 已经在他得知真相的时候被撕得粉碎 痛苦与悲伤与失望 早就完成了轮回 荣熙川现在有的只是淡然与冷漠 当初他的眼睛突然失明 几乎是请了这世上所有的名医都无法医治 直到墨北找来了鲁丝 鲁丝断定 他所得的并非是疾病 而是中了毒 而且这种毒是每次极少量的积累 这样的积累大概需要三年的时间 用三年的时间来下毒 而且让他毫无防范 他所能想得到的人 除了聂雷 就是 顾燕丝 聂雷在管理他的日常饮食 以聂雷的智商 他不会蠢到利用这种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他做的方法 而且聂雷跟了自己这么多年 没有任何理由会背叛他 聂雷不可能背叛他 那么就只剩下顾燕丝 他每次和顾燕丝去水库钓鱼 顾燕丝都会给他烤鱼服 这是极少数没有经过聂雷的手 而被他直接吃下去的食物 算一算时间 顾燕丝买下那个池塘也是在三四年前 也就是说顾燕丝买下这个池塘的目的 就是为了找机会给荣熙川下毒 之前唐庆也提醒过他 在塞尔加岛时 他沉下水是一场意外 荣熙川仔细回想了一下 唐庆在出事前曾在他的房间里头 喝了他的咖啡 而那杯咖啡正是顾燕丝早晨在他房间里 为他冲泡的 唐庆本不该死 唐庆是代替自己沉下了海底 如果不是唐庆借着别人的身体重新活了过来 那么自己这一辈子都将活在自责与难过当中 再加上唐庆让他重查他和唐州共同遭遇的那场车祸 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与顾燕丝有关 但是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 就会迅速地开枝散叶 而在这之前 他从来就没怀疑过顾燕丝 这个跟他有过过命交情的好兄弟 十四年的时光啊 他们经历了太多 这些经历美美想起 无不是让人开心的 温暖的 荣熙川自小就没有兄弟姐妹 来到荣家之后 三个哥哥对他也不好 他眼中所谓的兄弟情 都是因为顾燕丝 从顾燕丝的身上 他仿佛看到了兄弟姐妹的影子 这让荣熙川几乎对他掏心掏肺 但谁能想到 一个跟你做了十四年好友的人 竟然一直处心积虑 不遗余力地想要置你于死地 当初荣熙川知道下毒的人 很可能会是顾燕丝后 他独自去渔塘做了一个上午 这种背叛的感觉 就如同挖心拆骨 让他心痛难等 什么时候 此时的顾燕丝 已经撤掉了那层伪装 因为跟聪明人 不必再有任何的掩饰 他看着荣熙川发笑 不记得 大概五六年前吧 站在不远处的聂峰和聂雷相视一眼 拳头下意识地握紧了 四爷一心一意对待的人 竟然就得到了这样的回报 荣熙川把他当朋友 而那个顾燕丝呢 却一心只想要他的命 其实你有无数次的机会可以杀了我 你为什么不动手 在顾燕丝面前 荣熙川是不设访的 顾燕丝想杀他 根本不需要如此处心积虑地大费周章 因为你是荣家的家主 你背后有强大的暗流 我光明正大杀了你 你觉得我还能活到今天吗 我没那么傻 所以你就制造各种意外 让我死于意外事故 先是车祸 然后是下毒 恐我不死 你又在咖啡当中下药 想让我在潜水的时候 沉入海底 其实那一次你就该死了 可惜你命好 唐沁做了你的替死鬼 直到现在所有人都以为 他只是死于意外 是你害死他 本来我要杀的人是你 说完这些话 顾燕丝发现 荣熙川并没有他想象当中的那样愤怒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期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巴询 由 莫叶法朵 领贤演播 欢迎订阅 第六百零六集 兄弟反目 顾燕丝跟他十几年的好友了 最了解他和唐沁之间的感情 在得知是他间接害死了唐沁之后 荣熙川竟然还能保持冷静 你不会以为那个颜落真的是唐沁吗 你真相信一个人沉浸几千米深的海底 还会活着回来 你也看到我沉入海底了 我是怎么活着回来的 是啊 我很好奇 你到底是怎么活着回来的 颜落没有那个胆量骗我 他是亲眼看着你沉下去的 那么深的海底 你喝了杯下了药的咖啡不可能不死 此时的大厅里头 气氛还算平和 起码没到剑拔弩张的地步 大家站在一起 更像是在聊家常 但是空气中渐渐加大的气压 暗流四处浮动 都在预示着一场暴风雨的到来 荣熙下得大气都不敢喘 只能缩在一边猜测他自己的命运 不管这两人最后是谁赢了 他都在劫难逃 所以他更希望他们两个人斗得两败俱伤 这样的话大概就不会有人顾及到他了 面对顾艳斯的疑问 荣熙川很平静地回答 虽然我喝了盐落的咖啡 但我也吃了解药 同样的当 我不会再上第二次 我当着他的面 故意沉入水底 但在下潜到百米深后 我便从海底浮了上来 在提前说好的地点 有船只在接应我 顾艳斯知道 荣熙川是潜水高手 正常人能够下潜三十多米深 而他可以下潜到百米之后 再加上有潜水设备 他在水底之下如鱼得水 分毫不伤地回到岸边 根本就不是难事 看来你早就知道 当初在塞尔加岛 是我在你咖啡里做了手脚 而从头至鬼 你一直都知道 盐落是假堂亲 你故意和他重修旧好 就是为了迷惑我 包括百货大楼倒塌 你根本就不是听到 什么声音才走出大楼的 而是之前你就知道 那座大楼有问题 你会过去不过是 枪气救气 你在锦都的时候 就开始让人查我 而最终也让你查到了 我跟顾家儿子的死有关 而这一次 也是你把老爷子请了过来 逼着老爷子跟我撕破脸 你早就知道我想做什么 却一直闷不作声 为的就是让我自己现原形 还能当着老爷子面接穿网 同时还可以趁机 试探荣氏内部 在你出事之后 哪些人是效忠于你的 哪些人是墙头草 哪些人是荣荀的人 你这一招还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一时多鸟 算计得滴水不漏 荣荀听了 忍不住去看荣西川 他原以为荣西川炸死 是为了迷惑顾眼思 现在看来 荣西川更大的目的是想要趁机清理荣氏的内部 毕竟 像他这样的人一直追求的是绝对忠诚 绝对不能容忍对他存有一心的人留在身边 趁着这次机会 他在荣氏内部安排的眼线都要一次性被肃清了 他一直都知道自己这个小叔不是等闲之辈 心急深沉 手段狠辣 做起事情来不留余地 不然荣家的三个儿子也不可能都死在他的手上 现在看来他的这个小叔真的是让人恐惧的角色呀 亏得他还妄想跟他斗呢 真是太自不量力了 荣西川面无表情 并没有因为自己算计成功而沾沾自喜 相反 他望着顾眼思的目光复杂而深邃 我只想问你 为什么 如果顾眼思只是想要顾家的荣华富贵 只要他坚持到顾老爷子彻底放权 顾家就是他的了 凭借他们二人之力 别说是在南国 顾眼思将来在华国也将是义军突起 身份地位不可姑了 若他是为了得到荣家 这不太可能 就算他死了 荣寻死了 荣家也不会落在他的手里 那顾眼思为什么一定要铤而走险地除掉荣西川呢 他们之间无怨无仇 亲如手足啊 为什么 荣寻死啊 你这么聪明 为什么不猜一猜呢 我猜你一定也在查 却一直没有查出原因 你此时的脑子里反反复复都被这个问题困扰着 与你情同手足的人 为什么一直想要你的命 他的目的是什么 顾眼思看向一脸淡定的顾老爷子笑了笑 爷爷 你不是一直苦于顾家无后吗 我这个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孙子一直让你耿耿于怀 你什么意思 爷爷 你忘了你还有一个女儿吗 从小被拐卖后一直杳无音信 你一直没有放弃过寻找 但你其实也知道不可能找回来 说不定他已经死了 这个失踪的女儿一直是顾老爷子的心头次 谁都知道 当年的顾老爷子爱女如命 明明一儿一女的 他却偏爱女儿 就连上班的时候都要把女儿放在办公室里头 结果因为用人的疏忽 女儿在六岁多的时候就被拐走了 顾老爷子发疯一样的寻找 但是毫无结果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一直都对女儿的失踪耿耿于怀 以至于顾家人都不敢在他的面前提及 你知道他的下落 顾老爷子脸上的淡定开始瓦解崩溃 顾燕斯你知道他在哪里 对于顾老爷子的反应 顾燕斯并不意外 而是用手指了一下荣熙川的位置 顾老爷子将视线转向了荣熙川 细细地端详之下 顾老爷子的眼睛亮了起来 虽然女儿失踪的时候年纪还小 但是样子他却记得一清二楚 不得不说 和面前这个年轻人对比一下 还真能看出有几分相似之处呢 顾老爷子的情绪更加激动 嘴唇上下颤抖着 你到底还知道什么 爷爷你是不是猜到了 你面前站着的这个才是你的亲外孙 跟你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 你一直寻找的亲人 顾老爷子不敢相信地看着荣熙川 荣熙川也对着突如其来的消息 难以消化 他知道自己的母亲身世沉迷 妈妈在生他之前历尽坎坷 可他根本没把母亲的身世 和面前这个老人和顾家联想到一起来 毕竟母亲是华国人 顾家是南国人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 为什么顾燕斯会知道呢 很疑惑吧 为什么我这个外人会知道你们顾家的事 会知道顾家女儿顾桓的事 顾燕斯走到了一边的茶桌前坐了下来 而茶桌上的茶早就凉了 但是煮茶壶里的水却在翻滚着 似乎开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顾燕斯拿起那壶滚烫的热水 重新泡了一壶茶 不紧不慢地说道 爷爷 我是你从大家上捡来的 我之前的事你似乎并不知道 的确 顾老爷子看他年轻聪明 聪慧能干 所以将他收留到身边 至于他之前是做什么的 顾老爷子只知道顾燕斯是孤儿 跟着一个老爷子一起生活 没上过学 老爷子死了之后呢 他一个孩子靠着打零工养活自己 十分艰辛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阿寻 由木叶 法朵 小莲莎 牧羊 C小吊等领形演播 欢迎订阅 第607集 心酸往事 把我养大的那个老头子 他是个人贩子 而我是被他拐来的 他本来打算 将我卖到华国去 因为华国那边 对男孩的需求量非常大 能卖个好价钱 但他看我聪明 能帮他做事 便想留个人在身边照顾他 替他跑腿 又能帮他拐骗小孩和女人 所以他魄力没把我卖掉 而是让我跟着他一起做这种行的 一开始我当然是不干的 我很想自己的爸爸妈妈 天天哭着喊着要找妈妈 他就打我 对 往死里打的打 拳头 工具 用掩头 我被打怕了 他老实了 也就乖乖听他的话 这个老头有个习惯 每拐来一个人都要 给他拍张照片 然后在照片后面写个真实姓名 以及家里住的父母是谁 后来他老了 拐不动了 就喜欢拿出这些照片炫意 他特别自豪的就是 曾经拐过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孩 他把这个女孩照片拿给我看 他说这个女孩的父亲在南国 很有钱 但是有钱怎么样 不一样还是把女孩弄丢了 他说这个女孩长得特别漂亮 尤其是眉心中间一个红色的痣 简直像小仙女 我当时一下就记住这张照片了 因为确实非常漂亮可爱 他说他把女孩卖到化国 因为漂亮 还卖了个特别好的价钱 顾老爷子听到这里 双手忍不住钻成的拳头 用力地捏紧了 女儿丢失的那段日子 他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他的妻子更是因此大病一场 落下了病根 活到五十几岁就去世了 狮子之痛挖心挖肝 至今想起仍然心痛难当 现在他知道 自己的女儿原来是被卖了 还被卖到了临近的化国 不知道承受了怎样的痛苦 他感觉像是有人在用小刀 凌持着他的心脏 恨不得把这个人贩子 从棺材里头挖出来 挫骨扬灰 说到眉心中间红色的痣 荣西川也是表情突变 对呀 他的母亲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眉心的痣了 那颗痣真的特别漂亮 点缀在额间如同坠入凡间的神女 而他同时也猜到了 顾艳斯是怎么知道顾家这个失踪的孩子 就是他的母亲 荣西川十五岁的时候被荣家接走 十八岁时出国留学 遇见了顾艳斯 而他的母亲顾桓 在被他接去荣家之后不久 为了不连累他以后的人生 跳海自杀了 也就是说 顾艳斯并没有见过顾桓本人 但是他见过照片 荣西川上学的时候 有一个小的前家 在那里头夹着几张顾桓的照片 有顾桓小时候的 年轻时候的 以及后来跟他的合照 有一次他和顾艳斯在饭店吃饭 吃完饭之后掏出前家付钱 可能当时两人喝的都有点多了 荣西川当时手一哆嗦 就把钱包里头的几张照片抽了出来 那些照片散落在地上 是顾艳斯帮他捡起来的 顾艳斯当时看得十分仔细 还拿着那张年轻时的照片逼问他 是不是找了女朋友 却不告诉他 他不喜欢母亲的照片被人看到 于是赶紧收回了前家当中 面对顾艳斯当时嘻嘻哈哈 一直说是他的女朋友 荣西川纠正了他 他当时说 拜托 这是我妈 现在想想 顾艳斯应该就是当时发现了那些照片 之后 他很可能又利用了两人的关系 再次偷看过荣西川的钱家 钱家中有顾环小时候的照片 那应该就是他被卖到化锅之后 在买他的人家的手里照的 这张照片上顾环的年龄 应该比顾艳斯见过的人贩子手中的照片上 要大上那么几岁 但是一个小女孩六岁到八九岁的时候 变化基本上不会太大 特别是额头中间的那颗非常有特征的红质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的顾艳斯就知道 荣西川是顾环的儿子 是顾老爷子失踪多年的女儿 生下的儿子 也就是顾家的亲外孙 当然 为了保险起见 顾艳斯应该是偷偷验过 荣西川和顾老爷子的DNA 否则 他们也不能凭借一张照片 就这么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 密切 世界之大 相似的人简直太多了 不过那个时候 顾艳斯还没掌握顾家的大权 也没有被顾老爷子认成孙子 他只是顾老爷子的心腹 所以他知道了这个秘密之后 并没有对荣西川产生杀机 而是默默地藏起了这个秘密 直到后来 他害死了顾家的儿子 被顾老爷子重用 顾家的大权有一半落入到他的手中 在外人眼里 顾艳斯虽然是个杨子 但顾家早晚都是他的 不过这并没有让他觉得踏实 因为顾老爷子 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寻找他的这个女儿 特别是在儿子去世之后 他更加不遗余力地想要找回女儿 顾老爷子虽然待顾艳斯不薄 但在潜意识里头 他还是希望继承顾家大业的人 应该拥有顾家的血缘 否则祖被几代人打下的江山 岂不是要便宜了外人吗 他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消息 说是顾环是被卖去了化国 于是他动用了不小的财力物力 去化国寻找 奈何化国实在是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 想要从中找寻一个失踪了几十年的小女孩 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几乎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大概连顾老爷子自己也知道 他是不可能找回女儿的 但他的寻找却从未停止 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个工作几乎成了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信念 仿佛只要寻找继续 他就可能找回女儿 顾老爷子本身就没抱什么希望 但是知道实情的顾艳斯 却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他真的害怕 他害怕有一天顾老爷子真的找到荣西川 到时候他脱手可得的家业就得一煮 而顾艳斯又将成为从前那个一无所有的孤儿 对金钱和权力的欲望渐渐化成了魔鬼 在顾艳斯的心中不断地生长壮大 他开始策划 开始渐渐地背离这个跟他情同手足的兄弟 他知道他手中有暗流 这是一个十分庞大而难以对付的组织 所以他不能够正面对他下手 只能和害死顾家的大伯一样 制造一些不会让人察觉的意外 顾艳斯先是模仿了当年的手法 策划了一场车祸 车祸策划得很成功 但荣西川很幸运 被同车的唐舟救了 而唐舟为了救他断了一条腿 这也就成了荣西川跟唐紫熙的一段渊源 顾艳斯见车祸不成 便不敢在短期内再制造意外 不然一定会引起荣西川的察觉和警觉 这时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用慢性毒药 他远赴国外 几经探索 还真的让他找到了一种毒药 这种毒药需要长时间少量的积累 最少要用三年时间 一旦毒素积累到一定的分量 就会引起身体的各种不适 而最为重要的是 这种身体不适会被当成是疾病 不会被检查出毒素反应 不过 这并不能让顾艳斯觉得万无一失 他还在寻找机会 希望可以双管齐下 一次在回南国的时候 他陪其中的一个女伴去挑选首饰 偶然看到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当时在陪一个朋友选婚界 他站在柜台前 侧脸让顾艳斯无比的熟悉 而就是在那个时候 顾艳斯遇到了严洛 天哪 这 这不是唐沁吗 他当时真的是大吃一惊 因为颜洛的长相和唐沁简直一模一样 纯天然无修饰 顾艳斯看到颜洛的第一眼 就在心中有了计划 他一定要把这个女人培养成唐沁 找准机会对真的唐沁取而代之 因为荣熙川对唐沁绝对不会设防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期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熟以貌取人 作者 巴询 由莫艳法朵领衔演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荣熟以貌取人 第六百零八集 我的好兄弟 行李有苦你对我说 一面下毒 一面找人代替唐沁送到荣熙川的身边 顾艳斯的两个计划 都进行得相当顺利 在知道荣熙川中毒导致眼疾时 他本来是高兴的 但是很快 他的眼疾竟然又不治而愈 他几经打探才得知 原来是有一位这方面的专家来到了化国 研发了一种抑制毒素的药物 这个人就是当初毒药发明者汤姆的学生 叫鲁斯 而这个时候 顾艳斯不敢对鲁斯下手 因为知道荣熙川眼疾的人 只有寥寥几个 如果他杀了鲁斯 就会将嫌疑引到自己的身上 显然是不明智的举动 未保万全 顾艳斯想到了那个 一直被他藏在塞尔家岛上 每天接受各种训练 而努力变成唐沁的 岩路 岩路的到来 拉开了一场新的阴谋的序幕 不过现在看来 顾艳斯一直以来的精心策划 早在荣熙川的眼疾发作时 就已经暴露得彻彻底底 荣熙川现在所做的一切 不过都是将计就计 你真的是花馆的孩子 顾老爷子此时顾不上其他 望着荣熙川的眼睛里 擒着晶莹的泪水 荣熙川此时才知道 他的母亲原本的姓名叫顾桓 是南国顾家的长女 而自己就是顾家的外孙 他的身上流淌着真正属于顾家的血液 其实脸上 真的有你母亲曾经的路口 应该是我们顾家的孩子唯一了 其实荣熙川长得更像荣家人 虽像顾桓 但是像得不是特别明显 顾老爷子这么说是有些牵强的 但在顾老爷子眼里头 已经认定了荣熙川就是他的外孙 所以在看他的时候 满满的都是亲切感 荣熙川这个人一向清冷 哪怕知道面前这个人就是他的外公 但是因为没有多少的感情 并没有怎么激动 相反 他比刚才还要谨慎和警惕 顾燕斯此时悠闲地泣了壶茶 好 真好 好一场祖孙相认的感人画面 恭喜爷爷 贺喜爷爷了 混账东西 你现在瘦瘦还来得及 我估计我们之间的祖孙情谊 不会让你死的 但是下半生 你就好好地待在监狱里反省 死 监狱 你是在说我吗爷爷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我从来没有狡辩 相反 我告诉你们的都是实情 是你查了几十年也没有查到的实情 你还要感谢我呢 他放下茶杯 看向了荣熙川的方向 如果你的母亲不是顾欢 我想我们会是一辈子的兄弟 可惜不行啊 我们对于顾家来说只有一个能活 荣熙川看着这个昔日的好友 一股悲凉的感觉 从脚底滋生 瞬间弥漫了四肢百骇 亲情和权力对你来说 真的有这么重要 我从小一无所有 所以金钱和权力是我的毕生追求 如果你肯告诉我实情 我绝对不会跟你抢顾家的继承权 我会让顾老爷子永远查不到我的身上 金钱和权力在我眼里 从来不会越过兄弟轻易 顾雁思微微地动容 但是很快 他就自嘲般地笑了 你看 荣思 你连人格都比我高尚 在你面前我是那么地不堪 不过 我也曾经是真心把你当兄弟的 不然我也不会替你当子丹 他们过命的兄弟情 就是因为荣西川在国外的时候 有一次遇到了抢劫 犯罪分子因为他的反抗而激动 拿出枪来就射击 是顾雁思不顾一切地挡在了他的面前 替他挨了一枪 虽然那一枪没有致命 却让他在病床上躺了三个月 那个时候的他 对他的情意绝对不是伪装的 没有人可以用性命去取得别人的信任 现在跟他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顾雁思 今天就是你一败涂地的时候 一败涂地 爷爷你真是太天真了 我之所以会把一切告诉你 你以为因为什么 一个人的忏悔 错了 真的错了 这不过是因为我知道 就算你们知道了也无济于事 因为所有人今天都走不出这扇门 随着顾雁思画音落下 一直半开的大门突然重重地合了上去 紧接着 二楼的圆形走廊上出现了数十个武装严实的打手 他们端着枪瞄转了楼下的大厅 小叔 救我 面对这些黑洞洞的枪口 荣荀夏的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他从小就是养尊处优 什么时候遇到过这样的场面呢 一张脸早已煞白 早知道如此 我还要什么顾家大权 命都没了 要那些东西还有个屁用 可我现在说投降 我是无辜的 有用吗 枪子可不长眼睛啊 我很可能被打成筛子 荣荣荀此时也顾不得面子了 急忙向荣熙川求救 在这里 他能指望的人 也只有荣熙川了 尽管他们在荣家争权 但他好歹跟他有血缘关系 是他的亲侄子 他不会见死不救的吧 呦 对对对 我差点还忘了你呢 顾燕斯脑袋一偏 看向了荣荀 直下的荣荀后退了好几步 眼中竟是惊恐之色 荣先生 我真的很遗憾 本来这不关你的事的 但是你既然在场 又听了这么多秘密 你说我还会放你离开吗 今天在这里的所有人 都要死 就在这时 屋外传来了沙沙的声音 紧接着 二楼的房间里 就涌出了数十名同样 鹤枪实弹的人 他们一进来 就和顾燕斯的人 形成了对峙的状态 顾燕斯脸色一变 不过很快 他就恢复了从容之色 荣四 我知道你有贝尔的 但你别忘了 这里是塞尔加老 我的地盘 不是你的警督 你来了多少人 我一清二楚 顾燕斯朝着楼上一挥手 立刻又有一批人 涌现了出来 打眼一看 约有四五十个人的样子 在人数上 力压了刚才出现的那群人 你看 我的人数比你多呀 真打起来谁胜谁负 你说呢 你来塞尔加岛带来多少人 你落海后 暗流又带来多少人 我一清二楚 顾燕斯指着荣西川身旁的 聂风和聂雷 你是想指望他们两个吗 他们两个虽然厉害 但是双拳敌不过枪口 你觉得他们会有胜算吗 你只是自我感觉良好 暗流确实没来几个人 但这并不代表我没有帮手 顾燕斯 你这强龙 有时候 也未必能压得过地头蛇吧 你什么意思 紫面意思 我有帮手 不可能 你们暗流来了多少人 我很清楚 这里是塞尔加岛 你哪来的帮手 这时 大门突然被砰的一声响撞开 守在门边的手下 不得不向两边散开 同时 那手中的武器 对准了大门的方向 随着大门向两侧敞开 阳光渗透了进来 照亮了门口的一块大理石地面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巴寻 由木叶 法朵 小莲沙 木羊 C小调等 领行演播 欢迎订阅 第609集 萨摩耶发威 适应了刺眼的阳光 顾燕斯才看清了门外 乌鸦鸦地站了好多人 为首的那个人一身脾气 带着金灿灿的大链子 嘴里叼着根血痂 萨哥 顾燕斯不敢相信地 眨了一下眼睛 萨哥此时摘掉了嘴里的血痂 冲着荣熙川眉开眼笑 嘿嘿嘿 容小哥 我来得不晚吧 如果可以的话 我真的不想跟你打交道啊 大兄弟 头疼啊 萨哥这次足足带了百石浩人 对他来说 这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你什么时候和萨哥认识的 顾燕斯镇定的神态 终于有了松动 萨莫叶在塞尔家岛很有势力 是名副其实的地头蛇 就算是顾燕斯也要让他几分 而他没想到 荣熙川竟然跟萨哥也有了牵扯 而且这个萨哥竟然还这样不遗余力地帮他 顾燕斯始料未及 荣熙川淡定地看向顾燕斯 这次你觉得自己还有生酸吗 你应该了解我 我从不打无准备的仗 顾燕斯目光幽暗地回视他 眼底涌起了一片黑色的暗流 顾老爷子望着自己的外孙 满脸的慈爱与赞赏之意 这样才像顾家人 有我当年的方法 绝对不会认错 他就是我顾家子孙 顾燕斯突然笑了起来 他这一笑把众人都笑得有些莫名其妙的 顾燕斯又笑了一会儿 就像是一个病人一样 癫狂地让人摸不着头脑 你笑什么 事到如今你还不死悔过吗 悔过 我有什么过错 我为了自己有错吗 顾燕斯晃了晃手指 对着荣西川说 你也应该了解我 我做事向来会给自己安排几条后路 你不打没准备的仗 我也不做轻易送死的兵 荣四 我们借一步说话 让你的人先退下去 好 毕竟现在这个局面 拼得两败俱伤不是我想看到的结果 顾燕斯挥挥手 他手下的人立刻就向后退去 但是双方仍然处在相互对峙的状态 顾燕斯和荣西川走到了一边 两伙人的神经都在紧紧地绷着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两个人现在的谈话关系着一会儿的硝烟大战 顾燕斯抽出了一根烟放在嘴里 又给荣西川递了一根 递到一半 他忽然想了起来 哦对了 你借了 他把烟收了回来 瞇了瞇眼 请 荣丝 你今天放我走 我们以后两不相干 理由 理由嘛 我知道你妈妈在哪 你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 你的妈妈根本没死 她就活在这世界上某处 这个消息对于荣西川来说 简直就像是在他原本平静的心壶上 置下了一块巨大的石子 荣西川连自己心跳的速度都加快了 你不信吗 顾燕斯拿出手机 从中调出了一段视频 那 这是近期拍摄的 你看上面这女人是你妈妈吧 荣西川接过了顾燕斯的手机 在那个女人刚出现在画面中的时候 荣西川的眼眶猛然一热 一股热血直冲头顶 没错 那画面当中的人确实是她的母亲 虽然是老了一些 但与记忆当中的样子完美的重合 母亲跳海自杀这个消息是荣老爷子告诉她的 荣西川当时赶到海边的时候 海边还有人在搜救 只不过有目击证人说 她当时跳下去之后就没有再出来 那个时候的荣西川仍然年少 也相信了母亲跳海身亡的事情 但事实上 顾环是跳了海 不过却没有死 她被阎老爷子的人给救了 阎老爷子在年轻的时候和荣老爷子一起争顾环 最后荣老爷子胜了 虽然与老爷子后来早早地结了婚 还有了孩子 对于过去也早就放下了 不过当时她恰好路过 看到顾环跳海 与老爷子就毫不犹豫地跳下去 把她给救了上来 只是顾环已无声念 以心求死 是与老爷子劝说的 只有活下去 才能看着她自己的孩子平安长大 顾环被阎老爷子说服 之后请阎老爷子帮忙 把她送去了南国 顾环本想在南国安静地生活 却在后来偶遇了顾燕斯 顾燕斯一眼就认出了她的身份 顾燕斯就把她带到了塞尔家岛 虽然没有限制她的自由 却一直派人监视着她 不过顾环并没有回华国的打算 她不想打扰荣熙川现在平静的生活 她只想在这座小岛上 孤独终老 聊此一生 但顾环不知道的是 顾燕斯一直把她当成 牵制荣熙川的棋子 准备让她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 比如现在 你放心 我一直对阿姨很好 她在这里过得也十分平静 荣熙川从视频当中看到 顾环好像穿着一套服务员的衣服 正在弯着腰拖地板 她看起来瘦了 老了 并脚隐约有了几丝白发 荣熙川的心忍不住揪了起来 就如同被人攥在手中 用力地把玩般的疼痛 很难从荣熙川的脸上 看到类似于难过的神色 这让顾燕斯很是享受 荣熙川 怎么样 这笔交易不亏吧 我告诉你阿姨在哪 你放我走 我们今天就扯平了 这个交易看上去的确很诱人 而在门口的位置 萨哥的耳朵里头塞着一只耳机 正在低声说 唐小哥 好没好 快了 顾燕斯太谨慎了 这个房子里所有的摄像头 都是进过超级加密处理的 如果唐秦没猜错 替顾燕斯安装这套系统的 应该就是他当初带回到 锦都的那个电脑高手 当时顾燕斯还向荣熙川推荐过 希望能够帮他破解荣家监控 被侵入的这个难题 是唐秦用激将法将聂峰激了一下 这个黑客高手才没有出面帮忙 不然他那时入侵荣家监控的事情 也会早早暴露的 这个人的确是个高手 他替荣熙川布置的防御系统 几乎是牢不可摧 如果不是顾燕斯没想到 荣熙川早就对他产生了怀疑 他们也不会那么轻松地 就入侵了百货大楼周围的摄像头 光是这个电脑高手的存在 就能成为他们最大的阻碍 可惜顾燕斯实在是太自信了 笃定荣熙川不会怀疑的 所以才会摆密一书 萨哥是个急性子 学家抽了一口又一口 还不行吗 快乐快乐 唐沁此时正在酒店旁边的咖啡馆里头 通过萨哥身上携带的信号接收器 在入侵这座两层小楼的监控 在这之前 唐沁也以为荣熙川沉入了海底 发生了事故 不过他最后还是选择了信任 因为荣熙川说过 无论发生什么都要相信他 也就是在那时 唐沁的手机收到了 荣熙川发来的消息 他让他去机场看一下情况 顾艳斯是否派人守在机场 拦截暗流的人 搜救的时候 聂雷戒机派来了一些暗流的人 但是对付顾艳斯在这边的势力 这还远远不够 所以他需要更多的帮手 这就需要更多暗流的人 如果顾艳斯的确安排了人中途截击的话 荣熙川告诉唐沁 这样的情况下 就让他赶紧去找萨哥 虽然与萨哥不过一面之缘 但萨哥为人仗义 而且是真心想教荣熙川这个朋友 请他帮忙的话 他一定不会拒绝的 唐沁找到了萨哥 萨哥连眉头都没眨一下 立刻带着一百多个兄弟 就浩浩荡荡地前来帮忙了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座小楼的地形 萨哥打头阵 用信号接收器 帮忙唐沁入侵楼里的摄像头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期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巴询 由墨叶法朵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六百一十集 故还母亲的爱 爸 你那边怎么样了 唐沁利用联网与唐州同步 父女俩分工明确 唐州这才松了口气 女儿大了 感觉女儿每天做的事情都让她难以捉摸 这哪儿是一个演员呢 都快成为国际黑客了 又过了几分钟 萨哥的一根雪茄烟都抽完了 正准备点第二根的时候 耳机里头突然传来了唐沁兴奋的声音 好了 好 接下来就看容小哥的意思了 这个屋子里的摄像头分布得很是密集 看得出来 顾燕斯是个十分谨慎的人 防范心理十足 顾燕斯每天来到这个房子里的时候 都会不停地看摄像头 以便观察四周的动态 谁说她不害怕自己做过的那些事情会遭到报应啊 按这么多的摄像头 那目的就很明显了 就是为了防止有人突然出现害了她 想顾燕斯这样爱财爱权的人 当她有了一切之后 她更爱的是自己的命 更何况 她为了一己私欲达到今天的目的 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人 不做噩梦 不受到良心的谴责 那是假的 通过屋子里的摄像头 唐沁发现 这座两层小楼里头 顾燕斯的人有七十几个 主要分布在二楼的区域 而容熙川这边除了暗流 还有萨哥的一百多号人 顾燕斯明显是寡不敌重 唐沁又四处看了看 确定顾燕斯没有别的埋伏之后 那屏幕上头被分成了数块的小屏幕上 就出现了容熙川和顾燕斯的身影 他们两个人来到了角落之后 似乎是在说话 唐沁猜想 顾燕斯发现了局势对自己不利 所以就来找容熙川谈条件了 如果容熙川还念及他们二人之前的兄弟情谊 也许会放他一马 但容熙川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背叛 还是被至交的好友背叛 何况顾燕斯是导致唐沁当初落海身亡的罪魁祸首 容熙川没有那么慈善的 会因为顾燕斯的三言两语就此罢首 他磨刀祸祸 就是为了让顾燕斯身败名利 唐沁把镜头拉近 发现容熙川的表情有些异样 那是一种怎样的表情呢 震惊当中夹杂着惊喜 担忧当中夹杂着急切 这么多的表情同时出现在容熙川的脸上 这让唐沁觉得十分的意外 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很棘手的事情 阿斯才会表现得这么奇怪 唐沁又把镜头调近了一些 他发现容熙川的手里拿着一部手机 手机上头有画面 这应该是顾燕斯的手机啊 顾燕斯为什么要让阿斯看他的手机 他想给阿斯看什么 摄像头的像素是高清的 这让唐沁在放大镜头的时候 能够逐渐地看清那手机上头的画面 随着角度渐渐地调整到了手机屏幕上 那画面也变得清晰起来 可以看到那上面有一个人 像是服务员 而就在这时 唐沁电脑上的画面突然中断了 跳出了一行字 go out 出去的意思 唐沁知道 自己已经被对方的电脑高手发现了 对方为了要阻止他 更换了防火墙的设置 想要再次破解进入 恐怕没有一个小时以上是完成不了的 而且这个高手发现唐沁在入侵 就会一直守在电脑边跟他周旋 想着时间紧迫 他当即立断 放弃了用电脑追踪 唐沁关上了电脑 荣西川手中那个屏幕上的人影 却盘踞在他的脑海当中 那背影看着好熟悉呀 而且在信号中断前 那个人抬了一下头 虽然没能够来得及看清那女人的脸 却是有一点红色 从眼前一律而过 红色 应该是红色的痣 就在眉心的位置 唐沁的眼中舒然一亮 不可思议地喊了出来 是陈阿姨 对 那个手机中的人是陈阿姨 怪不得我会觉得背影有些熟悉 那是穿着服务员制服的陈阿姨 在打草卫生 为什么顾沁斯要给阿斯 看一个素不相识的服务员呢 在看过这个服务员之后 阿斯又会露出那样奇怪的表情 第一次看到陈阿姨 唐沁就对她有种熟悉的感觉 现在细细地回味 这个陈阿姨的鼻子和下巴 好像都跟她家的阿四有些相似呢 不是特别相像的那种 只能说是有一丢丢的像 据阿四所说 她的母亲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死了 难道 难道是根本没死 而是被顾沁斯控制了 如果这个陈阿姨真的是阿四的母亲 那么阿四脸上的表情就能够解释了 那是知道母亲还活着的喜悦以及震惊 顾沁斯想要控制陈阿姨 然后在关键时刻替她自己谋一条生路 唐沁扣上了电脑 撞到了包里 同时对着耳机说道 萨哥 拖延时间 一定不能让郭炎四离开 就算容西川统一也不行 啥 啥啥啥 唐小哥 我到底该听你俩谁的 这一次听我的 我一会儿再联系你 啊 好吧 萨哥在唐小哥和容小哥之间 更倾向于容小哥 不过唐小哥的口气这回这么严肃 他还是决定先听唐小哥的 唐沁没有联系容西川 是因为害怕打草惊蛇 我现在不能直接联系阿四 顾沁斯这个人太过精明 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起他的警觉 如果被他发现 阿四接听了电话或者是看了短信 保不齐他会不会立刻就对陈阿姨下手呢 如果他控制了陈阿姨 或者直接将他转移到了别处 两人可以再想其他办法找到他 那就是难上加难了 趁着顾沁斯现在还以为没有人发现陈阿姨的所在 唐沁还有时间赶紧把陈阿姨给带走 但是他怕的就是这个电脑高手 他会从中捣乱 如果这个电脑高手把摄像头入侵的事情告诉了顾沁斯 顾沁斯就会联想到有人看到了手机的内容 为了保险起见 他立刻就会将陈阿姨转往到别处的 接下来的时间必须要争分夺秒和顾沁斯比速度了 唐沁出了咖啡厅 开着车往他所住的民宿飞驰而去 一路上把车子飙到了高速 幸亏塞尔家岛不是拥堵的都市 街道宽敞 而且车辆呢也没多少 路两边都是熙熙攘攘来旅游的游人 唐沁一边开车 脑中一边飞速地旋转 顾沁斯为什么控制了陈阿姨 却让他出来自由工作呢 他难道就不怕陈阿姨会跑掉吗 看来这有两点解释 第一 顾沁斯虽然没有限制陈阿姨的自由 但他可能派人监视了陈阿姨 而这个人不会监视陈阿姨的日常生活 主要还是监视他的行踪 保证他不会离开塞尔家岛 第二 陈阿姨可能根本就不想离开塞尔家岛 所以 限不限制他的自由都没什么意义 唐沁一路飞奔到了民宿的大门口 车子一个急杀就停了下来 他跳下车飞快地跑进了大唐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巴巡 由木叶 法朵 小莲 沐阳 C小调等 领行演播 欢迎订阅 第611起 还有别的人找过他? 唐沁一进门 就抓着一个大唐经理询问 陈阿姨呢? 大唐经理被他猛然一问 吓了一跳 缓缓才说道 在二楼清理游泳池呢 哪个房间? 所有房间的游泳池都归他打扫 我刚才在对讲机里喊了他几声 不过他没回答 没回答? 不好 刚才还有别的人找过他吗? 对对对 几分钟前 有一个男人也在找陈阿姨 说是陈阿姨家的亲戚 哎 小姐 你去哪啊? 经理的话还没说完 唐沁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了 经理眨了眨眼睛 显然还没有回过神 过了一会儿 才自言自语地说着 陈阿姨现在这么火吗? 这么多人找他? 唐信一路飞奔到了二楼 二楼有一条走廊 走廊两侧分了十几个房间 这十个房间都归陈阿姨打扫 刚才有人来找陈阿姨 可以确定 一定是顾艳斯的人 那个电脑高手告诉顾艳斯 摄像头被侵入的事情 顾艳斯为了保稳妥 让人快速地转移陈阿姨 这个人应该是负责监视陈阿姨的 所以就在民宿的附近 而唐信呢 则是开车前来 所以耽误了不少的时间 因此就比这人晚了一步 陈阿姨平时打扫房间的顺序 是从外到里的 据经理所说的时间 陈阿姨显然已经打扫了一阵子 所以唐信直接越过了前面的几个屋子 从中间找了起来 刚来到二楼的二零七房间门口 她便听到了对面传来一阵异响 唐信一脚就踢开门 看到陈阿姨和一个长得十分彪悍的男人 在撕扯着 你要带我去哪里 我自己会走的 你放开我 陈阿姨看到唐信的时候一愣 急忙喊道 客人 你走错房间了 说完 陈阿姨一个劲地冲着唐信地眼色 示意她赶紧离开 陈阿姨知道 监视自己的这个组织 绝对不是什么善善之辈 她无欲无求 倒也无所谓 但这些事情和唐信无关 陈阿姨不想连累的 放开陈阿姨 唐信丝毫没有理会 陈阿姨的眼神警告 而是大步地走了过来 找死 壮汉鹰眼一眯 就冲着唐信冲了过来 不管她的事 跟她没有关系 我跟你走 别为难她 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客人 陈阿姨说话间 唐信已经和壮汉交上手了 陈阿姨有心想要阻止 可她根本就进不了身 只能躲在一边 焦急地看着 哟 不错呀 有些本事吗 来来来 跟爷爷干架 壮汉本来没把唐信放在眼里 还以为是一个 自不量力的弱女子 没想到几招下来 她就发现自己低估了对手 这个女人除了力量不足 简直就是一个高手 壮汉不敢轻敌 又是一拳带着风声打出 唐信知道 自己的弱点就是力量不足 跟这种壮汉交手 拼力量 那一定是拼不过的 所以她给自己的定位 一直就是灵活 快准狠 一边的陈阿姨急得不行 但她也只有干着急 她想帮忙 却又怕自己帮了倒忙 只能握着两只手 眼睛随着两人快速地移动 而紧张地转来转去 不过让她没想到的是 那个看似弱不禁风的女孩 竟然有着如此了得的身手 哪怕就是跟一个武功高绝的壮汉对拼 也不落下风 就在两人交手间 壮汉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就在她分神之际 唐信抓住机会 一脚踢在了她的胸口上 跟着 一脚就踩上了旁边的桌子 借力高高跃起 又在她的胸口捕了一脚 这一脚因为借了力 力如千金 当即将壮汉从屋里 踢到了阳台上 壮汉倒在地上 成昏迷状态 电话直接弹进了 不远处的游泳池 发出扑的一声响 唐信急忙上前锁住了阳台的门 拉住了目瞪口袋的陈阿姨 走 陈阿姨被唐信拽出了房间 反应过来才说 走后门 后门 是一个专门用来运送垃圾的地方 毕竟垃圾这种东西 不可能走酒店的正门 知道这个后门的人 也仅限于酒店里的员工 陈阿姨对这里 可谓是轻车熟路 从后门出去之后 唐信带着陈阿姨 上了他刚开来的那辆轿车 他四处看了一眼 确定没人再跟来之后 他才踩下油门飞奔而出 等车子渐渐平稳下来 陈阿姨才问 你这是带我去哪儿呀 阿姨 你是南国人 但你一直生活在化国 对不对 啊 是的 我小时候就生活在化国 你有一个儿子 他叫荣熙川 随着唐信说出这句话 陈阿姨的神色大变 他看向唐信的目光满是惊讶与戒备 你 你怎么知道的 阿姨 你不必害怕 我是荣熙川的女朋友 这 这 唐信以前没有特别留意陈阿姨眉心的那颗红痣 但是那颗红色的痣如此的美丽和明显 几乎见过陈阿姨的人都能一眼记住这个特征 他虽然知道荣熙川和他母亲的故事 但他从来没有看过他母亲的照片 如果他早点认识他的母亲 也不至于现在才知道 陈阿姨就是他一直心心挂念的人 不过这也并不怪荣熙川 荣熙川能把关于他母亲的故事讲给唐信听 对于他来说已经是破天荒了 想让荣熙川拿着他母亲的照片 跟他一起回忆往事 那绝对不是荣熙川能够做出来的事情 阿姨 她告诉我 你在十几年前跳海自杀了 为什么 十几年前 荣家人把小川接回荣家 我当时真的是万年俱灰 只想着一死了之 我并非不愿意放手 相反 我知道跟着我 她只会像是一只 困在浅滩的蛟龙 她的才能永远得不到施展 只有荣家才能为她提供发展的空间 才能让她大方溢彩 我只会成为她的耻辱和累赘 固欢的眼中溢出泪水 她的声音当中充满了悲伤 只可惜 我跳海未死就被人救了 那个人劝我 那个人劝我活下去 只有活下去 才能看到她渐渐地长大 顶天立地的样子 我被说动了 于是离开锦都 回到了南国 我是南国 我是南国人 从小离家来到了华国 但南国对我来说 依然是根 而且在这里 不会有人找到我 我也不会连累到她 还可以静静地 注视着她的样子 看她成长 看她结婚生子 原来 这阿姨一直在这里隐姓埋名 是不想连累阿四 姑娘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叫唐子曦 唐沁出了一张纸巾 递给顾环 阿姨 你叫我小西就好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期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少以貌取人》 作者 发寻 由末夜法朵 领衔演播 欢迎订阅 第612集 把她给掰弯了 顾环接过纸巾 抹了一把眼泪 孩子 谢谢你刚才救了我 不过我留在这里是自愿的 能麻烦你把车停一下吗 阿姨 你要做什么 我不能去见小川 我不能连累他 阿姨 你知道一直在监视 你的这个人是谁吗 我不知道 不过他似乎没有恶意的 这些年 我虽然知道有人在监视我 但却没有影响到我的生活 我很自由 无人约束 阿姨 如果他没有目的 他为什么要监视你 他之所以一直不动你 是你的利用价值还没有体现出来 那倒是与小川有关吗 生西川的敌人 用你来威胁他 唐庆严谨一概地 将整件事情的经过告诉了顾环 现在 只有阿姨你出现 他之前的精心策划才能圆满 不然放走顾燕丝 就是放虎归山 以后再想对付他 就是难上加难了 顾环没想到 自己的存在竟然牵扯出了这么大的阴谋 顿时陷入到了震惊当中 而另一头在顾燕丝的双层别墅内 顾燕丝收回了手中的电话 眉毛上挑 荣四啊 怎么样 考虑和我交换吗 他把手机放回了口袋里 对了 刚才我的人已经去接你母亲了 她身体一直不太好 不知道能不能经得起长途跋涉呀 我答应你 别伤害她 怎么会呢 我拿你当兄弟 也拿她当自己的妈妈 这些年我没亏待过她 我想锦衣玉石地供着 她不肯 非要自食其力 这性格跟你还有点像 你放了她 我让这些人全部撤走 好 我就喜欢你爽快的性格 我知道你很不甘心 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机会 可以将我人赃并获 我也知道你不会杀我 毕竟我是顾家的人 你把爷爷请到这儿 不就是想让他处置我吗 顾艳丝说得对 荣西川的确是顾及到了顾老爷子 所以才安排了这样的一出戏 如果他不当着顾老爷子的面 揭开顾艳丝的真面目 而是贸然地处置顾艳丝 也就是和顾家结了仇 毕竟顾艳丝是顾老爷子认定的接班人 顾艳丝还得要顾老爷子亲自来解决 好了 废话不多说 顾艳丝拍了一下荣西川的肩膀 我会把你的母亲安然无恙地还给你 我现在就要见到她的人 那不行 我必须先确保我的安全 如果你食言呢 你别无选择不是吗 我可以赌自己的命 你忍心赌你妈妈的命吗 我知道你不能 荣西川的母亲对她来说究竟有多重要 顾艳丝最清楚不过了 所以她才敢肆无忌惮地践踏荣西川的孝心 因为她笃定 荣西川绝对不会拿她的母亲来当作筹码的 我让人带你母亲去这个地方 一个小时后我安全了你去接人 顾艳丝发了一个地址到荣西川的手机上 不要试图去找她 除了我没人知道她在哪 顾艳丝摆了摆手 她的人立刻就撤了下来 暗流的人看向荣西川 荣西川点了一下头后 大家也都纷纷退后 而就在这时 站在门外的萨哥突然喊道 我不同意 萨哥得了唐庆的叮嘱 要尽最大的能力拖延时间 现在看到双方都解除了对峙状态 荣小哥显然是要放人了 他一着急就喊了一嗓子 我不同意 这台词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来抢亲的呢 顾艳丝冷笑 萨哥 这里没你的事了 你回头继续做你的地头蛇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萨哥想了半天 脑壳子都快响碎了 也没想出什么拖延时间的合理理由来 于是他灵机一动 气韵丹田地一声呐喊 我看上你了 大哥 你确定你不是来搞笑的 喵啊 萨哥看到众人一脸惊恶的表情 觉得自己这招真是妙哉呀 于是他冲着顾艳丝喊道 顾小哥 我看上你了 你今天不能走 顾艳丝真想骂娘 他瞄得自己一个纯爷们 被一个男人给看上了 这简直就是对他的侮辱 而且他好不容易找到了脱身的机会 这萨哥是倒得哪门子的乱呢 荣熙川也有些纳闷地看向萨哥 就算是色令置昏 这这这这萨哥现在发春 也不是个时候啊 但荣熙川的脑筋一转 就想到了另外的一种可能 像萨哥这种大老粗 连这种扯淡的理由都能找出来 是不是说明 他是在为了什么而故意拖延时间呢 如果他在拖延时间就一定跟唐沁有关 毕竟他们之前一直都在联系 唐沁让萨哥拖延时间 他想做什么呢 不管他想做什么 荣熙川都对着唐沁 有着百分之百的信任 萨哥 他并不喜欢男人 这个时候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有必要吗 就算我喜欢男人 也不可能喜欢上一身脾气的萨哥吧 我不管他喜不喜欢男人 我就是看上他了 就算他不喜欢 我也有办法把他给白弯了 翻你大 萨哥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你先让开 你们的私事 留着你们去处理 不行 现在把他放走了 我再去拿着找他 我就是看上他了 我要把他带走 顾艳斯此时的感觉就像是逼了狗了 妈的 自己到底是有多倒霉 才碰上了这样的一个神经病啊 萨哥 我不想和你为敌 麻烦你让开 虽然在塞尔家岛很多人怕你的势力 但我顾艳斯不怕 这是我和荣熙川之间的恩怨 他既然已经放手 你何必紧张我不放 顾艳斯见萨哥 依旧没有让开的意思 于是转头对荣熙川说 荣四 时间不等人 如果我没有及时离开这里 你妈妈的安危我就无法保证了 这就是赤果果的威胁 荣熙川眉头一皱 我要确认他现在安然无恙 确认之后 我会让萨哥的人撤走 你们在拖延时间 顾艳斯如此精明 这样明显的伎俩 如何能瞒得过他呢 刚才他以为萨哥真的是对他有意思 不过现在仔细地想一想 这明显就是在拖延时间呢 顾艳斯 我耐心有限 如果你不放我离开的话 别怪我的阿姨下手了 别用你母亲的生命做赌注 萨哥拖延时间的计策也被识破了 为了顾环的安全 荣熙川不敢再周旋下去 于是看向萨哥 萨哥 让你的人让开 可是 事困重大 萨哥 请让开 荣熙川面色凝重地重复着 萨哥知道 荣熙川不是在开玩笑 于是只好摆摆手 示意手下退后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荣熙以貌取人 作者 巴寻 由木叶 法朵 小莲 木羊 C小调等 领行演播 欢迎订阅 第613集 和你们同归于尽 而就在他的手 刚刚请起来的时候 突然听见了一道清脆的声音 等一下 萨哥转过头 看到来人 顿时欣喜若狂 唐小哥 你来了 唐浸冲他眨了一下眼睛 悄悄地竖了一下大拇指 被夸赞的萨哥 立刻眉飞色舞 他感觉自己拯救了全世界 阿四 唐浸看向荣熙川 你母亲和我在一起 荣熙川看到他的女孩站在那里 自信写满了精致的脸蛋 眼中闪烁着灿烂的星星 他就知道 他的小亲从来就不会让他失望的 我知道了 荣熙川相信的 从来就不需要任何理由 顾艳斯看到眼前这个突然出现的男生 先是愣了一下 虽然没有马上认出对方 但这熟悉的声音 还是让他立刻猜到了对方的身份 唐紫熙 顾艳斯知道 这个人是唐紫熙无疑了 既然荣熙川一开始就知道言洛是假的 那么他和唐紫熙也不会真的分手 他们从分手到决裂 完全都是在演戏给他看 唐紫熙本来就是一个演员 而且非常聪明 这场戏让他做得十足逼真 骗过了他们所有人 顾艳斯以为自己的计划已经足够完美了 全程都在欣赏着这些棋子 在他的棋盘上挣扎 可是最后他才发现 原来他也是棋盘上的一颗子 真正直棋的人 是荣熙川 你们怎么可能找到他 偏意 唐紫看着这个男人 说不出心中是怎样的心情 当初他和荣熙川情同兄弟 以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 也十分的要好 顾艳斯对唐紫无可奈何的时候 总会向荣熙川告状 顾艳斯总喜欢说那句 你家的那块糖 可是谁又能想到啊 这个平时看上去顽固不羁的男人 竟然是只披着羊皮的狼 他为了害死荣熙川 不惜潜伏多年 精心策划 在他眼里装得满满的 都是金钱和欲望 而这些东西都足够蒙蔽他的心智 让他再也看不清这世间的真情 糖浅静静静地看着他 顾艳斯 连老天都不帮你 你输了 输 我没有输 我输了 我还可以跟你们同归于尽 顾艳斯突然看向正对面的摄像头 牙关紧咬 面色猙獰 卡尔 引爆他 摄像头的另一边 有个人的眼睛正在一眨不眨地注视着他 而这个叫做卡尔的人 便是那个电脑高手 他一直跟在顾艳斯身边 为顾艳斯所用 对顾艳斯忠心耿耿 卡尔之前驱逐的侵入监控系统的黑客 并通知了顾艳斯防范 顾艳斯这才想到了紧急转移顾环 现在 他看到顾艳斯表情疯狂 似是已经下定了必死的决心 虽然心有不忍 但他还是按向了电脑上的一枚红色按钮 这是顾艳斯的最后一步 如果他不能闪终 他就让所有人陪着他一起 死无葬神之地 在这座二层小楼的深处 埋有一颗炸弹 炸弹的威力 大到足可以把这整座楼 以及方圆百米的地方 移为平地 而他所在的地方 也处在爆炸的范围之内 包括还在这个别墅里头的情歌和小豆 顾艳斯这是想把所有跟他有关的人一起送上天 不过卡尔并不怕死 而且那个炸弹还是他亲手参与制作的 能和顾艳斯一起死 他没有遗憾 卡尔的神情一速 没有丝毫的犹豫 右手在按钮上 按了下去 一只杯子 准确无力地打在了卡尔的手腕上 力道大到他的身体 也随之从椅子上跌落了下去 卡尔根本就来不及去看来人是谁 他急忙爬起来 又想要去按动那个开关 而这一次人影飞至 卡尔不得不抬起手来抵挡对方的攻击 这个卡尔有些人事 竟然还能跟杜青交上手 不过杜青是暗流的队长 这个卡尔显然不是他的对手 在和杜青对打时 卡尔突然从身上抽出了一把匕首 这把匕首十分的锋利 轻松就将杜青身旁的一个花瓶给削断了 厉害呀 削铁如泥 杜青并不怕这个卡尔 但卡尔手中的这把匕首却碰不得 只要被他伤到 很可能就会削断骨头 不过卡尔似乎无心跟杜青应战 也没有重新再去抢他的电脑 而是跑向了桌子的另一侧 卡尔知道 只要有杜青在 他是无法靠近电脑的 所以他的目的只是想拿到那枚遥控器 除了电脑上的按钮 这个遥控器也能够引爆炸弹 杜青闪避着卡尔手中的匕首 对着身后大声喊道 秦小姐 带着电脑跑 秦哥站在门口 听到杜青的声音之后 立刻冲过来 抱起了桌上的电脑 二话不说就跑了出去 顾艳斯身边这个电脑高手 一直都是荣西川的隐患 为了防范于万一 他让聂峰对这个人进行了监视 刚才唐倩进入电脑 被他封锁之后 杜青便来到了这座别墅里寻找卡尔 正好就碰见了秦哥 秦哥与卡尔向来不对付 很快就带着杜青找到了卡尔 结果正好就看到了卡尔行为诡异 似乎正在进行什么操作 杜青推断 顾艳斯很可能想要鱼死网坡 卡尔应该是在引爆炸弹 秦哥抱着电脑赶紧冲下楼 然后一路向前狂奔 他知道遥控是有距离的 只要超出了这个距离 就算是有遥控器 也不可能产生作用 秦哥不知道顾艳斯想做什么 但他知道 那个男人一旦疯狂起来 任何人都可以为他牺牲 包括他自己 秦哥抱着电脑一直跑 一直跑 他本来就穿着拖鞋 此时早就跑掉了 光着一双脚丫子踩在那路面上 脚底什么时候被割破了 他都一无所知 他是演员 平时都要健身保持身材 在塞尔夹岛无事可做 每天也只剩下练鱼家和跑步 所以他抱着一台电脑飞奔 速度倒是一点都不慢 不知道跑了多久 眼前已经露出了海平面的蔚蓝色 他跑到了海边 将手中的电脑往沙滩上一丢 腹下身子大口地喘息着 跑得这么远 他不相信这个遥控器 还能够够到这么远的距离 而且此时的电脑 已经没有了网络信号 卡尔就算是再厉害 也无法在远程控制了 更何况 卡尔虽有力气在手 但他绝对不是杜青的对手 杜青应该已经将他收服了 望着平静的海平面 几只白色的海鸟 在天与海之间盘旋着 发出了叽叽喳喳的叫声 秦哥突然想到了顾燕斯 此时的他不知道怎么样了 秦哥有些自嘲地笑了笑 那个带给他无险伤痛的男人 他为什么还要想着他呢 他的死活已经跟自己无关了 顾燕斯面对着摄像头神情扭曲 当他吼完那句话的时候 小楼里立刻传了一阵骚动声 炸弹 不会有炸弹吧 什么 这顾燕斯疯了 在这里引爆炸弹 岂不是要把他自己都炸上天哪 怎么办 有炸弹 萨哥也有些慌了 轻疑不定地去问唐沁 桃小哥 真的有炸弹吗 会把我们炸到血肉横飞吗 相信四爷 他知道 荣熙川高瞻远主 也一定想到了这种可能性 毕竟最不了解顾燕斯的是他 但最了解顾燕斯的 也是他 众人苦苦煎熬的时间不过短短的几分钟 但是已经有人 汗如雨下了 荣熙川没说退 谁都不敢动 同时 支持着他们站在这里的 还有对荣熙川的信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订阅专辑 下期精彩继续哦 请订阅专辑